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28章 再次逼婚 郭孝胜接完电话回来 看到这一幕 马上从熊白舟发红的手背上 猜到了怎么回事 不过还没等他说话 郭孝连却主动地站起来告辞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他看了一眼熊白舟 就走出了茶屋 郭孝胜叹一口气 哎 我去上一下你们三嫂啊 孝连 你为什么这样做啊 郭孝胜追了上去问道 郭孝连不吱声 低着头往前走 郭孝胜没办法 快步走几步 挡在了前面 郭孝连过不去 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繁星闪烁 沉默一会儿 说道 我本意是提醒和惩戒熊白舟 不要痴心妄想 要玩女人可以 但不能碰我们郭家的女人 那也没必要用这种方法啊 郭孝胜皱着眉头说道 那我能想到什么好办法 郭孝连情绪突然有点激动 我不像你和大哥 明晓毕业 事业顺利 就连女儿都很争气 酒力电子 市值不断下降 就快被我玩身空壳了 静明也不像家文和子贤那样有能耐 整天除了开party 就没其他心思 这些事都是实情 郭孝胜平静地听着 本来郭炳香分家产的时候 银系货运 横积地产 酒力电子 其实股价相差不大 相反 货运和地产作为传统行业 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 电子行业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未来 则有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郭炳香还将酒力这个称号留给了小儿子 要知道 企业的品牌有时候反而最值钱 例如周美电器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周美电器现在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 所以市场上的盈利能力全部依靠周美这个牌子 这也是为什么熊白周要购买银系大厦的重要原因 一旦将银系大厦的资产置入周美电器里 看似除了在市场继续扩大影响力外 没有其他效果 其实那时周美电器的估值将翻倍地增加 尤其以后在上市 融资 涉及股权债券等方面操作时 不动产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现在周美电器内部都未必完全理解 关于银系大厦的购买计划 但熊白周是创始人 而且在市场决策方面从没有犯过错 再加上他是人格魅力非常强大的领导 鉴于这些因素 大家才没有怨言地跟随 因此 不仅拥有九力的品牌价值 还在第三次电子工业革命的今天 郭孝连却将一把好牌打得吸烂 实在是能力 眼光 水平等综合方面太差 不过三兄弟已经处于分家状态 郭孝江和郭孝胜只能劝说 他不能干预 只能眼睁睁看着九力电子 做假账 维持市值和欺骗股民 但这种手法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香港的经济分析师 早就提出了金融危机和金融泡沫的概念 现在的股市虽然持续走高 但都是净花水月般的泡沫 一旦遇到压力 瞬间就会破灭消散 倒是 受到冲击最大的反而不是传统行业 而是这些新型电子行业 一想到企业面临的问题 郭孝连心中又浮躁起来 我本事不如你和大哥也就算了 子女不如我也认命了 可凭什么你找的女婿都 郭孝连想说都这么优秀 可这句话愣是没说出口 改成了都能给我脸色改 郭孝连觉得 熊白舟最后时候 那不动如山的姿态 顽趁自己过于轻浮 所以有侮辱的兴致 他才多大连击啊 理系长辈 你同他计较什么来 以郭孝胜的情商 是不会为熊白舟辩解的 反而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果然 郭孝连听到这句话 脸上才好看一样 想想自己的行为 似乎有点过分了 但熊白舟的隐忍 更让人吃惊 刚才熊白舟的做法 我脑海里想起了许多名人 哦 都有谁了 郭孝胜有点好奇地问道 曹操 刘备 司马懿 这些厚黑的高手 郭孝连感叹地说道 紫贤和紫禁啊 命都很好 有熊白舟这种人当女婿 你以后可以安心退休了 郭孝胜苦笑一声 这两个丫头的戏情 不解决 我退休是退休 但安心是不可能的啦 你不是安排紫贤 去新加坡相亲了吗 郭孝连问道 我都没敢说明原委 不然他冷去吗 郭孝胜摇摇头说道 既说让他代表我去参加亲戚给婚礼啊 想起郭子贤 外缘内方的处事方式 郭孝连觉得这并不好办 想了想说道 本来我还觉得 熊白舟可能看上横击的财富 现在想想 可能这种人根本就是多情种子 我今天得罪他 改天熊白舟 会不会把九粒电子都给收购了呀 郭孝胜大笑一声 赵萱他现在戏业真正异象 但戏想收购戏集百多一个九粒电集 甘板叫戏起心妄想啦 郭孝连也是戏业 即使九粒电子驾掌情况严重 经济泡沫即将来临 但九粒电子应该也是 这个大陆来的年轻人 需要仰望的存在 郭孝连离开以后 郭孝胜却在院子里久久站立 晚上后才轻轻地说道 一共孝连接到 红白舟借器 打算整体撬动银杏大厦 他总会不会觉得这些戏眼呢 唉 期待发展的太快了 郭孝胜回到茶屋 看见郭孝敬正在帮熊白舟 轻轻地涂抹药膏 怎么样啊 还疼不疼啊 郭孝胜问道 熊白舟还没回答 郭孝敬抬起头 眼眶里全都是泪水 安侯为什么要用开水烫熊白舟啊 唉 熊白舟又不惜细皮烂要给小姑娘 烫一下又有什么嘛 郭孝胜不以为然 熊白舟可是越城的江湖大佬啊 以前遇到的腥风血雨 不知道有多少 郭孜敬真是有了男人 忘了爹啊 再说啊 吃亏未必就是货 郭孝胜不打理郭孜敬的埋怨 转过头看着熊白舟 严肃地说道 你稀不稀想买银杏大沙 这下轮到熊白舟吃惊了 不过马上就冷静下了 这么大的商业操作 郭子贤肯定会和郭孝胜说的 郭先生 我想整体购入的原因是 熊白舟还想解释 郭孝胜摆背手打断了 关于整体购入给游戏 劣戏 你不用多说了 横击财务团队 已经分析很多遍了 说到这里 郭孝胜看了一眼郭子贱 熊白舟图完药膏 要包扎 你去拿纱布 打发走郭子贱 郭孝胜目光炯炯地 看着熊白舟 这栋大沙 我可以捉取卖给你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了 郭先生请讲 离开几闲 取郭几近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二十九章 平湖烟雨 追潮生 郭子敬拿着纱布回来的时候 就算他平时不是很关注细节 此时也觉得 茶屋的气氛有点紧张 两个男人 一个是父亲 郭孝胜 他是满脸的严肃 一个是爱人熊白舟 他依然那样的稳重 但看似平静的空气里 流下了碰撞后的淡淡消烟味 果然 郭孝胜沉着脸 喝完最后一口茶 站起来说道 晚上我不回来 姐姐 你安排白舟住下 知道了 爹地 郭子敬眼睛弯成了月牙 甜甜地回答 平时非常溺爱女儿的郭孝胜 居然冷哼一声 就离开了 郭子敬也不介意 看到郭孝胜的专车出门后 他才笑嘻嘻地一脸八卦 郭孝胜 你和我爸吵架了 没有啊 熊白舟自然不会承认 因为自己干净彻底 拒绝了郭孝胜的提议 惹得这位香港大亨 很是不快 当然 这个不快 未必是真的 因为如果熊白舟 答应那个条件 那他在郭孝胜心里的印象分 就要被扣光了 以后郭大亨和熊白舟 相处的时候 一定是带着防备心理交往 现在嘛 最多让郭大亨继续烦恼 但内心里 还是信任熊白舟的 看到熊白舟不愿意说 郭子敬就弯腰仔细地 帮熊白舟包扎了 透过白色棉布衬衫的圆边领子 熊白舟都能看到两团嫩肉在晃动 郭子敬一对笔直浑圆的长腿白皙纤细 头上还俏皮地带了一个粉色的发箍 长长的睫毛不时扑冷冷地眨一下 偶然抬头就看到眼前的男人在注视自己 郭子敬抿着娇艳的红唇 怎么 月城那个妖精还没把你喂饱啊 妖精指的是王连桥 熊白舟不愿意被郭子敬挑衅 就转移话题 有没有东西填肚子啊 我和系老晚上都没吃饭 有 那自己家里怎么会没饭吃啊 郭子敬将佣人叫过来 又问熊白舟点菜 你要吃什么 随便吧 不要填食和茶点 熊白舟担心佣人端来茶点 那样金贵是金贵 但自己和陈庆云根本不习惯 好在这些香港大家族的保姆 非常善于把握主人家的要求 六叠精致的炒菜和一锅煲汤 很快端上了小餐厅 熊白舟将陈庆云叫进来一起吃饭 陈庆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别墅里 言行举止之间很是拘束 郭子敬就坐在旁边陪着熊白舟 偶尔说一些文化圈的新闻 虽然熊白舟听不懂 但郭子敬本想得乐此不疲 吃完饭 陈庆云准备回到之前住过的中环百思酒店 但郭子敬知道陈庆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机 所以将他安排在客人房里休息 熊白舟自然还是回到原来二楼的主人房 深夜的潜水湾依旧迷人 熊白舟站在阳台上抽着烟 眺望着灯火辉煌的影湾园 海风轻柔拂面 思绪渐渐走上正轨 这次来香港主要打听郭子敬的去处 但现在肯定不能直接询问 不然被惹得郭孝敬跳起来不可 熊白舟冷静地分析 慢慢地把每一条线都理顺了 点烟的时候 突然感觉手背有点疼 这才想起来 晚上被开水烫了一下 熊白舟吐出一缕晴烟 摇摇头想道 郭孝敬对我的恶意 还是因为郭子敬和郭子敬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利益竞争关系 只是因为他水平不够 所以才会通过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方式 表达内心的不满 熊白舟决定 不计较郭孝敬烫伤自己的事 以他的心胸 是可以包容这点委屈的 而且一旦反击 只会真正把郭孝敬 推向对立面 这种人诚事不足 但坏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主要还是要知道郭子敬去哪里了 熊白舟淡淡地想着 这是本次香港之行的所有主见 巴搭一声 门开了 郭子敬穿着睡衣走了进来 透过灯光下的丝织面料 熊白舟看出郭子敬下面没穿内衣 你怎么过来了 熊白舟熄灭烟头问道 他是打定主意 不会让郭子敬染上抽烟的恶心 郭子敬顺手把灯关了 窈窕的身影 在月光下走进熊白舟 想不想要我 吐气如蓝 声音娇柔 熊白舟笑了笑 他前世今生 不知道受过多少女人的诱惑 即使身体上有反应 但大脑也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这就是熊白舟快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也是虽然低调 但个人魅力 依然不断散发的原因之一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成功学鸡汤 但凡能够在社会上拼搏 出人头地 除了机遇和时事 这些说不清的东西 包容委屈的心胸 忍受孤独的自律 控制躯体的灵魂 坚韧不拔的性格 缺一不可 毕竟 不能听命于自己 必然受命于他人 想要啊 那我们先吹吹海风吧 熊白舟悄悄牵起郭子敬的手 一起欣赏这个平常 却有难得的夜 真是奇怪 认识你以后啊 觉得世界上其他男人 都没有意思了 郭子敬突然轻声说道 对于艺术细胞充盈的 郭子敬来说 熊白舟这种 走过了平湖烟雨 也历经了岁月山河 可以说是历尽结束 尝遍百味 身上的气质生动而干净 凌厉而温情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不知不觉 夜已深了 熊白舟要把郭子敬 送回他的房间里 如果郭孝敬回来看到了 影响不好 即使彼此都知道 有些事实存在 我爸晚上不回来 他要去见情人了 郭子敬娇笑着 抛下一句话 爬到床上脱光衣服 熊白舟倒是没想到 看上去和蔼大度的郭孝胜 居然还有这一面 他转念一想 自己似乎也是这样的人 这一次 两人温存的时间很久很久 熊白舟动作很轻柔 高潮后的郭子敬 不断屏歇着起伏的胸口 脸上是深深的红响 他摸了一下额头的细汗 翻起来 压到熊白舟身上 我以为 你今晚动作会很激烈 为什么 因为三叔后 我爸让你不高兴了 我以为 郭子敬突然停住 不说话了 熊白舟笑了笑 以为我会在你身上发现啊 嗯 郭子敬 不好意思地 把头埋在被子里 熊白舟轻轻拍了拍 郭子敬的肩膀 什么话都没说 但不一会儿 郭子敬又钻了出来 认真地看着熊白舟 熊白舟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姐其实啊 被我爸派去新加坡相亲了 她自己还以为 只是参加婚礼 熊白舟听了 身子微微地一颤 面上依然平静 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呢 要比姐姐先得到你 但又不想别的男人 靠近姐姐 郭子敬的逻辑 总是这么复杂难懂 熊白舟 去把姐姐追回来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章 完美的错过 新加坡地主东南亚 面积很小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月城 这里中年都是夏季 没有春季的繁华 也没有冬季的风雪 熊白舟和陈庆云 出了张仪国际机场 迎面就是一通炙热的阳光 Where are you going sir? 机场的保安 操着流利的英语问道 Penpacvik Singapore 熊白舟开口回答 新加坡 半太平洋酒店 就是本次目的地 以前保安员 招呼一辆低士过来 礼貌地打开车门 Welcome to Singapore Sir 熊白舟点点头致谢 直到第一次离开机场 陈庆云还好奇地转过头 看着保安员 怎么 很奇怪 怎么是个印度人啊 熊白舟问道 陈庆云点点头 他是第一次出国 熊白舟指着路上 各色各样的行人说道 新加坡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经济发展得很好 主要由华裔 印度裔 马来西亚裔构成 华人占据主导地位 但英语是通用语言 是不是有点像香港 陈庆云以前只去过香港 但泪比以后 却觉得很相似 因为郭子敬 在家里也是用英语 和保姆交流的 熊白舟想了想 有点像 但不像的居多 像的地方是 新加坡同样华人居多 而且控制新加坡 政治大权的理事家族 就是华裔 不像的是 新加坡依靠儒家思想立国 依靠西方法治 和高薪养联 维持社会运转 但政务上的高效性 却比香港要高得多了 那这个国家挺好的吧 陈庆云听说 新加坡是华人占据控制群 一路上街道整洁干净 刚下飞机 就受到了地勤保安员的欢迎 心里对新加坡的印象分 就好起来了 熊白舟笑笑 没吱声 其实 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 好感很有限 新加坡是华人在海外 成立的唯一证据 提起新加坡 国内都会有着血缘上 亲近的好感 再加上 近几年新加坡 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密集 这种亲近感越发的明显 不过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 新加坡人口 虽然以华人为主 但是在政治和文化上 极力泛西化 本应该在新加坡 受到重视的华语教育 却在逐年末路 尤其为了家族政权的稳固 新加坡需要一个大国 作为依靠 这就是李氏家族 领头人所谓的 独虾棒大鱼战略 这个大鱼就是美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新加坡就是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始作用者 另外 新加坡同时 还是当今世界上 除了美国外 唯一和台湾 保持公开的 军事合作关系的国家 不过这些 熊白周都没有直接说出来 有些事情 需要陈庆云自己在接触中 发现和体会 这样才能对人生有启迪效果 陈庆云悟性很高 他看到自己大佬的笑容 就立刻收敛 直接为新加坡贴标签的心思 谨慎地将他摆在中立位置 等待观察后再做决断 这才是正确对待新事物的态度 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 Pen Pacific Singapore 位于滨海湾地区 酒店的地理位置很好 不仅相通滨海广场 购物广场 和新达成会议中心 而且步行五分钟 就可以到保门廊地铁站 酒店设计 以金黄色为主色点 棕榈树随风飘摇 弥漫着浓郁的地中海风气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装饰 比如意大利的音乐喷泉 法国的水晶灯 英国式管家服务 国际一流水准的酒店用品 西餐厅 料理 粤菜 酒吧 娱乐中心 Spar 宴会厅 大型停车场 和世界著名品牌精品店 应有尽有 此时 联雅堂皇的翠平西餐厅里 一身淡黄色Bubbery贴身长裙的郭子贤 正在安静享用午餐 白嫩的脚踝 踩着一双细高跟的白色凉鞋 更显得挺挺郁立 陨帖的衣料 衬托着丰满的前胸 柔顺的焦糖色长发 略微弯曲地 披在后背上 她的表情宁静 双目游似一红清水 顾盼之际 自有一番清雅华贵的气质 郭子贤其实并不高了 嘴角偶尔民起的笑容 既月容许 女秘书在旁边操作着 IBM公司1995年刚生产的 701C3型可携带式笔记本电脑 不时将屏幕转过来 让郭子贤观看 然后根据她的决断 形成意见 通过邮件传输回去 所以这一时能够让郭子贤 吃着西餐露出笑容的 只有那个讨人厌的熊白粥了 这次郭子贤是来参加表妹的婚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印尼等地的华裔富商 经常互相结为殷勤 提高家族势力的同时 保证也保障了财富的延续 郭子贤以前是有不婚主义的念头 这在1995年的大陆 属于惊世骇俗的想法 但在香港并不罕见 尤其她这样的家庭和修养 如果不想将就 永远单身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直到熊白粥一脚踏入郭子贤的生活 这个男人做事非常大胆 很少寻规蹈矩 桀骜不驯 坚韧不拔 但胸怀胆略又超过了郭子贤认识的所有男人 包括父亲郭孝胜 可外表看上去又是那样的深邃沉稳 甚至还有一丝浪漫的温柔 郭子贤不出意外的动心了 甚至在收到请帖的时候 看着信封里表妹开心笑容的照片 郭大小姐当时忍不住感慨 原来相爱是这么的幸福 那遇到熊白粥之前的自己 是多么的孤独 于是 离开粤城去往新加坡前 郭子贤打了个电话给熊白粥 不过 他似乎在开会 郭子贤也不方便 在那个时候问熊白粥 你这个坏男人 到底想怎么对我呀 也不知道他找不到我 到底会不会着急 郭子贤又忍不住笑了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变得患得患失 甚至多愁善感了 哎 郭小姐 没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 一个帅气的青年走过来 气质谈吐 无疑不是上上之血 被打断思绪的郭子贤 回忆察觉地叹了口气 躲到这里 还是被找到了 邱先生 中午好 郭子贤笑着打个招呼 以郭子贤的修炼 即使不想和别人说话 也不会直接离开 但能在交流时 让别人感受到 那种若有若无的距离感 可脸上和眼神里 都能维持平和的笑容 青年被郭子贤的笑容 晃得有点眼韵 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 同样出色的青年人 甚至三个人说着说着 就开始争风吃醋了 俗话说 三个和尚没水吃 郭子贤找到合适的机会 起身告辞 只留下三个面面相去 却谁都不服的青年 没过多久 餐厅的门再次被推开 两个身材匀称的男人 走了进来 当前一个鹦鹉挺拔 步履稳重 气度恢复 后面一个冷漠淡然 两人同时看了一眼 那三个青年 大老 那三个傻子 为什么一脸警惕地 看着我们 不知道 但你都说是傻子了 还问那么多做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一章 汉王楼前探音乐 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华商群体 祖籍都来自闽南地区 老一辈因为种种原因 抱着木头漂流的南洋打拼 白手起家 创下了偌大的家业 新加坡丘家和马来西亚何家 就是这样的存在 他们两家本次结为同家联理 虽然在大陆上没什么新闻播报 但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却是举国皆知 当然了 能举国皆知 一是因为国土面积太小 其实小事都很容易登上通讯报刊 更何况富豪家族之间的婚约大事 二是 丘家在新加坡是仅次于 李氏政权的华商家族 社会影响力很大 控股企业 丰益国际的能量 和李氏家族的淡马锡 几乎不分伯仲 丘是嫁女 何事娶妻 所以整个新加坡 半太平洋酒店都被承包下来 或者说也不叫承包 因为这本就是丰益国际 下属的子集团公司 熊白周和陈庆云两人 在这座五星级酒店里转了一圈 迷路了好几回 才发现没有所谓的请帖 或者婚礼出入证 根本住不了房间 甚至找不到吃饭的地方 倒是估计也进不了婚礼现场 他妈的 这明显是防着狗仔队偷拍的招数 熊白周骂了一句 因为翠平西餐厅 本可以免费提供餐饮服务 但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证明 证明自己是本次婚礼的受邀宾客 否则只能一步去汉王楼集体就餐了 汉王楼是本次婚礼的主要宴兵弟弟 西餐厅相当于开小造的服务 大老 我要不要去弄两张请帖过来 陈庆云冷着脸说道 他所谓的弄肯定就是明抢了 估计目标就是那三个青年 熊白周瞪了一眼陈庆云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圣元清的思考方式了 于是喜欢动手解决 人生地不熟的能稳重点吗 陈庆云被骂得不吭声了 但这两人都是魁梧高大的个子 找不到吃中午饭的地点 都有点饿得慌了 但是在西餐厅没有证件吃不了 在汉王楼也未必能行 先去汉王楼看看吧 兴许能碰到郭子贤 那样不要说吃饭了 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了 既然那里是婚礼举行的地点 熊白周决定去人多的地方碰不运气 由于运营商和信号制式的不同 在这里也打不通郭子贤的手机 不过离开西餐厅前 熊白周为了防止再次迷路 走到了三个青年人面前 笑音音地问道 抱歉啊 打扰一下 汉王楼怎么走啊 不管这三个人内心怎么样 但外在表现出来的素质 还是不错的 其中一个人客气地回答 往前面走 绕过花园和喷泉就是了 好 谢谢啊 熊白周礼貌地告辞 另一个青年突然问道 敢问阁下贵姓啊 免贵姓熊 熊白周转过头 坦然地搭道 落落大 这个姓比较少见 似乎婚礼也没邀请姓熊的客人 但熊白周一身高档的服装 举止彬彬有礼 说话的青年也怀疑自己看漏了 不过还是多问一句 请问熊先生是参加婚礼的吗 熊白周不说话 只是笑着点点头 既想离开前的致谢 又想回答别人的问题 又是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吗 三个青年心里不约而同地想着 有了指路的方向 熊白周绕过绿植环绕 泉水从从的酒店走廊 很快来到了汉王楼 汉王楼并非孤楼 好几座几十米高的楼阁停泄 连绵相接 悲言画脚 雨匆匆的树木边上 还有一座人工湖 太阳照耀下的湖面 波光灵灵 这里宾客也多了起来 男人们西装领带 三五一群地在湖边抽烟聊天 女人们身着礼裙华服 在一起娇笑着谈论首饰家庭 酒店服务省目不斜视 捧着一盘盘刮裹书饮 走进这栋燕边楼 经过熊白周身边时 诱人的香味刺激着他的嗅觉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居然正准备开饭 熊白周笑呵呵地说道 大佬你看 陈庆云突然指了指汉王楼前一座浑源大气的摆设 刘金烫面色泽争亮 上面还用历书写着一段话 两姓姻缘以堂帝约 良缘永结匹配同乘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普他年瓜谍绵绵 耳昌耳致 今以白头之约 书向红见 好将红叶之盟 载名冤谱 此证 结合婚礼的整体布局和环境 熊白周点点头 啊 水平倒是不错 但不能影响我们今天吃白食 吃白食 陈庆云有点没理解 就是跟着进去混吃混喝啊 熊白周眼睛转了一圈 没看到郭子贤 因为他已经先回房间了 但熊白周也不打算 去别的地方觅食了 大老 我们没有情体啊 陈庆云提醒道 熊白周不回答 慢条斯理地 逃出雪茄店上 然后才问道 郭子敬给的那些新加坡币 你带了没有 临行前 郭子敬除了将婚礼的地点 告诉了熊白周 还担心货币不通 影响他的行动 特意拿了一万新加坡员 给熊白周 带了 陈庆云把钱掏出来 熊白周 捏起两张一百元面值的 放进口袋里 吐出一口青烟的 走 进去吃饭 大老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陈庆云有点犹豫 一是他面皮比较薄 二是他觉得这样做 有损大老熊的威灭 熊白周看到陈庆云 执着的样子 摇摇头说道 该学的不学 不该学的偏学 这事 搁盛元清或者刘大祥身上 他们早就送用我进去了 这样一讲 陈庆云就不敢再废话了 紧紧跟在熊白周身边 果然在汉王楼门口 酒店的侍者 礼貌地拦住了这位 抽血家的年轻人 你好 请出示您的请帖 或者房卡 熊白周脸色不变 从容地 把手伸进西服的上衣口袋里 看上去似乎在掏请帖 侍者也面带微笑地在等待 他自然 从没怀疑过熊白周的身份 阿玛尼的西装 卡斯诺的皮鞋 古巴的雪茄 沉稳的气质 自信的笑容 这几天太多这样的成功人士 进出汉王楼了 那小的 熊白周两根手指 却夹出一张一百元的新币 嘴里也说道 Thank you It's hard work 谢谢 辛苦了 这个酒店侍者 这几天很少收到小费 因为他不是服务港 正在犹豫 要不要收下的时候 眼前这位年轻的客人 却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使者赶紧双手接过收下 Thank you sir 熊白周点点头 他也没有立刻就往里冲 反而站在门口 不急不慢地 抽了一会儿雪茄 身边不断有其他客人 拿着请帖 进进出出 使者也在忠实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 十分钟后 熊白周对着使者 比划一下雪茄 这种酒店的使者 也算是见多识广 马上反应过来 找出雪茄茧 和镀银的碟盘 熊白周拿起雪茄茧 咔嚓一声 将燃烧的烟头减落 然后将剩下的半截雪茄 交给陈庆云 放入雪茄盒里 整个动作优雅而娴熟 最后又把另一张一百元新币 放入银盘里 又是一百元小费 使者非常感激地居个工 这次熊白周没有回忆 带着陈庆云 昂首阔步地走进汉王楼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二章 恍然如梦 陈庆云是知道自己大佬胆子有多大的 对于熊白周这样的行为虽然吃惊 但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熊白周则更加坦然 还饶有兴致地打量汉王楼的内部装饰 他很欣赏这种以中国古典宫廷建筑为代表的室内装饰艺术风格 造型讲究对正 色彩讲究对比 精雕细琢 规律蹊 小先生 又见面了 突然有声音在背后打个招呼 熊白周和陈庆云都有点吃惊 自己在这边可没有认识的人呢 转过头 居然是刚才的三个青年之一 这么巧啊 熊白周也客气地回答 顺便瞥了一眼这青年胸前的名牌 邱文革 那这是新加坡邱家的人了 而且只有邱家和和家 这场婚礼的两方家人才需要带名牌的 客人是不需要的 一瞬间 许多邱家的资料都涌进熊白周脑海里 有以前的记忆 也有为这次新加坡之行特意准备的 我看你好像在找位置啊 没人告诉你的座位吗 邱文革奇怪地问道 熊白周听了 马上反应过来 心想 这个服务在1995年算是非常周到了 组织方除了把座席安排好 甚至还会提前告知 如果再出一个会议须知 那就是二十年以后的接待标准了 我忘记了 熊白周笑着回了一句 没等邱文革反应过来 继续说道 你身边有没有位置啊 我和邱公子一见如故 想讨教一下邱赫年先生的至家之道啊 本来这个青年只是礼貌地打个招呼 熊白周在西餐厅短短几句话 展露的自信风采 让人印象比较深刻 再加上熊白周当面赞赏邱家的核心领头人物 邱赫年大亨 他也实在不好拒绝 只能邀请一同落座了 熊白周这种人 文质彬彬却又厚黑无比 陆远飞 杜建安和万雪松这些人 哪里又比眼前的青年差了 但一样在熊白周手里吃憋了 没有几十年积累沉淀的道行 想和熊白周过招是不太可能的 两个人坐下来正视互通身份 结果都很诧异 呀 原来邱孔丰先生是您祖父啊 邱孔丰是邱赫年的亲弟弟 封义国际的股东之一 那邱文革就是新娘邱佩芝的表兄了 周美电器是您的差业吧 邱文革更加直接 熊白周愣了一下 邱文革笑着解释道 三个原因 一是周美电器的形象代言人 邓丽君小姐 她在东南亚的名声非常大的 二是相信您应该知道 邓小姐差点嫁进我们邱家 熊白周其实哪里知道这些费物 但还是缓缓地点点头 表示自己在专注地听着 邱文革继续说道 那另外啊 林大邦是我的表舅 哦 原来如此啊 熊白周这才明白过来 心想叹奶奶的 绕了一圈 我就给东南亚这几大家子里转悠了 早听说这些大家族 互相联姻很常见 哪里知道 彼此关系穿插得这么密集 怎么没见到林先生啊 熊白周问道 要是能找到林大邦 顺利地在酒店里住下来 也不是问题 她在泰国的公司 有点事情要亲自处理 明天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 她再过来 邱文革答道 熊白周听了 转念一想 既然林大邦指望不上了 眼前的邱文革 也是很好的人选啊 那这样算起来 我和邱先生也不是外人了 邱文革放下手中的筷子 认真地回答 还真不是外人 但是 邱文革突然说道 熊先生应该不是受邀而来的吧 其实 以熊白周的企业 在大陆华南影响力和身份 也足够一张情帖的分量 只是她之前和东南亚这些家族 并没有什么来往 至此 熊白周一点也不做遮掩 赤裸裸地说道 我为郭子贤而来 本以为邱文革会大吃一惊 可是 她只是叹了一口气 果然 也是这个目的啊 熊白周反应很快 她清楚郭孝胜 派郭子贤参加婚礼的真实目的 其实就有在这些东南亚家族的年轻俊杰面前 两个像的意思 邱文革这句话 也在表明她的身份和态度 这么说 还是个情敌呢 熊白周淡淡地想着 又和邱文革对视一眼 彼此默契地转过头去 不过 邱文革的脸皮 显然比不上熊白周 吃完饭后 熊白周又索要 反太平洋酒店的住房资格 邱家 不会将远道而来的客人赶走吧 熊白周看着邱文革说道 邱文革哪里想到 熊白周居然直接开口 他丢不起这个脸 很快就安排熊白周住了进去 但熊白周依然不满足 又索要郭子贤的房间号 这个邱文革自然不会给的 哪有把女神往外面推的道理 很干脆地拒绝了 而且理由还很正当 熊先生要住进酒店自然是可以的 我叔祖一直强调我们 虽然是新加坡国籍 但祖籍却是中国 所以这是我愿意帮助熊先生的理由 但郭小姐身份不一般 我们酒店也有对客人隐私保密的义务 熊白周点点头 表示理解邱文革的决定 可分别前 他突然闷了巴唧地开口了 这么说啊 你和郭子贤应该有亲属关系吧 怎么还能追求啊 邱文革听了 脸色都有点僵硬 看了看一脸忠厚 似乎真的是不理解的熊白周 硬邦邦地说道 有点亲属关系 但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不能追啊 哦 熊白周一副毛色顿开的表情 也不谈房费怎么支付 就回到房间了 邱文革不算小气 熊白周的是套房 陈庆云的是单人房 也没有故意给间双人房恶心一下情敌 由于林达邦生意解决得很顺利 所以下午就来到了新加坡 他听说熊白周也在酒店里 很高兴地把他喊出来聊天 除了邱文革以外 居然还有另外两个熟人 马来西亚何家的何欣裕 伊尼玛家的马牧巢 这两人一看到熊白周和邱文革 马上就明白怎么一回事了 可林达邦还热情地给这四个人互相介绍 熊白周不得不感慨 这东南亚华商家族的关系 实在错综复杂 林达邦居然是这三个人的长辈 碍于长辈的面子 其他人也不好离开 于是就在餐厅里点了饮料 随便聊了情 就如同幸福是比较急一样 财食也是这个道理 不管什么话题 历史 商业 社会 甚至军事 熊白周一开口 总是鞭辟入理地指出问题所在 语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引导性 观点性和文化性 不知不觉 其他人都专心地听熊白周说话了 郭子贤午休时做了一个梦 居然梦到熊白周来新加坡了 这样一耽误 所以多睡两个小时 一觉醒来 已经到了晚饭时间 他忍不住摇摇头 这个梦太荒诞了 起书后来到自主餐厅 秘书突然在背后 轻轻碰了一下郭子贤 怎么了 郭子贤很奇怪 秘书不说话 指了指正在说话的某个人 郭子贤望过去 脑袋突然开始眩晕了 怎么下午的梦还没醒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33章 半导体 还是半导体 郭子贤终于在餐厅的喧嚣环境中 反应过来 这不是梦 熊白州真的来新加坡了 还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 而且还和邱文革他们 说说笑笑的样子 似乎很融洽 郭子贤有一种 世界真奇怪的感觉 都不知道应该是上去打招呼 还是继续站在原地 不过 本来一直专注地听 熊白州分析问题的何欣欲 突然说道 熊先生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言论 太过危言耸听了 新加坡在1991年 刚刚成立微电子研究所 IME 通过承接政府 以及国内外企业的项目 提升本国的半导体 设计生产能力 不仅如此 IME还促进产业合作 组建静元产业联盟方面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你说 新加坡半导体行业 即将衰退 是否有真凭实据啊 由于何欣欲 邱文革 马牧潮三人 看问题的水平 比熊白州差了一大截 所以不知不觉 话题都有熊白州掌控了 琳达邦只是参与 但并不影响熊白州的导向 于是 在熊白州有心驱使下 闲聊的内容 很快转移到了 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 但他却提出了 与大部分人相悖的观点 新加坡半导体市场 由于供需关系饱和 以后必然会逐渐地衰退 需要提早布局 熊白州刚说出这番言论的时候 包括琳达邦在内的几个人 都是不相信的 要知道 为了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新加坡政府在1990年 就建立起注册资金为 20亿新加坡员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 另外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多元文化和经商环境 加上可编程器件的风行流通 最具全球化气氛的城市花园 新加坡 迅速成为半导体产业的 一颗耀眼的明星 现在 却有人提出 逆着市场大势的观点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就是故意炒作 可熊白州的理由 也很充分 一 市场决定需求 而人口决定市场 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 却拥有数百家半导体企业 尽管外界 甚至给予东方硅谷的称呼 但这个硅谷的辐射范围 实在很有限 二 打仗都有战略纵深 做企业也要有阶段性的方向 可新加坡的半导体发展 都是跟随台湾的台积电 台联电 甚至荷兰的菲利普 根本没有自己的思路目标 掌控不了行业形势 三 俗话说 圣石常坐摔石响 上场当念下场时 水满则意 月赢则亏 别看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这么火爆 可现在有多少繁华满枝 以后就有多少秋叶凌落 马木朝廷了 也不甘落后地反驳道 我们不信儒教关于人生盈亏那一套 我们信的是基督教 熊白洲不介意地笑了笑 其实啊 都一个道理 但道友既想上天堂 可又不想死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郭子贤的俏丽女秘书 忍不住被逗笑了 她作为贴身人员 自然知道熊白洲对于郭子贤的分量 而且也看出了郭孝胜 对于这次婚礼中的相亲安排 秘书相信 以郭子贤的聪慧 肯定早就看透了 如果是二小姐郭子敬 面对这种情况 她肯定是当场买飞机票 离开新加坡 但是对于郭子贤来说 这些东南亚的亲戚们 也不能忽视 只能礼貌地等待婚礼结束 两人身上的职责不一样 性格特点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不过 何欣欲和马牧潮 看到郭子贤的秘书笑了 心里马上升起一阵危机感 对于郭子贤 他们是百分百的卖艳 他不仅是香港郭炳香的亲孙女 而且已经接手了 横基地产的董事长职务 和部分股权 相比而言 自己在家族里的地位 都比不上这个漂亮优雅的女 他们马上把目光投向邱文革 由于熊白州带来的压力 他们可以忽略彼此的竞争关系 形成载时同盟 邱文革没办法 脸色有点复杂的开口道 熊先生 根据EDB的报告显示 新加坡半导体相关企业里 分别有来自北美 欧洲 日本等多个地区 其中包括13家IC设计公司 4家硅晶圆厂 2家特制晶圆厂 3家封测公司 以及一些负责称底材料的周边企业 新加坡半导体产能在全球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你刚才那番言论是不是太过夸张了 EDB就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缩写 邱文革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因为封益国际的下属企业里就有半导体晶圆厂 这才是何新运和马牧朝期望 邱文革说话的原因 何家的主要产业是南洋海运 马家的主要产业是纸江 根本和半导体晶圆厂搭不上边 何新运和马牧朝不想让熊白州专美于钱 尤其当着郭子贤的面这样表现 所以他们才慷慨激昂地进行反驳 就连说话时这两人眼角的余光 也一直在察觉郭子贤的神态和动作变化 可熊白州早就跳出棋盘 也跳出了这点争论 他只是想传递半导体就等于半导体这样一个信息 现在是导向的导 以后可能就是倒闭的导 熊白州的目标人物自然就是眼前的邱文革了 还有背后的邱赫宁 距离国内的半导体晶圆厂筹划时间 也只有短短的一年 这一次熊白州来新加坡 所有人都认为熊白州是去追回郭子贤的 其实这只是目的之一 另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晶圆厂的牵线搭桥 熊白州来新加坡之前 甚至在香港收集邱氏家族这些年公开操作的商业信息 即使这一次不能成功 熊白州肯定还会寻找机会继续沟通 这也就是白手起家创业者的韧性和坚定 哎 邱公子这是站在政治角度来看待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问题 可如果站在政治角度 每个行业都是花团紧簇千里无限的 熊白州笑着说道 横看成岭侧城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看什么样的风景取决于你的心 真正站在哪里啊 邱文革一下子哑口无言 这时熊白州才转过头看着郭子贤 郭子贤也正在凝望着熊白州 眼眸清亮 犹如水光山色 当视线交汇的那一刻 郭子贤难得的脸红了 熊白州心里叹一口气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 一个女子的脸红 能胜过一大段好听的情话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四章 你把嘴凑过来 郭子贤转身离开 熊白州却立在原地 没有追上去 郭小胜既然让郭子贤来展现风采 大前提 肯定保证他现在是单身状态 熊白州走上去表述感情 如果郭子贤控制不住 突然扑入怀里 邱文革等人反应过来 难免会觉得受到欺骗 一见钟情是冲动 汽水长流的眷恋 反而是克制 尤其按照熊白州的做事风格 不仅霸道 要郭子贤直属于自己 也想成熟地保护他不遭受其他方面的非议 熊老板 你亲里条条来见郭小姐 可别人只看了你一眼而已啊 何欣欲半开玩笑 外认真地说道 熊白州一点也不介意 小和和和回道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不照我呀 邱文革听了 觉得熊白州这人很有意思 不仅眼光畅远 而且为人豁达幽默 具有做大事的格局 看来 林达邦之前对熊白州的高度评价 都是实实在在的 邱文革持有 丰益国际集团的全子子公司 一海加里的股份 心里很清楚 家族下一步的发展构架 丰益国际 已经准备放弃 旗下持有的半导体生意 将目光放在粮油 褶糖 酒店 地产等传统业务上 虽然目前半导体产业 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 不断有新的晶圆厂 落地新加坡 但正如熊白州所说 供需关系过剩 新加坡半导体行业的结构 已经不合理了 不过这是李氏家族的政治决定 其下属的淡马锡集团 在1987年创立了特许半导体公司 CSM 它是新加坡最大的半导体晶圆厂 期间还一直不断与菲利浦 台积电等企业加深行业内合作 所以在这种形式下 一是为避免与淡马锡竞争 二是整体脱离半导体行业 秋鹤年计划带领丰益国际 放弃下属的半导体晶圆厂 以一海家里 在大陆的两款产品为立足点 着重扩大旗下酒店业务 在亚洲地区的覆盖面 这两款产品 一个叫无鸡花实用油 一个叫金龙鱼色拉油 酒店的名称叫香格里拉 秋鹤年曾经在七十年代 帮助过当时正受到经济制裁 互资十分短缺的大陆 所以一直有爱国商人的称号 在大陆做生意 非常受到重视和欢迎 这是秋氏家族目前的核心机密 被重要嫡系亲属不能知晓 秋文革相信 熊白州并不清楚这一点 他只是根据形式 分析得出的结论 不过这也说明了熊白州 看问题的准确性 其实如果熊白州不过问 封易国际的下属半导体晶圆厂 将在1996年被台积电收工 并整体转移至台湾新主 但熊白州这样横插一杠子 这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或许会有改变 熊白州在自信充沛地侃侃而谈 许多吃饭的客人 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 周围甚至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郭子仙夹了一点精致的食物 回到餐桌上 有点迷恋 看着居中而坐的熊白州 其实熊白州并不高调 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公众场合也宁愿让给刘庆峰 或者其他人表现 甚至经常告诫盛元清等人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 学会开口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时间学会闭嘴 可是当需要他开宗名义 抛出论点的时候 熊白州也从来不会退缩 就如同现在正不遗余力地宣传 警员场泛滥论 有些客人听得是津津有味 有些客人端详着熊白州 有些客人沉默着无动于衷 还有客人掏出电话走了出去 于是熊白州出名了 更出名的是他的观点和议论 晚上年遇古稀 但依然绝数的邱鹤年 问邱文革 你确定没有和他说过什么吗 没有啊 邱文革摇摇头说道 我自己都奇怪 他为什么猜得那么准 邱鹤年摇摇头 这就不叫猜了 别人善于分析形式而已 听说他还不够二十五岁 这都二十三岁 邱文革笃定地说道 熊白州虽然成熟稳重 衣着打扮也可以选择深暗色系 但年轻的五官是没办法完全遮掩的 邱美电器 白手起家 风华正茂啊 邱鹤年嘴里咀嚼一阵子 然后笑着对邱文革说道 如果他真是为郭炳香孙女来的 那你没什么机会了 也不能这样说啊 爱情面前任人平等吧 邱文革不满地抱怨的 邱鹤年笑笑 不说话 不过啊 邱文革突然一激励 今天熊白州 在公共场合说了很多半导体无用论 那边会不会对他有意见 邱鹤年想了想 意见肯定是有的 但这是在范太平洋酒店里 即使放眼整个新加坡 谁能动我邱鹤年的客人 邱家认真讨论熊白州的时候 熊白州和郭子贤却正在酒店里散步 不过 熊白州刻意控制着彼此之间的距离 甚至散步也会往人多灯亮的场合走去 郭子贤自然理解熊白州的心思 眼神复杂 新加坡四面环海 叶峰带着海里的清爽 将郭子贤的淡黄色长裙 吹得是摇摇摆摆 露出一段光滑白嫩的小腿 漂亮的脚踝 悠闲踩着一双平底拖鞋 你今天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郭子贤很了解熊白州 他逐渐明白 熊白州下午的话应该另有目的 只是他想不到落脚点 任郭子贤再聪明也绝对想不到 熊白州居然想为大陆引进一座晶圆场 新加坡发展得太好了 我提提意见不行啊 熊白州笑着回了一句 然后抬头看着酒店的绿色夜空探照灯 这才认真地讲到 自七十年代开始 新加坡的工业就由制造业转向技术密集产业了 大力发展电子工业 因此啊 在IC设计 芯片制造和封装和测试方面 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 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环境了 这样不好吗 郭子贤轻声问道 也好 也不好 熊白州从两个角度分析了 好的地方是 紧密的产业链条能为半导体企业找到合理的定位 同时加速产业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那不好的地方 一旦全球分工模式进入新时代 这些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型的重资产就要开始剥离了 那时伟大不掉的半导体产业必然会影响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这些话你下午为什么不说 如果熊白州下午说的是这些更加深刻细致的论据 郭子贤相信可能都会有人用笔记录 这些才是熊白州商业眼光的结晶啊 我为什么要说啊 熊白州眨眨眼睛 郭子贤有点生气 这个男人到底还藏着多少童想 我爸派我来相亲的 你知道吗 郭子贤也并不是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想 熊白州有点紧张了 郭子贤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 看到熊白州不掩饰的焦虑模样 郭大小姐得意地笑了 她看着两人之间刻意保持的距离 挺立的鼻尖皱了皱 那你把嘴凑过来 我要对着你嘴说 省得走路远 要拐个弯再从耳朵进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五章 有困难找祖国 邱沛之于何成阳 结为连礼之日 整个泛太平洋酒店 红灯笼高挂 平整的地毯上 扑洒着树不尽的玫瑰花 棕榈树系着迎风飘荡的红绸袋 下风卷着花香 充斥在记者的鼻孔里 不过 他们也不会在意这里的景色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拿着相机 期望能拍到一两张大人物的照片 婚礼上最大的人物是邱赫年和李仁卓 李仁卓是淡马系的董事局主席 不然没有人能够对得上 邱赫年的身份 熊白舟也坐在汉王楼里 他被安排和其他富商一个桌 而郭子贤坐在更前面的亲属系 他特意化了淡妆 精致的容颜和典雅的气质 成为新郎和新娘以外的 另一个亮点 熊白舟偶尔和郭子贤对视 然后不约而同地转过头 不过郭子贤每次都会抿起淡粉色的红唇 小不露齿矜持婉约 昨晚偷闻我的时候多大胆啊 熊白舟无聊地咳咳嘴 继续看着灯下的新郎和新娘 这次婚礼几乎完全复制了汉服的礼仪 新娘是一身大红色的连衣长裙 绣口上绣着绽放的牡丹花 银丝线勾出了几片祥云 下摆密密麻麻 一排海水云土 身子轻轻转动时长裙散开 举手投足如风符杨柳般 阿娜多姿 新郎则是大红的直巾长袍 衣服的垂感极好 标述月金色祥云纹的宽腰带 笑容满面团团作义 熊白周是石货之人 从细致的手工缝线就知道 这两套衣服就要六位数的价格 再加上汉王楼内外的装饰和酒席 这次婚礼下来 没有千百万是挡不住的 从衣服和婚礼的样式来看 海外华人家族对根的认同感 还是很强的 熊白周想着想着 就把雪茄套了出来 突然感觉有一道目光 在锁定自己 不用说这肯定是郭子贤了 他虽然和其他贵妇在交流 但熊白周知道 郭子贤的伪光一定在扫尸自己 熊白周黑黑一笑 没有打开烟盒 安静地欣赏着 这场奢华的婚礼表演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巨大变化 要完全回归到之前婚礼 是不可能的 不过熊白周觉得 适当地吸取古代婚礼中的 合理内核 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婚礼 是很有必要的 以现在眼光来看 以前的流行风尚 先情浑厚 两汉大气 未尽风流 唐风清国 宋明流运 每个朝代都能体现 当时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 熊白周一心四诱 吃着闽南地区的 传统特色菜药 看着富有特点的婚礼流程 思考秋鹤年 是否接收到自己 昨天发出的信号 顺便和桌上的其他人 热情客气地说话 突然 熊白周肩膀被人拍了几下 请问你是熊先生吗 熊白周转过头 四个西装笔挺的男人 站在身上 什么事啊 请你跟我们出来一趟 领头的男人说道 熊白周的阅历经验 极为丰富 这四个人脸上 都是一副 没有多余表情的 骨板脸庞 说话看似礼貌 却饱含着 不容质疑的语气 这是新加坡的执法机构 熊白周心里想着 脑海在一瞬间 闪过无数个念了 外宿权衡利弊 选择应对方法 你们是什么人啊 熊白周明知故问 我们是新加坡警署的 有点事情想请教一下 警察的语气 虽然还是很客气 但已经在压抑着不耐烦了 手上还有了动物 正要搭上熊白周肩膀时 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 毫不客气地删开了警察 陈青云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熊白周旁边 冷漠地住持着这些警察 似乎很少遇到这种不配合的行为 新加坡警察们都有些诧异 熊先生 请你不要让我们难做 警察注意到 桌上已经有客人在看着自己 悄悄掏出了警灰亮了出来 他接到的命令是低调处理 陈青云看了一眼 警灰应该是真货 以他对自己大佬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 熊白周很愿意与人方便 尤其在别人的婚礼上 他都会选择会影响整体大局 甚至自己受点委屈也无所谓 但是 如果熊白周不选择这种方式 那就是准备搞事了 这间熊白周看了一会儿几个警察 低垂的眼眉突然张开 似乎下定了决心一半 我不想见到他们 领头的便衣警察 还没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就飞了起来 伴随着的还有胸口的疼痛 紧接着就是咣当一声响 这个警察 不知道被陈青云摔到了附近哪个桌上 菜窑洒了一地 还有女客啊的一声尖叫声 婚礼瞬间停摆了 其他三个警察 看着这个平头的小子居然先动手 全部都愣住了 新加坡就这么点地方 建国以来都很少出现拒捕的行为 警察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但陈青云也不会给他们机会 因为大老熊的任务是不想见到他们 所以飞出去一个还是不够的 陈青云一个探不过去主动出击 后面的警察慌忙举起手格的 新加坡的警察 协调一些邻里纠纷 抓捕闯红灯的司机 惩罚随意破坏公共卫生的肇事者还可以 可陈青云本身功夫高强 而且近写的实战 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 可以说 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 除了一些有钱人专门聘请的保镖 警察是完全不能抵挡的 就如同这个警察 看似好像挡住了陈青云这一拳 但陈青云立即往外面一吐 直接把警察抡倒在桌上 这一桌的其他客人也都连忙散开 避免祸及自身 只有熊白州还坐在原地 不紧不慢地打开了雪茄盒 挑出一根咬在嘴边 从容地拿出专用火柴点上 淡蓝色的火苗 映衬着深邃的眼神 平静得好像置身事外 就在熊白州点烟的过程中 第三个警察倒下了 最后的便衣警察咬咬牙 将金属甩棍掏了出 他们平时的执法过程中 很少用到这玩意 一紧张居然都有点手抖 不过对陈青云来说 几乎没什么区别 在轻松避开甩棍的同时 他还顺手从桌上摸起一把 吃西餐的银叉 狠狠地向警察的脸部刺去 眼看金属利器 在呼呼的风声中破空袭来 这个警察已经来不及躲避 脑袋空白 正要闭上眼迎接这一下疼痛 突然耳边有人说道 不要见血 这句话就好像操作机器的指令 陈青云猛地把手腕一个翻转 声势不变 但银叉朝下 打在警察脸上的 只是陈青云收了力气的拳头而已 但这一下也把警察砸懵了 砰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不动弹了 一切都是电光火石般发生的 当最后一个警察也倒在地上的时候 喧嚣的婚礼现场才逐渐安静下 所有宾客都把目光看向邱家与何家 尤其是坐在最前面的邱赫年 他才是主人 邱赫年是大风大浪经历过来的人 看到标志性的甩棍就知道 这四个人是警察 他居然笑了笑 对身边李仁卓说道 想不到警察抓人 居然抓到我家的婚礼现场了 李仁卓当时脸就绿了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谁他妈做得那么低能的决定 当着邱赫年的面抓人 还有那个敢反抗警察的年轻人是谁 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几乎没发生过 李仁卓的位置只能看到熊白舟的侧脸 只觉得这个人侧面的轮廓立体 看上去应该是个年轻的男人 五官比较英俊 但嘴里咬着雪茄的姿势 又让他看起来桀骜不驯 不是个好惹的人哪 李仁卓心里给熊白舟贴上一个标签 然后诚恳地对邱赫年解释道 邱会长 这件事可能真的有误会 你让我打一个电话询问一下 邱赫年是新加坡华商会的会长 所以很多人也称呼他邱会长 邱赫年不说话 就算自己的宾客杀人了 警察抓人钱 至少要知会自己一事 现在不通报就和宾客动手 还扰乱了婚礼的正常程序 邱赫年心想 这一两年为了新加坡整体形象和利益 自己是不是忍让的太多了 邱赫年压根没想到这是熊白舟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出手 李仁卓两个电话打完 已经明白怎么一回事 心里暗暗骂道 狗日的台八子 我呀 看着眼神清明的邱赫年 李仁卓决定 实话实说 以邱赫年的资源 迟早能查出事情的原委 撒谎没有任何意义 听说有个叫熊白舟的大陆客人 公开宣讲半导体晶圆厂泛滥的观点 本来言论自由是我国家的特点 但台积电的专家觉得 他可能是大陆来的见点 所以建议警察总长李显明 核实一下这个人的身份 哼 台积电的成分本就不干净 还好意思说别人 邱赫年嘲讽了一句 然后问道 那为什么不等婚礼结束后再调查 李仁卓叹一口气 李显明担心婚礼结束后 熊白舟会立刻离开新加坡 不过据说警察接到的命令只是 例行检查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动手啊 所以你们就把我何家的婚礼 视若无物啊 新郎的祖父何一聪大声质责 李仁卓知道 再怎么解释都不能熄灭两家的怒 这件事 无疑会加深淡马锡和封益国际的矛盾 甚至还得罪了何家的南洋海运集团 欢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啊 这时又有几个警察走进了汉王楼 他们甚至都不是便衣 看来熊白舟动手惹怒了新加坡的警察总长黎显明 他已经不顾邱赫年的面子 邱会长 我去调解一下 李仁卓站起来说道 站在他的角度 并不希望把矛盾公开化 两口子过久了 还有磕磕绊绊呢 两个数百亿的财团 毗邻而居 怎么可能会没点误会呢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总之 不能让警察署的人将熊白舟带走 秋和年沉吟一会儿 在时的冷处里是最好的办法 婚礼上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成酒后情绪激动的行为 以后其他地方再找回了几个 警察已经走进了熊白舟 李仁卓准备走过去劝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反抗很激烈的熊白舟 突然束手就擒了 不要打扰婚礼的进行 我和你们出去 啥 这个反转 让李仁卓和警察都愣住 你们不是要抓我吗 熊白舟叼着雪茄 挺拔的身材 比眼前的东南亚警察要更加高大 婚礼上所有宾客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身上 熊白舟站起身 整理一下西服 向后抚摸着打着哲理水的头发 迈着大步向汉王楼外走去 昂首挺立 这种强烈的自信 都让新加坡警察 犹豫要不要去摘下雪茄呀 哪有犯罪嫌疑人 叼着雪茄走进警察署的 邱先生 李仁卓想和走过来的邱赫年解释 没想到邱赫年直接摆摆手 从熊先生走出去的那一刻 我们两家的分歧 就已经在门外记者的笔下 省效了 回去吧 先将你们内部的几个派系 统一口径 然后好好考虑 怎么面对外交问题 还有外交问题 经过邱赫年的提醒 李仁卓才想起 这个人是大陆的公民 新加坡把人抓进警察局 是要给一个说法的 我保证 肯定有一个 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邱会长和何先生 请相信国父和弹马西的诚心 李仁卓抛下这句话 匆匆离开了婚宴 酒店的服务生过来 将一片狼藉的桌椅打扫干净 肆意热情呼喊 想让这场婚礼 重回之前的气氛 但看着邱赫年 和何一聪严肃的脸庞 恐怕很有难度了 这里还有一个人准备离开 他就是郭子歇 一转头 却发现陈庆云站在身后 大佬说 让我接下来都听你指挥 陈庆云眼眶有点红 郭子歇打脸下陈庆云 点点头说道 别担心 军拜周不会有事的 还是故意要进监狱 把事情闹大 不得不说 郭子歇透过事情表面 看本质的能力很强 郭子歇安慰好陈庆云 伸手将柔顺的长发收拢 整齐盘成一团 然后从小棍包里 抽出一只绣与发簪 斜斜地插进去固定住 婉约典雅的气质 瞬间透露着锋芒和果断 我们去驻新加坡大使馆 有客难 先找祖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六章 推动晶圆厂的一小步 新加坡 直到1990年 才和大陆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这种纽带的建立 还是在新加坡 华裔家族的强烈要求 和民间 日趋迫切的商业交流推动之下 才得以实现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说两方政府的关系 很密切 只能说 在试探中前行 摸着石头过河 晚上 东陵路150号的 驻新加坡大使馆门口 难得多了几辆豪车 有提前获得信息的记者 已经驻守门外 尽管有些内容 未必能发布出去 但知道这些大人物 高层势力的博弈 也是一种乐趣 傅学章大使 代表邱家而来的邱方丽 还有香港富商郭子贤 还有代表李家的李仁卓 坐在会议室里 从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来看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阵子了 这些势力的心思 也各不相同 傅学章和郭子贤 基本一致 全力解救目前 深陷淋雨的熊白州 但傅大使 接收到的信息更多一点 大陆希望 在外交层面 提出严重交涉 这就是施压 以保证熊白州的人身安全 邱方丽 是邱鹤年的二儿子 他这次来 一是了解熊白州情况 二是代表邱鹤年 对警察总长李显明的做法 表达不满 李仁卓就是来平息这些矛盾的 诸位 该解释的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这的确是个误会 近期李显明先生将因为身体原因 辞去警察总长的职务 为这个事情做一个交代 这里的人都很清楚 李显明的辞职只是幌子 可能休息半年 在其他地方起伏 也说不定 不过 既然新加坡政府做了让步 再深究下去 意义也不大了 李仁卓的任务还没有完 接着说道 方丽啊 总理叮嘱我 亲自去拜访邱会长 另外 为配置和程阳准备的礼物 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啊 这是李氏家族 为了新加坡形象 和整体稳定 做出的努力了 李仁卓就是专门去 赔礼道歉 雄白周现在怎么样 这是郭子贤最关心的问题 至于新加坡内政情况 他一点也不在意 李仁卓看了一眼郭子贤 这位香港横击地产的 新任掌舵人 居然亲自来协商问题 所以要说 雄白周只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 那只能是 写在报纸上 糊弄人的了 郭董事长 请放心 雄先生现在过得很好 很快就会回来的 李仁卓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过得很好 郭子贤又有些迷糊了 他都被抓去 异国他乡的警察署里 还能叫 过得很好吗 其实 雄白周刚踏进警察署的时候 由于出手打伤警察的原因 总长李显明 本来想亲自审问 但李仁卓和新加坡政府 都打电话过来声明 其中的厉害关系 甚至可能引发外交问题 李显明也愣住了 他其实都没想闹出纠纷 只是让警察 立行公事的询问调查 哪知道最后形成了公开斗殴的局 为了维持警察的尊严 和整个队伍的稳定 李显明必须要把雄白周抓起来 从警察总长的位置上 这么做的确没问题 但更上层的事情 李显明就没有深入考虑过 总长 如何处置这个人啊 警员走过来请示 总不能把雄白周 一直放在聆听室吧 这样不符合规矩啊 新加坡的聆听室 和大陆的审讯室 是一个意思 都是询问嫌疑人的地方 李显明想了想 现在监禁室里 还有什么人 有破坏路边植物的 有超过十点喝酒的 有偷窃的 还有剧种斗殴的 警员回答道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 社会道德 是先于法律的基础性环节 违背道德固然不对 只有其中较恶劣的 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在新加坡 大量的道德内容 被写进法律 这就是法律的泛道德化 同时 这些内容 还涉及公民生活的 每个细微方面 这就是极法化 这是地狱特点决定的 以举国的警力 保护一个城市 自然会有 环理饱和的情况存在 在地广人稀的那些国家 却不适用 因为警力资源 根本不够用 其实 本来熊白州 殴打警察的行为 在新加坡市妥妥的 三年牢狱之灾 那军队和警察的本质 还是为政治和利益服务的 面对可能产生的 国际纠纷 李显明也有点两难了 最后 还是说道 就放在监禁室吧 把他请进办公室喝茶 我真的做不到 你们注意点啊 也让他受欺负 于是 熊白州就来到了监禁室了 新加坡的监禁室 环境很宽敞 光滑的大理石地板 和墙壁蒸亮 里面有电视 有床榻 还有淋浴 不过 欺负新人的潜规则 一样是存在的 警员大声警告 不许喧哗闹事 否则 最佳一等 声音在沉闷的房间里回响 监禁室内的几个人 都铲笑着点头答应 警员走后 熊白州都懒得搭理这群室友 静止坐到沙发上 闭目扬身 心里想着 大概几个小时就能出去了 出去后 如何加深于秋鹤年的关系 并吐露 大陆对半导体晶圆厂的客求 熊白州并不知道 秋鹤已经打算出售 赢下的金元厂了 他只是从封益国际这两年公开的商业操作和股权置换中发现 秋鹤正加大对世界良游市场的投资比 公开的财务报表上 金元厂一直没有获得新的注资 快要处于亏损的状态 熊白州判断 这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寻找合作伙伴 如果能说服秋鹤年和爱生电子合作 将金元厂的核心技术 转让一部分给大陆 这才真正对得起 他身上爱国商人的荣誉 我人生的第二次坐牢 也才有意义 对他们也算是双赢的结局吧 熊白州先公开宣讲半导体金元厂泛滥论 期望能引起秋鹤年的注意 这就相当于一个弃子 为下一步的沟通做了铺垫 其实他都没想过这次能有什么进展 但新加坡警察的助攻 让熊白州临时改变了主意 谈算后决定将小事变成大事 一是增加秋家对李氏的反感动 二是在其他方面加以影响 最好让秋鹤年将大陆企业 也增加为合作伙伴之一 嘿 良宅 你本事不小啊 警察都为你说话 一句话打断了熊白州的思绪 监狱潜规则终于还是到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七章 温柔的世界 听到有人打断思绪 熊白州睁开眼 主视着眼前这个皮肤油黑 头发微卷 蠢边还留着胡子的 典型东南亚人种 这个人身材矮壮 看人的眼神也比较凶狠 梁仔 你不是新加坡人吗 他自问自答道 香港的还是穷大陆的 要知道 熊白州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圣元清得病毒呼吸 不敢打扰 更不要谈现在 熊白州正谋划事情 哪有时间和这些颇该浪费 我叫赛曼 剧中都欧进来的 这里的老大 这个人开始自我介绍了 顺便表明身份地位 这是印尼的姓氏 熊白州根本不想打理 咬了一眼 突然问他 有没有烟啊 熊白州的雪茄 放在监禁室外面 不过他知道 这些人即使在监禁室 还是能找到资源 赛曼听了一愣 他是新加坡监禁室的常客 知道有些年轻人 桀骜不驯 但赛曼并不反感 熊白州的体格和相貌 都是上上之血 如果好好培养 当个小弟 带出去真是无比威慌 唯一让赛曼不理解的是 熊白州这一身高档西装 来自哪 他很肯定 熊白州不是有钱人 新加坡的法律 虽然很严格 但从不抓有钱人 你他烟 赛曼吩咐一声 马上有个黑瘦的青年人 从床底 找出一包未开封的万宝路 熊白州看到是这种 皱了皱眉头 但想想 总比没有好 接过来撕开包装 怎么 还嫌弃 赛曼很不高兴 这已经是最好的烟了 你知道阿里达抽什么吗 他们抽 黑瘦的青年 看来叫阿里达 但熊白州不想了解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漫不经心地打断道 我呢 赛曼说了一半的话 不得不咽下肚子 心里却觉得 眼前的年轻人非常有性格 在这种环境下 还敢腰三褐色 比监禁市里的其他人 要有骨气多了 给他火 再慢挥挥手 让阿里达去着火 他自己 却绕着熊白州 转了三圈 越看越满意 只是 收服时 要费不少力气 不过没关系 时间有的是 细水长流 软饮兼尸 总能让这年轻人 沉浮的 黑瘦的阿里达 把火柴找到了 有点敬佩地 递到熊白州眼前 他很佩服 熊白州的胆子 在赛曼老大面前 还能这么嚣张 拿下自己 被赛曼一个眼神 就吓得腿软了 不过 熊白州却没有接火柴 他看了赛曼一眼 指着只嘴边的烟 又扬了扬下了 意思是 让赛曼帮他点烟 吵 赛曼先是大怒 接着大喜 这种年轻人 甲子真他妈大 如果不是在监禁市里 赛曼都觉得 这个人之前 是金三角的 哪个大毒枭吧 如果能把他收服了 有这种小弟成场面 简直太极品了 赛曼心里喜滋滋的 一转头 看着阿里达 正正地没有动作 生气地吼道 点下啊 难道真的要我点吗 有熊白州在面前 赛曼觉得 其他小弟 实在过于废柴了 阿里达都不能明白 怎么回事 刚进来的年轻人 待遇这么好 而为什么自己越公顺 呵斥打骂就越多呀 心里虽然害怕和敬畏 但阿里达 还是听话地拿起火柴棍 由于太紧张的原因 一下 两下 三下 火柴都没有点着 赛曼看不过去了 他觉得阿里达的表现 太丢自己脸了 闹怒之下 砰的一脚踢过去 直接把这个瘦弱的青年 踹了一个亮脚 坐在地上 这一脚可不轻啊 尽管疼得眼泪都要流下来 可阿里达 还是要忍着疼痛 继续划了火柴 终于 有一根火柴 吃了一声 燃烧起来 阿里达刚想送到 熊白州嘴边 可火苗却因为 监禁式的传唐阴风 摇摆了几下 逐渐变小了 如果这根火柴熄灭了 可以想象 阿里达要被狠打一顿 显然 阿里达也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 眼角有泪 口后的嘴唇 都在颤动着 眼看火柴熄灭之前 熊白州突然动了 他低下身子 将烟头凑在火苗上 慢慢地点燃 阿里达免去了一顿打呀 这时 赛曼觉得 熊白州烟也拿了 火也点了 现在该要谈一谈 监禁式化式人的问题吧 而且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容易滋生年轻人 骄纵的心理状态 他咳嗽一声 问道 年轻仔 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进来的 熊白州眼睛微眯着 半闭半开 没有搭理 我问你话呢 赛曼加重了语气 看得出 有点不高兴 阿里达和其他几个手下 下意识地 都远退了几步 熊白州睁开眼 可他一句话也不说 看了下手指之间 即将掉落的烟灰 事宜塞曼找个烟缸过来 什么 这一下塞曼是真的生气了 他觉得自己看得起熊白州 但熊白州却不给面子 居然吩咐自己做事 眼里啊 简直没有一点规矩啊 既然怀柔的不管用 塞曼决定 用强硬的手段 让熊白州学会 理解监禁势力的生存法则 就是一巴掌扇过来 这是监禁式侮辱对方的方法之一 最厉害喝骂着 塞曼决定 先扇熊白州几十个耳光 打消掉对方的气 然后再慢慢地理会 可手掌还没挨到脸蛋呢 塞曼眼前一道高大的影子 猛然站了起来 没看清什么动作 塞曼这绝大喉咙一紧 好像被铁钱勒住了 紧接着就是一道大力船来 将自己头颅向下摔去 速度快到塞曼都没什么反应 力气大到 撞击到沙发的棱角石 出了脑壳痛 嘴里也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还有一股腥味 这是血啊 撞击时牙齿碰到了舌尖 甚至咬掉了一小块 塞曼想叫 可一张口全是呜呜的声音 想站起来 又觉得头昏得厉害 迷迷糊糊中 只觉得高大的身影 又重新坐回沙发上 甚至用脚将自己的身体 向旁边踢了踢 去拿个银钢过来 熊白州继续吩咐 他的习惯还是很有修养的 这么干净的监禁式 不适合谈烟灰啊 阿里达呆住了 看着在地上 无力匍匐的赛曼 刚刚还狠狠踹了 自己一脚的赛曼 直到熊白州叫唤 他才连忙把饭盒拿过来 啊 熊白州看了阿里达一眼 这里没有烟灰缸 阿里达英语水平不行 他只会马来语 但在手势的配合下还是能说清楚的 啊 熊白州点点头 不紧不慢地翘起二郎腿 听着赛曼的深一声 居然真的把饭盒当成了程烟灰的器具 这个过程中 阿里达一直恭敬地捧着自己的饭盒 他都不敢放下 你是什么事进来的 熊白州突然问道 道歉 阿里达说了一句 但马上解释 我只是想让妹妹吃饱 熊白州不说话 整个监禁室陷入长时间的安静 直到嘎吱 一声铁门打开 警员走进来 请熊白州离开 看着痛苦的赛曼 恐惧的阿里达 平静的熊白州 在新加坡警察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熊白州离开前 抛下一句话 当你凶狠地面对世界 世界也会变得温柔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八章 江山美人志 呀 感谢傅大师 救我于水火之中 感谢邱鹤年会长 和邱方丽先生的关心 感谢李仁卓先生的 全权爱护之心 熊白州出了监警室后 看到傅学章 郭子贤 邱方丽 李仁卓 还有警察总长 李显明都站在忙 马上就真诚地 表达了感谢之情 而且把姿态放得很低 另外 熊白州也看到了 把自己抓进来的李显明 走上去 恭敬地说道 感谢李总长 还我清白 李显明嘴角动了动 想说什么又忍了下来 只是点点头 没有任何回应 李仁卓在旁边看了 皱了皱眉头 心想 好不容易把事情 当成个误会来解决 李显明怎么还是这副态度 没有一点大局观 和政治意识啊 邱方丽也很不理解 熊白州只是评价了 新加坡的经济政策 就被抓起了监禁 新加坡什么时候 不给别人说话了 李显明不知道别人的心思 他其实是犹豫 要不要将这些富商 带去监禁室 看看赛曼的惨状 让大家知道 熊白州温和清凉的面孔之下 藏着什么样的狠利凶悍 不过 他却不能这样做 既然准备以粉饰太平的方式 为事件画上圆满的句号 那任何节外生枝 都是让李氏政权 多丢一点颜面 李显明决定 自己吞下委屈 但以后 如果有机会和熊白州打交道 一定要提高警惕 离开警察署的路上 熊白州和郭子贤 坐到大使馆的 七座商务车上 开车的武警 牢牢把控方向盘 视线看着前方 耳朵好像塞进了棉花 没有分出一点注意力 听副学章和熊白州的谈话 熊老板 你刚才都忘记 对郭小姐表达感谢之情了 下午啊 一直忙前忙后联络的人 是他呀 副学章大使五十多岁 微胖的身材 看上去似乎有点憨厚 没有见外地和熊白州开玩笑了 那就一声相许吧 熊白州转过头 看着郭子贤 我知道分量够不够啊 够了够了 还多了 我没零钱 找不开 所以 熊老板千万不要把自己送给我 郭子贤赶紧向外推子 嘴角翘起了弧度 似月牙般完美 看到熊白州在盯着自己 郭子贤故意假装不知道 葱白的手指 缓缓将垂下来的刘海 挽到耳朵后 不禁一间的美目横盘 浓染眉带 言若昭华 郭子贤无疑是典雅高贵的 这种源于成长过程中的智慧积淀 折射出修养的华彩 所以 他和熊白州 有一点很相似 在人生长度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会不断增加人生宽度 积累人生的厚度 长此以往 现实里遇到再复杂的事 都能信手拈来的应对 熊白州被拒绝 也不生气 小赫赫说道 呀 古代女子被救之后 如果看上英雄了 就会说恩公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惜 那看不上就说多谢壮士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来世 做牛做马 以报恩公了 副学长大笑起来 下午10号 熊白州在国内的资料 不断被输送过 人物形象也逐渐立体 不过 纸面上的消息和传言 终究比不上真人接触 熊白州普一见面 崭新的气度 倒是符合他在国内的企业布局 只是不知道 熊白州来新加坡真正的目的 不过 副学长也不急 熊白州如果要做什么事 没准还需要自己配合 毕竟 背靠祖国 许多资源是能够利用上的 果然 当车辆在四叉路口的时候 等待红绿灯时 熊白州突然问他 副大使准备去哪里啊 请郭女士和熊老板来大使馆小气一下 使馆里简单做了一桌粤菜和淮阳菜 毕竟新加坡食物 未必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啊 副学长很会来事 安排也很周到 熊白州摇摇头 我们是自己人 吃饭可以先放在一边 我想先去秋和年府上拜访 这句自己人 和副学长的话正好呼应起来 初见的隔阂陌生和试探 正在慢慢消失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刚见面就很受欢迎呢 主要还是自身的积累 通过语言和举动 外化为磁场 周围的人 忍不住想和他做朋友 说心里话 郭子贤很奇怪 提醒道 今天发生这件事 李仁卓也去了 秋会长那里赔礼道歉 你们可能会正好碰面 郭子贤是好心 他担心两方势力碰面 会引起尴尬 但熊白州却觉得 现在时机刚好 我刚刚为秋家被关了半天 去了迟了 这个理由就不够热乎了 现在就去 那你以什么理由上门呢 郭子贤问道 去表示感谢 或者去寻找安慰 随便挑一个都行 熊白州根本不在意理由 他只是把这些事情 当成进门的理由和借口而已 郭子贤摇摇头 这就是自己和熊白州 不同的地方 两人的上限 也许熊白州 能稳稳地高出几个身段 但下线来说 郭子贤几乎看不到 熊白州的车尾灯啊 郭子贤觉得 会尴尬的地方 但熊白州却觉得正好 这种厚黑 是郭子贤学不会 也掌握不了的草莽精神 真的去求会长的家里啊 副学长也要确认一下 去 熊白州果断地回答 副学长点点头 他也不问理由 拍拍开车武警的肩膀 去植物园 新加坡植物园 就是富仁区的独栋别墅洋楼 秋鹤年家里也在那边 正好趁这个机会 和他说说 为中国引进晶圆厂的设想 熊白州淡淡地说道 口气好像引进自来水厂那么容易 所以副学长 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附和道 引进晶圆厂也不错呀 引进 引进 你说什么 晶圆厂这三个字的分量 到底有多重 熊白州应该很清楚 不然 他也不会在公开场合 评价半导体晶圆厂 在新加坡的未来 那熊白州也应该很清楚 新加坡和台湾 是穿一条裤子的 严格地对大陆 实施技术封锁 副学长试探着问道 这可不容易啊 他本意是 想看看熊白州 对这方面的了解深度和决心 大使馆这边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真的有一点点进展 都必须申请支援 副学长是知道 晶圆厂能够对大陆的电子产业 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那这熊白州却笑了笑 我就是随意提一下 这次来新加坡啊 我主要为了带回郭子贤 进圆厂 适当就谈一下 不适当也无所谓啊 嘿 谁要你带 我又不是不认路 郭子贤清脆一口说道 熊白州这样说很有必要 郭子贤其实早就明白 熊白州来新加坡 还有其他目的 但他这样公开宣称 却让郭子贤很满足 女人啊 真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熊白州心里也笑呵呵的 江山嘛 自然是要的 美人也不能落下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三十九章 来自祖国的支持 新加坡植物园位于克伦尼路 占地七十四公顷 它在设计时 以热带岛屿繁茂为缩影 拥有两万多种亚热带 热带的奇异花卉和珍贵树木 由于阳光好 景色美 还是新加坡首个 联合国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在植物园里 专门开辟出一片静游曲 有人禁止踏足 因为这里全是独栋的别墅 能在植物园 拥有数千平米的洋房 不仅仅是钱就可以做到的 还需要一定的身份名望 和世界知名度 秋鹤年的地位自然是足够的 熊白州看着 镂空雕花的大型木门 圆形拱窗和转角石器 传承了古代传统建筑的精髓 别墅外面的绿花道很安静 不时还有警察的身影徘徊而过 这是为了保障大人物和他们家庭的人身安全 郭子贤和傅学章的身份都足够敲开秋鹤年家里的大门 郭子贤还是秋家的亲戚 进入别墅后 傅学章突然指着一辆车 对熊白州说道 这是李仁卓的车 哦 熊白州顶顶头 表示知晓 李仁卓赶在自己前面了 熊白州盯着别墅简约雅致的外立面 市局的内庭结构和丰富的园林绿纸 突然对正要和郭子贤献殷勤的邱文革说道 新郎和新娘在哪里啊 邱文革对熊白州还是很防备的 婚礼结束 何欣欲要回马来西亚 马牧朝要回印尼 那样子啊 他们都对郭子贤很满意 可能都要回去和各自长辈表明态度 如果郭子贤那边也不反感 两方就可以尝试接触一下 可邱文革却觉得熊白州带来的压力最大 毕竟邱赫年都不看好 自己侄孙能竞争过熊白州 他们在准备衣服 晚上还有私人聚会 邱文革回答 他又看了看熊白州 晚上你也一起过来吧 中午你因为误会进了警署 佩芝和程阳心里都很歉疚 他们说应该敬你一杯酒 我也有很大责任的 熊白州笑了笑 我想去给新娘新郎闹洞房 温哥兄能带路吗 如果抛开情敌的身份 邱文革对熊白州感官其实很不错 谈吐文雅 言辞精荡 还有那个保镖的拳脚功夫 更让人吃惊 邱文革很愿意和熊白州 在爱情上公平竞争 当然 邱文革肯定不知道 熊白州早就暗度陈仓了 熊白州见到邱佩芝和何承阳 依然很谦逊的道歉 甚至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 不过邱家的人都觉得熊白州没有过错 这是警察总长李显明小题大做 熊白州只是评价两句半导体行业的形式 结果李明显在婚礼上就动手抓人了 听说熊白州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器零售连锁门店的困骨老板 这种人怎么能随意拿捏呢 现在反而是邱家人 对熊白州被关进监禁室过意不去 尽管也没待几个小时 何承阳就说道 熊先生不要放在心里 真正的始作用者只知道拜访邱会长 派人把礼物送进来就走了 难道我们两家还会在意这点礼物吗 邱佩芝也有点懊愣 可能我们的身份不够李主席过问吧 李仁卓是淡马西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所以称呼他为李主席 郭子仙忍不住看了一眼熊白州 难怪他发现被李仁卓抢先一步 立马就来看新郎新娘了 原来熊白州早就预计到新郎新娘心里不痛快 面对这对新婚夫妇的抱怨 熊白州稳重地没有接话 其实李仁卓并没有犯错 他和邱文革父亲邱方丽同辈 属于第二代接班人 在他县里只要和邱鹤年和邱孔风这两位陪李道歉就够了 这是下意识的想法也是人性的使然 何成阳于邱佩芝即使有怨言也无济于事 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李家第三代晚辈过来安抚 这样解决问题就没有遗漏了 不管怎么说 我身上也有冲动的责任 所以想诚挚地邀请你们抗力二人来大陆旅游 我亲自做向导 熊白州热情地说道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题 邱佩芝和何成阳对视一眼还没有来得及答应 佣人就走过来了 邱先生请客人过去 熊白州站起身一脸温和的笑容 我和邱会长打个招呼啊 邱文革本以为打招呼会很快结束 可直到晚上的四人宴会收场 邱鹤年依然和熊白州在交流 邱文革这才意识到 两人应该有重要事情在商谈啊 因为邱鹤年的时间非常宝贵 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就连李仁卓的拜访也只有二十分钟不到 可熊白州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 正在邱文革心里猜测的时候 邱鹤年突然叫邱佩芝和他过去 会客室里的佣人正在收拾茶具 这说明熊白州刚离去不久 邱鹤年的面容有点疲累 但眼神神采一异 看来刚才的谈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看到邱佩芝进来后 邱鹤年关心地问道 佩芝晚上喝了不少酒啊 邱佩芝脸红红的 他是邱鹤年的亲孙女 邱鹤年笑了笑 爷爷一直和客人说话呢 您是说熊白州 邱佩芝有点诧异 原来熊白州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邱鹤年点点头 听说他下午也去找你和程阳了 他邀请我们去大陆旅游 还说要做相当 邱佩芝实话实说 秋鹤年爽朗地笑了一声 小白州那么忙 哪有空真的陪你啊 不过既然说了 也是有心啊 有空真的可以回去看看 又有人走进来 原来是白天代表邱家谈判的邱方力 现在一海家里的董事长 邱家的二代接班人之一 邱鹤年事宜邱方力坐下 表情逐渐严肃 缓缓说道 刚才那个大陆来的年轻人 和我谈半导体晶圆厂的合作事宜啊 新加坡路灯照明设施很好 大使馆的商务车 英文行驶在宽阔的路面上 真没想到 原来邱会长已经有卖掉晶圆厂的意思了 傅学章在前排感叹道 熊白周倒是不奇怪 邱家的商业操作已经体现了这一意图 只不过自己原以为 邱家在寻找合作伙伴 其实邱会长对我的提议已经感兴趣了 熊白周想了想说道 看着傅学章不理解的眼神 熊白周解释道 一般的商业谈判不会这么快暴露底牌的 但邱会长却在最后的时刻把放弃晶圆厂的计划告诉我们 这就说明他内心也有这个倾向 只是难度比较大 需要我们多做些努力啊 难度来自那边 傅学章指了指新加坡政府大楼的方向 熊白周无声地点点头 傅学章沉默着不说话了 静静思考下一步操作方向 如果能在任内解决这个问题 那不管对祖国发展 对个人外交生涯 都是亮点所在 两天后 熊白周准备和郭子贤离开新加坡 但邱家依然没有给出具体意见 熊白周并不意外 这表示内部有分歧 这是好事 分歧说明 邱家有人支持将晶圆厂移到大陆 而不是一股脑的 全部只想着如何转移到台湾 如果要实现目的 这其中还需要双方的努力 尤其是大陆这一方 不然熊白周前期的工作就白费了 登机前 傅学章匆匆赶来 递上一份文件 但一定要熊白周和郭子贤亲笔签名 并加盖印章后 才能翻阅 熊白周没办法 只能拿出印章盖上 并签署姓名 傅学章这才把文件交付熊白周 傅学章大使离开后 熊白周抽出文件 表例 关于协助中国公民熊白周 引进晶圆厂相关事宜和计划安排 红头文件的左上方 赫然醒目地印着一排小字 文件密集 绝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章 《海棠花未眠》 被击从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起飞后 熊白周将这份绝密的极箭 严丝密缝地放进了公文包里 然后递给陈青云 收行 包不离身 我跃成后 锁进保险柜里 熊白周肯定会有很多应酬或者商务往来 这个包不适合自己保管 看到熊白周如此谨慎对待 郭子贤都有点诧异 你对大陆的事情真的很上心啊 我是中国人嘛 再说 晶圆厂的引进 不仅可以让爱生电子实现跨越式发展 也能够降低国内电子产品的生产成本 算是为老百姓省钱 最后还可以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快速进步 一箭三雕吧 难怪两个部位都调动资源 协助你完成这件事 郭子贤感叹一声 拿起矿泉水很自然地递给熊白周 熊白周没有喝 轻轻拧开瓶盖又还了回去 看到熊白周这么知情识趣 郭子贤笑了笑 扬起精致的下巴喝了一小口 露出一片雪白的柏格 伴随着郭大小姐身上的镇镇幽香 熊白周心神摇曳 身体也有了反应 看来尝过床底滋味的年轻身体真是很难控制 对了 我自嫌好像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能够对熊白周产生多大的诱惑 浸润过的红唇娇艳欲低 又开口问道 你花那么大代价在电子场上 又要开展什么大动作吗 熊白周没有回答 咽了一下口水在喉结之间滑动 居然悄悄伸过两人座椅之间的扶手 抚摸在郭子贤的心腰上 由于熊白周和郭子贤坐的是头等舱 乘客很少 这才给了他大胆放肆的机会 郭子贤感受着熊白周的手 不老实地向上游走 没有摇摆也没有挣扎 只是开着玩笑 安全带都控制不住熊老板的手吗 熊白周只顾闷着头 享受着郭子贤柔嫩的肌腹 手掌不时地划过胸衣扭扣 偶尔还做怪似地拉远一点 然后突然放手 看着郭子贤胸前一阵晃动 好玩吗 郭子贤笑眯眯的也不生气 不过没等熊白周回答 郭子贤继续说道 你是不是和我妹妹经常这样玩啊 熊白周听了震了一下 然后才愣愣地收回手 可郭子贤没有放过 又把嘴巴凑近一点 吐气如蓝 新加坡离香港很近的 你忍一忍 紫禁就在香港等你呢 这一下熊白周彻底没有心思了 咳嗽一声 回答刚才郭子贤的问题 如果金元厂能落地啊 爱生电子会申请新的项目 而金元厂到时候也是我谈判的筹码 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什么项目 说给我听听 郭子贤一边整理被熊白周弄乱的衣衫 一边问道 熊白周没有老实回答 横迹要入股的是中美电器 又不是爱生电子 这可是电子厂的绝密发展框架 不过啊 熊白周看着郭子贤脸上的一点嘲讽 故意以退为进地说道 郭董事长实在想知道 我也是可以说的 哦 那你说吧 郭子贤眨眨眨眼睛 仅思眼镜下的笑容有一次调皮 啊 熊白周愣了一下 正常来说啊 郭子贤应该很大气地转过头 我在意地说道 不说拉倒 我还不愿意听呢 熊白周有点不确定了 你真要听吗 这可是涉及爱生电子的重要布局 除了爱生电子厂的厂长 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就多一个人帮你们分担这个秘密吧 熊白周看着郭子贤 郭子贤也坦然地对视 眼中带笑 水润灵动 唉 最终还是熊白周败下阵了 于是 把爱生电子打算上马手机研发项目 并打算以晶圆厂和CDMA信号模式为条件 以爱生研究所的科研力量为基础 以中美电器的渠道能力为保障 将向邮电部申请手机牌照的一系列连环布局 说了出来 怎么 我没讲清楚吗 熊白周缓缓说道 一抬头 看到郭子贤脸上是震惊的表情 没有 郭子贤摇摇头 沉默半上 忍不住问道 这些计划的跨度将近三年时间 你从爱生电子和中美电器刚成立时就开始构想了吗 不是啊 熊白周摇摇头 准确地说 企业还没成立的时候 我就这样设想了 那中间出现偏差或者意外怎么办 现在市场风云变换 根本没有哪个企业 敢说制定的计划一定能实现 偏差当然会有 那不仅市场会有变化 也会有新政策落地 就连企业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可能产生影响 百事自身的 熊白周诚恳地回答 郭子贤眼眸里倒影的全是熊白周的身影 慷慨激昂 深邃坚定 但是战略需要框架 行动需要焦点 管理需要流程 一切需要结果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领导企业发展的人来说 更要把握好框架 焦点 流程和结果的联系区别 你说是不是啊 熊白周反问了一句 眼神一以身晖 郭子贤心脏忍不住跳动起来 就算两人这么熟悉了 可一旦熊白周进入这种状态 郭子贤还是觉得 思绪有点混乱 这么说 你是不是一年前就想好了 银信大厦的购置计划了 郭子贤好不容易静下心来 突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 另外 你来新加坡找我 除了金元厂以外 是不是还想趁机解决 银信大厦的问题 这是双响炮 真正的杀招是后面那个问题 而且还不能清楚地回答 因为熊白周的确有这个打算 所以回答是只能模糊遮掩 既保证自己说出来的话是真话 但又能应付郭子贤的问题 一年前啊 我还没想过银信大厦的问题 因为这种资产购置 其实没定数的 即使银信大厦不存在 我可能也和银信大厦 或者银信大厦谈合作了 什么银信银信的 真是难听 银信大厦是因为 全湾祖宅的银喜池水得名 包括银喜货运 也是得名于此 郭子贤解释了一下 看表情是接受熊白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他正目光炯炯地 等着第二个答案 那至于我是不是因为银信大厦 才去了新加坡 熊白周认真地摇摇头 不是啊 这是凌晨四点 海棠花未开 我梦见你离开 心里难过就醒了 没有收拾行李 就过来找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一章 意想不到的铜门宴 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 盘旋着降落 熊白周带着陈庆云 郭子贤带着秘书 走出机场的时候 司机已经提前在等候了 怎么下了飞机 有种回家的感觉啊 熊白周忍不住感叹道 他这一半是真心话 因为熊白周本就对香港不陌生 不说以前的记忆 这一世也没少溜弯 几个区的道路 基本烂书于心 另一半是撩人的情话 延续了飞机上的甜蜜气氛 郭子贤笑了笑 浅浅的梨窝 隐隐出现在脸蛋两侧 焦糖色的小卷发 妩媚地搭在肩上 熊白周心里摇摇头 离窝没有酒 但是也能醉人呢 可是车辆行之半道 熊白周突然发现 方向不是去潜水湾 半山别墅的 忍不住看了一眼郭子贤 郭子贤应该早就知道目的地了 表情平静 果然 注意到熊白周看过来的眼神 郭子贤解释道 中午去祖宅 爷爷要看你 郭炳香要见我 熊白周心里了 他倒是不会害怕 见到这些东南亚顶尖富豪大亨 秋鹤年的资产累积 要在郭炳香之上 熊白周都能从国家情怀 企业现状 事实发展等层面 积极说服他 答应金元厂的合作事项 如果郭炳香的身份 仅仅是有钱人 熊白周说不定 他想着在商业上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可他同时也是郭子贤 和郭子敬的祖部 俗话说 无欲则刚 没有欲望 才会刚强和凌染 但熊白周对郭子贤 和郭子敬 这朵娇嫩高贵的 并地双花 是有着不容别人染指的欲望 甚至已经采摘了 其中一朵 这些他们的长辈都知道 香港这些富豪家族 仍然还是大家长管理模式 郭炳香就是郭氏的大家长 他对家族里的所有事物 都有过问的权利 怎么 怕了 郭子贤优雅地扶了一下眼镜 漂亮的细眉 跳了跳 能和德高望重的郭大亨 当面学习 我为什么要怕 熊白周一本正经地回道 郭子贤 哼了一声 伸出手 仔细帮熊白周整理一身 这是刚下飞机后 紫禁悄悄通知我的 我猜可能是大伯的建议 他从美国回来了 总之 你尽量表现好一点 郭子贤的大伯就是郭小江 熊白周都有点想说 这位大佬 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了 不过呢 郭子贤又不轻不重地 捏了一下熊白周的脸 即使你没有表现好 至少紫禁你是得到了 不算亏本 那你呢 熊白周直接追问 郭子贤其实 也属于情绪内藏 不露于表内类 有时候 再恰当的机会 需要逼问一下 虽然他未必会说实话 我呀 郭子贤静莹洁白的牙齿 轻轻咬住两片红唇紧 像含着一串玉珠子 看你表现吧 妈的 真诱人啊 熊白周都要转过头 不敢再看了 这论容颜 王连桥是真的可以 力压群方 但如果把气质 情商和自身积累也算上 郭子贤身上 出身富贵人家的 雍容典雅 还有执掌企业的 干练陈伟 相融合后 又有一种 说不清 道不明的独特魅力 郭氏祖宅附近的景色 依然美不胜收 而且 清静了很多 毕竟前一次 是郭氏家族的 孩童满月 这一次 这一次几乎是专门 针对熊白周的 鸿门宴 为什么说是鸿门宴 因为这种大宅里 居然有两拨人 第一拨 是郭炳湘 郭孝江 郭孝盛 郭孝廉 这四个人 郭子敬也在这桌上 名副其实的家业 第二拨 是横基地产财务部 法务部 工程造价部 项目发展部 几个职业经理人 他们和熊白周 打完招呼 就在会客厅座里 熊白周瞬间反应过了 这次见面 不仅是郭炳湘 要称量自己 也是购置银信大厦计划 能否顺利进行的 重要节点 不然这些人 不会聚在这里等待 家业 就摆在古色古香的正厅里 圆桌上 已经摆满了各式菜药 大理石地板上 铺着高档的法国地毯 黄花离屏风 摆满了各式藏剑古董 周围还搁着六个 扮人高的锦太郎方尊 插的是晚香玉 不具严谨 错落有致 熊白周和郭子贤刚进门 就看到坐在主位上的郭炳江 这位郭氏家族的创业者 今年已经超过八十了 可能由于是年轻时候 打拼太厉害的原因 现在气色比较衰败 银色的发丝也颇为伪顿 但睁眼大量熊白周的时候 眼神还是有一种实质性的穿透力 这种眼神 熊白周也有 需要阅人无数 看惯变迁 经历祈福后 才能酝酿出来 熊白周礼貌地打个招呼 用人引导他们入席 可还没有坐稳 就听见郭孝江 陈生说道 熊白周 你知不知道 坐在哪儿了 这么快就来下马威啊 熊白周心里说着 这句话 由郭孝江说出来 正假的 郭孝生不合适 郭孝连经历过 上一回的倒查事件 现在未必有这个气势 只是熊白周还真不知道 自己错哪儿了 郭子贤和郭子静的事情 肯定是不能承认的 至少在这个桌子上 不能公开承认 还是要模糊硬灯 熊白周沉稳地笑了笑 呀 郭伯伯是长辈 那即使没有错 你也可以叫醒我几句的 我 郭小江张了张口 他觉得熊白周这句话 不好接呀 他本意是 想让熊白周自己承认错误 可这小子太滑溜了 把自己摘出来 还不得罪别人 谢法案 郭炳香突然开口了 率先拿起了筷子 你在新加坡 见了邱赫年先生了 问话的依然是郭小江 是啊 还耽搁他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呢 熊白周点点头承认 不过说得很谦虚 邱会长是爱国华商的代表人物 听说你曾建议此前在旅游地产布局 在景区开发建设一体化酒店 都是可以和他的香格里拉取取经啊 看了郭家人吃饭 不兴时不言寝不语的生活方式 因为郭孝胜平时吃饭 就是经常闲聊 这样也好 熊白周解释起来也比较坦然 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 度假村市的酒店会越来越受到欢迎的 不过香格里拉的定义 是高中档的商务酒店 也是由此来配套酒店的硬件设施 和更新改造的 因为服务态度细致入微 和优秀的营销能力 所以在亚洲都有很大名赏 熊白周说完后 郭孝江看了郭孝胜也 郭孝胜不吱声吃着菜 对于熊白周的市场眼光和发展潜力 郭孝胜早就了解了 那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提供给子贤 郭孝江接着问道 呃 由于国内的旅游酒店市场 还是在萌芽状态 所以我觉得啊 高中第三档都可以承包经营 熊白周将双臂摆在桌子上 或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势 增加语言的引导性 也体现了震静松弛的另一面 中低档酒店自然以服务为主 但高档市场却要以特色服务为主 增加服务人群的品牌忠诚度啊 郭孝连听着熊白周说话时 吭腔有力的态度和自信的眼神 忍不住唏嘘道 你年纪轻轻就这么会赚钱 也是难得啊 这一句评价可以当作褒义 也可以当作贬义 若是平时熊白周可能笑笑就过去了 但今天的每句话都是要处理的 钱啊 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追求的方式和使用的地方 熊白周也用一句中立的话回应 郭孝连摁了一声 也不再纠缠 郭孝将又换了个话题 白周对社会上的男女关系 怎么看待的 这是差不多直指核心关键的问题 郭子贤和郭子静都抬起头看着熊白周 回答不好 可能就掉入郭孝将设置的陷阱里了 那就要必须面对两姐妹之间的泥囊问题 这也正是熊白周打算回避了 我记得世界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波夫娃女士曾经坦诚 男人要承担的压力和社会标准 要远高于女人 因为女士还有一条生活方式可以当退路 做不了生意 赚不了钱 还可以当家庭妇女 熊白周果然把话题引导至另一个方向 郭孝将皱着眉头还要继续问 郭炳香却打断了 邱会长 怕你做生意很有境界啊 熊白周也要张口感谢 郭炳香却再次打断 喝汤 不要多言 郭炳香发话了 餐桌上就安静下 只有佣人在压低脚步走路 熊白周以为郭炳香还会问什么 没想到 他吃完汤直接就离开了 好像仅仅是转达邱鹤年的夸奖而已 我是不是通过考核了 古有鸿门宴 今日我担当复会也算不错吧 熊白周问着郭子贤 郭子贤其实刚才心里也很紧张 但熊白周应对得很恰当 没有一点点破绽 郭子贤嘴上不会承认 邱老板期待得到什么奖赏呢 熊白周忍不住噎了一下 他总不能厚着脸皮说 姐妹俩的感情选择吧 不过他反应很快 直接换了个说法 关于银信大厦整体购置的计划 这个事情啊 郭子贤看着熊白周 淡淡地说道 自从你去新加坡找我的那天起 父亲就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 曾经那些经理 是过来和你签署协议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二章 人生三重镜 郭炳香只是离开宴席 因为他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够硬了 所以这顿饭对郭炳香来说 很耗费精力 郭氏三兄弟都陪着郭炳香 回到书房里 这时候 熊白周就不适合一起进来 这次见面后 你就准备将银杏大厦 整体打包出售给熊白周了 郭小江皱着眉头 问郭小胜 啊 郭小胜顶顶顶头 虽然 红八周 一下即拉不出这么多钱 但我相信 他起脚能还上的 再说 红八周 也打算用周美电器的股份来抵押 以周美电器的潜力 和管理能力 这是一笔 收益大于风险的投机啊 我不是说商业上的往来 熊白周能在美国硅谷里演讲 他将那些鬼佬 忽悠的团团转 我一点都不担心 他的欠况问题 如果我有隐心大厦 我也愿意投资 换取周美电器的股权 郭小江还加了一句 郭小江是长兄 而且长期负责 货源码头生意 所以表露出来的样子 都是严肃刻板 只来直去的说话态度 当然 他内心未必就是这样的形象 我是说 紫贤和紫敬两人的感情啊 郭小江又提高了音调 那么大声音做什么 郭炳香拿拐棍 戳了郭小江一下 不满地说道 爸 你也同意两丫头的事情吗 郭小江赶紧小声问道 郭炳香微微闭上眼睛 拜赏后才斩口说话 虽然气力不足 但却一字一对 这件事情 要是隔十年前 熊白舟就算拿出一千亿美元 放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同意的 但现在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差 可能离那条线 真的不远了 我有时候 也会经常反省自己 爸 郭小江 郭孝胜 郭孝廉 都忍不住想打断 郭炳香却不在意地摆摆手 胜老病死 这是自然规律 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孔子讲 其实随心所欲 而不予举 我现在已经八十二了 还有什么事情看不开的 其实啊 我照熊白舟过来 不是因为银信大厦 那是横击的业务 也不是两个丫头 那是晚辈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听说 求贺年夸奖熊白舟境界高 这个形容词很有意思啊 就好奇的 想见一见 说完 郭炳香自己都笑了起来 那您觉得 他境界怎么样 郭小脸忍不住问他 正在这时 郭子贤 拿着一份签书好的文件 走了过来 祖父 大伯 爸 小叔 郭子贤挨个叫了一遍 然后把文件递过去 这是熊白舟打算 出售给横击的股份 百分级七 倒也不算低了 郭孝生翻了一下 这和横击残务团队 计算的结果 没有太多差异 不过 他突然看到了 抵押的公司名称 怎么系神秀空股 不系周美电器吗 神秀 是中美电器的控股企业 他下属还有联通快递 和爱生电子 熊白舟说 感谢横击地产 在这种时候的鼎力相助 他愿意 要核心利益 与我们共享 如果类比来看 神秀空股 这也就是相当于 没有分家之前的 九力实业了 当时九力实业旗下 拥有引起货运 横击地产 九力电子三大旗 所以九力实业的股权 自然比单一的引起货运 或者横击地产 要值钱的多 这一例的人都知道 熊白舟不是傻子 刚才饭桌上那一番应对 就不是普通人 做得出来的 但他却愿意 主动让出核心力 这种操作 除了包含感激 还有一种 愿意舍弃的豪迈和辉煌 连通快递 和爱生电子发展的如何 郭小江问了一句 郭子贤了解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于是 将这两个企业的现状 说了出来 听到爱生电子 现在已经有 二百亩地规模的时候 房间里都有点安静 假算起来 熊白舟不是吃亏了 郭小连紧紧从价值上 衡量后说道 郭小江和郭孝胜 也知道 熊白舟自然是亏本了 可他也得到了 一座银信大厦 这座银信大厦 将对周美电器的布局发展 有翻天覆地的蜕变 应该是双赢 郭小江沉稳地说道 脸上看不到一丝 刚才的急躁 但他也自问 做不到这种程度 所以隐隐觉得 熊白舟有一些东西 在自己之上 看不见 摸不着 但的确能感受到 郭炳香却微笑着 闭目养声 境界这种东西 看起来很玄乎 隐藏在事情里 似乎也往往让人看不懂 不过境界降服高手 能力降服普通人 手段降服小人 这种降服 几乎马上起了作用 郭小盛看着郭子贤 李大山怎么着 我打算把横击地产的 百分之一的股份 加入合约里 郭子贤已经有了计划 现在征求祖父 问您的同意 我不管 自己看 郭炳香直接就回答 郭小盛稍微想了想 就做出了决定 可以 如果 一号神秀旗下 哪个恭喜打包上戏 我们可以 与熊白洲深度交叉旗鼓 增加合作空间 郭小江和郭孝连 都不会对横击的业务 发表意见 可看郭孝胜 郑重骑士的样子 郭孝连心里 晒笑了一声 还他妈交叉持股 这样做 有意义吗 以后一旦 熊白洲和郭子贤 有了小孩 整个横击 都得姓熊吧 不过这些话 只能在心里想想 一旦说出来 可就得罪人了 其实 这就是郭孝连 眼光和境界的局限性 郭子贤和熊白洲 在商业操作上 从来都是就事论事 很少把感情混杂在其中 这样保持独立性的同时 也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 想想熊白洲 为了完成银信大厦的计划 付出了很多努力 这可不是空手套白狼 神秀控股的资产 以后是活生生的真金白银 郭炳香听着 儿子和孙女的对话 心想 熊白洲境界和能力都有 就是没看到 看如何使用手段的 但能从草莽之间 一路屏风借力 扶摇直上 没点手段 也不可能 端起用人送来的茶水 郭炳香轻轻戳了一口 一抬眼 看着茶盘上两行立书 十一碗人间烟火 饮几杯人生起落 郭大亨心里感叹 隔一百年前的深城 说不定又是一个杜月笙啊 1949年 杜月笙从深城前往香港 那时生意刚有起色的郭炳香 曾经应邀参加杜月笙的酒会 亲身经历 亲身感受 亲身体会 这个曾经纵横外滩的 枭雄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三章 从大老熊到熊先生 熊白舟准备回岳城了 但送别的却不是郭子贤和郭子敬 这两人只是在浅水湾别墅门口 摆摆手就作罢了 毕竟熊白舟又不算什么客人 郭子敬要晚两天回岳城 既然准备将银信大厦整体出售 里面还涉及方方面面的条款 都需要清理 郭子敬要去香港大学讲几节专业课 也没有跟着一起回岳城 都不愿意拉倒 我自己会 熊白舟舒服地坐在大鸡的后排 打开报纸翻了翻内容 再有两天 国庆就要到来了 周美电器和爱生电子 在长假里都有重要的任务 尤其周美电器将有今天新闻爆出来 到时还要邀请一大帮领导出席 所以熊白舟要回去亲自坐镇的 熊哥 行至中环广场 开车的陈庆云突然提醒一句 熊白舟抬头看了看 两股精卫分明的人群 站在两边的车道上 居然是心计和计这两方人 他们都知道规矩 没有挡在车前面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热情的笑容 其中大地龙和许丽颜笑得最惨烂 一点不像黑社会的自投作怪 旁边停车吧 熊白舟吩咐陈庆云一声 收起报纸推门下车 客气地打招呼 两位座馆大佬 Messie问我 除了冯蒂荣和许丽颜 熊白舟甚至还能叫出其他扎飞眼的名字 阿波还是很有型啊 管好 谢谢你替我寻找店铺 呦 原载肌肉还是很亮啊 这些被熊白舟叫出名字的人 脸上都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自豪感 熊白舟除了是月城的大佬 还是真正的有钱人 来香港都住在浅水湾别墅的 没其他事 想起熊先生上一次来香港匆忙离去 何计想起你吃三饭 我们虽然是粗人 但也知道感恩的 冯蒂荣仗着自己和熊白舟是老交集 抛下许丽颜 开口道 上一次 熊白舟来香港就是收拾万雪峰的人 其中心计与合计都出了不少力 尤其在寻找圣元清 还有提供三无渔船的环节上 不过 熊白舟处理完 直接就返回月城 这次也是熊白舟的车牌被认出来 他们不敢去潜水湾打扰 只敢在路上候着 表达感激之情 为什么感激 因为合计参与的盗版碟片生意 新计的红酒生意 在月城做的是风生水起 每个月都能收到四海打过来的钱款 而且熊白舟对这两个字头 在月城的酒吧也刻意照顾 只要不违反熊白舟定下的规矩 不仅没有混混上门捣乱 甚至消防警察这些部门 四海都顺手应付 省了他们很大力气 熊白舟的规矩就是不许碰小白 抓到了就剁手 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 时间久了 大家都知道这位大佬的底线 也不会有人嫌自己多一只手很碍事 午饭我就不吃了 月城那边事情比较急 现在四海是鲁尼存化室 以后他会来香港和大家喝茶的 熊白舟笑呵呵地说道 冯蒂荣和许丽颜 带着人在太阳下等了半天 可以说是诚意十足 可熊白舟却不给面子留下来吃顿饭 偏偏这两位坐管一点都不会生气 徐立言和冯蒂荣对视 徐立言走上去说道 那我们也不敢耽误熊老板时间 你的都是大生意 还希望熊老板以后啊 多多照顾照顾我们 熊白舟呵呵一笑 瞧瞧眉毛 说道 我这次来香港谈的生意 总价52亿人民币 心计确定要入场吗 我可以开个口子 往心计进来哦 徐立言听了脸上有点尴尬 52亿人民币的生意 心计都没资格去喝汤呢 得了 感谢各位兄弟相送 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熊白舟说完就走回车上 在徐立言和冯蒂荣的注释礼之下 奔驰缓缓地离开 直到消失 徐立言吐出一口气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看着还跳舞观望的冯蒂荣说道 走啦 红桑一个是大人嘛 以后啊 我得 只能够心痛大老鲁亭啦 大老鲁就是鲁立存了 按照香港自投的说法 就是四海的作馆 冯蒂荣叹了一口气 唉 真是大副天性啊 红桑第一次来 那时间 他说五七万商议 我都觉得脆水 现在他说五十个油 我都觉得 你是真是 你还要怀疑啊 徐立言摇摇头 何计在月城的眼线 没说清楚吗 熊先生在月城 现在几乎包揽了地产拆迁 酒吧 酒水 盗版碟片 保护费这些业务了 一个月不知道赚多少钱 这些在香港 是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可在月城 只是他给自己细老的零花钱 真正大生意 是中美电器那些 上一次来香港 冯蒂荣等人 还称呼熊白州为大老熊 现在已经变成了熊先生 熊白州回到月城后 立刻就把刘庆峰 陶宇善 还有苏汉精叫过来开会 一是询问 周美电器国庆期间的 记者会准备情况 二是询问 爱生电子的宣传方案 与生产计划 三是 将银信大厦的购置结果 告诉这些 签了保密协议的领导层 看着三个人 脸上震惊与兴奋的神色 熊白州平静地说道 神秀与横基的交叉持股 不能仅从金钱上 衡量两个企业之间的得失 只能说 周美收获现在 横基收获未来啊 这也就是本次交换 在熊白州心里的意义 我近期间 我主要将精力放在周美电器上 老刘 要把银信大厦的消息 当成重要内容宣布出去 熊白州强调的 刘庆峰沉稳地点点头 谁能想到 熊白州去了一次香港 居然真的把 这单生意给解决下来了 虽然看起来 用神秀的股权 置换有点亏本 但正如熊白州说的 一家是着眼于未来 一家是着眼于现在 何况神秀也对横基地产 进行了持股 那至于老苏这边 我已经租了一类火车专线下来 熊白州突然说道 在郭氏祖宅里 熊白州这边 与横基地产 谈好了股权交换协议 那边就和银喜货运 签订了火车租赁合同 可能是因为熊白州做事 磅礴大气的境界感染 郭孝江也很痛快地答应 国庆的档期 我们先让给其他人 等所有人都消停的时候 连通快递将一崭新的面目 亮下他们的眼睛 熊白州开了个玩笑 刘庆峰等人都笑起来 大家都觉得 这次国庆以后 一定会有什么东西 将悄悄地改变 可能是地位 可能是名声 也可能是行业内的影响力 另外 周美电器这一步踏出去以后 按照熊白州考虑 问题的前瞻性和跨越性 甚至可能为以后的上市 做准备或者买下伏笔 9月30日的深夜 夜空中的一弯银沟 正洒下无限的轻回 熊白州坐在上下酒的 周美电器旗舰店门口抽烟 不时抬起头 看着高高挂的彩带 和地面上的红地毯 还有各项活动的宣传册 和欢迎领导的条形横幅 店里还有导购员摆放 和整理货品的声音 甚至都能想象出 明日的热闹与喧嚣 回家吧 明天会很累的 王美人走到熊白州身边 月光笼罩在王连桥身上 在她的婀娜周身 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 月下的她愈发妖绕 嘴角微微勾起 如月牙般弯弯的眼梢里 有无尽的温柔 好 回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44章 这个假期属于州美电器 1 10月1日 举国欢庆九州欢腾 月城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经济快速发展着活跃地区 到处张灯结彩 上下九老街上 更是歌如潮 滑四海 人头攒动 彩气飘飘 这枚电器 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渠道商 旗舰店就是老街的一张名片 平时这种热闹的日子 总是会不计成本地 邀请一些明星或者舞龙舞师队伍表演回馈街坊 今天却罕见的没有搭建舞台 因为实在是没有空间了 只见从上下九老街的牌坊入口开始 一条长长的红毯 延绵不绝延伸到旗舰店台阶上 记者带着出入证聚集在红毯两边 还有月东电视台的亮丽主持人 今年年初 电视台也曾经来这里采访过 内市的新闻是 周美电器旗舰店销售额破亿 各式各样的车辆陆续到来 有眼尖的人还发现很多车牌都是月欧的开头 月欧是月东省公安厅车辆管理所的发牌代码 发牌范围是月东的党政机构和直属启事业单位 中央驻月机构及全省各地的公检法 国安 司法系统行政用车 这说明 今天参观周美电器旗舰店 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门 因为熊白州早早地与电器厂商们开过会了 而且 他们也要利用黄金州长假进行产品宣传 哎呦 看来有很多官老爷来视察 有微观的老百姓说道 哎 因为周美电器质量过关啊 早听说这公司有政府背景 没准很快要成国企了 广街的群众最喜欢议论这些似是而非的新闻 尤其他们看到许多穿着西装的小伙子 手里拿着对讲机 满头大汗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 或是还要和警察对接安全保障工作 哎 看到没 周美电器的保安人员 其实就是警察的便宜 四海集团总经理鲁立存也顶着黑眼圈 站在周美电器的门口 他就是本次活动的秩序负责人 不仅要维护旗舰店顾客的财产 还要照顾当天参观宾客的人身安全 鲁立存一夜没睡 精神却依然很集中 因为当确定了宾客名单后 熊白周把鲁立存和四海的几个大佬亲自叫过了交代 国庆当天的活动出一点披露 老罗 你就去攀鱼的电子厂开门 负责这条街的大祥回老家照顾父母 其他人也不要待在岗位上了 大壮 阿威他们已经成长起来 你们就当给年轻人腾露吧 熊白周说的是轻飘飘的 但四海的每个人都特别重视 大老熊敢这样说 他就敢这样做 白灯威等人 一想到自己带出来的小兔崽子 可能取代自己 心里比鲁立存还要着急 绑下所有的事情来协助了 人多了 新奇了 事情就好办了 鲁立存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提供的时间安排表 不断安排合适的人员分工 此时 就连牢骚最多的白灯威和黄瑞波 都没有一点废话 甚至还主动帮鲁立存完善漏洞 陈庆云心里若有所悟 大老熊把任务交代下去 就不再过问了 既可以培养鲁立存的权威 也能锻炼各分公司之间的 协同合作能力 增加四海集团的整体凝聚力 当然 熊白昼也不是全然不顾 他在9月30日中午 抽空把粤东公安厅和粤城公安局的领导 以保障安全的名义 约出来吃饭 将四海的负责人介绍互相认识 希望彼此协作 共同完成国庆期间的安全保障任务 所以现在真的是四海集团的马仔和派出所警察在对接了 白灯温也是忙得浑身湿透 可他的大脑好像做梦一样 他这辈子前35年基本是见到警察就想跑 现在一起吃饭不说 居然还一起工作了 真他娘的奇妙啊 白灯温擦擦汗 敌过一句 老白你他们做什么呢 上下酒派出所的所长嘴角都要起泡了 部委领导很快要过来了 赶紧搭起精神 维持好秩序 哎 行了行了 脑子知道 白灯温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过了好一阵子 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骂了警察 可人家也不在意 那老白你快点啊 够好了 我请你喝酒 白灯温不吱声 行动起来 最终忍不住看了一眼不远处 起装鼻挺 神色安静的熊白粥 他正低调地站在刘庆峰后面 将所有出风头的机会 都让给了别人 哎 干了这么久 皮毛都选不到 我他们也是笨死了 白灯温叹一口气 他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熊白粥这时 借着保障安全为借口 将越城警务系统这条线 与四海搭建成一个桥梁 这种兼容周全 深远布局的坐视方式 白灯温觉得 自己永远都学不会 负责去省政府接引的 周美电器管理层 是岑建波和姚信区 当车辆停稳后 他们就客气地去打开车门 因为今天参观的领导 级别都比较高 岳东省分管民用企业 和招商引资的副省长 吴庆春 岳东省信息产业厅厅厅长 宁刚 岳东省商业厅厅厅长 耿灿忠 岳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刘晓晋 岳城市市长陆重秀 岳城分管企业的副市长 刘德勇 岳城商业局局长 何松伦等等 岳东的领导来 周美电器这边视察 这很正常 一是拉近于大企业的距离 毕竟要依靠他们缴纳税收 增加GDP 而是 新闻播放出去后 可以体现 重视民营企业发展 适应改革要求的精神 其实 副省长胡庆春和陆重秀 可以不用过来 只不过 当听说中央部委 有领导一摇过来后 他们才不得不出席 商务部工商司司长 蓝志刚 油电部信息计划建设司司长 彭宏伟 电子工业部部长助理 宋华等部委领导 陆重秀心里奇怪 商务部有人出了站台 也就算了 这可能是赵家生在背后推动 油电部来人也能理解 周美电器货柜上 有不少通讯设备 就当是考察市场了 可电子工业部 是什么意思啊 周美电器是渠道上 不是半导体科技产品的生产厂商 还是副部级的部长助理 陆重秀曾经打电话问过熊白周 结果熊白周在电话里不回答 我知道宋部长过来的原因 等项目有定论了 再抽空和领导汇报啊 另外 10月1号 周美电器有劲爆消息 这个假期属于我们 熊白周笑着挂了电话 陆重秀想了想 最近周美电器可以炒作的噱头 就是摆成摆电的成绩了 还能有什么其他计划 难不成 周美电器买了栋楼不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45章 这个假期属于周美电器 欢迎各位领导来周美电器视察工作 我们准备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领导们海涵 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促进周美电器的提高和进步 全部领导全部到齐后 刘庆峰客套地说着场面话 毕竟当着记者和围观群众的面 所以明面上的流程 还是要走完的 岳东省副省长胡庆春 走上前致辞 一是介绍这次考察的领导人员 二是阐明考察的主要意义 三是让记者们拍照 以便放在新闻上播放 胡庆春来到话筒之下前 满脸笑容地看着台阶下的媒体和观众 热情地说道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里 电子工业部的松部长 商务部的蓝司长 油电部的彭司长 重秀市长和牛副市长 一同受邀来到周美电器学习考察 大家都知道 周美电器是全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门店 岳东省先进民营企业的代表之一 并成立志服务 责任共当的企业文化 积极推动岳东的经济发展 就在胡庆春致辞 吸引所有媒体注意力的时候 熊白周在姚信群的引荐下 挨个和几个重要领导握手 宋部长 蓝司长 彭司长 一路周车劳顿来岳东指导工作 非常感谢啊 打招呼的顺序 自然先是不韦的领导 熊白周态度诚恳朴实 脸上带着笑容 眼神里厚着关心 看到熊白周的做派 赵一鸣转过头 对赵宁带说道 你能看得出这小子 真是年纪吗 眼心举止 比我成熟太多了 赵宁带微笑着点头 有些人啊 就是为大场面而生 场面越大 他越是从容 赵一鸣和赵宁带 都是熊白周拉过来帮忙的 今天是周美电器的重要日子 有这两位红三代压阵 可以提高周美电器的接待规格 赵一鸣本来还想趁着国庆假期 忙着曙光耀夜的搬迁事宜 可熊白周根本不给他机会 赵宁带这边 甚至是他主动提出来帮忙的 这一阵子 熊白周和赵宁带虽然联系不断 但见面的机会略微减少了 主要是他经常飞往渝州和建业 处理王夫留下的酒店食物 有时候王林乔还会去幼儿园 帮忙接送徐景瑜 赵宁带一直以亲人身份 关心着熊白周 基本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所以赵宁带今天 特意穿了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 精心修饰过的脸上 环射着透亮的光泽 长发盘成一个发际 显得端庄金重 高耸的胸部将衣服满满地撑起 纤细的腰肢 晃动出一个成熟青少妇的独特魅力 白色丝袜 我在细细的小腿上 说话的神态温和平静 不韦的领导 还真的有赵宁带认识的 但他也没有上去打招呼 只是远远地点点头 现在的空间 要留给熊白周和周美电器 宋部长 活动结束后 要请你多留两天 我手底下有个电子小厂 你有空去点拨一下 熊白周和电子工业部的 宋华握手时 笑呵呵地说道 宋华五十多岁 肩宽背后 说话声音洪亮 整个人透着豪爽与干领 哎呀 熊老板太客气了 有学习的机会 我肯定不会放过的 说完 两人重重地握了一下手 彼此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宋华亲自来越东 肯定不会因为周美电器 电子工业部和渠道商 没有太多交集 可傅学章交给熊白周的文件里 电子工业部 其实就是新加坡半导体晶圆厂 引进的主要协助部门 国家对这个项目的重视 和肯定还在熊白周意料之上 其他人虽然都听出一点苗头 但也不会问出来 熊白周又和商务部的蓝志刚 还有油电部的彭宏伟握了手 蓝志刚是专门过来 为周美电器邀和站台的 扩大周美电器影响力呢 他是赵家的关系 可彭宏伟的身后 却站着一个熊白周的老熟人 陆远飞 这一瞬间 熊白周就反应过来了 陆远飞大概想刺探 周美电器的敌情 所以借着油电部官员的名头 进行了微服私访 熊白周也不点拨 甚至微笑着和陆远飞握手 陆远飞本来很触熊白周的手段 不过 自从苏宁联合电器 在华东地区开始顺利扩张后 他心里才逐渐有了底纪 这一次更是自高奋勇地 来周美电器建熊白周了 准备提醒一下 这个腹黑的大魔王 正义联盟已经崛起了 当然 熊白周脸上也没有太多表情 陆远飞并不意外 熊白周要是一个可以看透的人 那也没这么可怕了 不同一部位领导宋华等人 是第一次见到熊白周 心里都在惊讶于他的年轻 陆重秀等粤城地方官员 对熊白周并不陌生 胡庆春副省长讲完话 根据流程安排 进入旗舰店内参观 主讲人依然是总经理刘庆锋 这也体现了周美电器 对本次视察的重视 熊白周留在队伍最后 没想到陆远飞也刻意留了下来 周美电器的活动搞得不错嘛 华南的市场 看来无人可以和你们竞争了 现在的陆远飞 有一种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舒适感 因为周美电器承诺 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在华南地区巩固基础 陆远飞觉得 这就是给了苏宁联合成长的时间 毕竟不用面对 咄咄逼人的熊白周了 按照苏宁联合重股东的设想 周美电器占据华南 苏宁占据华中 国美占据华北 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 全部被瓜分完毕了 虽然从脉络的延伸角度看 必然是周美电器扎根最深 但苏宁联合电器 也可以消归曹随地学习啊 周美怎么做 苏宁就这么做 也不要想着创新发展 只要埋下头 学习熊白周的操作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紧紧跟在 周美电器身后了 而且如果熊白周 一个决策失误 那就是把周美电器 拉下马的好机会啊 面对陆远飞的赞赏 熊白周客客气气地回道 呀 谢谢陆总夸奖啊 陆远飞却不太满意 熊白周这个大魔王就没有意识到 苏宁以后就是周美电器最大的敌人吗 怎么样 熊老板是不是对我的到来有点惊讶 你也可以请别人安排你来苏宁靠茶嘛 陆远飞一边说 一边注视着熊白周的面容变化 哪知道熊白周轻轻笑了就 哎 儿童时代我们打架输了 自己拿对方没办法 这才会把家长叫过来找面子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46章 这个假期属于周美电器 听到自己被形容成无计可施 寻求家里帮助的孩童 陆远飞沉下脸 大能下熊白周 认真说道 熊老板太自信了 骄傲会让你失去前进的动力 落后也会让我们充满追赶的欲望 陆远飞当面下了战书 然后气势昂扬地走进旗舰店里 在他看来 自己认同了周美电器的行业地位 但周美电器 却颇为瞧不起刚成立的苏宁联合 下次不能一见到熊白周 就心火上升 脾气永远不要大于能力 期间店内 陆远飞也觉得 刚刚情绪有点激动 安安给自己灌了几口鸡汤 才逐渐地平复 我要学习周美电器 在国庆期间的活动 然后让张进东复刻在苏宁联合电器上 熊白周 人虽然银狠 但营销能力 还是值得借鉴的 现在陆远飞的心态有点直要 不仅希望打败周美电器 还有一种 获切得到熊白周认同的期望 熊白周都不知道 陆远飞的心理所想 不然 肯定要摇摇头感叹 当下规模的周美电器 已经不是可以学习的对象了 因为最近报的新闻 还一直藏着没公布呢 刘庆枫领着一帮领导 在旗舰店最有特点的地方考察 嘴里还在介绍 这是彩电曲 这是冰箱曲 这是空调曲 春晓也紧紧跟在旁边 如果涉及具体数据 就由他来补充 刘庆枫也是个很有大局观的领导 还知道大老板旗下的爱生电子 所以故意在爱生VCD货柜区 磨蹭了十几分钟 面对记者的摄像机 吴庆春 宋华 鲁重秀等领导 主动上前 关心正在购买VCD的群众 为什么选择来周美购买电器啊 这台VCD你觉得贵吗 保修服务怎么样啊 护士的老百姓 一开始都很紧张 但看到这些大领导都很和蔼 周美电器的导购员 也体贴地送上茶水服务 就由顾客放开胆子说话了 周美电器不仅便宜啊 而且质量好 送货上门 维修也上门 我意的缺点就是 经常断货 希望领导们和爱生电子的厂家说一说 这眼看着又要卖断货了 这些都是真实的顾客反应 刘庆风根本没有请托来演戏 所以摄像机记录的 都是最真实的形象 商务部的兰志刚司长 不为感慨地说道 周美电器 成立一年时间就已经成为月城街坊的第一选择 我觉得可以向部里申请一个课题 调研了解周美电器的服务体系 并将这种经验理论化以后向全社会推广 其实 兰志刚司长才是真正请来的演员 但也是建立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予以夸奖 陆重秀市长也说道 立志服务 责任共当 说出来容易 但真正做到的 也就周美电器了 我们应该更多支持这种为老百姓服务 有社会责任感的起呀 这些参观视察的领导都看向熊白中 周美电器就是在他的缔造下成立的 可喜的是 虽然成长的速度很快 但基础却越打越楼 现在的一些公司 今天从市场上席卷数百万的钱款 后天可能就面临倒闭的情况 政府领导最喜欢周美电器这种企业 因为能够带来稳定的税收 能解决用功问题 促进整体社会环境的和谐 陆远飞真是抱着学习的念头 居然掏出笔记本 在笔走如飞的记录 这个时候 熊白中不得不说两句了 他从人群里站出来 负责宣传的领导赶紧对记者挥挥手 让他们暂时关闭摄像头 这是人家周美电器专门提出的要求 大老板不想出镜 收了红包的记者都拾去地收起相机 熊白中走到人群中间 声调虽然不大 但却能恰好盖过店里的喧嚣 各位领导 周美电器有今天的成果 最感谢的还是改革开放的春风 它创造了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其次想感谢越东这块土壤 可以说越东人民培养滋润了周美电器 最后是周美电器的员工 贯彻企业文化 落实规划方向 没有他们的帮助 这些仅凭我一人是做不到的 啪啪啪 熊白中说得很少 但掌声也如约而来 他的回答中规中矩 从政治 土壤 员工三个方面 整体概括了周美电器的发展历程 虽然没有着重感谢政府领导 但却也包含在里面 陆远飞本来也在认真的记录 希望能从熊白中的回答里 汲取一点经验 可后面 自己细读一下 全他妈是空话 忍不住摇了摇头 熊白中这个人还是太狡猾了 想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都比较难呢 更让陆远飞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 终于出现了 熊白中说完一套场面话 居然马上哭穷了 呀 周美电器发展至今 一百家门店 解决了一千三百多人的工作问题 紧约东省 就将近贡献了六千万的税收 我们欠着厂商的尾款 也要将服务维持下去 可是 在百成百电落地的今天 在周美电器即将改革的今天 我突然发现 资产积累 完全不能支撑扩大规模了 所以啊 恳请各位领导 能够帮助周美电器 渡过本子难关 对于政府领导来说 他们可以发牌匾 可以说空话 但一听到要钱这两个字 就下意识地想退缩了 可身后就是 熙熙攘攘的顾客人群 没有地方可以退啊 场面有点尴尬 几个领导 你忘我 我忘你 都沉默着 熊白周就这样 孤零零地站在中间 赵宁带看得心疼 心里核算一下 酒店股份的市场价 正要开口 赵燕铭却一把拉住了 你要做什么 我想帮帮白周 赵燕铭有点懊恼 你开口了 那熊白周的哭穷 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以为他贷不到款啊 熊白周故意这样说的 就是更快获得低息贷款啊 劝下赵宁带以后 赵燕铭悄悄感叹他 这小子 脸皮太厚了 当这么多人面 我都说不出口 事情没有出乎赵燕铭的预计 最后 还是市长陆重秀开口了 你还缺多少 八个亿 熊白周不客气地回道 陆重秀想了想 这个数字 马上到账有点困难 但是五个亿 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可以享受最低息待遇 剩下的钱 可以慢慢帮你周转 熊老板觉得如何呢 哎呀 谢谢陆市长 和各位领导的关心爱护啊 陆重秀众目睽睽之下的诺言 自然要实现的 他马上就让秘书联系银行机构 其实 当初计划的银行贷款数额 只有四个亿 熊白周故意翻了一倍 得到的结果就是 五个亿低息贷款 快速到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七章 这个假期属于周美电器 四 看到熊白周 轻松把五个亿的银行贷款拿下 陆远飞撇撇嘴 其实 以周美电器现在的规模和体量 五个亿贷款 真不算多 毕竟 没有绯闻的明星不算火 没有欠债的企业不算大呀 1995年 国内的贷款流程不是很规范 主要还是发生在房地产行业上 很多地产公司都是公文换地皮的套路 然后用地皮去银行抵押贷款 等楼房卖出去了 再把银行贷款还掉 相当于自己一分钱不出 空手套白狼地赚了地皮上的楼房钱 现在的星河地产就是这种操作模式 不过 即使不谈国内的房地产行业里内滩浑水 拨饼箱的酒粒食业 秋赫年的丰益国际 亚洲财团性质的三星索尼和松下等等 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都和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美电器刚成立时 没钱没背景 资源也不够丰富 但是却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资金使用体系 不过为了落实旗舰店的设想 当初熊白州还是将周美电器的品牌 拿去银行抵押换取了部分贷款 最后才租下上下酒老街上的这间门店 从结果导向来看 这是周美电器腾飞的关键一步 可这个举措也让金安电器找到了借口 想趁着周美电器立足未稳的时候 掐灭成长势头 取而代之 万幸的是 由于熊白州做事的豁达和周全 提前将贷款的消息和厂商沟通并取得了支持 就如同上个月 周美电器召集所有厂商开会 并表达了整体购置银信大厦的启动 也是赢得了所有参会代表的同意 不过 见识金安电器的做法和马长奎的压力 熊白州在推动百成百电方案时提高了警惕 尽管有很多困难 但熊白州坚持没有和银行深入往来 直到该项目完成 周美电器在华南地区的地位 才算真正稳如盘石 其实也正是由于百成百电计划的完整落实 周美电器在政府官员的心中 才正式成为稳定的大渠道商 鲁重秀也正是基于此 相信周美电器的还款能力 痛快地答应了把低息贷款拨付过来 熊白州的再次贷款 目的就是银行大厦 这可以看成周美电器第二次腾飞的关键步骤 如果细看周美电器的发展步伐 旗舰店的开业是第一个契机 随后则是震惊全国的百成百电规划 百成百电落地后 熊白州接着就打算整体购入银行大厦了 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熊白州处理完银行大厦事件的首尾 在巩固华南五省县区基层销售脉络的基础上 必然驱使周美电器吹向拓展地盘的号角 目标方向可能是海外专卖店 也可能是香港的门店 抑或是最近上寸下跳的苏宁联合电器 旗舰店内如果把每块区域都视察 时间肯定不够 毕竟将近五千平米大小 还有很多顾客在围观 所以刘庆峰领着部委和省市的领导 在重要区域观看 首先他要确保矮生VCD被记者的相机捕捉到 可以在电视媒体上形成免费的软广告 他才决定终止在旗舰店的视察活动 陆远飞在笔记本上已经记录了好几页的感想 全部都是周美电器的活动思路 到时可以和张锦东商量后 复刻在苏宁联合电器上 流程的第二项活动叫 周美电器布局新方向 陆远飞猜测 这可能是周美电器悄悄打造的特色门店 心里也颇为感兴趣 现在学习的越多 以后苏宁联合成长的越快 天下文章一大抄 只要周美电器能做出来 苏宁联合就能抄下来 陆远飞很有信心 领导们回到车上 记者们也赶紧扛着长枪短炮随行 和刘庆峰却带着大家来到了一栋大厦前 这栋将近四百米的高大建筑物 微然耸立 头顶的背景是蓝天白云 脚下踏着的是宽阔整洁的广场 通体现代化设计的玻璃墙 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璀璨光芒 陆远飞自然是知道这栋大厦的 横击地产的银信大厦 目前的中国第一高楼 他还知道 熊白州曾经在厂商大会上 提过要买下它 当时的会议人多口杂 陆远飞知道也很正常 不然苏宁联合 怎么会在特殊时间段突然成立呢 陆远飞却对熊白州的想法嗤之以鼻 这栋大厦造价就要三十多个亿 熊白州怎么可能那么多钱购买 银行也不会借那么多的 他猜测熊白州应该有其他计划 只是不方便明说 所以逼迫厂商同意周美电器 暂停发放销售款 那至于银信大厦 这是画柄冲击的美好未来 不论是谁 仰望这种巨人建筑 都会肾上腺素分泌加快吧 更别谈如果能拥有的 做事的积极性 不知道提高多少 陆远飞眯着眼睛 仰起头大量着银行大厦 熊白州现在把这些领导带过来 说不定还是苦穷 不过这种强烈对比之下的苦穷 可能更有效 陆远飞再次掏出笔记本 把这个感悟记下 他觉得熊白州这个人 可以学习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陆重秀也下了车 看到银信大厦 助力在眼前也很奇怪 这里的地址 还是他亲自批准 出售给横击地产的 可中美电器 和这栋大厦有什么关系啊 刘经理啊 中美电器准备在大厦 做相关产品展示吗 陆重秀问道 这个理由 他觉得应该还挺靠谱的 因为这里的楼层面积足够大 可以充分体现 中美电器的产品多样性 方便媒体拍摄宣传 不是 这栋大厦被中美电器买下来了 刘庆峰平静地回答 什么 这一声惊讶来自陆远飞 刘庆峰看了看陆远飞 还以为自己没说清楚 又重复一遍 这栋商业大厦 我们整体购置了 确定无误地听完这句话 所有人先看看刘庆峰 然后马上看向熊白州 各位领导和媒体朋友 由于之前时间紧急 没有来得及和诸委汇报 周美电器 的确买下了这栋大厦 熊白州又站出来稳定局势 顺便还拿出部分协议的复印件 整体购置需要签署的文件很多 熊白州手里也并不齐取 但上面横击地产的印章 却是实打实的 而且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熊白州撒谎也毫无意义 只会影响周美电器的声誉 你是说这栋大厦属于周美电器了 副省长胡庆春不可思议地问道 现在的中国第一高楼啊 抬起头都望不见顶端 陆重秀和熊白州认识比较久 知道这件事可能试纳就问 虽然不知道熊白州 如何说服横击地产 答应出售的 但这一刻开始 周美电器的估值 马上就在不由自主地 开始翻倍了 还有内心的重视程度 也突然不同了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请各位领导 还有媒体朋友 上顶层看一看 里面还比较乱 让大家见笑了 刘庆峰客气地招呼一声 像主人一样 大步走了进去 熊白州依然留在最后 看到陆远飞 正正地站在原地 他走过去提醒道 一定要记在本子上 周美电器 花了52亿 买了一栋商业楼 回去后 送您联合 也可以复刻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四十八张 这个假期属于周美电器 五 熊白州 熊白州只是调戏了一下陆远飞 就离开了 可陆远飞却被气得头昏 这还复制个屁啊 苏宁联合的所有股东 就算卖掉内裤 也凑不起五十二亿 其实周美电器 也没有撬动这么大资本的杠杆 除非横击地产 也有合作的印象 妈的 熊白州 不过是那个新上任 横击女董事长的 一眼男人吧 陆远飞心里 好像塞了一团稻草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横击为什么愿意放弃 当前的利益 去帮助熊白州 一时把怒气 撒在了郭子贤身上 陆远飞虽然是气话 但居然猜得很靠谱了 而且真实情况 都不用加一个野字 不是野男人 就是男人 熊白州这个狗日的 他要是早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我还辛辛苦苦记录个屁啊 陆远飞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红三代 当熊白州确定 周美电器买下这种 全国第一高楼的时候 陆远飞就知道 苏宁联合电器当前的商业方案 全部需要调整 就好比赛道上的两位选手 虽然苏宁落后周美很多 但一步一步 跟随周美电器的脚步与背影 还能有跟上的希望 可现在的结果是 周美电器突然停下来说 老弟 我已经跑完赛道 获得冠军了 现在就是随意溜的两圈 你加油啊 苏宁联合只会瞬间 失去追逐的方向 类似这种以租赁的门店 扩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渠道商 一旦有了自己名下的实体产业 就好比为汽车安装了飞机的发动机 一路狂奔 就向着上市企业的目标 狂奔而去了 陆远飞觉得 这些都是熊白州早早设计好的矿景 不然 为什么可以无缝堆积 按照周美电器现在的销售额 扩张至500家门店 一定是可以上市的 而且 因为银信大厦的存在 周美电器的融资和股权 都会特别稳定 换句话说 这栋国内第一高楼 突然就成为了周美电器的 定海神针之一 以后当苏宁联合 还在想着如何扩大门店规模的时候 熊白州已经在资本的世界里遨游了 陆远飞有点苦涩 他站在银信大厦的底下仰望 牢牢记住这栋 即将让周美电器 蜕变的固定资产 突出一口气 转身离去了 好在陆大公子 被熊白州玩弄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心里的韧性都提高了不少 居然没有被打击得完全气馁 只想着去剑叶和万雪松等人 商量应对方略 广场上负责银信大厦安保的 都是四海的麻仔 他们不认识陆远飞 只是看到他跟车过来后 又独自离开 还以为是哪个报社的记者 这些记者做事就是丢三拉四的 采访本都忘了哪了 四海的小弟捡起一个本子 半月后问同伴 你识字多一点 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名字 我们好给人家送过去 同伴拿过来 看了下斐叶和文字 没有写名字 只是内容有点意思 都是关于咱顶爷周美电器的 都写了啥 十三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适当表现弱势 拿下更多资本 十四 起进店的作用不可忽视 积极打造热情的导购员团队 十五 品牌塑造 对其成长大有弊意 马仔随意翻到一页 读了几行字 脸色突然有点紧张了 我虽然理解不了 但感觉很有道理 我们赶紧找一找施主吧 陆远飞没有进入银杏大厦 他可以想象 无非是官员的变脸 和媒体在捧臭脚 至于笔记本 那是陆远飞自己丢掉的 继续跟随周美电器的步伐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从现在开始 周美电器的发展思路 和苏宁联合将完全不同 一味地跟着周美电器学习 迟早被熊白州带进沟里 银杏大厦 其实已经基本竣工了 本来横基地产 就是打算1996年的年初 将银杏大厦彻底推向市场 现在熊白州打包整体买下 对于横基地产来说 的确节省了很多精力 建筑工人在麻利地打扫 大厦内部的卫生 检查水电 还有拆除周围的工棚 工地的人员流动都比较大 现在的很多人 已经不认识熊白州了 尤其当初那批老乡 都留在海州没有回约着 他们都知道 熊白州打算在伊山县 开厂的消息 虽然还不知道那是生产盗版碟片的 但因为离家境和对熊白州信任的原因 几乎都准备进场工作 所以熊白州在这里几乎是个陌生人 曾经的月光坡也被拆除了 变成银杏大厦广场的一部分 果然一切的过去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熊白州笑了笑 最后一个走进银杏大厦 陈庆云正忠心地守在电梯口 这栋大厦共有32座电梯 其中六座电梯是私人电梯 可以直达顶层 不过需要密码才能使用 熊白州搭乘电梯来到楼顶 发现不管是官员还是记者 都聚集在宽大的中空玻璃边上向外跳舞 实在太壮观了 站在这里能够俯瞰整个月城 左右没有任何遮挡 所有静态和动态的景观都被踩在脚下 纵横交错的交通道路 构成了月城的血脉和骨验 拔地而起的高楼推动着月城 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 汽车小得好像米粒 竹江也成了一条绚丽的丝带 晴空一鹤排云上 电影诗情到必消 不知道谁情不自禁地 引诵了一首古诗 但是却非常的应景 陆重秀正在打电话 首先发现熊白舟的道路 他挂了电话后走过来说道 我和银行打过招呼了 他们半个月内就可以将款额 打向中美电器的公账 这么快 熊白舟有点吃惊了 五个亿不是五百万 这么大数额 要经过很多审查手续的 一般三个月都不算长呢 政府的作用 就是为企业保驾护航 解决他们发展中的难题嘛 周美电器是月城的明星企业 为月城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必须大力支持啊 陆重秀慷慨地说道 从犹豫退缩 到主动解决 到尽快解决 陆重秀的态度 侧面反映的 正是周美电器的地位变化 明明说好是渠道商 你却玩起了实业经营 陆远飞很吃惊 政府领导更吃惊 周美电器 以后打算涉猎其他行业吗 陆重秀试探着问道 熊白舟想了想 变真回答 周美电器的布局 不管怎样延伸 门店零售始终是一 其他产业 才是这个一后面的零啊 没有一 再多的零意义也不大 陆重秀心里松一口气 他就怕周美电器 屁股一转 去做房地产了 结果深陷那里的泥潭 不能自拔 这间办公室 准备谁做啊 兰志刚突然转头问道 这是整栋大楼 事业最好的位置之一 刘庆峰回答 这里是我们大老板的办公室 熊白舟笑着走过来说道 蓝司长 有没有兴趣来周美电器 当个顾问啊 那这间办公室就送给你了 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全当抵发工资了 1995年的时候 是允许政府机关的领导 在企业兼职顾问的 只是不能拿工资而已 那当然补贴是不算在工资里的 熊白舟这样说话 显得彼此很亲近 兰志刚高兴地说道 当个顾问没问题 办公室我也不要 你到时啊 给我一张通行证 我能随时来你这里喝茶就好了 呦 兰司长好雅兴啊 平须御风 一室独立 熊老板 记得多寄一张给我啊 宋华也笑着说道 其他领导也说笑着 提出一些要求 本来这些都是带有玩笑性质 但熊白舟却偏偏让人记下 看上去似乎认真地有点傻 但官员心里可不这么想 中美电器上下都很会做人做事啊 明明社会地位将会因为 银信大厦不断提高 但态度依然谦虚 记者们都在不停地寻找适合的角度拍摄照片 倒是全部要放在媒体上公布的 四百米高的月城景色 可不是谁都有机会看到的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熊白舟看了一眼刘庆风 刘庆风会议着说道 诸位领导 中午我们先去月东大酒店用餐 下午在那里召开优秀员工表彰大会 记者会 这样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凑 但没人会有不同意见 记者都在商量如何撰写内容 明天的新闻一定是骇人听闻的 不仅仅是全国第一 银杏大厦的高度在亚洲排名第三 这个假期属于中美电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49章 风景这边独好 清晨的阳光如美酒一样被打开 毫不寻思地洒向人间大地 每个人都能分享到这杯佳酿 唱饮后便预示着美好一天的开始 熊白皱睁开眼 感受身侧轻微的呼吸声 牛过头看了看 王林桥乌发如云般地扑散在枕头上 还有一缕凌乱的发丝遮挡在脸上 只露出娇柔的红唇 熊白皱轻轻将发丝 挽到王美人 紧莹剔透的耳朵后 露出一张春意正浓 粉嫩红润的精致脸庞 蓝色绸质 弟兄睡裙的吊带都滑到肩膀侧面 露出胸前的一片嫩腻雪白 熊白皱悄地起身 王林桥大概感觉到身边男人的动作 微微睁开 轻松朦胧的双眼 这么早就要去上班啊 啊 有些重要客人我需要送一下 你继续睡吧 熊白皱爱怜地扶下头 亲了亲 王美人却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给你做点早餐 熊白皱想了想 上午就是送别领导 不忍拒绝王林桥的要求 便念头答应了 王林桥喜滋滋走下床 也不管绝妙的铜体一扇不整 随便找一根绸带 竖在柔软的腰间 整个身躯都沿着窄窄的双肩 曲曲地细下来 露出修长的腿弯 润则浑远 脚趾头小巧白呢 熊白皱很少进厨房 王林桥也不会答应 他连保姆都没有顾应 随着视野版图的不断扩大 熊白皱在家里吃饭的时间 少了很多 王林桥不会把有限的时间 让给其他人 熊白皱坐在沙发上 打个电视 月东新闻频道 正不出意外地播放 昨日的新闻消息 10月1日上午 电子工业部的宋华副部长 商务部工商司 蓝志刚司长 邮电部信息计划建设司 彭宏伟司长 来月东考察民营企业 周美电器 并受邀参加了 下午周美电器 百城百电项目的嘉奖大会 胡庆春副省长 陆崇秀市长等其他领导 陪同考察 电视画面里 播放着的正是几个领导 在VCD货柜上 关心询问百姓群众的画面 甚至还有几个正面镜头 就对准了爱生VCD 哎 这种官方软广告 真是有钱也买不来啊 老陶欠老刘的人情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光啊 熊白周感叹一句 爱生VCD 在这个假期的销售额 估摸着就要破纪录了 熊白周有点担心 生产线即使加班加点 还是不够用的 产品是肯定早就卖断货了 这一点都不用想象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 陶宇善能不能把别人甩下的支票 和订单完成 新闻还在继续 中美电器是越东的优秀民营企业 更是全亚洲第一的家电零售渠道商 它的营业额 客流 体量 品类 丰富性 远超其他企业 越东电视台 因为是本地媒体 在宣传部的受益下 再加上 周美电器一贯给红包都不小气 所以吹起来 简直没边了 不过现在 周美电器 在亚洲范围内 的确规模最大 尤其银信大厦 也成为周美电器的固有资产 毕竟这个排名 不包括百货公司性质的 综合商场 新闻上又换了一个画面 刘庆枫在昨天下午的 表彰大会上 意气风发的讲话场景 周美电器 除了基于百成百电项目里 优秀员工的嘉奖外 总经理刘庆枫先生 还表示 周美电器将在华南五省 稳扎稳打 拓宽销售覆盖面 年底争取实现 200家门店的盛况 当这两个画面播放完毕后 镜头突然一个切换 映如眼帘的是 将近400米高的银信大厦 刘庆枫总经理 在表彰大会上郑重宣布 周美电器已经整体购买银信大厦 银信大厦是目前中国第一高楼 全亚洲第三高楼 由香港的横基地产设计和建设 周美电器此举 更是在稳固领头羊的位置上 前进了一大步 新闻最后 由胡庆春副省长做了讲话总结 现在仍然有人对企业信资 还是信社 策有纠结 其实南巡讲话 已经清晰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 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周美电器的茁壮发展更是说明了三个有利于 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 标准 胡庆春毕竟是副省级官员 他不能像电视媒体那样撒开嗓子的夸奖 必须要注意政治影响 熊卖周又连续翻了其他台的早见新闻 月城电视台就更没下线了 甚至制作了专题纪录片 跟着镜头看周美 从进货 送货 售后 还有电话追踪服务 顾客采访 完整地把周美电器夸赞了一遍 纪录片的最后 就是在四百米银信大厦的顶层 眺望月城的远方 以风景这边独好 作为专题片的结束语 都来吃早饭啊 王妹人在桌子边呼唤了 熊卖周摇摇头 事宜将早餐端过来 王林桥摆了熊白周夜 还是听话的将小菜和米粥端过来 熊卖周一边吃饭一边打电话 老刘到哪里了 我已经和姚信群在酒店了 等着领导们下来吃早饭 熊卖周点点头 你们先吃 我到时啊 过去喝杯茶 这也就是职业经历人的好处了 地位足够高 还能分忧 看早上新闻了没有 熊卖周又问了 正在看 好几个台都在播放啊 刘庆枫在电话里大声说话 看来心情很舒畅 熊卖周笑了想 你在新闻里的身姿 拙然挺立啊 嫂子有没有紧张啊 老夫老妻了 还紧张跟啥呀 两人在电话里聊了些事情 熊卖周提醒了 月董宣传部门 对中美电器很支持 纵然有政治上的任务 但别人细节上也做得很用心啊 我们要适当地给予些回馈 我到时让赵亚鹏操作一下 刘庆枫答应了 具体怎么做 熊卖周和刘庆枫都不会管的 周美电器市场部 有独特的公关经费 这笔钱 熊卖周特批和销售额挂钩 因为周美电器在时不涉及生产科研 所以和销售额挂钩的费用 只有三笔 售后 公关 宣传 他们也分别代表了周美电器的三大部门 另外 熊卖周想了想 说道 整体搬迁进入银新大厦后 老刘 你做董事长吧 二级部门全部升级为总裁写 会不会太快了 刘庆枫有点迟疑 熊卖周摇摇头 不算快了 我们向来都是提早做准备的 挂了电话后 刘庆枫笑呵呵地对姚信群说道 恭喜你啊 姚总裁 什么总裁 姚信群正在看新闻 愣愣地说道 大老板 是不是把你开掉了 让我去接听你的位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五十章 情商 你现在要接我的位置还有点早 过几年周美电器在行业内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 你可以来轮岗试一试 刘庆枫笑呵呵地说道 姚信群本就灰蟹 他平时都敢和熊白舟开玩笑的 姚信群自然是说着玩的 熊白舟对刘庆枫是非常的信任 而且刘庆枫在周美电器里是拥有股权的 虽然只有2% 但认真算起来那也是股东之一 姚信群连忙摇摇头 门店管理部的事情都给我忙的了 你那个位置还是留给老陈老赵吧 老陈和老赵就是陈建波和赵亚鹏 刘庆枫不接着这个话题 转而解释刚才姚总裁的称呼 老老板准备将所有二级部门升为总裁写 以后你就是门店管理部的总裁了 80层的大厦 你们部门至少能拥有5层以上的使用面积 5层那就太舒服了 现在那种小楼里门店管理部20多人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 哎呀 我道上都坐满了 姚信群叹了一口气 在他们造反前我可以给出一个交代了 刘庆枫笑了笑 随着周美电器规模的不断扩大 二级部门组织框架的设立也需要提升日程 部委领导离开后我要召集建拨他们过来开会 讨论搬迁还有二级部门的机构设置 两个人正说着 宋华他们陆陆续续来到月东大酒店的自主餐厅门口 老刘 你早到了给我们打电话吗 哎 何必在这里等着 兰志刚对刘庆枫说道 领导们昨晚喝的太多了 不忍心吵醒啊 刘庆枫客气地回道 昨天晚上 周美电器的嘉奖大会和记者会友 熊卖州展现了月东地主企业应该有的热情 在胡庆春还有陆重秀的吆喝下 将首都来的部委领导全部管罪了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兰志刚假装生气 下次你来首都出差 我要联合宋部长还有老鹏 把你喝到桌子底下去 兰志刚现在没有一点架子 和刘庆枫说话完全就是朋友关系 如果说他在来月东路上 心里对周美电器的发展思路还有指点的想法 但看完银信大厦以后 这种想法已经完全消散了 中国第一亚洲第三高楼 52个亿的买卖 银信大厦对周美电器形象定位的提升 看似隐形 却又体现在其他人的言行举止上 看似只在新闻里出现 但这种影响力将持续很久很久 熊老板呢 电子工业部的宋华副部长没看到熊白周 就问了一句 宋华是副部级领导 刘庆枫态度郑重很多 大老板现在还在路上 月城上班的早高峰太磨人了 宋华摆摆手 那你让他不要那么早过来 昨晚他也喝了不少 再说我们有手有脚有嘴的 还要他给喂饭不成 怎么叫喂饭 那是为领导服务吗 熊白周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门口进来 满面春风的快步走过来 和几个人握手 领导们今天就要走了 真的不留几天 除了我还要打扰熊老板一段时间 宋华让秘书拿过了一份文件 这两天我要去格力 还有TCL转一转 熊白周接过文件 这是宋华的日程安排表 本来副部级官员的安排 要遵从保密原则 但宋华知道 熊白周也是个大盲人 提前将自己时间安排告诉他 方便熊白周 留住时间商量晶圆厂的事情 新加坡的半导体晶圆厂 这是宋华来跃动的主要目的 不过在银信大厦曝光之前 宋华未必会将自己日程安排 主动说出来 熊白周看完宋华的日程表 也没有就这样还回去 他把姚信群喊过来 嘱咐道 我们派两辆车 跟着宋部长的车队 你亲自负责一下 姚信群 以后将是周美电器门店管理部的总裁 熊白周介绍他 而且为了提高规格 直接就用上了新称 宋部长叫我小姚就好 姚信群将名片递上去 宋部长有什么安排 都可以直接吩咐 现在市场上 经理头衔是漫天飞 总裁还是有点分量 周美电器的部门总裁 更有分量 宋华也没有自大导 让姚信群负责自己日程 联盟推脱 哎呀 白周 你要是这样做 我下次来越东 就再也不去你那里喝茶了 宋部长 你又走不知 姚信群为什么得到熊白周欣赏 除了能力出众以外 讲话分寸掌握得很好 他没让这句话来到熊白周面前 主动挡了下来 我是门店管理部负责人 香山和惠阳都有周美电器的门店 宋部长去视察工作 我也是视察工作呀 哦 宋华大笑一声 不再纠结这件事了 也许受熊白周这个创始人的影响 周美电器上上下下 都很会做人做事 囤积的综合性人才也比较多 难怪发展得这么迅速 这些部位领导里 由电部信息计划建设司的司长 彭宏伟对周美电器和熊白周 其实没太多好感 一是因为陆远飞 二是因为马长奎 看到熊白周和宋华谈笑风声 再加上准备离开阅读 他好像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宋部长是检查电子工业部的下属企 熊老板怎么也把宋部长当成了领导一样 TCL 格力 长虹这些 都是国企性质的生产厂商 地方政府虽然是管理单位 但隶属单位都是电子工业部 所以说是宋华去检查也无可厚非 宋华听到彭宏伟不音不扬的话 皱着眉头 这是暗讽熊白周拍马屁了 90年代 电子工业部和油电部 差不多是两个冤家 因为功能有重叠 职权有交集 两个部位领导经常吵架吵到国务院去 当然 这两个部门改制后 合二为一变成了信息产业部 也是后来的工业和信息部 这个时候宋华不方便说话 兰志刚咳嗽一声 刚要打圆场 熊白周却在一旁笑着说道 哎 TCL和格力都是州美电器的重要客户 宋部长是他们的领导 对州美电器来说就是领导的领导 我们服务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兰志刚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心想 熊白周好高的情商啊 以兰志刚部位司长的积累 自然不会觉得情商高只是会说话而已 情商其实是一种情绪管理能力 因为熊白周说话时的态度云淡风轻 很显然没有被彭宏伟语言影响 因为有这种管理情绪的能力 才有这么精彩的应对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五十一章 不做政委好多年 熊白周虽然在家里吃完早餐 但仍然陪着部委领导又吃了一点 然后 兰志刚等人 在刘庆峰安排下 前往白云机场 这次来越城 这些首都来客对周美电器影响很深 所谓千寻长处建功力 与细微处建增长 不管是旗舰店里 整齐的商品摆放和热情的导购态度 还是顾客认同的口碑和管理层的谦虚真诚 全都体现了周美电器极高的工作标准 还有熊白周 这个周美电器的缔造者 几乎将所有舞台灯光 全部让给了刘庆峰 但他永远只在需要出现的时候开口 平时却低调的好像个符号 那一说话就能成为厂上的焦点 兰志刚在商务部里分管工商司 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企业领导 有始终一言不发的 有一直高谈阔论的 熊白周还是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 到时可以研究一下 飞机上的兰志刚闭上眼 凭借对商业资本的研究和工作经验的积累 他知道周美电器和银信大厦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一次 现在只是社会刚接受这个消息还在反应过程中 这个社会太浮躁了 人心浮躁 资本浮躁 而熊白周的做法 相当于给这个浮躁社会装上一根印线 一旦爆炸 周美电器可能借机涅槃 白日飞升 也可能江河俱下 水泥石沙 希望熊老板能做好应对准备吧 南志刚叹一口气 商人的逐力 自私 血腥等特性 将马上表现得一来五 周美电器只有经历这次考验 资本市场才会真正接受其现在的地位 南志刚说的没错 中央电视台的五间新闻栏目 居然也播报了周美电器的消息 当时熊白周正在爱生电子厂 和陶宇善商量 扩大VCD产能的具体事项 但电视里的新闻 却让熊白周皱起了眉头 中央电视台 素来以公开性 针对性 准确性 注成 所以他们对周美电器的播放 就比较中立 不像越东地区的夸张 也没有其他省市的羡慕 熊白周本来也没指望中央电视台播放 所以这些都没放在心上 不过后来新闻栏目里 本台特约评论员却吸引了熊白周的注意 这个评论员先是赞扬了周美电器 适应时代大事 发展自身特点 服务社会群众等做法 但也从税务 发展速度 还有这种大厦的购买情况 提出了浅显的疑问 顺便把私营企业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成长框架 做了总结 熊白周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 回到三层小楼 召集周美电器 所有管理层开会 曾敏和周美脸上的兴奋 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 毕竟只凭借4亿贷款 加5亿银行贷款 还有部分股权 硬是撬动了52亿的商业大厦 现在所有媒体节目 都在播报周美电器的新闻 群众对周美电器的认同感越来越高 在华南五省县级单位的门店铺设 将比百城百店还要轻松吧 老板 现在街坊都说 咱们和国企一样值得信赖了 周美喜滋滋的汇报 就是啊 穿着咱们公司的制服 回头率都高了点呢 曾敏也笑着说道 熊白周也很开心 全部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啊 熊白周一边说话 一边拿起茶壶给自己倒茶 这些小事 他偶尔也会自己动手 哗啦啦啦 茶壶一直清醒 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 熊白周却视若无毒 任油溢出来 撒在桌子上 看到这一幕 本来轻松的办公室气氛 突然变得沉静下来 只有流水一声 滴滴答答 从会议桌上流下去 老板 水满了 周美小心翼翼地提醒一句 他有点担心 大老板是不是欢喜过度了 可看他眼神清明的样子 又不像 老板 满了 周围忍不住 大声提醒 这一次 熊白周好像才反应过了 看了看满桌子的水字 懊恼地说道 呀 我以为这杯子 可以无限装满的 老板 你没事吧 周围真的开始担心了 每个杯子 都是有固定凉度的 超过那个标准 就要溢出来 巴探 熊白周放下了茶壶 看着周围认真地说道 我觉得 不仅杯子是这样 世界上的人和事 都是有尺度的 诸位 熊白周双手放在桌上 不管不顾茶水 仅是了高档的西服衣袖 早试着 跟自己打拼到 现在的熟悉面孔 与众心肠地说道 或西服所以 伏西祸所服 这句话 想必大家都听过吧 周美电器发展至今 历经大小困难无数 但总是能妥善地解决 那是因为 我们知道 那是困难 所以能够积极想办法去解决 比如受到 静安电器的针对 当时舆论上 铺天盖地 都是周美电器 经济链不稳地论调 比如邀请邓黎君女士代言 我甚至 人生第一次进了警察局 可是最后 我们都成功地化险为夷 不仅化险为夷 而且还反败为胜 将这些困难 转化为周美电器 发展的垫脚石 那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这些是货 处于弱势的我们 谨慎应对 挨兵必胜 熊白周语气并不激烈 但态度却非常诚恳 可是现在 我们却觉得成功了 再没有任何困难了 我觉得 当认知出现问题 那周美电器 离真相也越来越远了 周围这才知道 熊白周 故意下个套在这 眼眶有点红 毕竟熊白周 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人 活生生站在眼前的 商业巨子 引导自己 从刚毕业的大学生 来到数字资本世界里的 领路人 他轻轻吸了下鼻子 问道 老板 那 到底什么才是 证据的认知呢 熊白周点点头 周围性格里的可塑性 还是很强的 自己把他放在这个位置 不仅仅因为专业能力 对自己忠诚 坚韧 和善于学习 也是重要因素 正确的认知 就是我们仍然欠着一笔巨款 社会上某些势力 对我们的真实财务状况 表示怀疑 熊白周语气 突然变得严肃而激烈 所以 我们要理清自己的头绪 认清自己的位置 然后 打消外面对我们的一切误解 将那帮心怀鬼胎的狗东 送去吃屎 这个会议 熊白周开了很久 并且拟定了 如何应对的措施 周美电器官吏层 脸上的轻浮与兴奋 明显收敛了很多 再会后 刘庆风走过来 瞧瞧说道 这种会 只有你能开 一是 我还没认识到 这里的险恶之处 二是 我也没有这个魄力 熊白周笑了笑 唉 不做政委好多年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52章 锅里的和丸里的 所有人都觉得 周美电器现在是幸福的 街坊群众将更加的认同信任 固定资产的置入将稳定企业的社会地位 多个媒体的报道将提高社会影响力 总之 未来是一片光明 但是熊白周却看出了隐藏水面之下的问题 管理层的骄傲自满 敌对联盟的虎视眈眈 甚至还卷入民营企业 姓资还是姓资这种政治问题 熊白周现在 很少对周美电器的具体事务指手画脚 以刘庆丰为首的管理团队 可以妥善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但有三个方向是熊白周必须罢口的 第一就是企业的发展框架 比如说 摆成摆电计划后 到底是向外省扩展 还是稳固现有基础 第二就是企业文化的塑造 员工是构成企业的要素之一 员工的情绪 则是影响企业文化的主要原因 所以 熊白周对这方面非常重视 小小的偏差 会在制度的约束下慢慢恢复 但偏差太大的时候 熊白周就要化身正伟 而提面命一股思甜 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总之 先让管理层的认知 重回正确轨道上 第三就是 人际关系的协调 有些场合 刘庆枫出面也解决不了问题 熊白周就要进行兜底 看完会议后 周美电器管理层 明显冷静了很多 他们能够沉下心 整理相关的税务资料 市场资料和门店资料等等 不过想要解释清楚 必须要有 腾基地产的旁证 熊白周看了下时间 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也不知道 郭子贤还在不在办公室 喂 你在家还是在 横基大厦 熊白周在车上 拨通了郭子贤的电话 在家 郭子贤那边 可能也没闲着 回答得简洁而干脆 那晚饭 我去你那边吃啊 熊白周说道 啊 郭子贤应了一声 然后嘟地挂了电话 唉 摸不透的女人 熊白周摇摇头 郭子贤也没有在香港待太久 就返回大陆了 现在横基 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郭子贤要在越东坐镇 省元清轻车熟路地 把车辆开到 嘉义花园的别墅去 熊白周按下门铃后 保姆看了看 是熊白周 表情愣了一下 郭子贤没和你说 我晚上在这里吃饭吗 熊白周进门后问道 就是天双筷子而已 还要专门说啊 郭子贤正坐在 一楼的客厅里看文件 穿着一身淡紫色的 丝绸领襟睡衣 绣管是半截的 露出洁白晶莹的小臂 脖子修长优雅 肌肤光润如玉 面容精美沉静 下半身的睡裤很严实 延伸到脚踝处都被遮住 只是包裹在屁股上 才勾勾勒出一片浑云性感的曲线 中美电器现在那么火爆 联系你在新加坡的座围 现在东南亚商圈都晓得你的大名了 怎么有空来寒舍吃点粗茶淡饭呢 郭子贤没看熊白晶 金丝眼镜下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散落的资料上 熊白晶脸皮厚实 魂不在意 自然而然地将西服脱下来 递给佣人 大步坐到沙发上挨着郭子贤 两人腿靠在一起 熊白晶都能感受到 丝绸睡库下的温润 郭子贤也没有躲避 甚至说懒得躲避 只是继续手里的工作 熊白晶嗅着 来自郭子贤身上的振振幽香 抿了一口用人端来的茶水 这次说道 现在中美电器 是荣光下的危机四伏 我还得尽快解决呢 不然就要被拖入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这种 无聊却有朱心的争论中 周美电器 不能做政治势力的炮台和棋子啊 有这么严重 郭子贤抬起头 看着熊白晶 开始是看不出来的 都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 一步步慢慢试探 周美电器的反应 熊白晶很肯定地说道 所以啊 我打算主动公布 周美电器的财务状况 包括和横基地产 这次购置大厦的欠款协议 我以为你会坚持不妥协 只管埋头做好企业内部的事情 不管舆论的风言风语 郭子贤注意到 熊白晶白色的衬衫 居然有茶水的意境 这种情况 以前是比较少见的 语气突然温柔了很多 熊白晶叹一口气 顺手就摸上郭子贤 弧度优美的后背 嘴里回道 大陆和香港总归有些不一样的 虽然本质上还是大同小异 但这次横基地产 要出面帮忙了 熊白晶说着话 手掌就伸进郭子贤的睡衣下吧 因为在抚摸的时候 感觉到郭子贤没有穿内衣 正准备享受一下 软滑嫩腻的时候 郭子贤突然开口叫道 紫贤 你给熊白晶拿一件睡衣 他衣服湿了 郭子贤 他不是在港大教书上课吗 熊白晶第一反应是 郭子贤在炸自己 可马上二楼就有个声音 正是郭子贤了 熊白晶来了 他都没和我说啊 嘶 熊白晶快速把手缩了回去 看到熊白晶紧张的动作 郭子贤笑得是特别开心 甚至还从脱鞋里伸出水润匀成的脚踝 故意蹭在熊白晶小腿上 眼神清澈妖容 横击地产出面帮忙没问题的 但还是先帮你换件衣服吧 干什么 干什么 熊白晶咳嗽一声 听到郭子贤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近 屁股稍微挪远一点 公共场合要注意素质 保姆看着呢 郭子贤下来后 看到自己姐姐笑颜如花 熊白晶似乎有点窘迫 一时问道 姐 怎么回事啊 啊 熊白晶刚刚调戏我了 想摸我后背 郭子贤居然实话实说 我没有 熊白晶委屈地分辨一句 明明还没伸进去嘛 熊白晶 你这样可就不对了 郭子贤居然直接坐到了熊白晶腿上 他只穿着淡蓝色的迷你短裤 嘴唇上涂了淡粉色唇彩 卷翘的睫毛忽闪忽闪 吃着碗里的 敲着锅里的 你说是不是渣男 也不等熊白晶回答 郭子贤居然轻轻咬了熊白晶耳朵一下 然后对郭子贤说道 严格来说 可能我们都是锅里的 碗里的可能是姓王的那只妖精 郭子贤哼了一声 别把我戴上啊 我和这个人清清白白的 没什么勾当 嘿嘿 没勾当 他会专门去新加坡找你啊 郭子贤走过去 搂住郭子贤的手臂 凌晨四点的海棠花未眠哦 死丫头 你偷看我日记 让人嘻嘻哈哈 在沙发上玩闹起来 熊白周尴尬地摸摸头发 心想 如果以认识时间为标准 那王林桥 大概也是过里的 碗里的那个 还在读书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53章 为什么要冒着风险买大厦 银信大厦有正规的预售许可证 本来计划是首付款17亿人民币完全到账 中美电器才可以获得银信大厦的使用权 当52亿购置金全部还完 中美电器才可以获得银信大厦的过户主权 吃完饭以后 谷子贤和熊白舟再次来到客厅前 历经头绪 不过 鉴于横积地产和中美电器的良好合作关系 即使首付款没到账 中美电器也随时可以进驻银信大厦 我子贤谈论商业问题的时候 总是一丝不苟的神色 熊白舟想在他这里占便宜有点困难 在首付款的17亿里 7个亿是熊白舟出售神秀控股的股权换来的 5个亿是银行贷款 5个亿是周美电器的销售款 银信大厦总价52亿 周美电器还欠着35亿 根据协议 如果这笔钱还没还光 周美电器拥有的只是银信大厦的使用权 不过 郭孝胜大手一挥将冠名权也让给了熊白舟 熊白舟现在欠郭氏家族的人情已经太多了 所谓狮子多了不怕药 熊白舟直接不客气地收下来以后 并打算改成周美大厦 广场也将命名为周美广场 至于三十五亿的欠款 郭子仙看了一眼在旁边的郭子敬 说道 横姬看在子敬的面子上 按照银行最低额度收取利息 但约定的还款日期必须到账 不然到时 我们拥有的就是神秀控股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股份了 横姬地产的资金链比较充足 再加上熊白舟承诺三年内还光这笔欠款 在违约条款上 熊白舟用神秀控股的股权做赔偿 所以郭子贤考虑后 决定横姬地产把这三十五亿欠款承担下来 这些都是之前约定好的协议 熊白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现在我也是个债台高中的房奴了 郭董就是我的债主啊 房奴这个词现在还比较少见 郭子敬听了觉得好笑 他对这些商业操作根本听不懂 只是觉得熊白舟这样做太累了 你公司发展得那么好 为什么要欠这么多钱买楼啊 拿这么多钱去破设店面不好吗 郭子敬双手抱着膝盖 歪着漂亮的脸蛋问道 因为商业上的可负质心啊 熊白舟回答道 郭子敬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周美电器的员工未必没有这么想过 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周美电器的经营模式 一年两年时间可能琢磨不透 但是三年四年以后 有些人再笨也能够琢磨出一点味道 如果几方势力抱团和我竞争 再复制周美电器的发展模板 那周美电器的迎面就没那么大了 所以啊 周美电器必须远远地甩开它们 如果拉开本质上的层次差距 它们就会熄灭复刻的心思 你是说宋宁联合 郭子敬突然问了一句 周美洲没想到 郭子敬居然知道 国内家电零售行业的复杂关系 看来 他是真的下过功夫了解了 其实这也是横积评估这笔 投资型生意需要考虑进去的 周美洲点点头 啊 其实啊那是一帮很强大的力量 张静东有铺设门店的经验 就是野心小了点 陆远飞有野心 只是经验不足 万雪松有钱 但没有渠道关系 周静才和杜建安有渠道关系 但没有太多现金 而且 把周美电器推入设资争论漩涡里的 应该也是这帮人 他们的抱团 无意中互相弥补了彼此缺陷 所以在苏宁联合配合嫌熟积累信心之前 周美电器要达到一个让他们望而生畏的位置 周美电器不管开多少家门店 苏宁联合都会感觉有追上的希望 可是 当52亿的大厦助力眼前时 明知道这种固定资产的购入 会给周美电器带来质的变化 但他们却不会复制这种操作 苏宁联合的股东太多了 导致力量也不会集中 所以不能向熊白州任性地做出 鼓注一致的决定 因为周美电器只是他一个人的 熊白州可以冒着巨大危险进行这种操作 苏宁联合谁敢这样操作 首先拿不出这么多钱 贷款的话 其他人也不会答应 这也就是熊白州的经营策略 和眼光独到之处 看到郭子敬还是有点不理解 熊白州想了想 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解释 乞丐会嫉妒收入比自己高的乞丐 但是他会嫉妒一个百万富翁吗 郭子敬听了 王尔一笑 银县大厦对周美电器的影响不仅于此 表面上的提升 除了看得见的资产评估 其实看不见的影响更多 所以啊 我才宁愿负债拿下银行大厦 企业负债经营其实是常态 事实上 良性债务在某种意义上 就代表负债人的一种经济能力 熊白州转头问郭子敬 我懂难道不是评估了我的还债水平 所以才同意这宗交易的吗 邢老板可不要没良心 郭子敬假装本着脸 我搭理熊白州 明明是双爷的交易 再说 我爸还搭上个闺女呢 不应该是两个吗 熊白州在心里悄悄地反驳 在国庆长假即将结束的时候 越东税务部门和银监部门 突然联合对州美电器的财务进行抽查 并对州美电器与横积地产的大宗买卖细则 进行了审核 审查结果发现 州美电器按时纳税交易合法 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性质的洗钱活动 这只是越东电视台和报纸上一条小小的新闻 但是这几天甚嚣沉上的政治争论 突然眼气息鼓 毕竟争论的核心当事人主动放下面子 接受调查 州美电器看似输了一句 老百姓却根本没察觉这个问题 甚至根本不关注 他们只是觉得 州美电器在那么多电视台播放宣传 又有全国第一高的大厦方式 企业可信度在不断提高 哪里知道看似繁荣的场面 多少次在暗礁旁经过 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陆远飞马上就肯定地说道 这就是熊白州主动操控的一场秀 不然税务和银间有几个胆子去查熊白州 他妈的我真以为熊白州的性格会不服输的一根筋 甚至收买媒体打嘴仗 哪知道他这么快就怂了 熊白州哪有那么傻 杜金安走到窗户前 一抬头就看到了那栋高四百米的大厦 威风凌凌地插在月城大地上 打嘴仗是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 一旦夹杂在政治斗争里 再有能量也是斑身碎骨啊 能屈能伸真的难办 杜金安叹了一口气 何止难办啊 陆远飞心情很沉重 看似我们赢了 其实什么都没得到 熊白州看似输了 但银行大厦却是他的 苏宁联合已经看不到中美电器的背影了 而且我们还要提防熊白州的报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54章 收套进行史 其实熊白州和陆远飞等人之间 也说不上报复 周美电器和苏宁联合 在行业里天然就是竞争对手 不过 熊白州是可以接受一超多强的局面存在的 这个一超自然是周美电器 多强可以由苏宁 国美 大中等其他企业 共同瓜分剩下的市场 毕竟这是个璀璨的时代 它既不会阻止自己的闪耀 但也覆盖不了其他人的光明 很显然 陆远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推崇霸权主义 独占凹头的同时 又想遏制其他竞争力量 平心而乱 熊白州在占据行业龙头位置的先决条件上 发展策略更多的是 提高周美电器的服务水平 塑造企业形象 参与电器生产厂商的价格制定体系 了解各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 适合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 这些全部是堂堂正正的商业操作 甚至银信大厦 都可以说是着眼未来的自我保护 不过苏宁联合这一次 想把周美电器退入政治火坑中 已经超过了熊白州容忍的底线 既然不想和平发展 那只能商场上见分享 陆建安和陆远飞 其实都很忌惮熊白州的行动 因为熊白州一旦有所动作 那基本不给对方留后路 果掘狠辣 釜底抽薪 把建业留给那些人真是太可惜了 毕竟六朝古都气宰人文 情怀风韵流传千古啊 熊白州淡淡地想着 当刘庆峰率领团队 设置二级部门的人员机构 并安排周美电器 整体搬签计划的时候 熊白州抛下这些具体事物 再次来到了爱生电子厂 老唐 有没有好消息和我汇报啊 熊白州笑眯眯地下了车 陶玉山走过来 一脸熬夜后的眷入 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要听哪个 好消息吧 最近周美电器那边 忙得我晕头转向 说你好听的 让我开心一下 熊白州一边说 一边来到了生产厂房 检查流水生产线的实际状况 好消息就是 在您下车的那一刻 我们又接到了 两千台VCD的生产订单 陶玉山瞅着脸说道 你确实好消息啊 老陶你愁眉苦脸的 做什么 熊白州奇怪地 看了一眼陶玉山 那坏消息呢 前面的订单 还有一半没完成呢 熊白州听了 沉默半声 的确是甜蜜的烦恼 但坏消息是你的事 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老陶你要加油啊 啊 陶玉山愣了一下 大老板 什么时候也这么调皮了 熊白州走进生产厂房 看着操作工人 熟练把各项配件组装起来 心想 还是年轻学生 精力旺盛 陶玉山的样子就知道 他一定连轴转地 安排了生产任务 测试组 要确保每一台生产出来的VCD 经过严格检测 不然 影响的还是周美电器的声誉 老刘要和你玩命的 熊白州不负责任地叮嘱了 测试步骤 总体来说是脱胎于万业 我又把原来258无线电厂的一些标准 加进来 确保VCD的清晰度和稳定性 熊白州点点头 他也不会真的什么都不管 问道 那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陶玉山心里一喜 这也是 大老板又亲自解决问题了 生产方面 我和老陈辛苦一点 完全可以安排妥当 只是实在没有精力 兼顾研究所的建设了 熊白州嗡了一声 爱生电子 本来在今年国庆 进行了广告宣传 再加上 蹭了一波周美电器的大热度 这种生产上的火爆场面 将持续很久 甚至可能延续到1996年 1995年 VCD的总销量 大概在60万台左右 1996年 就会突飞猛进到600万台 可是 在今年国庆之前 VCD市场 才吃掉10万台 也就是说 至少还有50万台的额度 还可以发掘 甚至 因为周美电器的 蝴蝶效应影响 最终结果可能要超过50万台 只要看爱生VCD 接到的订单数额就知道了 就连苏宁联合电器 都过来寻价了 不过熊白州觉得 张静东反应还是太慢了 他先寻价 然后王新彤再提价 这样一来一回 至少在VCD项目 就要损失数百万的销售 你没时间见过 那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熊白州接着问道 能够通过熊白州的面试 独立负责一大块业务 说明陶宇善的基本素质 还是能够让人放心的 他不会只和领导提出问题 自己却没有方案应对 高头那几个专家 都有这方面技术积累 尤其谋少华 还有王哲超 如果对研究所的建设 提一些宝贵的意见 那必然能够提高 爱生电子的整体科研水平 熊白州长着一颗蹊跷玲珑心 立马听出陶宇善 话里有话 笑着说道 老唐 你心里瞎琢磨什么呢 陶宇善一脸正气地回道 老唐是个粗人 但也晓得帮企业和国家 留下人才 熊白州不搭理他 自顾自走向四海影像制作的院子 大老 熊哥 鼎爷 各种称呼纷纷响起 熊白州走到椅子上 坐下来 老柳最近怎么样 我们给的经费充足 那狗东西 几乎每天都带着那个亲戚 吃吃喝喝 白灯威不愤地说道 那个亲戚就是谋少华 熊白州点点头 这就是他要做的任务 花点钱算什么 把他叫过来 为了应衬柳道德的社会身份 鲁力存也给他配了一个手机 所以很快 柳道德就来到小院了 不得不来呀 因为四海总是有两个小弟 寸步不离地跟在柳道德身边 名义上是充当保镖司机 实际上也有看守的意思 哟 刘总好久不见啊 熊白州笑呵呵地和柳道德打招呼 太长时间没见到熊白州 柳道德都没反应过了 只是微微汗手 啊 你好 看架势 似乎还沉浸在表演的角色里 白灯威要动手提醒他回归现实 熊白州摆摆手 温和地说道 我是熊白州啊 老柳还记得吗 这下柳道德终于想起来 熊白州到底是谁 他就是这群凶人的大佬 也是这场戏的总导演 哎呦 熊爷丹丹 你老人家气色还是很好啊 托刷刘总的福啊 吃麻麻香 熊白州笑嘻嘻地问道 你那个表弟到底什么态度啊 他一直不同意留在国内啊 柳道德悄悄地看了一眼熊白州 发现他表情没变化 根本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 要不再给点时间 我再劝劝 柳道德试探着问道 不了 熊白州站起身 拍了拍柳道德的肩膀 没那么多时间 我再亲自劝一回 老刘 你也准备做事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55章 手套进行时 二 熊白州亲自作动 设宴感谢高通公司的四名通信专家 因为OmniTrax卫星定位系统 已经安装完毕 实际检验后 随时可以将项目完结 越东国际酒店的贵宾房 宽敞明亮 舒适豪华 每一个装饰点 均透着车柜 熊白州做事的习惯是 扬谋为主 阴谋为辅 当然 大部分时候 是两者皆用 不过 由于性格特点 和修炼积累原因 体现的外在形象 都是坦荡和温和 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奠基石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我替连通快递的苏总 感谢四位专家的技术指导 也替爱生电子的陶总 感谢你们的点拨意见 熊白州在主位上 举着酒杯热情地说道 因为这套OmniTrax 卫星定位系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 联通快递 所以熊白州替苏汉金感谢 又因为安装系统的地点 在爱生电子 在半个多月的相处时间里 除了谋少华以外 王哲超 武涛和李茂新 都对爱生研究所建设 提出了很多先进观点 这也是熊白州 代表陶宇善感谢的原因之一 不过奇怪的是 苏汉金和陶宇善 都没有参加本次的酒席 反而带着四海里那些 不懂技术 不知道管理的门外喊 这就说明 熊白州不想让真正的 企业经营者参与进来 知道的越多 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一方面 增加泄露秘密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也可能影响熊白州 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进而影响和谐的上下级关系 好在谋少华等人 是技术出身 对生活的细节方面 缺少关注度 相反 面对熊白州诚恳的感谢 王哲超 古涛和李茂新 也都客气地应对 熊老板太客气了 这段时间承蒙您照顾 祝熊老板生意兴隆 他们会说的 就说两句应酬的场面话 不会说的 也知道说句祝福话 总之 大家都维持着场面上的和谐气氛 只有谋少华 表情淡淡的 既不热情 也不刻意冷落 熊白州心里点点头 这是极度不在意的表情 看来 这位美国人 的确对中国 没有太多的留恋 其实啊 我对你们掌握的知识 非常羡慕 既有理论水平 又有实操经验 我旗下的企业 在发展框架 资金盈利 市场占有上 都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在技术科研方面的 竞争力不够啊 熊白州敬酒后坐下 谦虚地和他们攀谈 王哲超想了想 说道 我觉得 艾生电子的技术积累 在国内同类型的 电子厂里 已经很先进了 陶厂长 一边安排生产 一边组织技术工程师 对艾生VCD 进行产品升级 从结果来看 不管是图像稳定性 还是清晰度 都要比第一代 艾生VCD 进步很多了 熊白州知道 陶宇善在做这些事 可还是摇摇头说道 啊 也是快要触摸到天花板咯 虽然相比较大部分企业 艾生把科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甚至经费和销售额挂钩 不过受限于国际上的技术封闭 我们还是落后的太多了 如果要是能吸收一两个 像折钞或者冒心这样的人才进来 就能提高我们的研发速度和上限了 熊白州感叹式地说完 然后 抬起头在四个人脸上扫了一笔 王者超有点惊讶 古涛和李茂心互相对视 他们还不知道 怎么应付这种赤裸裸的招来 其实 卢力存之前 已经旁敲侧击的 暗示过很多次了 各自心中也明白 甚至 还和家里人商量过这种问题 熊白州提出了直白的要求 其他三个人都有点沉默 四海的人也不敢吱声 唯有牟绍华一个人 拿着筷子 夹着酥脆排骨 在嘴里嚼着 导致房间里严肃的气氛 显得有点怪异 陆里森皱着眉头 他觉得这个牟绍华 情商太低了 不仅不尊重主人 也不尊重这块土地上的文化 你可以自诩是外国人 但在这块土地工作 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习惯 不过 熊白州似乎 没有听见这个奇怪的声音 脸上带着微笑 眼睛含着期待 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古涛和李茂欣 其实也在犹豫 卢力存之前只是试探 但没有说出薪水情况 说明他不能做决定 但熊白州是真正的金主 两人都等着熊白州谈待遇 正在这时 王哲超突然说话了 如果熊老板不嫌弃 我愿意试一试 熊白州都没想到 王哲超会第一个统一留下 虽然他早已经表现出 回国发展的意图 呀 王博士如果驱救了爱生电子 我愿意将研究所所长一职 虚伪以待 掌握制定项目 研究计划 实施方案 组织研究队伍 聘请主人工程师 把握研究方向等等重大权限 熊白州很干脆地回答 这也就是相当于首席科学家了 爱生内部 也有很多出色的技术骨干 应该从他们之中挑选 王哲超虽然有预料 留下后肯定有很好的岗位 等待自己 但熊白州 直接把爱生电子技术岗位的 最高职务办了出来 他下意识地就想推辞 咔嚓 咔嚓 谋少华咀嚼的声音 依然在继续 甚至干扰到熊白州的正常谈话 熊白州的表情是一点都不在意 只顾着和王哲超交流 王博士作为杰出的 半导体芯片制造硬件工程师 高通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在硅谷的待遇我了解过 以爱生的工资体系来说 我给不了那么多 薪水只有你在美国的三分之一 听到这番话 谋少华的咀嚼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似乎还笑了下来 熊白州将这些人的举动映入眼底 神情依然热露 不过作为爱生电子厂的技术领导 收入是可以和项目挂钩的 现在我国电子行业正蓬勃发展 如果有项目成熟后 走向市场盈利 那就非常可观了 而且你在越城的车房 我们都会替你安排 如果有亲属来越城找你 爱生也可以帮忙接待 这算公司小小的福利吗 熊白州笑着说道 虽然薪水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我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 薪水肯定不是主要因素 王哲超郑重地说道 刚刚熊老板所说的 车房和亲属接待 美国的企业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 不同于国外的契约精神和竞技精神 这是一种带着温度的文化 所以我期待在爱生电子厂 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五十六章 收套进行时 三 如果正常发展下去 熊白洲是可以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流明的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行业 比如说家电零售连锁门店 快递物流 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等等 他现在的许多行为 也一定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 乃至剖析熊白洲的性格特点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出身曹吗 严格来说就是没读过书的混乱 但他对江湖里的其他势力也最为雄狠 动辄赶尽杀绝 不过他并非很利冷血的商人 熊白洲为人大气 有容忍之量 却是许多合作伙伴的评价 他积极创办希望小学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并将服务意识融入企业发展框架中 对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极为宽厚 第三 熊白洲也有自私的移民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女人 她遇到喜欢的总是会忍不住动静 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甚至在家国情怀动力的驱使下 熊白洲会强行改变别人的选择 眼前就有这样一个人 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被改醒 虽然经过熊白洲的改变 他日后的成就其实会更加辉煌 但到底不是本人的选择 甚至是被迫之下的举动 熊白洲低下头 注视着酒中里淡黄色的茅台酒 他看上去有一种琥珀色的粘稠 摇晃起来却又轻烈透明 说明这是真正的贵州茅台 熊白洲刚刚和王哲超碰了一个满杯 中国人有自己的酒厂潜规则 那杯酒喝完 对王哲超来说 就是愿意来到百生电子厂就职 对于熊白洲来说 就是承诺提供爱生研究所所长的杠门 王哲超应该很少喝白酒 酒入喉咙 脸瞬间就红了起来 熊白洲酒量甚好 神色没有任何改变 白灯维醒目地站起来倒酒 这个油滑的大流氓 现在听话乖巧地像个孩子 谢谢啊 熊白洲礼貌地刻起一句 这是他的习惯 他又端起酒杯 对古涛和李茂欣说道 不知道两位博士 有没有兴趣来爱生电子啊 带领我们实现技术上的 阶级跃迁 熊老板高抬了 哲超的经验和水平 都比我们要丰富 陶厂长和成功 也很有创新能力啊 古涛到底是从小在国内长大 说话也比较谦虚 进退之间也留有余地 所以我们想考虑一下 李茂欣客气地说道 熊白洲点点头 这两人不管怎么样 要留在这边维护系统 家属亲人都在国内 而且他们也应该知道 中美电器和爱生电子的关系 面对舆论上如此炸裂的 中美电器消息 熊白洲的综合实力 在这两个北游博士心里 呈几何数增长 现在只不过是代价而过 也可以说是 中国文化另一面的体现 矜持 熊白洲笑呵呵地 和两人碰里面 没有多说话 但无形中 似乎达成了一种约定 如果用一句酒场的话来概括 那就是都在酒里了 这两个也算搞定了 熊白洲夹了两口菜 压一下酒气 余光扫了谋少华也 不仅是熊白洲 桌上的人都悄悄地 看着谋少华 这个清高自傲 技术精湛 还是高通公司 半导体解码实验室 主任工程师的美国人 不过熊白洲没有立刻端起酒杯 稍稍皱紧眉头 似乎在思考 白灯威有些奇怪 问身边的鲁立存 那老怎么回事 不是还剩下一个谋少华吗 我们忙活这么久 有一大半是为了他 鲁立存想了想 有点不确定地说道 是不是在犹豫啊 犹豫什么 不忍心下手 鲁立存自己 都有点不相信 你放屁 白灯威觉得 鲁立存瞎胡扯 大老兄前一阵子 送静心的四个破该 下去卖咸蛋的时候 还在闲时地钓海鱼呢 不忍心这次语 会出现在大老兄身上 我说的不忍心 不是心不狠的意思 就是 就是 鲁立存觉得 自己语言词汇 不够用了 那你别说了 白灯威不高兴 和鲁立存说话 亏他还是四海大管家 自己大佬什么性格 不知道啊 杨蓉都他妈 沉海底快一年了 现在说熊哥 做事不忍心 在白灯威心中 大老兄就是杀伐果断 城府深沉的萧雄 再说 牟绍华这种态度 白灯威觉得 社套都是客气的 其实鲁立存没有猜错 熊白州的确是犹豫了一下 这种犹豫 是对未经允许 从而改变 别人人生轨迹的 真实情绪反应 熊白州的思想 虽然在动摇 但看上去 却是面尘似水 人态很平静 只是牟绍华 本人却觉得难以理解 自己是四个人 里能力最强的 经验最丰富的 博士工程师 参与了高通公司 多项产品的研发工作 可熊白州 挽留了其他三个人 却忽略了自己的存在 他是觉得自己没价值吗 这样一想 牟绍华就觉得 心里有点浮躁 所以 当熊白州 终于站了起来 短着脚走过来的时候 牟绍华主动开口说道 熊老板 不必欺负我 我是美国人 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以后 死也要死在美国 熊白州 刚走到一半 现在被这话堵的是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日你妈的狗东西 输点王族的狗汉奸 陆立存咬着牙低声骂道 以熊白州在 越城江湖的地位 他站起来要敬酒 哪个大佬 不得端着酒 攻身小跑过来 现在让一个狗汉奸 当面嘴臭 陆立存觉得 必杀了自己耳光 还难受 熊白州还是走了过去 看着毛绍华 客气地说道 我一开始啊 的确想劝 牟宫留下来的 只是 没有指示 牟少华突然打断 即使我愿意留下来 可你把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给了王者超 还有什么岗位适合我啊 他打量一下熊白州 你的位置 还是陶宇山的位置 白灯威忍不住站了起来 狠狠地盯着牟少华 坐下 熊白州沉着脸喝道 我在的地方 有你放肆的空间吗 白灯威立马坐下 但是扭着头 再也不看谋少华 他真的担心 大老兄离开后 自己把这个坡该 用麻袋丢进珠江里 熊白州斥责了白灯威 转过来 脸上又是一片温和 真诚地解释道 老陶的位置不能给你 他要负责管理生产 爱上电子离不开他 牟宫要坐我的位置 我愿意给你 不用了 牟少华摆摆手 尽量想把不屑的态度 藏起来 任务已经忙完 我也很快要回美国了 中国这地方 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来了 牟少华也不喝酒 只是简单地端起水杯 放在嘴边润了一下 此时 就连古涛他们都觉得 牟少华不是个玩意儿 爱生电子上下多客气啊 照顾得多孕点 何必这样做人做事呢 现在 熊白州给人印象是 脾气真的很好 因为他都没有一点发火的征兆 自己默默喝完酒 把礼节做到 这才笑了笑 说道 我们中国人讲究缘分 告别时很少说再见 一般都会说 欢迎再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五十七章 收套进行时 四 熊白州进完谋少华 然后就准备告辞离开 我那时有点事 需要出差 王哲超等人都表示理解 熊白州是主人 在月城经济领域的地位 也比较尊重 他亲自设宴 在礼节上 已经算是尽善尽美了 不过 柳少华当面拒绝 那熊白州也实在没必要 留下来再陪伴了 热脸贴身冷屁股 还真以为心胸有多宽广 柳少华心里淡淡地说道 但也跟着众人 站起来送别 只是不向王哲超他们 主动握手 他站在人群后面 不痛不痒地看着 直到熊白州走出酒店大门 鲁立存推了下白灯薇 收拾好情绪 准备做事了 就等这一天了 老子要玩死他 白灯薇看了一眼 某少华 冷冷地说道 酒言之前 熊白州定下一个规矩 如果这顿饭 他吃到了最后 那说明就不要收套了 前妻的付出也不算什么 就当和柳道德这个江湖骗子 交个朋友 熊白州不需要认识柳道德 但四海却需要这方面的资源 毕竟鸡鸣狗道 哪天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如果这顿饭 熊白州吃到一半离开了 那就说明开始收套 因为收套的时候 他要离开院城 排除自己动手的可能性 熊白州离开后 这顿饭也草草地完结 在回酒店的路上 王哲超一个人走在最前面 古涛和李茂鑫走在中间 不时地交谈 牟少华走在最后 四个人因为不同的选择 奔成了三个排名 不过在电梯里 牟少华突然说道 Alex啊 你真的要留在大陆吗 你是新加坡人 不像他们是大陆人 Alex是王哲超的英文名 牟少华对古涛和李茂鑫 不是很瞧得上 觉得他们在大陆学习的知识 还处在专业领域的皮毛水准 这个博士是假博士 不过王哲超 却是斯坦福大学博士比 而且他的主攻方向 还是半导体芯片硬件制造 和自己的软件解析 正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但可以确定的是 王哲超的科研水平 回新加坡 也能够在任何晶圆厂里 当上主任工程师 甚至首席科学家 现在 王哲超却准备来大陆 当一个小厂的研究所所长 牟少华就想劝劝他 不要走弯路了 哪知道 王哲超根本不领情 我只是新加坡国籍 但钟爱的是北国冰封雪飘 南方江花四火 东有山道怂雨 西有长河落日 血缘的认同感和文化上的归属感 让我觉得这块土地才是真正的家 而且国内经济形势正在腾飞 爱生现在只是一个小厂 但熊先生和陶厂长 都是极具长远目光的管理精英 我如果能在爱生电子厂一展报复 总能够对爱生电子有所推动的 阿尔白姆的电子厂在1995年的国内已经不算小了 但在王哲超看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 而且他除了透露出强大的自信和目标 也展现出对中国文化较深的钻研 一句话里四举诗 他们分别来自沁元春 一江南 关沧海 和史之赛上 形容的也正是中国东西南北四个地域的规律景色 某上华是不能理解这种心境的 就比如抗战时 为什么许多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舍身来到前线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在国外享受良好待遇的科学家愿意回来 历史的发展 总是理不开人的因素 但人的因素就必须考虑情感上的选择 况且 九十年代的大陆正是发展中的潜力股 但从寻找致富机会的角度上考虑 王哲超的决定都可以说是很有前瞻性 某上华愣了一下 Alex 你可是和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的 离职后三年内不能在同类型企业工作 我回美国后要和德雷克先生汇报这件事 王哲超笑了想 胡说话 自顾自回到酒店房间了 这场交谈不欢而散 某上华躺在床上 心里有浓浓的不甘 忍不住拿起手机 活通柳道德的电话 什么 爱生电子 有什么资格抢留你们 了解情况后 柳道德激愤的声音 立马在话筒里传了过来 他们老板似乎就熊白周是吧 他敢不放人 我叫人疯了他的场 也不用这么对立啊 某上华回忆起熊白周诚恳的态度 他觉得这个人应该还不错 对科研人员也很重视 只是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天真 饶过熊白周吧 好歹也算共事一场 某上华大度地说道 某上华对柳道德投资集团老总的身份 一点儿没怀疑 随行有保镖司机 豪车随便更换 甚至还有香港牌照的宾利和凯迪拉克 住的也是五星级大酒店 谈吐之间颇为豪爽 举止也很大方 某少华没想到 自己表哥居然能有这样的发展 不过他的身份和自己交流 总还算对等 那行 既然你说不和熊白周记者 那就放他一条生路 你先休息 晚上我接你出来 今天试试你一直想要的玩意儿 听到这句话 某上华内心居然有点期待 他一直不满意大陆严格的进度制度 在美国 他经常会在头昏脑胀的实验后 享受一点从骨壳液提取出来的晶体化合物 提神醒脑 这玩意儿也叫做可卡因 柳道德那边刚挂了电话 白灯为酒噼里啪啦地扇在他头上 奉场是吧 饶了熊哥是吧 我看你现在胆子要包天了 柳道德一边抱着头格挡 嘴里一边分辨的 白大爷 白大爷别打 别打呀 我只是为了更加逼真啊 逼真你就敢乱说话 白灯为还要打 卢里森制止了他 老柳 下次说话注意点 那 这是你今晚的道具 两根烟和一小袋白色粉状物 这烟里面 有可卡因的成分 你的任务就是让他点燃 其他的我们会收尾的 那 那他会不会坐牢啊 柳道德有点忐忑地问呢 怎么 还真对你这个表弟有感情了 白灯为拿起 含有可卡因的卷烟 放在鼻子上 深深地秀了一下 然后 有点不舍地放下 熊白昼的规矩 就是不许碰毒品 谁碰谁剁手 白灯为还想留着这双手点钱呢 他本质上还是个好孩子呀 柳道德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们国家法律 对其实十克以下可卡因的行为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陆立存为了让柳道德放宽心 就解释道 这两根烟里 差不多都在三克以下 拘留是够了 坐牢倒是不必 柳道德稍微放下心来 对他而言 十五天拘留算什么 全当休假了 记得 把这一包也塞进他兜里 陆立存 指着白色粉末包装 叮嘱道 柳道德拿起来掂量一下 这得超过两百克了吧 白灯威似乎猜到柳道德心里所想 一脸嬉皮笑脸的样子 在我们国家超过五十克以上 白灯威将手比划成枪的样子 抵在柳道德脑袋上 碰 死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58章 封口上的猪 当接到某少华因为吸食毒品而被拘留的消息时 熊白州已经在穿雨了 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宋华参观了香山的格力和惠阳的TCL 根据计划将前往绵阳长宏进行考察 熊白州和他约定一同前往 长宏也是周美电器的重要客户 而且熊白州准备和宋华在飞机上商量晶圆场的初步计划 等级前 熊白州收到一条鲁力存的消息 安排妥当 随时收网 熊白州表情很平静 只回复一个赞 可 回复完毕 熊白州关机后又继续和宋华谈谈起来 这两人都坐在商务舱 熊白州有钱 宋华是级别够了 可以享受商务舱待遇 哎 油店部那帮人 得势的时候是爷爷做来 弱势的时候是孙子姿态 飞机上 宋华正和熊白州说起 油店部的种种不规范做法 比如说 今年长虹的销售额 可能突破百亿 油店部就有人指出 长虹在市场上垄断做法 就算长虹存在垄断心理 那也是电子工业部的家事 需要油店部跳出来指责吗 谈起油店部和电子工业部的恩怨 真的说起来 足足有一本书那么厚 尤其现在国家计划委 后来的发改委 弄出一个国内电子企业 百强名单以后 电子工业部和油店部 经常因为下属企业的排名先后 炒得是不可开交 去年国务院拨付的基建费用 差不多赶上国防预算了 可大部分钱都流向了爱立信 摩托罗拉 高通这些海外电子厂的怀里 宋华不屑地说起 油店部的可笑行为 一点都不忌讳 熊白州只是个民营企业家 其实侧面也反映了 熊白州的社会地位 能够听到这些八卦信机了 他们自己没什么技术力量储备 也没有勇气在新技术上 追赶海外的移动通讯设备上 甚至担心下属通讯器材企业 受到国内民营企业的竞争 宋华看了一眼熊白州 感叹道 哎 铜电为尘 我为不齿啊 熊白州只是点头 却不说话 宋华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油店部 即使消息传了出去 油店部的领导 也不能拿它怎么样 熊白州虽然 对油店部也没什么好感 但却不能像宋华这样公开评价 一旦传出去 熊白州的嘴巴是舒服 但旗下的企业也会遭人惦记 中国毕竟还是官本位思想的国家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 民营企业总是有夹缝中求生存的感觉 长袖善武 两边不得罪才是最符合企业利益的做法 熊白州不经意地把话题转移出去 也不知道爱生电子在百强排名能够排多少 宋华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 基础数据记得很清楚 他想了想 说道 今年电子产品市场 前半年最火爆的依然是彩电 后半年就是VCD了 不过因为这是个新兴行业 今年是肯定比不过彩电的 明年也未必 后年可能有机会 1995年的VCD销售额应该在60万台 市场总价应该有20个亿 明年发的10倍大概有至少200个亿 1997年全部体量应该有500个亿 不过从1998年开始 VCD市场就因为进入门槛太低 又没有统一的量化技术标准 行业鱼龙混杂开始走下坡路 不过后面几年也至少还有一百多亿的市场 这短短两三年产生将近千亿的销售额 谁能抓住这昙花一现的机会 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百分比 谁就能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 当然对熊白洲来说 VCD市场只是赚快钱的工具 爱生电子的后期技术转型之路 才是真正应对时代变化的战略目标 眼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关于金元厂 松华看熊白洲没这声 还以为是自己没解释清楚 继续说道 在电子百强榜单上 过亿的销售额是个门槛 十亿的销售额基本可以稳进前三十了 长虹的百亿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名位置了 那爱生电子应该有些困难 过亿的销售额应该勉勉强强 但也仅限于此了 过亿的销售额大概在三万坛VCD左右 仅仅一个国庆长假陶宇善街道的订单 就超过一万五千台 三万台的订单 这个月内就可以达成 不过熊白洲还是尽量说了谦虚 哎 爱生电子似乎也只成立一年的企业吧 真厉害啊 宋华赞赏他 熊白洲笑了笑 只是运气比较好 站在时代的风口 就算是只猪都能够飞起来啊 熊白洲把爱生电子和自己比喻成猪 宋华摇摇头 那周美电器呢 熊老板 总不能恰巧地把两只猪都赶到时代风口吧 其实 宋华颇为可惜 周美电器没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 忽然 以他的销售额妥妥地排进榜单前十五了 好在 他和通讯产业联系也不大 油电部也不能拿周美电器做文章 熊白洲和宋华都是很有耐心的人 并没有一开始直接谈晶圆厂 而是从国内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趋势为出发点 并围绕油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矛盾 慢慢地引申到晶圆厂的落户作用 落户困难和战权百分比上 其中落户以后 对产业的推动作用都不需要多谈了 不管是8毫米还是12毫米的晶圆厂 至少国内企业在VCD芯片的生产上 可以不用依靠国外的公司了 如果再有国际顶尖的半导体公司 例如海基电 德宜 斯高百 高通等企业的经验丰富技术工程师指导 那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上马手机等研发项目并非难事 其实 这也是熊白洲的打算 可是在控制权上两人产生了分歧 宋华觉得 艾生电子毕竟是私营企业 应该不会和电子工业部争抢控制权 熊白洲的确不会 因为他直接不做了 宋部长 如果部委坚持要占据晶圆厂的控制权 那我可以作为中间人 带位斡旋沟通 积极促进电子工业部和邱先生的会面 但艾生电子决定退出晶圆厂具体引进安排了 宋华一看 熊白洲居然打算退出晶圆厂的引进落户事项 连忙解释道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看这些还太早 秋何年之前 从没透露过出售晶圆厂的打算 哪知道 熊白洲去了一次新加坡 坦了两个小时 就增大了引进晶圆厂的希望 宋华怎么敢在这个时候 放熊白洲离开 万一本来能成功的任务失败了 自己要算是民族罪人了 其实 这又是风口上的猪理论效应了 秋何年打算出售晶圆厂事 都没考虑过大陆 只是熊白洲的谈话内容 给了秋何年很大启发 再加上 李氏家族公然在婚礼上抓人的举动 让秋何年觉得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三国时的诸葛家族 蜀得其龙 胡得其虎 韦得其狗 确保三方势力 不管谁赢了 诸葛家族都不是输家 虽然秋何年很少参与政治 但是 从风险投资的角度出发 也不应该只和台湾靠得太近 雨露均沾 多边平衡 才是现代跨国企业的中庸之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五十九章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构想 金圆厂是熊白州事业布局的重要棋子 不过 如果电子工业部 又占据空股权的意思 熊白州不会和部委争强 甚至还会在前期协助电子工业部接洽秋鹤年 不过 自己将打消参与的印象 熊白州十分了解体制内的做事风格 一旦他们占据了决定权 首先影响的就是工作效率 其次 设计发展也不能按照熊白州的思路来推动 所以 为避免到时闹出嫌隙 不如提前把原则性问题说清楚 爱上电子 必须占据 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控制权 不然 熊白州还是会想办法 引入金圆厂落户 只不过 到时将绕过电子工业部 拉上地方政府 一样可以促成事情的落实 如果在中国 第一座金圆厂的电机仪式上 分管产业发展的电子工业部领导 却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看 宋华想想都觉得不能接受 这时 宋华才第一次认识到 这个外表看上去 儒雅温和的年轻老板 在某些关键点上的坚持 在互相探知对方底线后 熊白州和宋华 都聪明地不再继续讨论控股权的问题 正如宋华所说 八字还没撇呢 合作中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也很正常 都是要在磨合中 寻找各自利益的最佳切入点 我们这边要拿出自己的诚意 比如说落户的地点 管理科研团队的打造 还有收购的价格等等 这些都要在邱先生 下一次来大陆前拿出具体方案 这样才有讨论的空间 熊白州开始讨论具体的准备事项 宋华点点头 不过 他想知道熊白州的安排 于是问道 熊老板有没有想过在哪个城市落户 熊白州大概能明白宋华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从熊白州自身利益出发 岳城是最合适的地方 熊白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全部在这里 靳元厂这个项目很特殊 全凭熊白州一个人肯定是拿不下来的 肯定需要当地政府或者电子工业部的协同 当然最好是全部都有参与 这样对三方来说 熊白州获得利益 电子工业部和地方政府获得政绩和名声 国家层面能够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进步 关于落户问题我有几点想法 不过还不太成熟 请宋部长指点一下 熊白州谦虚地说道 不敢不敢 熊老板的意见非常重要 宋华也客气地回答 第一 靳元厂的前期落户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不管从资金还是政策方面 所以二线以下城市不再考虑范围内 因为他们的城市收入吃不下这块蛋糕 宋华顶顶头 熊白州说话还是很客气的 能够有实力支撑金元厂落户的城市 全国不会超过十个 第二 落户城市要有活跃的电子产品发展市场 这样金元厂才有足够的需求性 熊白州这也是在委婉的暗示 越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越城又是电子产业发展最发达的城市 临近香港 地域上最合适 第三 金元厂的维护和建设离不开技术人才 所以当地要有顶尖高校的学术氛围 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力量 实现高级人才与前沿技术的双向交流 那第四呢 交通方便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城市构建与国际接轨 第五 熊白州刚要说话 红尘甜美的声音在客机里回答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 我们即将降落荣城双流机场 为确保通讯安全 请您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已经系紧 手机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南衡航空感谢您的谅解与配合 谢谢 这么快就到了 宋华有点惊讶 熊白州笑着说道 我觉得啊 很多事情没来得及汇报 但如果用相对论来解释 宋部长知识渊博 我学习聆听得太专注 所以时间不知不觉就流走了 哈哈 宋华大笑了两声 熊老板 不要给我带高吗 你刚才所说的第五点是什么呀 啊 第五点啊 熊白州组织一下语言 由于晶圆厂的产能和技术革新 会给当地电子产业发展 提供强大支撑作用 所以 我想以爱生电子和晶圆厂为主体 建立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源 园区内部全部入住电子企业 哪个城市能支撑产业园计划 晶圆厂就落在哪个地方 熊白州说得很坦荡 但宋华却听得是暗暗心惊啊 这个人做事格局真是庞大 相比较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园 银信大厦似乎都不算什么 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的时候 熊白州解释呢 产业园的主要目的啊 是为了孵化我国电子行业的自主技术 从VCD项目就可以看出来 在高新技术实物链中 国内电子企业若是不发展 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 与核心原件技术 最终只能处在这条实物链的末端 成为国外厂商的实物员呢 所以啊 在国内技术全面落后 国外技术全面封锁的今天 我们这样做 才能减少产业链上浪费的无效环节 熊白州指着机场上的地勤车 和保障车说道 另外 好比地勤车服务于飞机一样 电子产业的发展 还需要相关配套企业 比如生产VCD的模具 这些配套企业也可以纳入园区啊 形成完整的生产加工程序 直到下了飞机 宋华还沉浸在熊白州的架构中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形势 吸引企业投资 增加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国家早就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设置 不过 以一家企业为主导的技术产业区 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 如果从技术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还有资金投入的数额来计算 这个产业园的设立 似乎并不过分 宋部长 上次在燕京给您汇报工作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机场外 长虹董事长倪润峰 带着一帮人正在迎接 宋华这才从恍惚中反应过来 熊白州悄悄退到后面 掏出手机看着 不断叮叮叮闪现的讯息 熊老板 我是高通沈丽清 老陶说您出差了 我有急事 请求您帮助 大老板 沈女士来厂里找您 如何应对啊 熊哥 毛上华成功入套 他还以为兜里的那包面粉 也是可卡印 在派出所里 吓得哭了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六十章 雪中送炭的熊白州 绵阳长虹电子厂的高规格接待食堂里 工厨交错 退杯换站 倪润风不知道 第几次举着酒杯 和熊白州对应了 哎呀 熊老板 你可真让我大开眼界啊 国内第一高楼 都被周美电器 不声不响地拿下来 哎 我们再干一杯 哪里不声不响了 我还专门开个会 向你们接待呢 现在啊 我就是外表看上去 还算光鲜 但一般都不敢上街 因为总能碰到债主 熊白州开玩笑地说道 宋华和熊白州来到长虹后 以倪润风 匪力匪气的做事方式 不要说宋华这个部长助理 就算是电子工业部的部长 于建明亲自来市场 倪润风也是照惯不悟的 一是由于倪润风的霸道性格 他领导下的长虹在市场上凶悍凌厉 与采电行业进现霸气老大哥的风范 二是长虹在1995年近百亿的销售额 在电子企业百侨名单高居第一 这个成绩让倪润风拥有了和宋华平起平坐的地方 不过宋华和熊白州都不是省油的灯 两人不仅酒量好 挡酒的手段也很熟人 就算实在挡不住 他们也能拉着倪润风一起喝 结果三个人差不多喝了八瓶茅台 倪润风年纪大了 说话也是最早绕舌头的 白州老弟啊 你没有别的缺点啊 喝酒爽快 性格大气 没就是 太谦虚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 还只是拿着螺丝刀的小电弓 你这种成就完全可以活得跟张扬 宋部长 你这个年纪也就是普通办事员吧 倪润风又看看宋华说的 宋华的胃早就翻滚起来 不过倪润风的迎接方式从来都是这样 在部位里也很有铭记 宋华和倪润风也不是第一天打交的 来串鱼之前就知道 酒桌上这一遭是免不了的 听到倪润风问自己 宋华担心他又怂恿长虹的其他经理和自己敬酒 连忙说道 哎 白州年纪应该也不大 就算他二十二好了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啊 刚成为电子院校最年轻的任何老师 每个月一块八毛钱的工资 还要存一块娶媳妇呢 哈哈哈哈 倪润风放肆地大笑起来 宋华虽然比他年轻 但还是算一个年代的人 这些经历只有深刻体会的人才会有共鸣 倪润风笑完后 啪地又站了起来 举起了杯子 老嫂 我们再喝一个 为了那一段 虽然痛苦 却又不曾忘却的记忆啊 宋华已经快到临界点了 他自然要推吐 嘴里还骂道 我认你妈的 刚刚你明明和熊白州说话 怎么又来找我喝 倪润风也看出来 宋华快吐了 不过 他是一定要把宋华喝倒下的 马上找各种理由一定要让宋华喝下去 让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熊白州的手机再次叮叮地响了起来 倪润风脸上不高兴 白州你怎么回事 喝酒还一直看信息 我们长虹的酒是不是不够味道 为什么说酒场无大笑 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下 神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言行举止 少了谨慎 多了随意 倪润风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熊白州也没放在心上 呀 穷家值万贯 麻烦一楼筐 公司有点急事 说不定还要倾用下长虹的坐机 那你去旁边的房间 打电话 在这屋会影响我们喝酒的情绪 倪润风好像在感人 但其实这才是他经验老练的敌 长虹内部食堂的每个包厢都有坐机 不过这种时候还抑制了骚扰熊白州的信息 说明事情很急切 倪润风表面上是不愿意熊白州来打扰自己性质 其实是把单独空间留给熊白州 他担心的是酒宴会影响熊白州解决问题 要不怎么说 事事洞察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红尘名利场里多的是演员 耳朵听到的并非就是事事 归根到底还是要误 长虹的办公室副主任马上站了起来 客气地引导熊白州来到隔壁房间 然后关门离开 信息基本都是沈黎清发过来 原因都在短讯里解释清楚 首先于信号基站问题 1995年的手机还没办法割审通话 不然沈黎清非把电话打爆了不可 熊白州稍微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然后根据沈黎清留下的座机号码 拨了过去 喂 是熊老板吗 电话里马上传来沈黎清的声音 说明他就在电话旁边的 沈经理不好意思啊 我刚看到信息 陪着电子工业部的宋华副部长来穿鱼了 熊白州还想解释原因 哪知道沈黎清直接就打断了 没关系 我才应该道歉 在您出差的时候打扰 主要是事情太意外了 沈黎清说话的腔调非常紧急 怎么能不急 高通的工程师在KTV包厢吸食毒品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沈黎清收到消息 还以为电话是骗子冒出警察打过来的 直到在潘云分局里 一个叫戴志云的副局长 严肃地告诉沈黎清 牟绍华卷烟里还有可卡因成分 烟头上沾有的唾液就是证物 牟绍华的表兄就是人证 他已经承认自己和牟绍华 的确吸食毒品 沈黎清差点没晕过去 牟绍华以为这是在美国吗 中国政府对毒品的打击力度 可以说是世界之罪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 沈黎清要把事情问清楚 方便采取营救措施 现在不好说 卷烟里的可卡因含量虽然不大 但他身上还有一包280克的白色粉状物 我们已经送去化验了 戴志云离开前还提醒式地说道 我们国家私藏200克以上的毒品 最低都是无期突袭 虽然事情很严重 但沈黎清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他压了好几口气 才把情绪稳定住 一边和高通公司汇报 一边四处找关系搭救 不过 别人听说 一丝200克以上的毒品 一般都客气地挂了电话 有些人还甚至劝他 不用救了 活妥的一颗子弹呢 但沈黎清责任心很强 没有放弃 他知道 熊白舟在月城很有能量 可打电话却不在服务区 沈黎清赶去爱生电子厂才知道 熊白舟已经去了川云 沈黎清倒是没有怀疑过熊白舟 毕竟这个套埋得很深 呀 沈经理不要慌 我现在回月城吧 熊白舟在电话里 稳重地说道 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了呀 沈黎清心里自然期望这样 虽然高通总部那边 也正在拖关系了解情况 但隔着一个太平洋 哪里能有熊白舟这个政协委员出面方面 不麻烦 我们和高通是朋友关系 我现在连夜回去 熊白舟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沈黎清再次和总部汇报后 高通总裁德雷克 听说熊白舟不顾正在出差 就往回赶 用半调子的中文 南南字语 静上天花意 学中宋太难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61章 限制出境 熊白舟回到酒桌上 歉疚地表示 自己要连夜赶回岳城 宋华和倪润峰都没有太吃惊 也没有刨根究底的问原因 他们都是颇有智慧的社会精英 理解熊白舟肯定是 有必须回去的理由 我让厂里的司机 送你回去机场 可惜今晚没把你灌醉 暂时欠在这儿啊 以后去岳城再讨回来 倪润峰还有点不甘心 熊白舟笑着回道 你懂下次来岳城 我让你一天24小时 都在酒缸里泡着 接着熊白舟又走到宋华面前 握手告别 领导 公司有点事需要处理 下次我去燕京 再找您汇报工作 我会积极地做好相关准备的 虽然倪润峰不算外人 但因为晶圆厂太过重要 熊白舟没有直接说出来 宋华虽然喝得上头 但心里还是知道 子丑一谋的 他手上使了点劲 白舟好好努力 我回去后会和于部长请示的 请示的内容自然是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晶圆厂这两件事 其实也可以合二为一地讨论 毕竟高新技术园就是为了欢迎晶圆厂的落户而筹建 晶圆厂的落户也将会推动技术源科技水平的整体进步 熊白舟离开后 泥润峰被外面的晚风一吹 脑袋开始清醒过来 我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熊白舟今晚本就打算离开 为什么这么说 宋华奇怪地问他 他这个身份怎么可能出门不带随从 单身艺人 是不是早做好了回去的准备 泥润峰柔了柔发胀的脑袋说道 熊白舟哪里知道外职内戏的泥润峰已经看出端倪 不过即使真的发现也没有影响 熊白舟在飞机上睡了一觉 出机场看到沈丽清居然也来接机了 闻到熊白舟身上浓浓的酒味 沈丽清非常不好意思 这明显是正在应酬的时候 返回来的 牟绍华主持的半导铁芯片解析实验室 是高通研究架构里最重要的一环 德雷克当初也是因为熊先生的要求 才把他派过来指导安装的 因为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就是牟绍华参与研发的 沈丽清想解释一下牟绍华的重要性 这样显得自己着急才有道理 啊 难怪牟博士工作时总是举重若清的样子 原来心中有定数啊 熊白舟微笑着说道 熊白舟自然知道牟绍华的能耐了 陶宇善要算国内无线电通信电子行业管理技术综合能力最强的那批人 但他都表示牟绍华无意中提点的两句可以极大提高研究所的建设标准 那说明牟绍华和王哲超在科研上的惊艳眼光远远超过国内水平 王哲超是半导体芯片的硬件制造工程师 牟绍华是软件解析工程师 而且两人在无线电信息传输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语 不过牟绍华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国际市场上存在的电子产品芯片进行分解 半导体芯片制造实际上就是晶体管排列组合的过程 它们虽然个头很小 但是内部结构非常复杂 尤其是其最核心的微型单元 成千上万个晶体管 晶体管的排列方式不同 也就导致了产品功能不同 比如说这种排列方式是电视 那种排列方式是影碟机 牟绍华的工作就了解各种方式所体现的作用 从中抓住产品的特点和核心 这就是雄白周花大代价要将牟绍华留下来的原因 如果牟绍华肯为雄白周所用 即使VCD项目是赚快钱的 但牟绍华愿意花立即改造 纵然比不上三星 菲利普等高密度实验室出来的产品稳定 但一定远远超过 现在市面上万艳 爱多 齐生这些国产品牌 更何况 随着爱生电子规模的扩大 尤其雄白周对手机有浓厚兴趣 并打算引进晶圆厂 筹建高新技术延续 原来的技术带头人 程吉安的水平和积累已经不够了 更不用谈萧飞这些年轻人 不过 牟绍华和王哲超的技术积累 可以稳坐首席科学家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积累 还有思维方式的理性 他们都可以引导 爱生电子厂的工程师 发散思维 跃迁思维 创新思维 从而带动爱生电子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 如果说 王哲超这类型 在国外晶圆厂还有聘请回来的可能 那牟绍华基本是请不到的 所以 这也是高通和沈丽清着急的原因 沈云青开着车 一路急迟来到叛与公安分局 市桥派出所门口 沈丽清正要下车 熊白州却拦住了他 你晚上来过这里 他们都知道你身份 但是我去看看吧 沈丽清觉得有道理 默默地点点头 熊白州下车后 也没有立刻进去 而是让盛元清拿一瓶矿泉水 就这么蹲在马路边上 起了把脸 沈丽清看了看手表 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 看着熊白州 燕烧处的疲惫 心里的感动 已经溢出来 你好 我找代局长 熊白州客气地 对值班警察说道 您是熊正邪吗 值班警察站起来询问 熊白州点点头 代局在二楼的值班宿舍 我现在通知的 值班警察很惊讶 他没想到 让一个分局副局长 等这么晚的人 居然这么年轻 谢谢啊 熊白州客气地道谢后 就在大厅里看了 这么晚了 还有警察在审讯室里工作 一个脸上戴着疤痕 戴着手铐的男人 坐在不远处的条凳上 漠然地注视着地面 熊白州叹一口气 如果从月城的治安角度来说 自己是做了很大贡献 四海里的许多人 如果不是熊白州约束和阵势 并且提供稳定工作的机会 那些没有一技之长 性格好斗争盛的年轻人来月城 很容易在灯红酒绿中 迷失自己 熊老板 戴智云的声音在后面传来 熊白州转过头 笑着说道 呀 戴哥 好久不见了 哎 你别叫我戴哥 要是让谢局知道了 还以为我占他便宜呢 戴智云苦笑着说道 熊白州发展速度 比火箭窜身还快 一年多前 还是普通工人 现在已经是月城政协委员了 资产累积深厚 背后关系往复杂 并且与月城公安局局长 谢云明交情亲密 戴智云能从所长 变成潘于分区的副局长 熊白州在里面 做了不少工作 熊白州也不强求 直接问道 牟上华怎么样 情绪有点崩溃 主要还是因为那包面粉 他还以为是高程度可卡因呢 熊白州点了点头 先别告诉他真相 物照扣下来没有 扣了 那能限制他出境吗 熊白州又问了 毒品来源不明 限制出境问题不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62章 世事如奇 熊白州和戴志云 边说话边抽烟 聊的内容 就是一些家常理短 谋绍华的事不方便说得太细致 因为说透了 就好像嚼烂的甘蔗也 不仅没有味道 还要寻找垃圾桶丢弃 我一会儿 四海集团的鲁力存也过来了 他先和戴志云客气地打个招呼 然后对熊白州说道 大老 高通的沈经理在外面呢 我知道 让他先等等 我们抽完烟再说 熊白州平静地回道 说完 熊白州又分别给戴志云和鲁力存 扔了一只特供 对戴志云来说 熊白州这人很有本事 不仅生意做得轰轰烈烈 而且为人讲究 又很有原则 许多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所以熊白州的社交脉络很深厚 戴志云自己就是个例子 他小姨子周薇 就是周美电器的财务部负责人 周薇开始上班 还偶尔透露自己的心事 但那时就要比戴志云高很多了 两三个月以后 周薇就绝口不提了 可他先买了辆车 最近又在筹划买房 戴志云曾经开玩笑似的 打听周薇现在的收入 但周薇嘴巴紧得好像上了锁 更不要想知道任何周美电器的内部事宜 所以周薇全家对周美电器的信息了解 也和普通街坊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熊白州刻意放出什么新闻 那就接受什么新闻 熊白州打算树立打造什么样的形象 那就看到什么形象 戴志云想多了解一点点内幕都不能的 他都很敬佩熊白州 用什么魔力让周薇这么听话 不过 有一件事情的发生 还是让戴志云感觉到熊白州现在的巨大能量 那就是戴志云从派出所所长 升任潘于分局的副局长 在整个体制内来说 从政科级变成副处级 小的好像石头丢进大海 不声不响的没什么浪花 但是对戴志云个人来说 不仅稀里糊涂 而且惊喜交加 喜的是植物生鲜 惊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活动 哪里会有这种好事落到自己头上啊 后来 还是粤城公安局的局长谢云明亲自接获了 首先戴志云有成绩 因为他在几次抓捕活动中表现出色 尤其在上次公安部点名夸奖的 假名户人口拐卖集团负面事件里 戴志云立下了功劳 当然 这份功劳仍然是熊白舟送给他的 还有一个原因 熊白舟和谢云明经常有应处交往 甚至在陆重秀面前也提过戴志云 有成绩 又有熊白舟帮忙活动 戴志云升迁理所当然 不过 并不是天河区的分局副局长 而是郊区的分局副局长 戴志云已经很满意了 天河的位置很重要的 多少人都盯着 叛逾虽然是乡下 但毕竟级别提升了 最关键的 这应该是熊白舟的想法 戴志云不知道 熊白舟到底有什么企图 不过这些事情都不重要 世界上没有白白的午餐 人家花代价 帮他弄到这个位置 肯定是有所图的 不过 熊白舟却很少提要求 就算这一次 牟绍华吸食可卡因事件 戴志云也仅仅是正常的旅行职群 收到举报信息 抓人 审讯 拘留 看上去 好像在配合熊白舟的行动 但整个过程 却都是在依法办事 甚至 还要严格很多 因为毒品来源 查处不清楚 戴志云准备提请 限制牟绍华的自由出境 当然 这也是熊白舟的意见 可仍然是有法可依的 这件小事 还不足以抵消熊白舟 帮戴志云活动到这个位置 戴志云也从没有询问 因为到时候熊白舟肯定需要他的配合 其实 熊白舟的基本盘很简单 在他的脑海里有一张宏伟的设计蓝图 从VCD到手机 从晶圆厂到高新技术产业园 全部围绕在矮生电子厂附近 熊白舟筹划引入晶圆厂的时候 就没准备让他离开岳城 不仅如此 产业云也要在岳城 而且具体的地址就在潘瑜 爱生电子厂附近 潘瑜要在熊白舟手里发展成中国的硅谷 岳东省委 岳城的市委 潘瑜区委 肯定是同意这件事的 而且一定愿意花所有力气来推动落实 这对岳城的经济发展 不仅是巨大的推动 而且还是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这项工程耗资庞大 牵扯多方势力 不过熊白舟有极大的信心完成 将戴志云要过来 只是为了在处理日常小事上 减少扯皮的事情发生 这件影响戴志云一生发展的调动 在熊白舟看来 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 产业园建设中的小麻烦 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 熊白舟的确帮助戴志云 实现了植物上的进步 即使将原委明明白白地告诉戴志云 他也肯定会选择 愿意来攀鱼共作 另外 熊白舟并不是直接开口 而是在与陆重秀和谢云明的接触中 不经意地提起戴志云而已 就好像针对毛绍华的收望 熊白舟也并没有指定着这件事 而是一边处理其他业务 一边缓慢地等待机会 事事如其局局心 每个人看似在下棋 可谁又知道自己不是别人的棋子 三个老银枪 吞云吐雾地享受完特工烟带来的舒适 熊白舟才站起身说道 一周后 我来取保后审谋少华 到时还要辛苦待局了 还适当地吃点苦可以 但注意啊 不要受到侮辱 熊白舟本可以今晚就带走谋少华 但这样做 显得事情解决起来太简单 高通 沈黎清 甚至谋少华本人 都未必会有太感激的心思 另外 谋少华性格太过自大 熊白舟决定 用监狱体验 来磨一磨 谋少华的棱角 我知道 戴志云表示 棒在心上 熊白舟离开后 戴志云默然发现 熊白舟的位置上 有两包特工烟 没有开封 这说明是特意留给自己 戴志云眼神很复杂 以熊白舟对自己的帮助 根本不用这么客气 可他总是在不断地堆积这种善意 戴志云现在已经还不掉了 回到车上 熊白舟并没有给出实话实说 只是叮嘱沈黎清 近期啊 不要四处拖关系 解决这件事了 脑袋传到上面 很难收尾的 你既然找我来解决 就不要把一件事 求到两个人门下 沈黎清点点头 一事不凡二主 是最基本的社交规则 另外啊 熊白舟看了一眼 沈黎清 某博士可能要被限制出境 你提前和德雷克说明啊 二百克不明来源的粉末状 晶体能保住性命 已经是赚的了 就不要奢求太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63章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在周美电器新任董事长 刘庆峰的统筹组织下 各部门陆续搬迁进 新改名的周美大厦里 相比较原来三层小楼的拥挤 周美大厦每一层 2500多平米的空间 显得宽敞气派 整个搬迁工作 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从国庆开始 一直持续到10月底 周美电器的办公区域 在55层至80层之间 其中 80层是雄白州的专属区域 300多平米的现代化办公室 还有秘书室 休息室 茶室 保安室 餐厅 独有的健身活动房 和一座中型会议室 而且 顶层办公室设有专属电梯 可以从一楼直挡 79层不设办公区域 刘庆峰把这一层 改成了可容纳1000人的 大型会议室 这是为了周美电器 召开会议室使用的 当然 1000人做次 对于周美电器来说 肯定不够用 目前包括旗舰店在内的职工 就已经有1300多 更何况 以后这个数字 还会不断地增加 看到刘庆峰皱着眉头的样子 熊白洲笑着安慰道 大不了以后 只召开店长会议 如果店长的人数 都超过了1000人 那说明 周美电器的发展步伐 已经迈开很大了 那时 我们也要跟得上步伐 采用电视电话会议了 电视电话会议 是国际上刚刚兴起的 一种新型会议形式 主要发起者 是欧美的大型公司 目的是 为了节省时间 和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旅途开支 不过国内暂时还用不到 一是光缆和基站的 铺设数量还不够 毕竟现在 连跨省手机都打不通 更不要讲电视电话会议 其次 人数达到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字头 可国企又讲究会议精神 和内容要当面传达 这样才能鞭辟入力 所以 电视电话会议 在国内 目前就是个鸡肋 不过 1997年开始 随着大量跨国企业的涌入 再加上 国内通信覆盖面的 不断增加 这种会议形式 逐渐被国内企业所接受 第78层 是刘庆峰 还有他的秘书办公室 刘庆峰没有像熊白昼那样 站满了全层 只是挑了面积最大的那一斤 其他的 留待升职 或者招揽来的 有缘人分享 其他部门 都根据各自需要 申请了相应楼层 其中门店管理部需求最大 占据足足五层 财务部和行政办公室需求最小 各占据两层 广告宣传部 市场采购部和销售服务一体化中心 都是三层 满打满算都只用了21层 而且每个部门都是扩边站地 将周美电器以后几年的发展规模 全部预料在内 还有四层 当作健身房 饭堂 下午茶活动室等 剩下的55层里 除了留给联通快递 和爱生电子的场地 刘庆峰计划招揽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金 就在这样的新环境里 熊白州和陶宇善 接待了越东的部门官员 商谈产业员的筹建工作 客人由越城分管工商 招商市政建筑等行业的 常务副市长吴立峰 越东省电子工业机械厅厅长宋靖恒 盘域的书记周春恒 区长朱晓阳 电子工业机械厅 相当于部委里的电子工业部 他在越东承担的作用差不多雷同 所以筹建高新技术产业员 名义上还要接受电子工业机械厅的 业务指导 纵然这些政府领导见多识广 但还是第一次在四百米的高空 俯瞰越城大地 尤其茶室的设计更加精妙 除了脚下的大理石地板 周围全部用碧蓝色的钢化玻璃勾扯 人在茶室里端坐 偶尔一低头 居然还能看到 飞鸟在视线下面熬响 眺望远处毫无遮拦 只觉得心旷神怡 但心里难免有些恐慌 生怕一阵风吹来 把这间茶室吹走 虽然脚下难免坠坠 但仍然还是 禁不住景色的诱惑 在这个似乎 伸手便能触及穷顶的环境下 熊白肘还别出心裁地 摇了一副银帘挂在茶室中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意境和景色遥相呼应 来到这间茶室的客人 都下意识地把说话声音降低 关于技术园区的讨论 本来是个碰头会 各部门机构之间 难免会有意见碰中 如果在会议室里 说不定要争论地唾沫横飞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 就好像几个朋友 在轻松商谈如何促进 越东电子产业群的技术进步 天上有先品侦查 人间有美人妖娆 客人经常看到 有个漂亮到像个妖精的女人 出入茶室 有时还会伸出柔衣素手 帮忙泡茶 做法非常讲究 滚水烫湖 落茶高冲 欢攻寻城 韩信点兵这些功夫茶的程序 是一道不缺 他身穿一身青绿色的真丝短衫 身材窈窕拼挺 看人是上窍的眼烧 总是有一股未雨鲜笑的风情 但泡茶时 神情又非常的专注 每次他分茶 客人总是恭敬有礼的道谢 本来有人以为 这是熊白舟的秘书 可看到他毫不介意地 拿起熊白舟的茶杯 小撮了以后 众人才明白 他可能是这栋大厦的女主人 心里暗叹 这种角色搭配熊白舟的身份 到底恰到 不过眼光收敛了很多 转而把注意力 集中到技术产业园上 各位领导 熊老板 我和朱区长的态度 依然很坚定啊 只要省领导和市领导 将任务赋予潘渝区党委 我们一定组织最有效的力量 筹建潘渝高新技术产业园 保证道路交通 区域面积 征地用房 按时完成任务 潘渝区书记周春恒 很坚定地说道 站在周春恒和朱小阳的角度 在潘渝筹建高新技术源 不仅仅是GDP的提升 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八七人熊白州 承诺他会拉拢香港 新加坡 甚至美国的电子技术公司入住 打造国内第一电子通信半导体产业群 与首都的中关村 咬相呼应 潘渝政府官员的心思自然不难猜 他们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月秀天和经济发展虽好 但地价太贵 熊白州根本看都不看 潘渝的地价便宜 穷乡僻壤的要多少地有多少地 而且看熊白州的意思 这个产业园似乎很不一般 潘渝只是副厅级行政单位 到时这个级别会不会低了 影响产业园的整体规模 熊白州不经意和月城常务副市长吴立峰说道 吴立峰是学者型官员 他不仅是代表陆重秀过来商讨的 而且对晶圆厂的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 现在月城的官员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这项计划 也明白技术产业园带来的真正影响 吴立峰看着脸色震惊的周春恒和朱晓阳 半隐半透地说道 那具体级别还需要编办来议定 技术产业园这么庞大的计划 还是等提交国家计划委审核立项才能通过呀 有这句话就够了 周春恒和朱晓阳不是傻子 升级行政机构多大的事情 如果不靠谱 吴立峰早就摇头否计了 哪里还用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看来这个技术产业园 隐藏的东西还比较深呢 只是自己级别还不够知道 周春恒心脏咚咚跳得厉害 但面上依然保持镇静 不时地看了看 恐惊天上人的迎联 以提醒自己千万要绷住 熊白州提出的所有要求 一定要努力地答应 十二月份我要去一趟首都 熊老板到时要抽出空和我一起去啊 吴立峰对熊白州说道 十二月份底 秋鹤年将来燕京 电子工业部准备展开晶圆厂 引进的第一轮磋商谈判 熊白州是关键人物 自然一定要到场的 熊白州点点头 他拿起紫砂茶壶 给每个人倒茶的时候 突然笑着说道 如果产业员能顺利立项 那攀鱼市桥的土地就很贵了 听说有些商业地产 正准备在那里盖楼 我希望不要影响项目的落实啊 陆远飞的星河地产 在攀鱼拿了一块地准备盖楼 电机仪式都举行完毕了 熊白州准备借力打力 不仅要将这块地收回来 还要将他们的资产 在这里困住一步 一方面减少他们对苏宁联合的投资 另一方面先给个小小的警告 大魔王快要腾出手了 你们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64章 正触及还是不够的 有关高新技术产业云的筹建事项 不是一天两天就有结果的 不过这个碰头会很有必要 可以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本来这些官员也比较反感这些繁杂的会议 但在周美大厦的交流 却一点都不觉得疲累 甚至还有点期待下一次到来 晚上的应酬 王林乔也有参加 熊白周没具体介绍他的身份 只是别人来敬酒时 熊白周会拉着王林乔客气地回敬 凸显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酒足饭饱后 粤城常务副市长吴立峰 还有电子工业机械厅的宋景洪厅长 前行离开 周春恒和朱晓阳正要回叛语 熊白周却邀请他们坐自己的车 二位领导有没有空啊 有些情况想汇报一下 一般情况下 以熊白周交往时客气谦虚的态度 他会主动去到别人车上 不过书记周春恒和区长朱晓阳两人都在这里 坐到任何一个人车上 另一个人心里都会有意见 所以熊白周干脆把他们邀请做自己的奔驰大鸡 这样的安排 周春恒和朱晓阳都是乐意的 而且今天碰头会交代了太多内容 不仅以后的工作思路需要调整 个人的职业规划也受到了影响 吴立峰透露出来的意思 高新技术产业园很可能是高配 什么叫高配 就是本来在潘渔区成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本该是正处级单位 毕竟周春恒才是副厅级 但如果产业园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作业 那正处的行政机构是没办法满足园区发展中的诸多要求 只能高配厅级管理机构 到时整个潘渔的行政级别都会水涨船高 在车上 熊白州畅谈中国电子行业的发展趋势 还有产业园能够承担的作用 周春恒和朱晓阳听的是心情激荡 在熊白州的构想中 产业园将是以电子信息和半导体材料为主导 即科研 开发 生产 经营 培训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努力打造成为全国最顶尖的治理秘籍区之一 并将目光瞄准集成电路 通信应用 移动互联网发展等新型产业 成为中国自主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听到这些话 周春恒和朱晓阳才明白 为什么正处级容不下这座产业园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中关村科技园的管委会主任是副省级 熊老板 我和朱区长回去后连夜开会 邀请省设计院的专家拿出一个规划出稿 你觉得多大面积合适啊 周春恒立马表态 哎呀 周书记工作太积极了 熊白周笑着说道 然后再估算一下说道 至少要两百平方公里以上 而且道路和基础设施要坐在前面 尽可能地完善 一平方公里将近一千五百亩大小 潘雨区的行政面积也不过五百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半的面积都要划入产业园里了 难怪要选择乡下地方 人少地广 方便征用 另外这是一个电子科技园区 商业地产会显得很突兀 周书记和朱区长要尽量协调解决这件事啊 熊白周第二次强调 周春恒想了想 拿出一把手的决断理 哎 在产业园立场通过之前 我保证星河湾楼盘会暂时停工 产业园立场通过后 我马上封停那块楼盘 省里市里有什么板子 我站出来着 最终周春恒还是选择大腿更粗的那一边站队了 陆远飞还有杜洁安 尽管背景深厚 不过在副省级产业园的规划之下 纵然得罪他们 依然还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 熊白周微微汗手 周春恒这样说 就是相当于把前途压在自己这里了 勒令那种背景的楼盘停工 一定会承担很大的压力 曙光药业的赵总即将把企业迁往贵西 他说很感谢两位领导以往的照顾 我拉上他一起聚聚 熊白周这事给周春恒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是安抚倒向自己阵营的官员 有赵家站在后面支持 纵然得罪了杜建安他们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奔驰将周春恒和朱晓阳 送回潘于政府大院以后 熊白周并没有回城区 也没有去爱生电子厂 反而掏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沈经理啊 今天是对谋博士取报候审的日子 我一会儿就到派出所门口 请问要等你吗 沈丽清说话时 有一点呼呼的风声 似乎是在车上 我们副总裁亚伯先生也来这边了 我刚在机场接到他 现在正敢往潘于 哟 亚伯先生也来中国了 熊白周稍微有点诧异 那我在区府门口等你们 挂了电话 熊白周打开车门 走下车 点燃一支烟 静静地欣赏夏季最后的尾巴 大佬 高同那边来人了 他们是不是要将某公带走啊 陈庆云虽然没有全程参与这件事情 但对计划并不陌生 带不走的 美国总统过来都没用 熊白周轻轻摇了摇头 那以后您怎么处理谋公啊 先亮一段时间 等谋少华亲自过来找我们 高通副总裁亚伯 见到熊白周就不住地连身感谢 这个合作伙伴 在这场突发事件里 展现了极为友善的同情心 甚至在几千公里外的应酬上 都赶回来协助处理 可以说 没有熊白周的帮忙 按照中国的法律 谋少华不止取保候审这么简单 熊老板 Dr.Mo是不是再也不能出境了 近两年是不太可能了 熊白周直接给出明确回答 呀 我脸色很严肃 思考了一会儿 抬起头说道 如果我们愿意给熊老板 活动经费 以你的社会关系网 能否协助孟博士 离开这里呢 熊白周心里笑了笑 看来毛少华 的确对高通很重要 这样一个独佬都愿意搭救 可以 我试试啊 亚伯和沈黎清对事业 这就表示还有一点希望 然后各自上车 前往派出所提人 大老 您不是很想留下谋工吗 那怎么还帮忙活动啊 陈庆云把心里的疑问问出来 以推为进嘛 直接拒绝他们 难免觉得我诚意不足 甚至会忘记曾经的帮助 熊白周面容平静 耐心地为自己细劳解释 所以我不如先答应下来 给点希望再给点失望 这样一来一往 最容易消磨他们的耐心了 陈庆云默默地汲取 熊白周处理事情时的思想 熊白周又叮嘱道 一会儿啊 高通给我们多少美金都收下 到时记得换成人民币 再退给他们 这说明我们的确找关系了 只是没成功而已 又显示咱们不贪图小便宜 既然要求没做到 那我们宁愿自己亏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65章 为产业云立项的摇旗呐喊 某上华从派出所里 出来的时候 面容有点憔悴 眼窝深陷 但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不适 说明他处于行政拘留 这段时间 的确是受到了照顾 某上华看着门口 站着的一群熟悉面孔 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然后突然迈动脚步 走到熊白州面前 诚恳地说道 刚才在签字的时候 有个警察告诉我 正因为熊老板 不断地斡旋活动 所以我才能取保候审 这个警察不用说 就是戴智云了 他能分清说话的场子 沈经理才是一直跑前跑后 协调的那个人 我只是略尽棉薄之力 熊白州把功劳 推给了沈理清 然后就准备离开了 现在高通这几个人 应该很多话要说 熊白州知道 自己夹杂在其中 不方便 这时 牟少华又问了一句 熊老板 我那个表兄 他怎么样了 熊白州转过头 看着牟少华 平静地回答 我打听了一下 你那个表兄 因为不是越东人 被他户口 锁在地的公安机关 引渡回去了 具体情况 我也不清楚 某少华其实 有很多话想询问柳道德 但注定是一个死结 柳道德 已经拿着熊白州 给的酬劳 离开了越东 这两人 以后的社会圈子不同 见面的机会 实在很小 熊白州离开后 沈黎清才对 牟少华说道 中国的法律 还有道德标准 和美国并不一样 这次你能够脱身 我并没有出多少力 中美电机的熊老板 从几千公里以外 赶回来 动用大量的社会关系 才帮你解决的 牟少华沉默不说话 亚伯拍了拍他的肩膀 叹一口气 说道 牟 如果你不得以滞留中国 有什么打算 公司在中国办事处 有认知机会吗 牟少华问他 亚伯摇了摇头 大中华地区的办事处 全部为少数服务的 科研体系 还没有准备 向国外衍生 并没有适合你的技术岗位 其实这次来中国之前 Drake和我提过 如果实在没办法 把你带回去 那就把选择的机会 留给你 什么意思 牟少华觉得 亚伯亦有所指 沈黎青正在开车 忙打起了原厂 亚伯 Dr. Mo 现在情绪不太稳 这些事情 以后再说吧 不用 某少华摇了摇头 早知道结果 我也能早做打算 亚伯本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索性也不想隐瞒了 建议半导体解析实验室 在公司科研体系里的重要作用 不能长久缺少负责人 董事会批示 如果你能回去 依然是实验室的主任工程师 如果会不去 我们将做辞退处理 确保公司研究计划的正常进行 亚伯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很坦然 美国的契约文化就是如此 一切行为都可以和生意挂钩 某少华也没有吃惊 显然见怪不惯了 不过 既然是生意 肯定少不了商量的过程 但某少华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所以交流的重点 并不是补偿金 而是择业方向 如果对我进行辞退 那我挑选下一家公司的时候 就可以不受保密条约限制了 那是自然 不过在中国有什么企业 能够匹配你的能力呢 亚伯有点好奇了 其实还是有的 但正在成长 熊白周在月城的人脉很广 但朋友很少 陈庆云这些人应该算是细老 而且平时 熊白周很少和他们商量生意上的事情 赵叶明肯定要算赢 他和熊白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 比如都认同中国的企业家 应该传承过去 把握现在 开创未来 这是民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精神所在 再加上 熊白周对他们家有救命之人 财务上也有往来 但彼此却独立尊重 所以两人是真正的朋友 赵叶明在吴州的制药基地已经在扩建了 现在他就在法国 岳城 吴州 燕京四个地方来回跑 今天难得有机会来州美大厦喝茶 最近你在部委里名声可不小啊 陆重秀去燕京开会 嘴里都是电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新契机这些理论 我想 是不是你交给他的 赵叶明是燕京部委大院里出来的 这些消息 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 那 那是陆市长努力帮高新技术产业员造势呢 他想尽快落实产业员的立项 熊白周笑着解释 帮产业员造势 也相当于帮爱生电子造势了 赵叶明很没风度的 把脚撬在桌子上 身姿放松懒散 熊白周识口否认 爱生电子现在才多大盘子啊 就算金元厂落户也不过占地几百亩大小 但整个产业员又至少二百平方公里啊 这也是为了推动国内这个行业的发展 不过 我也没想到陆市长这么热心啊 关于产业员的宏观规划 熊白周没有瞒着赵叶明 包括金元厂项目的引进 赵叶明现在已经习惯熊白周 时不时抛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构想 但关键 他总是能把这些瞠目结舌的念头变成事实 最近的一件事就是这栋八十层的大厦 赵叶明当时听说后愣了很久很久 也有点气馁 熊白周这小子 格局和胆略都是大的媒谱 远远超过了自己 现在熊白周又抛出金元厂和产业员的计划 居然还能让岳城市长陆重秀 电子工业部的宋华副部长都为他摇旗呐喊 赵叶明已经不会吃惊 就看熊白周如何盘活这么大的巷 老薛年纪到了 后年就是退休的年龄 而且岳城的书记还是岳东的省委常委 陆重秀如果想顺利接班 只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资历 薛汉君是现在的岳城一把手 赵叶明因为家庭原因了解的要多一点 他也愿意透露给熊白周 方便熊白周做决策时有足够的信息支撑 啊 这样最好 熊白周点点头 说道 我喜欢利益需求一致的合作伙伴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作质量吗 也能够心平气和地处理纠纷 陆市长想变成陆书记 我愿意将产业园打造成他仕途上的一块亮点 赵叶明忍不住摇摇头 熊白周做生意 喜欢双野 就算偌大的金山摆在他面前 他一般都很少独吞的 哎呀 你干脆不要当企业家 去当个政治家算了 熊白周笑了笑 企业家是经济社会的主体 政治家是政治社会的主体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应该当个社会学家呀 对了 赵叶明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接下来啊 我要亲自监督 吴州的吴军之药车间建设 至少一段时间内没空回约程 我姐那边你稍微留意一下 啊 宁代姐怎么了 熊白周皱了皱眉头 酒店里的矛盾似乎公开化了 我姐这个人你也知道 心肠硬她做不到 心肠软又自己受委屈 她是不能自己做生意的 必须有人随时指导她 赵叶明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把熊白周和她自己排除在外的 因为大家都很忙 生意上又没有交集 根本没办法知道 可熊白周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宁代姐要是不嫌弃 不如和我一起做生意啊 赵叶明愣了一下 马上认真地劝道 哎 你不要烂好心 中美电器和联通快递 不要让我姐插手 她对这行一窍不通 嗯 还是酒店方面呢 横基地产要做酒店旅游房产 我在里面有一点股份和话语权 宁代姐不如放弃原来的磕潮 重新开展新事业 也算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啊 赵叶明想了想 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 不仅可以帮助赵宁代 彻底摆脱以前的阴影 而且有熊白周参与 赵宁代只要在家里数钱就好了 那你自己看吧 总之不要耽误你的主意 赵叶明没有再多问 熊白周答应伸手 其实是最好的结果 首先 熊白周的经营哲学和眼光 已经充分被市场证明了 其次 赵宁代不用对财务上抓得太紧 以他对熊白周的信任 百分百是随便熊白周安排处理的 赵宁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六十六章 学生会竞选 抱着贼不走空的心态 赵宁明离开时 又要索要周美大厦的五层办公楼 他的理由很充分 曙光药业正是芳心未哀的重要时期 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地使用 暂时不适合租赁办公场所 可没有固定落脚点 总不能让赵宁明回月城在酒店里办公吧 五层太多了 两层行不行啊 熊白周明知道割肉在所难免 于是就想着尽量减少损失 不行 赵宁明一口回家 你抽我一年多特工研了 以后可能还要抽下去了 再说了 你这楼去呢还空荡荡的 我好歹帮你充充人气啊 那是因为连通快递还没入住呢 你两个月后再过来 保证热闹得好像菜市场 熊白周反驳道 不管怎么说 熊白周也没办法真的让赵宁明在酒店办公 不谈自己在曙光药业也有骨分 赵宁明把二十亩厂房留下来的时候都没有皱一下眉头 看到熊白周答应这个要求 赵宁明嘿嘿一笑 那我明天安排装修了啊 哎呀 感情赵哥 你来公司不是看我的 也不是解决您带姐的问题 全是为了你的曙光啊 什么叫我的曙光 明明是大家的曙光 赵宁明搂住熊白周肩膀 瞧你那小气样 晚上我请你吃饭 赵总客气喽 其实我晚上也安排了 最终熊白周也没能甩掉赵宁明 其实赵宁明也很奇怪 熊白周来华南师范大学做什么 你现在想读大学啊 也没人敢收吧 以熊白周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 和丰富的沉淀积累 不管是商学院 人文学院 还是社会学院 熊白周都足够去当一名客座教授了 哪个老师敢在熊白周面前卖弄知识 熊白周不吱声 只是笃定一个方向闷着头行走 赵宁明还是比较了解熊白周的 稍微一思索就反应过来 你是不是有个小情人在大学里啊 熊白周不回答 脚步不断地加快 但赵宁明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嘴里好像机关枪一样的提问 你们怎么认识的 人家可是祖国的栋梁 熊白周 你真好意思啊 王连乔知道这事吗 他什么反应啊 任凭赵宁明是一连串的问题狂轰乱仗 熊白周就是不搭理 直到走进一座大阶梯教室 在后排坐下 赵宁明才正视了闭嘴 阶梯教室里 已经坐着不少大学生了 前面的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会新干事竞选面试 最前面几排还坐着几个老师和学生 老师应该是校团委的 他们负责学生会的管理和对接 几个学生干部里 副主席柴木臣也赫然坐在前列 自从周美电器开办以来 熊白周的时间总是很紧张 尤其随着视野版图的扩大 几乎有数不完的大事 小事等着他去解决 前一时 熊白周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透支了身体 也辜负了很多人生风景 这一时 熊白周在积累财富的同时 抓大放小 早早实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制度 在减轻身体上的负担时 刻意留出时间给人间的芳华 今天是陈秋荣学生会竞聘的人 本来以他田径的个性并不想参与 可辅导员建议他 尽可能有学生会的经历 这样对申请评优资格和奖学金 有极大的帮助 一开始 熊白周打算负责陈秋荣的读 不过他父亲不同意 宁愿用一张小面馆 维护作为父亲的尊业 陈秋荣也很懂事 打算用学校的奖学金 来减轻父亲的负担 不过到底他还是有点紧张 只能寻找心底 最信任那个男人的慰藏 熊白周答应得很爽 演讲竞聘的时候 我一定在台下支持你的 所以 这就是熊白周出现在华师的理由 哪个是你小亲人 赵英明在一旁悄悄地问道 不断有学生走上台 对着观众陈述 加入学生会的必要性 学生会对学生能力成长 的确有一定的注意性 也能增加择业时的就职机会 不过 对赵英明来说 这也就好像 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他真正在意的 是熊白周的校园女友 那 讨厌一下你眼光了 他肯定要上台发言了 看看 你能不能猜对 迟到如今 熊白周也不隐瞒自己的目的 但也卖个关子 钱 赵英明不屑地撇撇嘴 可还是认真的 从发言学生的竞选状态 五官形象 说话节奏 和紧张度来判断 一连观察几个 赵英明都摇摇头 这些学生 有的漂亮 有的活泼 有的能言会道 只是身上都缺少一种感觉 能够让熊白周这种人 都喜欢的感觉 正在他百无聊赖的时候 突然 一个声音在台上响起来 尊敬的各位老师 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叫陈秋荣 来自 这个女孩上台后 赵英明明显觉得 接替教室里的气氛不一样了 周围的学生 都下意识地提高注意力 再看熊白周 虽然表情没有太多辩论 但眉梢中间却有一种淡淡的喜悦 赵英明抬起头打量着 台上的女孩似乎有点紧张 不过非常漂亮 垂巾的半户型短发 好像花瓣一样 映衬着花蕊一般的脸庞 圆润的鼻翼轻皱着 高高挑起的睫毛 时不时地颤动一下 肌肤静摆 透着健康的粉色 眼眸闭合之间 好像钻石星辰 阶梯教室里的白痴灯光 宛射在他的脸上 黄狐剑能带给别人 时间静止的美感 是他 赵英明转过头 看着熊白周 赵英明忍不住摇摇头 熊白周也不知道 哪里认识 这么些个极品的女人 之前的王林乔 现在的陈秋荣 可能还有自己不知道的 台上的陈秋荣 已经注意到了熊白周 表情愈发明媚如水 甚至不少学生 都注意到这一点 转过头 寻着目光 寻找陈笑花视线的凝聚点 看到这么多学生 都看着自己 赵英明稍稍有些自得 他笑着对熊白周说道 哎呀 似乎又回到了以前 读大学的时候了 真是青春美好的回忆啊 熊白周听了 不客气地打击道 哟 赵哥 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我好歹还能冒充大学生 你当个研究生都显老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以467章 大学校园里的政治 陈秋荣演讲完毕后 剩下的竞选大学生 演讲也很出彩 只是听众们 都有些兴趣缺缺了 毕竟陈秋荣 在容貌和气质上 拉开的差距太大 其实 在熊白周看来 陈秋荣还是太紧张了 发挥得不是很好 如果去周美电器影片 可能都比不上 刚刚发言 很有气势的几个女大学生 甚至 大概率第一轮就要被刷下来 可是 在大学校园里 漂亮的脸蛋 总是更受欢迎 所以观众们都觉得 陈秋荣入选学生会 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 而且她性格温婉 田径和善 还喜欢帮助别人 在大一新生里的口碑都不错 别人 也不会补给 不过 当华市的学生会副主席 柴木辰 宣布本次入选名单后 陈秋荣却华丽丽地落选了 台下先是一片安静 马上又嘈杂起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七嘴八舌的猜测 听说柴主席求爱不成 曾经当众威胁陈秋荣 要取缔她的奖学金 还有评优资格 哎哟 陈秋荣平时穿着大扮 都很普通 说明家境很一般的 柴木辰这做法 真不低道 就是啊 求爱不成就公报私仇 我们学校 什么时候成她家里的了 这些话 不仅传进了 雄白周耳朵里 柴木辰也听得很清楚 他沉着脸站起来 阶梯教室 哪里声音最大 他就看向哪里 很快 整个教室 都是一片安静 柴木辰 应该是比较有权威的 那一类学生会干部 年轻的大学生 虽然心里未必不尽 但陈秋荣的例子 就在眼前 1995年 是大学生包分配的 最后一年 某些接受单位 会比较看重 学生会的经历 不过 也是有人愿意出生的 陈文雅 一边挣脱 陈秋荣的拉扯 一边站起来 大声地说道 陈秋荣为什么不能入选 他是提前保送的新生 到学校后 协助辅导员 引导新生入校 安排住宋 当柴主席 还在Australia 进行travel的时候 秋荣经常要等 西灯后 才回宿舍休息 你们男生宿舍 下面的水房 还是秋荣 顶着猎日 陪建筑工人修好的 男生宿舍楼下 没有水房 他们经常要拎着水壶 走去很远的食堂打水 虽然反应过好几次 但都没人搭理 大概都觉得 男同学多走几步 问题不大 今年开学后 大家发现 学校居然大发慈悲地建了一座开水房 原来这里也有陈笑花的功务 不过这是普通学生的感受 但对柴木辰来说 相比较微不足道的水房 他更在意真文雅提起的那几个英文单词 那一晚求爱失败 成了柴木辰的心理阴影 尤其那几个单词 都是华氏的笑梗了 不住其然 刚刚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教室 又开始滑闹了 不过这一次 大家都带着戏靴的笑容 柴木辰俊俏的脸上一片韵怒 看着真文雅问道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真文雅 历史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 真文雅是一点都不怕 甚至还语含讽刺地说道 柴主席呢 不用特意打听我叫什么名字 我 一不申请入党 二不拿奖学金 三不入学生会 你能拿我有什么办法 听到真文雅这样说 柴木辰也是一言 如果一个学生 没有这些进步的要求 他的确也没什么办法对付 难道还能开除一个普通女学生吗 你既然不是学生会的 也没有竞聘的心思 那就请坐下 领导们说话 还轮不到你插嘴 柴木辰决定 不和真文雅一般见识 一是觉得他不配 二是潜意识力 因为自己拥有的权力 对真文雅没有丝毫的威慑 哟 今天这官话 说得比陆重秀还顺流啊 熊白舟笑着说道 赵燕明冷笑一声 我客气地回道 哼 王自军培养出这种学生 在我看来 已经不够为人师表了 王自军就是现在华师的校长 华师是正厅局的行政单位 赵燕明都不乐意和粤城公安局局长 谢云明一起吃饭 王自军自然也不会看在眼里 也不能这样说 学生有这种表现 家庭的影响其实最大 父母的行为 给了副主席学习的榜样嘛 熊白舟甚至还拿赵燕明开玩笑 那 赵哥的出身 比柴主席不知道高多少倍了 但身上怎么没有一点外露的交纵之气啊 赵燕明不高兴地看着熊白舟 我这是王霸之气 藏于心而欲于心 交纵之气那也太低端了 熊白舟和赵燕明居然就这样随意地攀谈起来 好像陈秋荣的落选 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尤其熊白舟说话的时候 语气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前面坐着的女学生 已经回头看了好几次了 当这两人 毫不客气地评价王自军的时候 一个女同学再也忍不住了 转头不客气地说道 你们好歹是陈秋荣的朋友吧 他演讲时看向你们那么多次 现在人家落选 可能前途都受到影响 你们还能在这里开玩笑说风凉话 甚至大言不惭评价我们校长 你们要真有本事 就把陈秋荣安排进学生会啊 只会说大话的两个臭男人 不得不说 华氏的美女还是挺多的 熊白舟和赵燕明 同时被人指着鼻子喝嘛 大概还是第一次 但偏偏生不起气来 两人对望也 眼神都有点无奈 这点小事 两人都有一千零一种解决的办法 甚至可以换着方法 换着姿势来解决 至于女大学生所说的 陈秋荣个人前途受到影响 对熊白舟来说 更是无济之谈 你准备怎么解决 赵燕明问道 他心里还在猜测 熊白舟大概会用什么办法 为小情人出气呢 哪知道熊白舟想了想 很认真地说道 其实啊 我都不打算插手的 年轻人受点挫折 不是什么坏事 熊白舟还想继续说下去 结果前作的女学生 再次转头怒视 熊白舟没办法 只能硬生生地扭转画风 那不过啊 这种方式会影响年轻人 看待世界的态度 他们会觉得 世界本就是这样的 大学生是祖国的动量 为了让他们相信世界 还有美好的一面 我还是做点什么吧 前面的女大学生 听到熊白舟 依然是这样的说话方式 忍不住叹一口气 转过身子 她觉得熊白舟真是没救了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男生总是这样眼高手低嘛 真是白瞎了 这么好看的样子 原来也是个绣花枕头 只会夸夸其谈而已 大学里的女生 其实要比男生更早熟 对社会的认知程度 也更加细 熊白舟还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印象 居然这么低了 依然和赵燕鸣不紧不慢地 看着真温雅对柴木城发难 真温雅说话质地有声 而且理由都是实打实的 而柴木城本就心虚 现在被真温雅 脸讽带刺的质问 脸上也是一片红 一片白 小团委里 一个年轻的老师站了起来 他先拍了拍柴木城的后背 然后严厉地对真温雅说道 同学 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会后向团委提出来 现在公开指责学校的决定 你的举动 真是为你们戏抹黑了 我到时啊 要和辅导员商量一下 你这种素质的学生 还适不适合继续留在华师啊 这句话有恐吓的意味 而且还是来自于一个老师 真温雅没想到 自己只是站出来发声 居然有被开除的危险 委屈的眼泪 一下子溢满了眼眶 哗啦 坐在身边的陈秋荣 突然站了起来 他先是掏出纸巾 擦了擦真温雅的眼泪 然后 看着校团委的男老师 和柴木城 平静地说道 我不会再入学生会了 但我永远以华师为荣 说完 陈秋荣拉起真温雅 就向后走 眼神的落点 正是熊白舟的位置 对于陈秋荣这番动作 熊白舟觉得 以他的性格而言 实在有点大胆 但是也很解气 不过他应该还有点害怕 不然 怎么眼里也是湿漉漉的 可那个校团委的男老师 却觉得受到了侮辱 他本身就是华师的学生 还是学生会的领导 毕业后找关系留校任职 可思维里并没有培养出当老师的意识 反而始终有高出学生一头的想法 这也是学生会带出来的坏毛病之一 你站住 学生会是你们想申请就申请 不想申请就不申请的地方吗 我真的要和你们辅导员谈谈了 关于你们两个目不遵纪败坏学校形象的学生 这个话就比较重了 旁边的其他团委老师都觉得很过分了 拉了一把 劝道 小伟 人家只是大一学生 何必这样说话 年轻的男老师根本不听 他看着陈秋荣的背影和问道 刚才你介绍自己时 我没听清楚 请你再说一遍 你的名字还有专业 赤裸裸的威胁 教室里安静的一根针掉落地上都听得见 正如熊白舟所说 如果不妥善解决 今晚的事真的会影响学生们的世界观的 他叫陈秋荣 历史系的大一新生 你现在听清楚了 熊白舟站了起来 慢慢地走向那个年轻的团委老师 你是哪个系的 柴木辰马上问道 熊白舟乍看上去 的确像一个大学生 但稍微注意后就觉得不对了 哪有这样气质的大学生啊 面容深沉 眼神里的目光仿佛实体化 轻松车穿别人面具下的单薄伪装 这是熊白舟的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 想想熊白舟白手起家 经历风雨 甚至面对过生死 这种气势一旦放出来 一直处在象牙塔里的年轻老师 连对视都不敢 我已经告诉你了 他叫陈秋荟 熊白舟停下了脚步 继续说道 现在换我来问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华师哪个部门啊 没人回答 走近一点 翻了下年轻老师的笔记 北页上写着三个字 魏东墙 我们打个赌啊 你一定比他们先离开华师 熊白舟带着陈秋荣和珍文雅离开后 接替教室里 才慢慢地有了活人生意 刚刚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 要说魏东墙和柴木臣 只是利用学校里的身份进行强行压制 离开了依附的权力 这种高人一等 其实非常脆 所以恐吓也只是表面上 时间久了 只能留下色黎内人的形象 可刚才那个人的威胁 却好像实实在在的语言 这种威胁是对心灵上的压迫啊 学生们都在议论 刚才那个男生是哪个戏呢 柴木臣扮上后才发音过来 安慰魏东墙说道 没事 别听他吹牛 在华市没人能开除的两年 柴木臣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因为他的叔叔就是华市的副校长柴小光 可这样说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安慰 魏东墙觉得心情莫名地沉重 只是勉强地笑笑 再说熊白舟这边 熊白舟开车 赵燕铭在副驾驶 陈秋荣和珍温雅坐在后面 看上去心情也不怎么了 如何帮他们出气啊 赵燕铭问道 熊白舟不回答 而是转过头温和地问道 晚上有没有吃饭 陈秋荣默默地摇摇头 今晚的事情对他来说冲击太大 如果刚才不是看到熊白舟在后面 他都未必有那一番勇气 饿着肚子也不行啊 先吃点东西吧 熊白舟也不等他们聚集 直接把车开到一家乐视茶点店 点上几样精致的小食 或许是熊白舟在身边的人 陈秋荣心里变得十分安定 居然能吃下一点 熊白舟也一边陪着喝茶 一边掏出电话 喂 小吴哥 晚上有没有饭节啊 曙光的赵总也在这里 过来喝杯茶呗 哪个小吴哥 等到熊白舟挂了电话 赵燕鸣奇怪地问道 哎呀 吴立峰 最近我和他因为金元厂 还有产业园的事情 合作得还不错呢 熊白舟淡淡地说道 赵燕鸣想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吴立峰到底是谁 岳城的这个常务副市长 的确很年轻 算是国内的少壮派代表人物之一 难怪熊白舟要叫他小吴哥 不过 这么点破事 专门把吴立峰拎出来解决 赵燕鸣心里笑了就 看来熊白舟 很看重这个小女朋友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68章 全力的游戏 吴立峰四十多岁 应该还没到五十 说话的时候万条私利 不过解决问题又很有魄力 熊白舟很欣赏这种做事风格 一来二去逐渐熟悉起来 啊 这是曙光的赵总 熊白舟为两人互相介绍 吴立峰和赵燕鸣 以前并不熟悉 只是在公开场合有过照明 吴立峰知道赵燕鸣的家庭背景 但两人这样面对面 这样喝茶交流还是第一次 不过 能够与国内红三代结识 吴立峰绝对很乐意 三个男人都是应酬厂的常客 彼此也没有居住 随意找点话题 就能展开深刻的讨论 以熊白舟的城府和情商 自然不可能一开始 就把华石学生会的事情讲出来 吴立峰毕竟是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 每天要处理很多重要工作 如果让他感到 后来只是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 难免觉得被轻视了 所以熊白舟先和吴立峰聊起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立项 岳城市长陆崇秀正在首都跑一项 赵一鸣本身也是部委大院里出来的 不少长辈仍然在重要位置 所以这些话题也能参与进去 崇秀市长 其实之前就有归拢岳城的电子集群计划 只是这种事光政府牵头还不够 必须要有实力 有意愿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从旁协助 才能把真正产业园的项目发展起来 于燕京的中关村 形成南北呼应 软硬兼具的电子信息核心引领带 所以啊 吴立峰总结的 白舟刚一提出产业园的想法 崇秀市长立马觉得遇到知音了 甚至亲自去首都跑支持 熊白舟笑了笑 陆崇秀如此积极 不仅是想把岳城的电子产业 形成一条产业链 减小损耗 推动行业发展 也有为自己的政治事业 增添闪光点的打算 不过熊白舟一点都不反感 人是可以有私心的 但是把私心和事业心结合起来 这就是相当高的水平 就比如说 眼前的常务副市长吴立峰 陆崇秀如果能顺利接班岳城的书记 那他留下的位置 吴立峰纵然因为资历不够难以接任 却可以提高话语权 产业园的出现 要根据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因地制宜的规划 最终形成沿线产业协同配套 而越城的条件已经很成熟了 就算我不提出 很快也会有其他企业家发现 熊白舟客气地说道 白舟永远这么谦虚 可是太过谦虚就是骄傲了 你说出来的话比我转眼多了 看待问题也比我更深刻 吴立峰正准备拿起茶壶倒茶 他的秘书马上机密地端起来 挨个服 熊白舟和赵燕铭神色如常 陈秋荣大概知道熊白舟很有钱 而且从新闻上得知 中美电器购置了一栋几十亿的大厂 这条消息在校园里都闹得沸沸扬扬 象牙塔里的学生 对义这个数量单位没有概念 只知道义元是万元的一万倍 1995年万元户都很稀罕 甚至在哲学课上 老麦的马列哲学老师 还痛心疾首地感叹 民间资本肆意发展 除了影响财富平衡 而且会不断降低社会道德标准 陈温雅却有点紧张 他在上次医院里就意识到 小熊哥应该挺有钱 可听这三个男人的闲聊 其中一个 据说还是岳城的副市长 内容听起来也是吓人呢 动辄数十亿的财政拨款 要不就是我家财经上的政策法规 就好像公园里的下象棋的大爷一样 开口就是指点江山的语气 合伙欺骗我和秋荣 也得不到什么呀 难道说他们都是说真的 看着熊白秋过于年轻的外表 这我呀觉得有点滑稽 不过熊白秋很快把产业园的话题进行深度挖掘 技术产业立项后 高新质量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岳城基本建立 除了逐步完善全省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 还能够引起岳城高校优秀毕业生进入园区 既是培养也是学习 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条件 也能够促进他们适应常态化的研究生活 吴立峰默默地听着 熊白秋把这条设想具体化了 我们可以成立高校与产业园的技术合作平台 产业园里的企业与大学一起承担有潜力的课题研究 加强校企双方的交流 扩大产业园的人才储备 赵叶明一边听 一边骂熊白秋狡猾 熊白秋的确在描述产业园的前景 而且观点也非常正确 可总是无意中 把话题引入他想讨论的切入点 果然 什么都没有察觉的吴立峰副市长 掉落陷阱了 约城这么多知名高校 我觉得完全能够满足产业园的培养需求 吴立峰颇为自信地说道 各式各样的都有 综合的有中大 华侨的有技大 理工科有华工 文史类有华师啊 熊白秋笑着摇摇头 哎 有才无德的 不能要啊 吴立峰能够如此年轻 就当上粤城的常务副市长 感应能力自然很迅速 马上就问道 熊老板 对粤城的高校 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发展建议啊 我本身没读过什么书啊 哪里敢对大学生跳三拣四的 只是今晚 见到一件事挺有趣的 小吴哥 要不要听一听啊 请讲 吴立峰正色说道 于是 熊白秋把今晚发生的情况 唯唯道来 吴立峰听着听着 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然后掏出手机说道 我和华师的王资军是同学 不如把他叫过来喝点茶 华师的校长王资军真的过来了 王资军和吴立峰虽然都是正厅级干部 但在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吴立峰升职的空间更广阔 但王资军却比较狭窄 吴立峰挂了电话后 不到十五分钟 王资军就过来 看到这位经常在学生大会上做报告的校长 郑温雅才反应过来 熊白秋这些人不是漫天夸口 王资军其实也很奇怪 吴立峰和自己是同学关系 平时也常有交流见面 但大晚上的肯定不止喝茶这么简 最让他诧异的是桌上有两个女孩居然站起来打招呼 王校长 王校长 听着称呼应该是华师的学生 可他们为什么和吴立峰坐在一起 桌上另外两个男人是谁 抱着一肚子疑问 王资军还是坐了下来 吴立峰指着赵一鸣介绍道 曙光药业董事长赵先生 你好 王资军不卑不康地说道 他不认识赵一鸣 曙光药业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是周美电器的幕后老板熊先生 这一次王资军的反应就不同了 一脸不可思议 周美电器是近期月城新闻里最火热的名字 华师金管学院里已经开展对周美电器市场操作的跟踪课题研究 王资军对其其实颇为不屑 这种研究纯属脱裤子放屁 马后炮的行为 一点不懂得尊重变幻莫测的市场 而且研究也只是闭门造军 从没听说过课题族申请主动接触周美电器 看来面对52个亿的市场操作 面对巨额资产的周美电器 那些看似清高的研究学者也是一样敬畏 不过这就是大学里的常态 王资军不能明知反对 只是拖着研究经费不拨 或者少拨而已 王资军倒是真的想近距离接触下周美电器 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两篇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文 熊先生 九雅 王资军热络地和熊白舟握了握手 赵燕明在旁边撇撇嘴 和熊白舟在一起就不要想抢风头了 不过他也期待着曙光耀眼 以后也有这种别人一听立马就表达尊重的名气 王校长 晚上好 熊白舟笑呵呵地回应 但是话题媒介已经从自己变成了吴立峰 因为他才是两边都熟悉的人 对于王资军 吴立峰就没有太客气 因为两人既是大学同学 在社会地位上 王资军也要插上一头 资军 刚才我和熊老板谈起笑启合作的相关内容 本来他对华师的印象很不错的 可今晚发生一件事 改变了他的印象 诶 什么事啊 王资军马上在脑海里快速搜索一遍 近期华师的重要动作 而且根本和中美电器没什么关联 听说今晚是华师学生会的新干事竞选 吴立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 然后不满地说道 我请你过来就是想问问 你们华师到底是学校氛围 还是关系户社会啊 吴立峰和王资军的关系应该真的不错 这样的口气一般出现的朋友之间 王资军听完后沉吟了一会儿 抬起头看了下陈秋荣和甄文雅 这两位女学生应该就是当事人了 王资军诚恳地说道 今晚的事情我并不清楚 但了解后一定有答复给你们 先向你们道歉 陈秋荣和甄文雅 本质上只是普通的大学生 哪里能受得了校长这样的态度 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紧接着 王资军然后又和熊白州解释 魏东墙我并不认识 安排学生留校的工作 一直是财富校长在负责 但这件事上我有监督不力的责任 恳请各位继续相信华师64年的办学宗旨 王资军一番话说的是有礼有节 有尽有对 难怪吴立峰敢让王资军亲自过来解释 看来对老同学的基本素质非常有信心 熊白州点点头 开口说道 呀 王校长言重了 我始终相信华师能把艰苦奋斗这四个字 作为校训 品质上始终值得信任的 谢谢 王资军话不多 他知道现在不是承诺的时候 而是看行动 散席前 熊白州突然说道 周美电器行政办公室准备成立一个企业文化管理部 着重负责周美电器内部所倡导的价值观 行为方式 思维习惯等一系列企业文化的总征 不知道王校长有没有空过来当个荣誉顾问呢 现在有企业文化的公司很少 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研究企业文化的公司更是少见 熊白州的提议完全出乎王资军的意料之外 吴立峰在旁边提醒他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你不是一直想近距离了解周美电器的发展思路吗 自从那一晚学生会竞选时间后 魏东强的心始终在悬着 他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尤其想起那个青年离开时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魏东强对那些学生只能算是恐吓 因为他根本没能力去实现 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过去都没有任何事发生 魏东强正要放下心的时候 突然被通知去校团委开会 毫无征兆的 魏东强就被开除了 魏东强还没有正式入边 华师处理起来非常简单 更确切的是 王资军处理起来非常的果断 副校长柴小光的办公室里 柴木臣满脸不紧 叔叔 魏东强是你的得意门生 你就这样看着他被王资军开了 乱叫什么 柴小光狠狠瞪了柴木臣也 他是华师的校长兼书记 在学校里你要叫他王校长 那 那东强怎么办 柴木臣非常想知道理由 为什么身为副校长居然都不能为下属兜底 没有怎么办 东强性格里太目中无人了 在安稳的学校环境里未必就是好事 出去闯闯 对他也是一种历练 柴小光有些疲惫地说道 可 可他是被赶走的 不是自动辞职的呀 柴木臣分辨着 又有什么不一样 柴小光抬起头 看着柴木臣说道 别人进检学生会 也不是自动刷路 而是有人在阻挠吧 柴木臣愣了一下 武王资军告诉你的 看到屡教不改的侄子 柴小光终于还是放弃了 你回去吧 记得明天主动向团委提交 赐去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 这一下柴木臣呆住了 他没想到 居然还牵连到了自己 突然大声吼道 凭什么 我到底得罪了谁 陈秋荣还是郑伟雅 柴小光静静地瞧着柴木臣 在办公室里发现 直到他情绪稍微稳定 柴小光才把办公室桌上的 两份红图文件扔在地上 一份来自粤城市政府 关于加强教师团队建设若干意见 一份来自华师党委办 关于清除部分 违规留校学生的通知 你得罪的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群体 柴小光冷冷地说道 他叫权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69章 产业园的立项 月城的十一月 难得迎来短暂的凉意 这也是月城地区 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 尤其傍晚 正是秋高气爽 青山短袖的好时节 华氏的西渠女生宿舍里 珍温雅正和陈秋荣抱怨 你家小熊哥都把王校长收编了 怎么不让你进学生会呢 什么叫收编 明明是合作 再说 我也不想再入学生会了 陈秋荣皱着小巧的鼻子 指出珍温雅语句里的错误 那一晚 珍温雅亲眼目睹了熊白州 会见月城常务副市长 还有华氏的校长 回去后 终于把熊白州的身份逼问了出 当知道熊白州和中美电器的关系时 珍温雅感觉 这个世界真是让人迷糊 难道真的像哲学老师所说 现在正是资本泡沫时代 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生产力变化 大部分老百姓还不能适应 思想仍然停留在小农业市场 所以累积的大量社会财富 不得不停留在市场上 谁有能力和眼光 看透了生产关系变化的实质 大胆出手 谁就能把这些钱 漏到自己兜里 与年纪和学历无关 对商人来说这是时代的馈资 啊合作合作 谁让你男人有钱呢 你说的都有道理 珍温雅马上笑嘻嘻地改变口风 陈秋荣不搭理好朋友的调笑 明媚的脸蛋上有淡淡的幸福在萦绕 这种幸福感并不是熊白舟站出来 帮他解决了问题 而是熊白舟在解决的过程中 依然能贴心考虑陈秋荣的想法 魏东强离职 其实是静悄悄的 直到柴木晨从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上 主动辞职后 才被眼尖的学生联系在一起 学生会竞选 柴木晨刻意阻挡 魏东强嚣张的气焰 最后的结果却是一走一退 安全的大学生是看不透事件背后的深意的 比如说两份红头文件 比如说副校长柴小光分管工作的调整 又比如说王资军校长名片上多了一行字 中美电器企业文化管理部名誉顾问 不过有些猜测还是不可避免地找上了陈秋荣 熊白州亲自打电话过来沟通后 马上和王资军表示 不要安排陈秋荣进入学生会组 近期的平游资格暂时也不要考虑 还给陈秋荣安静的大学生活 陈秋荣手里拿着制衣针 在阳台上熟练地勾置图案 从侧面望过去表情专注认真 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 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红粉 为了不让头发遮挡视线 还不时地伸手将它们挽到耳朵后面 这些平凡的举动 因为林赵的夕阳 却变成了动人心魄的金色雕塑 哎 秋荣 你可真漂亮呀 难怪小熊哥那么喜欢你 陈秋荣发自内心地夸奖 生活里最美的风景 总是不经意间构成 陈秋荣笑了笑 柔柔眼睛继续低下头 她每年总是先替父亲织围巾 然后才想到自己 不过今年任务有点重 因为父亲之后 还要替熊白周编制 郑温雅有点担心陈秋荣的眼睛 小熊哥那么有钱 又那么疼你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辛苦 五十个亿 能把全世界的围巾厂都买下来吧 那不一定 陈秋荣天静地回道 郑温雅摇摇头 她和陈秋荣是一个宿舍的朋友 自然知道陈秋荣日常有多么节俭 显然没有接受过 熊白周一点馈赠 啊 真是个自强 又让人心疼的女人呢 什么 陈秋荣抬起头问道 嗯 没什么 你进不了学生会 又不让小熊哥帮忙 奖学金怎么办 郑温雅知道 那点钱可能就是有钱人的一杯茶 但对普通大学生来说 却是一个学期的学费啊 陈秋荣玩耳一笑 我已经答应去她的企业实习了 想来她应该不会剥削我吧 我还给你报了名 要一起去吗 郑温雅愣了一下 马上表情夸张的去挠痒痒 哎 死丫头 我还这么担心你啊 原来小熊哥早就给你铺好路了 再说 你都老板娘了 谁也敢剥削你啊 老板娘吗 陈秋荣眉头 不易察觉地猝了一下 可能不止一个吧 学生会竞选事件 彻底落下帷幕 有人因为这件事 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也有人几乎快忘记了 熊白州说服陈秋荣 来企业实习后 脑海里就彻底删除掉 这件没意义的小事了 陆重秀在燕京传了消息 国家计划委 已经基本同意 批复产业员的立项 这对整个月城来说 将是1995年 到1996年的重要事项 但是 产业员的管委会主任级别 居然还是未知 听说需要考察整体项目后 再结合实际情况在地 这种结果 既让人振奋 又有点忐忑 振奋是熊白州的想法 产业员立项后 他脑海里的许多布局都得以实现 对整个国家的产业进步 对华南地区 还有香港 澳门的电子产业商圈融合 对月城的经济发展 都有很明显的提高效果 当然 对熊白州的财富积累 也是翻倍收入 盘特的是 韩瑜的书记周春恒 和区长朱晓阳的感受 他们私下里 不知道骂过多少狗日的计划委 这个结果真让人七上八下了 产业员管委会主任的行政级别 对其他官员没什么影响 影响最大的将是他们两人 立项结果出来后 今晚的潘瑜变得十分热了 爱生电子厂外面的马路上 全是大人物 月城的书记薛汉军 常务副市长吴立峰 横击地产的前任董事长郭孝胜 现任董事长郭子贤 爱生电子厂厂长陶宇善 还有周美电器 爱生电子 连同会计等数家企业的 控股大老板熊白州 皎洁的月亮已经挂在天空 银色的月光 透过参差不齐的树枝 在地上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芒 使得整片大地 如同蒙上了一层薄纱 这些大人物 还有各自的随从 足有几十个人 稀稀缩缩地踩在落叶上 但各自讨论的声音 都压抑着兴奋 陆市长很快就回月城了 计划委领导将在1996年年初 来月董考察 到时啊 周美电器也是一个重要地点 走在最前面的是吴立峰和熊白州 他们正商量明年的接待计划 计划委的权力非常大 具有综合研究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进行总量平衡 制造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功能 这就是后来的发改委 计划委许多副主任都是部长级 只要外放就是某个省的一把手 所以接待时只会比宋华要更加勇气 考察产业员和我周美电器有什么关系啊 熊白州疲懒地说道 听到熊白州明知顾问 吴立峰都有点心急到生气了 不管是产业员还是周美电器 都他妈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想偷懒不出来牵头 根本不可能 吴立峰和熊白州已经熟悉了 知道这位商业大佬有个软肋 吴立峰想了想说道 产业员的整体建设 我们都准备打包给横基 这可是郭子贤董事长的企业 熊白州马上变了一副态度 小吴哥 我们认真讨论下 如何接待安排计划委的领导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红三鱼 第四百七十章 政府项目怎么谈 熊白州的软肋是什么 吴立峰觉得应该是女人吧 尤其那些漂亮的女人 自从和熊白州加深关系后 吴立峰先在州美大厦 见到了王林桥 后来又因为 华师学生会竞选 他又知道了陈秋荣 今晚郭子贤也出场了 郭孝胜和郭子贤 为什么都来叛语 因为熊白州替横击拉赖了一个庞大的政府项目 目前就在洽谈之中 而且基本达成了合作意向 当初 熊白州差不多是第一个知道产业园立项成功的消息 就在其他人沉浸在如何引进电子科研企业 推动越东产业集群的发展的时候 他却先一步想到了产业园的基础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园占地240多平方公里 首期计划入住2000家以上的电子科研生产公司 还有相关配套企业 因此产业园的道路 绿化 厂房等等硬件设置 都需要不断地完善 熊白州明白 信息就是金钱 他都来不及和郭子贤仔细商量 马上就在电话里 向陆重秀提出自己的要求 横基地产作为香港著名的房地产公司 企业规模 风险管理 创新能力 还有社会责任 都值得信任的 桌美大厦就是横基的成绩单 陆市长 你也亲自考察过了 所以 关于这座产业园的基建任务 不知道能否交给横基地产完成啊 陆重秀听了就是一愣 先想熊白州果然和这家香港公司关系匪浅啊 否则横基也不会把那栋全国第一高楼 那样出售给周美电器 不过 对于这种政府的大型建设项目 一般都是先成立投资开发公司 然后把它作为运营主体 将建设任务分割成好几块 分别拿到市场上投标 而中标的地产公司 再把任务分配给下属 或者合作的建筑队伍 这样就相当于产业园基建项目 转手了四五次一场 唯一的好处就是 历练雨露均沾 所有人都能吃到这块蛋糕 有实力 有关系的吃肉 有实力 没关系的喝汤 没实力 没关系的 只能闻闻味道 羡慕一下 这个也不能说是潜规则 只是体量实在太大 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基建项目 国家和省政府 至少有几百亿的拨款预算 这笔前盏头巨尾后的净利润 也有十位数 真的等那些地产企业 和关系乎反应过来 那肯定抢的是昏天黑地 我找薛书记商量一下 现在还不能给你回复 陆崇秀在电话里谨慎地搭档 挂了电话后 陆崇秀陷入了沉思 从个人利益角度 产业园的建设标准 产业园未来发展等角度出发 陆崇秀其实是赞成熊白洲的提议的 原因有四 一 横积本就是香港的十大地产企 背后有九粒十业做依靠 现在又有熊白洲背数 不可能出现资金链断层的情况 这一条很重要 因为基础建设的时间很长 要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下去 有周美大厦的标杆在前 这张名片足够说明了横积地产的基建能力 三 横积地产独家承接后减少工程转手的次数 垂直管理不仅可以节省时间 政府的相关要求也能够落实到位 四 这条要求是熊白洲提出来的 当前来说产业园立项后 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引进晶圆厂 没有晶圆厂做技术支撑 那产业园和普通的经济开发区也没什么两样 根本实现不了整合产业集群 推动产业发展的既定要求 熊白洲亦是晶圆厂引入的关键人物 其实陆重秀还有一点担心 万一熊白洲绝大 月东的诚意不够高 一怒之下带着横积地产 拿着晶圆厂和产业园计划去其他省市考察 反正对中央来说 只要晶圆厂在国内落地即可 陆重秀觉得 要是自己辛辛苦苦 喝得昏天黑地才拿下来的项目 结果为其他省市做了嫁衣 看能气得跳猪浆 不过这件事还需要和薛汉军商量 本来陆重秀以为要费一番口舍 结果薛汉军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横积整体承接大有弊意 不管从建设效率 还是工程质量都能得到有效保障 我同意 不仅如此 薛汉军还主动提出 带着横积地产的客人考察一下 陆重秀想了想 大概能猜到薛汉军的心思 薛汉军后年即将退休了 很可能先去越东政协过渡一下 在产业园的基建项目上 即使他现在推委 熊白州也能寻找其他方式实现这一目的 可薛汉军推委后 不仅和熊白州所代表的集团画下了鸿沟 也不符合接任者陆重秀的个人利益 成立投资开发公司 本质是为了利益均沾 可如果带来的效果 还赶不上熊白州所能提供的优势条件 那不如坚定地选择一方 薛汉军是越东的省委常委 政治地位很高 他选择一方支持后 纵然省里有些其他意见 甚至建设部下属的几个国字头企业 想进来分一杯羹 薛汉军也能够坚定地挡在外面 所以今晚说白了 其实薛汉军是陪着横基地产的郭孝胜 还有郭子贤来夜叹攀语 中美大厦现在是越城的一个旅游景点了 每天都有游客在中美广场上拍照留念 提高了我们越城的知名度啊 薛汉军六十二岁 头发半白半毁 不过交谈时思路很清晰 声音洪亮 有着一把手特有的霸气 威严 红基地产的这份答卷 我代表越城人民表示感谢 郭孝胜笑呵呵地摆摆手 贤书记眼中了 做生意照系这样了 别人给钱我们做戏 总基一定要对得起该方们的信念啊 郭孝胜说话很接地气 不讲官话 不讲场面话 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权利 这时 熊白州走过来问道 薛书记啊 我推荐的横基地产还不错吧 薛汉军心里一晒 熊白州脸皮还挺厚 明明就是他的要求 现在反而过了邀功 非常满意 相信横基地产 能够再次拿出满分的答卷 薛汉军自然不会服了 熊白州和郭孝胜的面子 画画教子人抬人而已 听说薛书记很少夸人啊 那我就斗胆提个要求 不知道领导会不会答应啊 熊白州继续说道 你说 薛汉军笑眯眯地看着熊白州 产业园是个庞大的项目 难免涉及诸多法律法规 听说香港有个著名的 如林律师事务所 我想聘请他们作为法律顾问 全程知道园区建设 听到如林律师事务所 薛汉军的脸色才陡然变了一下 不过马上恢复正常 就怕他们业务能力不够 影响了产业园的建设计划 熊白州笑了笑 他都是香港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了 听说出厂费高达数十万啊 我就是担心顾不起 还想请薛书记帮忙打个折扣呢 薛汉军最终还是点点头 那我晚上回去劝一劝 郭孝胜和郭子贤都听得云里雾里 不过都没有开口打断 安静地听着熊白州与薛汉军交流 夜深以后 这些大人物各自乘车离了 熊白州自然和郭孝胜 还有郭子贤一起 熊白州上车后 第一句话就是解释刚才的举动 薛汉军的儿子叫薛如林 毕业于耶鲁法学传业 香港那个律师事务所 就是薛如林开的 把他拉进产业园里 有助于极限的平稳开展 郭子贤点点头 又皱着眉头问道 那他真的是香港前十的 律师事务所吗 我好像没听说过 我哪知道啊 熊白州无所谓地说道 排名这玩意儿 第一和第二可能是横定的 但第三说不定就有十个竞争 前十啊 可能有二百个竞争 了解那么清楚做什么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七十一章 绿城 盛世华章 熊白州在副驾驶上介绍薛如林的身份 还有把他拉进产业园基建项目的深意 薛如林的业务水平不重要 总之横击也有法务部门 即使他不过来 我们也可以挂着如林律师事务所的名头 每年可以分百万左右的佣金给他 名给他 立业给他 又不用做什么事 薛汉军虽然是最后一班港 但总是能为产业园的整体计划 发光发热的 郭子贤坐在后面 一边听着熊白州分析 一边问道 陆重秀那边要不要表示 这都不用 熊白州摇摇头 说道 陆重秀还在上升起 更看重政绩 而且我和他比较熟悉 这些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那好啊 恒介的发展还是要靠熊老板上口饭吃了 郭子贤轻笑一声 说道 熊白州转过头 车里虽然没有开灯 但能猜到 郭子贤现在肯定是嘴寒笑意 紧似眼睛下的盈盈秋水 正盯着自己 两人就这么在没有开灯的车厢里 无声对望级 直到郭孝胜都感觉尴尬了 咳嗽一声作为提醒 熊白州才幸幸地收回目光 郭孝胜看着窗外不断划过的夜景 心想也真是滑稽 我在自己车上反而感觉像个多余的人 熊白州这小子 布局有境界 做事有能力 应对有手段 脸皮还很厚 可即使这样 我两个女儿也不该都喜欢她 回到嘉义花园别墅的时候 郭子敬本来已经休息了 他看到郭孝胜还有熊白州居然都过来了 穿着睡衣迷迷糊糊地坐到客厅沙发上 一把挽住郭孝胜的胳膊 拽着父亲的肩膀继续休息 走了一下午的郭孝胜其实也比较疲惫了 原来他想倚靠在沙发上说话 可现在就连喝茶都要小心翼翼端起来 生怕动作太大打扰到二女儿 最后还是郭子敬看不下去了 走过去对着郭子敬的小屁股 啪啪打了两下 爹地五十多岁了 你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 那边有个年轻的劳动力 不要浪费了 郭子敬被拍醒了 绝着嘴巴不高兴地站了起来 来到熊白洲身边坐下 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嘴里还叫道 哎呀不要打我了 你们聊你们的 我要在旁边听着 熊白洲手臂上能清晰感受到 郭子敬胸部传递过来的温软 阵阵香味萦绕鼻尖 客厅里的人除了保姆都没有外人 郭子敬睡衣宽松地领口荡开 熊白洲一低头就能看到里面的光景 这下轮到他尴尬了 熊白洲和郭子敬已经是几次云狱 脑海里对郭子敬的身体很熟悉 看到这一幕 老是想到床榻上的遗泥 不过还要控制着身体和情绪 不能让另外两人看着端倪 尤其是郭子敬 当郭子敬摟住熊白洲的时候 郭大小姐脸上已经似笑非笑的表情 熊白洲心里叹了一口气 就想着立马离开 时间不早了 郭先生先休息吧 我明早过来陪你吃早餐 这么急就要行吗 反而是郭孝胜开口留人 太晚了就睡在这里吗 关于产业园的激进 李债和我讲一讲 熊白洲没办法 而且刚刚提出离开的时候 胳膊上明显感觉被搂得更紧了 显然这一时熟睡的郭子敬也在表示反对 上次去新加坡 见到了邱鹤年先生 和他谈了一下 丰益国际旗下晶圆厂的未来发展 回来后啊 我就萌生了牵头创建 月城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念头 陆市长还有电子工业部的宋华 都比较支持的 说起新加坡 熊白洲看了一眼郭子敬 这屋里的人都知道 熊白洲是去破坏郭大小姐的相亲大计的 我笑声脸色如常 好像熊白洲去新加坡 只是因为晶圆厂 郭子敬眼眉低垂 端起保姆泡好的茶 轻轻抿上一口 故意不看熊白洲 郭子敬虽然闭着眼 却伸出手掐了一下熊白洲的手臂 这一下用了点力气 熊白洲正经危坐地 介绍金元厂对中国电子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心里却在付费 妈的 当初就是郭子敬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 让我去的是她 现在掐我的也是她 女人心真是难以捉摸 计划委决定立项 到出具红头文件至少还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还没人想到产业园基建的业务 但是正式公布后 肯定会有大量的房地产公司 找到月城市委市政府 那时竞争压力就很大了 熊白洲说起这些事 脸上有着掌握大局的自信和沉稳 我都没来得及和子贤商量 趁着机会合适 先把这块业务谈下来 所以我才说嘛 横基以后要靠熊老板上饭吃了吗 中美大厦卖给你了 又在熊老板牵线搭桥 拿下这么庞大的政府项目 熊老板以后对横基 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看着快要坠在熊白洲怀里的郭子敬 郭子贤笑吟吟的端庄优雅 但话里就有点夹强带棒的一味 而且熊白洲还不能解释 吃醋的女人是听不尽解释的 所以熊白洲一点不客气地说道 横基下一步啊 应该将业务部门拆分成独立板块 政府项目是一块 度假存酒店业务是一块 民宅楼房是一块 每个项目财务独立 权力独立 人员独立 互不影响 唯一的联系就是同属横基管辖 郭子贤倒是没想到 熊白洲真敢说 不过他对熊白洲的商业观点 很重视 而且很快就误通了 熊白洲这样做的真正含义 你的意思 每个独立项目都要有自己的特点 不错 熊白洲心里赞叹一声 比如说这两年综合酒店肯定是横基的重要业务 不如把这块单列出来 另起炉灶 让横基地产变成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符号 阿昭 你说得再具体一点 我还没有理解呢 郭孝胜顺时反应能力上 比不过郭子贤 不过这儿都是家里人 郭孝胜也不觉得丢脸 熊白洲想了想 一抬头 看到郁郁葱葱的别墅花园 在院灯下冷熬着力 月色如潮 桂花悄悄地绽放醉人的清香 旁边的翠竹和富贵树 演出一片迷蒙的绿色 就叫绿城吧 熊白洲突然说道 什么 郭孝胜还没能理解 以绿城作为酒店业务的专属品牌 我在川瑜 替横基也谈了一单业务 而且和当地政府有了初步沟通 熊白洲好像真的没把自己当外人 他本来也不是外人 月城的酒店 以高端商务为主 可以叫绿城盛世华章 川瑜的酒店 以度假休闲为主 干脆叫绿城小镇青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72章 郭大亨的布局 听到熊白洲在川瑜也谈了一笔声音 郭孝胜和郭子仙对视 熊白洲的确不遗余力在帮助恒基地产 就算周美大厦的购置上 郭氏家族为熊白洲这个准女婿开了绿灯 但熊白洲反手就替恒基拿下了高薪产业园的基建项目 郭孝胜的社会地位很高 在香港回归的节点 他甚至可以作为香港商人代表团 与国家领导人见面 但是对这种项目而言 仅凭恒基地产是不可能单独拿下来 毕竟恒基是香港的企业 大陆的生意有自己的规则 但熊白洲这个月城的地头蛇界如何 他不仅精通国内生意的复杂门道 并且有足够关系和背景 能够摆平或者安抚其他人 或者靠拉拢或者靠打压 总之今晚薛汉君最后的态度非常明确 高薪技术产业园一定有恒基地产单独承办 而且不竞标不上会不外传 倒是月城的相关部门会和恒基主动对击 一般来说啊 政府项目都需要企业先行电资 工程完结后再全部清算 我倒是和陆市长商量一下 恒基可以电资 但不能太多 政府部门也不能把所有风险都架到我们身上 熊白洲笑着说道 郭子贤表情严肃 他已经没有精力吃自己妹妹干错了 熊白洲所说的每一条都很有道理 就连郭子敬都被逐渐浓厚的商业氛围打断了睡觉心思 睁开眼安静地听着 郭孝胜则因为熊白洲今晚的举动又勾起内心的思绪 郭子贤的眼光格局也许不会差熊白洲太多 宏观上商业操作也能够跟得上熊白洲的思维 但缩小到微观上 比如人际相处 应付各方势力 维持社会关系上面 就远远比不上熊白洲这个厚黑宗师了 尤其郭子贤还是个女人 在社会上天然就处于弱势 我小生以前很少觉得自己的大女儿也会需要依靠 因为她本身实在太优秀了 直到熊白洲出现 以熊白洲的关系我 拿下产业园的基建项目后 还能找不到合作伙伴吗 实在不行 以他的做事魄力 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家地产公司 然后以包片的方式分配出去 整个工程下来 一样可以从里面赚足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 郭小生自然知道熊白洲并不是为了钱 中美电器和爱生电子 本就是下金蛋的母鸡 他抬起头 看了一眼郭子贤和郭子敬 大的雍容华贵 小的漂亮性感 哪个男人不动心呢 熊白洲说着说着 察觉到郭孝胜突然不吱声了 心里有点奇怪 看了一眼郭子贤 郭子贤试试拿起茶壶叙水 嘴里提醒道 爹地 你觉得熊白洲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啊 我笑声愣了一下 从沉思中反应过了 郑瑟对熊白洲说道 阿赵啊 我有个想法 你看看到底合不合理啊 熊白洲连忙坐着身躯 明请说 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基建 不仅要横积地产 或者巨额经济收益 也能提高横积的品牌效应啊 以后去了周美大厦 产业园也将是横积 在大陆的新名片了 所以啊 我想表现感谢啊 郭孝胜把刚才的思虑讲出来 熊白洲连忙拒绝 我只是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而已 再说了 你们帮我这么多 周美电器从起步到发展 都有横积的身影存在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郭子贤也有点诧异 爸 不用和他那么见外吧 郭大小姐 不好意思拿自己举例子 又把郭子敬推出 产业员 就算对子敬的补偿吧 最多 免掉熊白洲的欠款利息吧 熊白洲倒是暗自点头 这个可以有啊 不算利息只算本金 还起来较快多了 郭子敬却听得一脸迷糊 诶 好好的 为什么要补偿呢 郭小生却摇摇头说道 那再穿鱼谈成个项目了 甚至连横积以后发展西路 都想好了 红八糟 本来没有这种义务的啦 郭小生这样说 因为他对两个女儿和熊白洲的感情 还没有完全接受 暂时只认同熊白洲和郭子敬的关系 不过在郭子敬的心里却是另一种想法 所以他下意识就觉得并不需要特意感谢 熊白洲自然也是如此 郭子敬就是他的半截师 不允许别人更改一个字 可郭小生态度很坚定 最后熊白洲没办法 只得提出一个要求 既然横积地产负责产业园的整体基建 不如先集中力量 把爱生电子研究所干起来 郭小生当场同意 并表示免费 熊白洲还想争论 郭小生摆摆手 阿昭 我急了 你的工作很忙啊 但以后我联系越来越老 没办法对横积保持关锯了 几贤一个人撑起这么大的企业 不容易啊 你要多帮帮他 郭小生这样说 就好像交代后事一般 郭子敬和郭子敬都觉得不吉利 熊白洲坚定地表态 横积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郭先生 请放心 不过 郭小生沉浮商场数十载 知道诺言是没有法律效应 甚至感情都不如实实在在的利益可靠 把招 在招美大厦给买卖中 神秀抵押给横积地产 七个percent的股份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 不过 没来得及抹平 你又把产业园项目送给横积 所以啊 我觉得两个企业基干应该加深合作啊 郭先生想怎么合作啊 熊白洲想了想 说道 现在横积里 几仙拥有 四十个percent的股份 我这边有超过三十个percent 担心呢 会慢慢转移到几仙名下了 剩余的 掌握在其他股东手里 郭孔小胜解释了一下 横积的股权架构 继续说道 我想拿出七个percent的横积股份 即换神秀 一个percent的股份了 熊白洲本来 已经拥有百分之一的横积股份了 如果加上这百分之四 那将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 当然 郭子贤对神秀的持股更夸张 将达到百分之八 按照现在的市值 这种兑换 自然是熊白洲更占便宜 但以后就非常难说了 郭孝胜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让两个企业交叉持股 增大熊白洲在横积的股权 这样为了自身利益 熊白洲也必须兼顾横积的发展 另一个角度 郭子贤掌握了神秀那么多股份 应该算熊白洲的大方了吧 郭孝胜根本不相信 熊白洲身边的女人里 只有郭子贤和郭子敬 但百分之八 足够动摇企业的发展了 这将是保证郭氏姐妹权益 甚至制约熊白洲的一种办法 纵然熊白洲蹊跷玲珑 也想不到 郭大亨 将这一步棋 想到了许多年以后 甚至 他还以退为进地说道 照看八招 你写不写的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第473章 技术 技术铁三角 就这样 熊白洲 居然成了横基地产的小股东 他自己也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可怎么也琢磨不透 只能按探到底是香港资本圈里纵横多年的商场大亨 国小胜这样做 肯定不是单纯的表达谢意 一定在哪里有伏笔 只是自己没看清楚罢了 不过 用横基地产的4%股份 换神秀的1%股份 现阶段来讲 熊白洲肯定是赚的 除了每年都有相应的分红利润 以熊白洲总共5%的股权 横基地产每年的财务公告上 都要出现它的名字 当然了 郭子贤也掌握着神秀控股8%的股份 这可是可以影响公司稳定的基数 不过 郭大亨肯定没想到 熊白洲从来没有想着把神秀上市 换句话说 普通的散户是根本没办法购买神秀的股票的 这样也就最大限度减小了不稳定因素 熊白洲只要牢牢占据 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可以了 小股东就小股东吧 至少下次吵架的时候 腾记得前台不敢拦着我 在潘于爱生电子厂附近的一大片空地上 熊白洲自言自语地说的 潘于善耳朵很尖 马上转过头问道 大老板在说什么呢 没啥 熊白洲随便胡扯 我说影响企业的决策的原因里 占据的股份大小只是一方面 就算5%一样可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 一般人肯定是不行的 5%只能算小股东 陶于善认真地拍着马屁 但大老板没问题 即使不占股份 仅凭借个人魅力都可以实现目的 熊白洲摁了一声 十月份的时候 爱生收到了三万多台的VCD订单数据 陶厂长收了六千 说话的腰杆都硬了很多呀 这一下陶宇善有点不好意思了 还是吃着中美电器的红利 三万台听起来很多 市场占比也只有25%左右 但相比较我们的技术投入 还有宣传成本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十月份的全国影响机销售数量 大概在12万台左右 这个数据和11亿的人口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不过相比较于之前的销量来说 已经是爆炸效果 前九个月加起来 也只有20万台 熊白洲心里清楚 除了国庆假期的节日促销原因 周美电器的新闻 对VCD也有炒作效果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个行业的市场大幕 已经被拉开了 1996年以后 影响机销售将以几何数据 混合增长 销售数量和利润只是数字问题 市场份额才能说明一切 爱生VCD起步很早 在市场有一定的认可度啊 熊白洲一边走 一边说道 十月份 只是影跌机厂商们 尝到甜头的开始 我看了王心彤 做的市场调研表 星科 爱多 不补高 齐生这些 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 但如果 能够维持这种市场份额两三年 也基本实现了当初 做VCD项目的预期了 陶宇善还不满足 至少要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努力 还有大老板的理解和支持 熊白洲笑了笑 老陶 今天嘴巴像抹了蜜啊 是不是因为 我把爱生研究所的建设任务 分给别人 你觉得负担减轻了 今天熊白洲来攀语 有两件事要落实 一是和陶宇善商量 将爱生研究所的建设任务 分配给别人负责 第二件事 就是将研究所的管理上 从爱生电子厂独立出去 除了财务上的往来 空间上都要彼此独立 熊白洲就是过来圈地了 陶宇善听到后 其实很高兴 十月份的影碟机订单 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十一月初 依然有生意上门 陶宇善安排生产 已经忙得焦头烂了 根本没有空 顾及研究所的建设 还有另一个原因 陶宇善觉得 自己掌握的知识 很难达到熊白洲的建设标准 于是坦诚地说道 硬要吹牛 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擅长的是生产和管理 至于研发 仅在VCD项目上是够用的 但大老板又是晶云厂引入 又是产业源框架 很明显 还有更远大的志向 看您费尽心思 从蜿蜒手上挖来那些技术工程师 我就知道 研究所承载着爱生电子 从劳动密集型工厂 向技术先进行企业转变的 这样一个重要责任 我的科研能力 不足以领导研究所 理应有适合的人才担任 这是下属难得的肺腑之眼 熊白洲拍了拍陶宇善的肩膀 好好把生产和管理抓好 爱生电子厂能有今天 也是你多少个日夜颠倒熬出来的 我心里有数 另外 熊白洲继续说道 以后厂区内只负责产品 或者芯片的制造 不做研发和实验工具 原来准备盖研究楼的地方 搭建影碟机生产线 应付任意庞大的生产需求 行 这是我老本行 肯定没问题 陶宇善干脆利落地表示 熊白洲对陶宇善 生产管理水平很放心 不再多谈这个问题 举着脚下的地方说道 你觉得研究所建在这里如何 陶宇善抬起头看了看 这片荒地 大概有八十亩到一百亩左右 对主要以科研功能的研究所来说 肯定是够用 最多再加上工程师宿舍 还有食堂 也许还有一座行政办公室楼 陶宇善对厂区的建造很有心得 脑海里很快模拟出相应的区域化分 点点头 收到 世界内可以看到爱生电子厂 这样的距离 方便两个单位的沟通和协调 面积大小也足够了 周围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只是有个臭水沟需要治理 不要治理了 直接填平 熊白州豪迈的一挥手 到时直接挖一个人工壶 这是大老板的作风 陶宇善跟着熊白州步伐 围着这片土地转了一圈 熊白州脸色平静 不时陷入沉思 满脸落腮胡子的陶宇善 乖巧地跟在后面 老唐 金元厂我准备也落在这附近 到时金元厂 爱生电子研究所 组成一个铁三角 既能在内部形成一个循环的产业链 又可以当成一个闭环的整体 参与电子行业的技术交流 可进可退 可攻可守啊 熊白州站在一个小土坡上 向下宁市即将被工业科技化替代的 越城郊区农村 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 但总是会打破别人的安宁生活 陶宇善没有熊白州的格局 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慨 李克生思维很直接 三角形 是最稳定的结构 这个技术管理铁三角 肯定能让那些外国老 刮目相看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74章 委屈的陆远飞 90年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民营企业的崛起 还有国企改制 都是时代的特征 也是国家发展中 避不开的历程 这一期间最让人心痛的 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转力技术低价贱卖 土地资产几乎不作价 这些行为的背后 都伴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 这些层层相叠的链条 将大大小小的势力 捆在一起 能量庞大到 雄白猪都不敢伸手揭开 一旦揭开 立马会把自己 炸得粉身碎骨 不过 这种形式 对雄白猪的自身发展 却非常顺利 他替爱生研究所的圈地行为 几乎没有一点阻碍 周春恒和朱晓阳 甚至觉得 这八十多亩土地 还是太少了 攀于这种乡下地方 雄白猪肯过来投资盖楼 已经让政府官员喜出望外了 土地就像是白送的 尤其在产业园的整体建设框架里 占地行为都能得到很好的助击 雄白猪心里叹了口气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风口吧 大一点的缝隙叫机遇 小一点的叫套礼空间 有些事情 雄白猪也是身不由己 就比如中午应酬的时候 在周春恒还有朱晓阳的阴气期盼下 雄白猪不得不留下吃了顿便饭 就在雄白猪等人推杯换盏的时候 同属攀于的星河地产里 陆远飞却狠狠地摔了杯子 雄白猪真是欺人太甚了 周春恒也他妈是一条没骨气的田狗 谁有钱就去舔谁 陆远飞等人 本来正在建业负责苏宁联合门店的扩张 周美电器登上了央视新闻 不仅对本身是个极有效的宣传 对整个家电连锁门店行业来说 都代表着一种肯定 所以趁着国庆的热度 苏宁一个月内扩张了13家门店 基本把建业四周的地势全部占领 下一步就是对整个江东省进行覆盖 现在苏宁联合已经完全没有追上周美电器的想法 谁都知道两个企业之间的差距太明显了 如果完全学着周美的操作步骤 他们怕乖乖地跳进雄白猪故意挖的坑里 不过在苏宁联合的扩展中也是遇到了分歧 张锦东表示 虽然不能全部学习周美电器 但送货上门和售后维修却可以接近 万雪松和林渝又觉得 这些都是小问题 腾出精力创建物流和售后服务 不仅耗费时间财力 也影响门店的扩张速度 雄白猪折腾了一年的连通快递 到现在还是不闻不虎 那可是雄白猪啊 他亲自主抓的生意 都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可见 推动物流快递的发展需要多少时间 苏宁每个新开的门店生意都很好 顾客也没有一定要求过 送货上门还有售后服务 再说了 这些都可以慢慢完善 当务之急应该先不断拓宽 在城市的网点 雄白猪目前 只是在华南地区 延伸中美电器的销售卖力 一旦他把那些县级区域的门店 开设完成后 接着就是向北扩张 那时苏宁就要直面这个 拥有全国第一高楼 上过央视 市场估值超过65亿的超级渠道上 如果不趁着现在尽快打下基础 等周美电器进驻江东的时候 雄白猪像以前那样不要脸的把门店开在苏宁联合的隔壁 谁能拿他有一点办法 直到这个时候 陆远飞才觉得雄白猪做事太有前瞻性了 居然在周美电器创建之初 就把物流和售后绑到门店上 另外冒着巨大风险 拿下了那栋大厦更是神来之笔 先不谈为周美电器带去的流量和宣传 也不谈企业地位的提高 有了实体产业以后的周美电器 市场估值已经来到了65个亿人民币 虽然这种估值存在溢价行为 但不得不说 雄白猪这一步把国内所有的家电连锁起 远远甩在了后面 陆远飞和杜建安商量后 还是被现在良好的市场态势所吸引 说服张进东一起继续铺设苏宁联合的城市文店 其实这个选择没错 在雄白猪虎视眈眈的注视下 尽力扩大市场覆盖面是最好的应对效果 不过就在陆远飞把注意力放在苏宁电器的时候 月城大本营传了消息 新河湾楼盘被强制停工了 而且还是潘渝区政府的强制停工 杜建安一开始还不相信 他老头子杜业是月东组织部的部长 周春衡一个副厅级干部 有什么资格屡虎须啊 就算雄白周的支持也不够啊 单单雄白周支持的确不够 因为陆远飞那边也有邮电部的背景 但如果薛汉军、陆重秀、吴立峰这三个人 也全部支持新河湾停工 薛汉军也是月东省的常委 可杜一半斤八两 那周春衡就有足够的胆子做事了 理由也简单 本来新河地产就有很多不规范的操作 屁股下面全是石 周春衡随便找点就够了 看到原来轰轰烈烈的建筑工地 现在居然没什么人影 除了一丝凄凉浮现在心头 陆远飞更多的还是愤怒 尤其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陆远飞拿起杯子想倒水的时候 这才发现纯净水桶里早已空荡荡 甚至都没办法烧开水 很显然被强制停电了 陆远飞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摔杯子 咒骂周春衡都是轻的 尤其看到不远处的爱生电子厂 也在热闹地搞基建 两相一对比 陆远飞杀人放火的心思都有了 事情的原委清楚了 杜建安几个电话打完 脸色严峻 陆远飞阴沉地盯着满地的碎玻璃章 嘴唇干裂 哑着声音说道 说说看 潘语要建设一座高新技术产业园 陆重秀已经在燕京拿到了立项许可 据说为了方便招商引资 保持园区的产业一体劲 不相干的企业禁止罗户 那个产业园和熊白周有什么关系 陆远飞不相信 事情仅仅那么简单 看来在建业错过了很多信息 这是熊白周最先提出的构想 陆重秀觉得 可以作为政绩上的亮点 于是积极地推行 陆建安回道 陆重秀 也他们是一条田狗 陆远飞冷笑一声 接着问道 这么说 不许新河湾开工 也是熊白周的体 他直接在公开场合提出的 陆远飞沉默有 突然问道 那产业园的基建 有没有招标 没有 被熊白周 介绍给了横基地产 单独成绩 最后一个茶杯 也被摔碎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七十五章 一个小礼物 性河湾停工 不仅仅意味着 项目没办法开展下去 更重要的是 陆远飞还有林渝的 一大笔可用流动资产 也被困在这里 杜建安虽然也占股 但他还有自己的独资公司 建安地产 不过来不及清醒 因为杜建安突然意识到 苏宁联合的扩张计划 将会受到影响 陆远飞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当初周美电器 在召集厂商大会的时候 苏宁联合针对性开业 的确让周美电器管理层 手忙脚买 不过 熊白猪稳住形势后 厂商大会 还是实现了寂静目标 那时 几个苏宁联合的股东 就预料着 熊白猪的反击 甚至在谨慎的防备 不过 一个多月过来了 熊白猪似乎 只顾忙着 周美大厦的搬迁 尤其陆远飞 还在国庆期间 去探听虚实 结果受到了刺激 回来后 就闷着头开门店 哪里晓得 熊白猪并没有直接对苏宁联合动手 反而采用了迂回的方式 利用产业园计划 喊听了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新河湾 我们找找关系 看能不能让新河湾重新启动 杜建安建议道 陆远飞不吭声 产业园计划得到了 粤城党政官员的支持 立项通过 表示部委领导也非常看好 这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大事 所以 熊白猪借用起来 打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如果没有对抗产业园的筹码 重新启动 基本不太可能 最多一直耗在这里 那肯定正中熊白猪下怀 陆远飞摇摇头说道 暴怒后的思绪 反而异常清醒 他和我们打扯皮的嘴杖官司 能一直打到这个产业园项目结束 不过 新河湾也能一直封到那个时候 杜建安有点诧异 陆远飞现在的冷静 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 岳城市长陆重秀回来了 带回了 国家计划委的公文立项批示 其实 高新电子产业园计划 在陆重秀心中 已经酝酿了很久 以前还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但最后的结论是 仅凭政府部门的力量 根本不够 政府可以拨款 可以不遗余力地支持 但这块画纸上的内容 还需要企业来描绘 就在陆重秀 都有点可惜 这么详细的调研数据 被浪费的时候 熊白州事实地提出了 更加详细 更加宏伟 也更加完善的 电子集群商权规划 陆重秀本来 只是想归纳越城杂乱 却又不断发展的电子行业 但熊白州 却要以晶圆厂为基础 和技术支撑 以越城为中心点 囊括香港 辐射全国 吸引东南亚的注意力 整个项目的格局和立场 都更加庞大 而且符合国家 第九个五年计划 也就是1996年到2000年中 增大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 加快高技术的产业化 结合重点建设项目 组织重大成套技术装备的 研制开发的要求 所以 时代大势的驱动下 这个设想 很容易就通过了计划委的审核 当然 陆重秀玩命的喝酒 也是功不可没的 他在燕京 几乎是每日一吐 所以才这么快得到批复 郭孝胜离开香港前 在熊白州区中协调下 与薛汉军和陆重秀吃了顿饭 增加两方的合作感情 对于这位香港著名的地产大亨 粤城的两位党政领导 给予了充分尊重和热情 熊白州都挡了好几杯酒 郭大亨离开粤城时 熊白州也亲自开车送他去关口 郭子贤和郭子敬自然也要跟着 熊白州当司机 那副驾驶的位置就很有趣了 本来郭子贤下意识地打开副驾驶的门 准备坐上去 想了想 还是把位置晾给了郭子敬 自己和郭孝胜坐在后方 我和爸爸有些公司的事情要谈 老师转过头 我方便 郭子贤坐上车后 果然和郭孝胜说起了横击的事情 在周美大厦打包卖给周美电器之后 横击在粤城的项目 还有珠江边的小渔村和一块住宅小区 当初熊白州给出建议后 郭子贤几乎完全采纳 将项目部拆分成了几个独立的板块 酒店度假村归属绿城名下 住宅小区归属银喜名下 商场商务楼归属博兰名下 以后 横击将成为一个品牌符号 郭子贤将着重运营那些独立项目 所以 小渔村变成了绿城大酒店 但全称却是绿城盛世花张 位于天河沙汰的银喜小区 全称叫银喜 暗指听栏 这样一分开 郭子贤立马就觉得 公司的脉络清晰了很多 他只要抓住各个项目进展的关键点就可以了 以前经常一天忙到晚都没有休息时间 现在却经常下午四五点 手里就倾斜下来了 熊白周把现代管理方法应用到九十年代的房地产企业里 在效率和质量上都会有显著的提高 郭子贤是个事业型的漂亮女人 既然产业员不能划分到对应的板块里 她干脆自己主张 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爱生研究所建好 郭子贤和郭孝胜正在讨论着 熊白周没有插嘴 带着墨镜轻松地开着车 偶尔瞥一眼赴驾驶上的郭子贤 这位姑奶奶更是悠闲 居然自顾自地涂起了指甲油 涂完手指甲 再把腿盘坐到座椅上涂脚指甲油 表情仔细认真 眼睫毛长长地挑起 露出的同仁清澈明亮 唇形仿佛鲜嫩的鳞角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熊白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郭子敬还没察觉 郭子贤却在后面瞧得一清二楚 拍了两下熊白周的靠背 熊老板可真是一点没客气啊 研究院的建造预算居然高达四千万 别忘了 你老人家现在可是横击的股东 郭子贤说话的时候浅笑如常 但熊白周却能听得出不同寻常的味道 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刚才的眼神有问题 不过他脸皮很厚 假装没理解郭子贤说话的深层含义 单单就这个问题解释道 研究所以后承担着艾生电子的科研工作 所以部分房间需要特殊材料 比如信号屏蔽房 电磁兼容检测暗房等等 郭子贤哼了一声 他只是看熊白周的眼睛 不自觉而已 至于研究所的花费 相对于整个产业园的基建盈利 完全可以接受的 郭孝胜是知道大女儿找茬的真正原因 他一口气 我说话 熊白周想了想 继续说道 这样吧 我准备送郭董一个小礼物 全当研究所的补偿了 熊老板除了给我送过花 居然还想起来送礼物 真是难得 郭子贤眼神邪非 好似寒情地误盼着 那你说说看 到底是钻石呢 还是翡翠 都不是 一个刚刚打好地基的楼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76章 阳谋在世 星河湾 我自嫌有点诧异 那不是星河地产的项目吗 似乎就在爱生电子隔壁啊 熊白舟 摁了一声 那个项目啊 现在已经停工了 这是星河地产的第一块地 虽然还是老套的公文换地皮 不过 他们没有爱到其他人的利益 所以谁也不会主动去招惹 北京很复杂的星河地产 哪里想到 八杆子打不着的熊白舟 居然跑去和别人掐起来了 你和那边的人不对付 郭子贤 还是第一次打听熊白舟生意圈子里的对手 哎 那可真是孩子没娘 说来话长了 其实啊 前前后后 我都是被动的一方 熊白舟把周美电器 和金安电器的恩怨 简单说了一下 最后总结道 星河湾这个项目 是他们送到我嘴边的 那当然要顺手吞下 从越城 往罗湖关口的路径 熊白舟很熟悉了 而且前面 还有郭孝胜的司机 开着林肯引路 车里的其他三个人 听了熊白舟的描述 尤其郭孝胜和郭子贤 欲能体会熊白舟 前期创业的金星和凶险 那他们的楼盘被封了 会不会找背后的关系解决啊 郭子敬也放下了手中的指甲油 好奇地问道 熊白舟笑了笑 他们自然可以找关系啊 但是这个办法比较蠢 郭子敬难得关注生意上的事 听到熊白舟这样评价 不高兴地扭了下熊白舟 泪尖的嫩肉 接着嘴问呢 那你说 怎么蠢了 产业园的功能 不仅仅是整合 月东电子产业 它还是吸引金元厂 落户的重要场所 可以说啊 中央领导都在关注这些事 不然为什么陆重秀 能那么快把立项跑下来 熊白舟神态平静 语气却十分自信 那时在我 从产业园立项成功的那一刻开始 星河湾就已经不是陆远飞说了算的 郭孝胜本来很欣赏熊白舟此时的论能 但看到二女儿正出神地看着熊白舟 大女儿虽然要好一点 不过瞧着那个专注的样子 郭大亨心里就在发愁 所以啊 熊白舟毫无察觉地散发个人磁场 如果陆远飞反应快 那就应该及时抽手 果断地放弃星河湾的盘 这样才能及时止损嘛 说不定还能换点利润 不然拖下去啊 我能把苏宁都给拖垮了 熊白舟笑呵呵地说道 郭孝胜心里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熊白舟有什么后续手的 但他这样说 肯定还挖着更深的拳套 但是啊 这样拖下去 双方都有损失 熊白舟突然一个转折 由于今天谈话的对象 是郭孝胜 郭子贤 郭子敬 这三个人非常值得信任 所以熊白舟谈话的尺度就放开了一点 我损失精力 他们损失钱财 熊白舟看了一眼郭子贤 这两天 你找人去给星河湾报个价 把那个盘接过来 大概估值的五分之一就够了 接过来 咱们就能开发吗 郭子敬先一步发问 当然可以啊 熊白舟笑着说道 陆远飞不能开发 那是因为影响产业园的设计 我们能开发 那是为高新技术人才建造宿舍呀 还是那句话 大师在我 同样的事情 换个说法 意义就不一样了 哦 郭二小姐终于明白了 点点头说道 熊白舟 你这人可真狡猾 熊白舟笑笑 不说话 郭子贤知道 这不是狡猾 而是对社会规则的合理利用 这么说 你对产业园的掌控力度 其实比岳城政府还要强 郭子贤轻皱着眉头问道 嘿嘿 熊白舟咧嘴一笑 政府是官方上的领导者 也是名义上的获利者 毕竟我们都要算是在 越城市委市政府指导下工作的 那但实际操作 却不能外行指导内行啊 所以 我打算成立一个 产业园内的技术联盟 具有审核入住企业资质 制定运行标准 管理产业园科研成果 这样一个作用 到时候熊老板就成为熊秘书长了 不会 熊白舟摇摇头 这个联盟的秘书长 可以让陶宇善建制 或者为了避嫌 甚至可以让其他公司的管理者担当 国校上明白了 联盟或者协会等社会组织 在香港很常见 他们是政府之外的一种重要机构 可以完善社会服务 填补政府漏洞等功能 虽然大陆也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 例如红十字等等 不过都有很深的政府背景 熊白舟这个联盟 也肯定会掺杂官员们的利益 但这样 既能保证产业园 按照熊白舟规划发展下去 也可以让政府的领导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就是杨某 包括星河湾楼盘在内 熊白舟就是赤裸裸地 把自己计划公开 但其他人 除了按照熊白舟给出的路行走 其他方式已经被堵死 关于楼盘的价格 星河地产会答应吗 毕竟只有五分之一的估价 郭子贤大概能估算出 星河湾到现在的出息投资 如果真的是五分之一 那他们真是亏到姥姥家了 大胆去坐 眼看着罗湖关口近在眼前 行人也多了起来 熊白舟逐渐放慢了行驶速度 陆远飞不傻 还知道如何选择最优利益 郭子贤默默地点点头 立马就掏出手机 把信息安排 就连他自己都没察觉 自己对熊白舟的意见 有多重视 看来把横基的股份 翻一点给红白舟 这一步还是找对了 郭孝胜暗暗想到 很明显 熊白舟将逐渐影响 横基地产的发展 不管是产业园的基建 还有内部改制 眼前的新河湾楼盘 将来还有川渝的 小镇青年度假村 这些都是横基的业绩 但却和郭子贤 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都是熊白舟的精彩构思 熊白舟占有股份 以后继续对横基地产发展 直手画脚的时候 身份上的障碍就解决了 到达关口 郭孝胜下了奔驰 准备换上林肯 他先和郭子贤 郭子敬拥抱一下 到了熊白舟这里 两个男人不缘而同地 换成了握手 阿昭 季贤很辛苦的 季敬太调皮了 要好好包拥他们啊 爸 郭子贤红着脸 不让郭孝胜继续讲下去 当着郭大小姐的面 熊白舟也不好表态什么 只是握手时加了点劲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郭孝胜上车后 又忍不住转头看了 三个人的容貌和气质 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郭孝胜 心中居然有那么一丝 般配的想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77章 不谈 恒基地产 很快收到了 新河湾的回复 居然还是传真过来的 正式文件 以收习贵公司的意向 经了解 恒基地产资金雄厚 口碑良好 经我公司管理层商议 决定 在香港即将回归的 跨时代节点 新河愿意 与恒基开展协同合作 共襄盛局 布局越东地产新篇章 越城恒基大厦的 董事长办公室内 郭子贤将这份文件 给熊白州递过去 熊白州看完 笑了半天 然后才说道 哎呀 强称颜面 这应该不是 杜建安和陆远飞的手笔啊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话 就是擦粉进棺材 死要面子 那两人肚子里 都手有点祸的 看清形势 就不会做这种 没意义的挣扎 熊白州拿起文件 又看了一遍 新河湾 其实还有第三个股东 就是原来 金安地产的女老板 她长得很漂亮 但水平很差劲 还喜欢背后搞手段 熊老板 对漂亮女人 总是很有印象 郭子贤 坐在办公桌后的 软皮椅上 轻飘飘地点了一句 小麦州假装干咳一声 现在这个办公室里 不仅有郭子贤 他的随身秘书 也拿着笔记本 坐在沙发上 类似郭子贤 和熊白州 这样生意规模的商人 大部分都配备两种秘书 一种是行政秘书 一种是生活秘书 行政秘书 一般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和组织能力 能协助领导 处理各种行政事务 完成交办的各项事业 从职责上讲 属于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 例如 周美电器的行政办公室经理 曾敏 他以前兼任了熊白州的行政秘书 不过 随着搬迁 进入周美大厦以后 曾敏 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建职秘书工作了 他要对周美电器 一千多名员工 进行梳理归等 生活秘书 也叫随身秘书 主要职责是 安排领导的起居 休息 医疗保健 和各项公务活动的日程等等 细心谨慎 服务周到 穿着得体是基本要求 尤其还要有生活味的人文关怀 不过 因为生活秘书 太天际领导的生活了 很容易产生 暧昧不明的关系 所以官场上 一般不用女秘书 喜欢聘有女秘书的企业家 出现家庭问题的也不少 总的来讲 行政秘书级别 要高于生活秘书 但与领导的亲密度 未必比得上 因为老板们 许多私事 都不会瞒着生活秘书 熊白州虽然没有家庭 但身边女人可一点不少 尤其王连桥经常出入周美电器 所以她到现在都没有生活秘书 行政秘书仍然是曾敏 偶尔过来客串 这样下去 始终不是办法 熊白州不能把精力 分散在小事情上 看来过一阵子 就得把秘书给安排了 熊白州瞅了瞅 郭子贤的生活秘书 黑色套服 黑色丝袜 白信的小脸俊俏可人 心里倒也羡慕 郭子贤本来用 新河地产的女股东 刺了一下熊白州 结果她倒好 假装糊涂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打量自己的秘书 熊老板眼神这么炙热 要不要我把亚娜借给你啊 郭子贤带着淡淡的香水味 走到熊白州身边坐下 炯炯有神地说道 金亚娜 就是郭子贤的秘书名字 听到两位大佬居然拿自己调侃 她急促不安地扭动下身子 金亚娜身为郭子贤的随身秘书 甚至还跟着去了新加坡 对这位女董事长的感情生活 还是很清楚 与眼前这位熊董事 纠葛全看在眼里 九白州听了 难得老脸一红 哎呀 公司里不谈这些私事 影响我的形象 郭子贤忍不住 眼着嘴巴笑起来 熊白州偶尔也会流露一些傻气 这与平时自信成熟的样子 有很大差别 对比起来颇为好笑 郭子贤笑起来很好看 其实这两个女人都是商务装扮 不过看似差不多的造型 但因为气质还有身份的不同 比外界的感官也是截然不同 郭子贤将焦糖色的柔软头发盘了起来 天蓝色的Chanel定制服 衬托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前面的领口处显露出浅灰色的衬衣花边 白嫩的薄梗是唯一露出来的皮肤 本钻石吊坠闪耀着琥珀色的光芒 下身则是浅灰色的丝袜 包裹着一对笔直浑圆的小腿 笑颜如花的表情 能在严肃 典雅 细腻 还有调皮之间随意切换 真是一个一态万千的女 如果说刚刚熊白舟 只是随意看了下金亚娜 但对郭子贤就有点痴迷了 郭大小姐最后都受不了 骗过头脆了一口 刚刚还说保持形象呢 熊白舟脸皮厚一点也不介意 小秘书金亚娜看到两个大老板就在眼前秀恩爱 脸憋得通红但也不敢离开 只能低下头刷刷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他只是下意识地写一些汉字 其实自己都不晓得在做什么 还好这个时候 葛文雷敬门进来 这一丝疑泥的气氛才慢慢地消散在空气里 郭董 熊董 您找我 葛文雷知道公司股权的变化 一直与横积关系密切的熊老板终于入股了 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幕 但葛文雷极为佩服熊白舟的商业操作 也期待他能够带来新的气象 熊白舟到底是熊白舟 从没让人失望 因为横积最近的变化实在太多 内部有项目的改制 外部拿下了高新产业园基建 葛文雷是老建工的 他知道横积地产综合实力虽然很强 建筑标准也很高 但想拿下大陆的政府项目 没有关键人物的引导 根本不可能 目前来看 这个人就是熊白舟 另外 在新河湾楼盘这块 天上掉落馅饼的寻价过程中 熊白舟身影已经很明显地凸显了 看到葛文雷过来 熊白舟又把话题撤回工作上 新河地产这样的回文 我才有两个心思 一就是那个女股东咽不下这口气 仍然硬要出面子 第二就是他还抱着侥幸心理 万一你们被唬住怎么办 郭子贤白了熊白舟也 熊老板 天下可不止你一个聪明人 那下面怎么办 那得看郭董的想法落伍 熊白舟反问一句 啊 郭子贤看了一眼熊白舟 如果郭董想马上拿到新河湾的楼盘 倒是可以去商量合作 只是价格要高一点 如果不是很心急 我就建议等一等 最后啊 没准他们会主动找横积坛呢 郭子贤点点头 突然迈着优雅的步伐 来到碎纸机面前 直接将新河地产的回复文件 塞了进去 伴随着咯吱咯吱的碎纸声 郭子贤挑了挑戏没 那先就不谈 撒爽果断 没有一丝脱泥带水的犹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78章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自从上次横积地产寻驾后 林渝经常呆呆地坐在传真机面前 一动不动 他的金安地产 脱胎于全国潮流下的道路建设 后来虽然转型成为房地产企业 名气的确很大 但实质上依然是皮包公司 想要做事还是得附庸在某一股强大的资本后面 本来以为陆远飞是他的真命天子 可这一年多来的经历 林渝现在却觉得用丧门神形容更好一点 准备周全 背景深厚的金安电器 开业第一天就倒闭了 不过那是陆远飞自己的钱 林渝也不会心疼 还趁机劝说陆远飞投资房地产行业 越东的家电连锁行业里 既然有周美电器那只大老虎 那暂时就避开 但房地产不一样 里面全是恶狼 谁最有能力 谁就能吃掉最肥的肉 所以星河地产成立了 它是以金安地产为基础 陆远飞进行注资 杜建安提供设备的综合性房地产公司 在林渝看来 新公司有燕京的背景 有越东的关系 还有金安的基础 属于上中下都有关系 高中低都有人脉 简直就是一个企业的终究形态 甚至名字里都有 星河悠悠漏水长 南楼北斗两相当 这美好而壮阔的寓意 可是这么厉害的企业 为什么被对手 干脆利落地疯掉了呢 不仅没有反抗的力量 甚至最好的办法 是低价处理给对手 林渝想不明白 也很难理解 不过 这个女人即使憔悴的样子 依然很动人 披肩长发 乌黑发亮 披散刘海下一对性眼 有着忧伤和恨意 鲜艳的红嫩嘴唇 好像涂着口红 白色吊带的丝质长裙 丝毫遮掩不住胸前的风脉 别等了 恨迹不会回信息的 陆远飞叹一口气 提醒了 为什么 林渝转过身子 咬着细碎白瓷般的细牙 就算谈生意 总要商量一下吧 难道他们说什么价 就订什么价吗 现在 恨迹地产和熊白州的关系 大概也都能猜得到 熊白州和恨迹的新任董事长 一定有说不完的苟且 所以 在周美大厦的买卖中 恨迹宁愿亏本 也相信熊白州的还债能力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陆远飞第一次觉得 这个女人的领悟能力实在太差 恨迹地产背后站着熊白州啊 你这点伎俩 只望他看不穿吗 我们等得越久 谈价时越被动 那我宁愿放在这里 也不想作剑 卖给那对狗男女 鲤鱼情绪激动起来 这是生意 知其损失的 只能是金钱和时间 杜贱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 他轻轻搂住鲤鱼的肩膀 轻身安慰的 放在这里 熊白州的确不会占据 但他却有大把理由 铲掉地基 那也是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别忘了 苏宁联合那边还需要资金注入 壮事断碗 有时候也是一种社会法则啊 那我们可以找其他地产商啊 甚至白送都可以 鲤鱼仍然不甘心 其他地产商 能拿出和产业员旗鼓相当的项目吗 陆元飞反问一句 然后缓缓地解释 我打听过了 中央对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员 异常重视 而且有些项目的保密度极高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弄出点幺额子 大家全部完蛋 我们不要忘了苏宁 现在新接口门店 与均有四十多万的营业额 我们虽然比不上 拥有中美大厦的熊白州 但占据主场优势 对抗还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再把张静东排挤出去 听着陆元飞对未来的美好描述 李渔决定再相信他一次 熊白州是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接到格温雷打了报喜电话 熊董事 新和地产 同意把那块楼盘转让给我们了 声音里的兴奋压抑不住地透过来 熊白州其实早有预料 不过他不会让别人的热情无处落地 小赫赫回应 呀 那恭喜你们啊 熊董事 同喜啊 别忘了你也是横棋的董事 诶 我这是挂名的 不算在内 熊白州和格温雷聊了一会儿 打听了一下接盘的价格 的确非常低 看来陆远飞他们断得很彻底 两人说着说着 格温雷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诺师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熊白州痛快地答应 那个 那个 格温雷突然有些吞吞吐吐 不过 熊白州很有耐心 根本不催促 最终 格温雷还是组织好了语言 当时我们只顾着被楼盘价格吸引 现在才想起来 这个小区建好了 我们卖给谁啊 还有这个户型怎么设计啊 文雷 你这是两个问题啊 我到底要回答哪个比较好 熊白州坐在汽车后排 翘着二郎腿指出格温雷的语病 你这个 这个 格温雷又结巴起来 熊白州笑了笑 不再调戏格温雷 坐直了身体 洪亮的大道 那 关于第一个问题 其实郭董已经有了答案 他应该就在你身边吗 请你转述一下 他的猜测是对的 还没等熊白州回答第二个问题 电话里果然出现郭子贤的声音 熊白州 你是不是早就这样打算了 先封掉星河的楼盘 然后找横积低价收购 等我们建好以后 你再出资收回 不仅价格上有优惠 而且质量上有保证 是啊 熊白州回答得很坦然 那 你是不是也早就规划好 精元厂就落在这个楼盘附近 作为新加坡精元厂 那些工程师的高级速性 可以成为新颖秋鹤年的筹码之一 让他觉得 你们的准备很充分 呀 郭董事长真是神机妙算 就算全都猜对了 说过时 还希望能便宜点啊 不然只能继续欠账了 这些计划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正正被说来着 可是你先问了呀 熊白州电话里的口气很轻松 可郭子贤 恨不得咬上两口才能解气 低了一声 就按掉了电话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盲音 熊白州自言自语说道 啊 横击地产在这件事里 始终都是赚钱啊 而且郭子贤早早猜到我的打算 如果想拒绝 也有大把时间呢 哎 国大小姐还是太聪明了 其实啊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79章 归去来西 熊白州去白云机场 有两个任务 一是送人 二是接人 送的人 是陈庆云 他原来在四海影像公司里负责盗版碟片的制作销售 现在已经将相关流程全部熟悉 熊白州把他打发去海州考察市场 考察目的是为了建厂 生产盗版碟片的电子厂 这是熊白州早有的打算 现在他觉得时机差不多 首先将冷静又忠心的陈庆云派出去 这让盛元清很羡慕 陈庆云本次出差的意义不同寻常 这意味着大老熊对陈庆云能力上的肯定 开始指导 培养他在生意场上的发展 虽然都知道 陈庆云应该是第一个得到机会的人 不过 当熊白州做出决定时 四海那帮老兄弟 还是有点落榜后的遗憾 其实他们都明白 自己是没办法 像刘庆峰 苏汉金 陶宇善等人那样 修订公司的规章制度 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 或者解决工厂的生产问题 这些必须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专业 四海的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基础条件 不过简单的事情 比如调研市场 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 这些还是可以做的 不过目前来看 大老兄应该觉得 只有陈庆云勉强达到了出师标准 大老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我的 陈庆云问他 你说哪方面啊 熊白周笑着反问 关于生产蝶片工厂的 陈庆云都没说完 熊白周就打断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经验要在实践中慢慢积累 你身上有一个圆镜和大翔 他们都没有的优点 那就是会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 熊白周注视着陈庆云 有一种右弟即将走出自己羽翼之下的感慨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对身边的事情没有漠然无视 生活也会把相应的经验回赠给你 关于影碟机场的事情 你可以放手去做 工厂的面积 生产的体量 市场的需求 还有对未来的构想 都可以大胆实践 不要怕错 更不要放弃 熊白周轻轻拍了两下 陈庆云的后脑勺 这个曾经三拳打飞 香港双花红棍的年轻人 默默地受着 一关清冷的眼神 居然有些不舍 失败不是悲剧 放弃才是 陈庆云重重点点头 流露出来的感情 再次脸藏起来 大佬 那我走了 又看一下圣元清 小圣 照顾好大佬 圣元清不耐烦地挥挥手 知道知道 真不知道 原来你屁话这么多 不过就在陈庆云 刚要进入机场的时候 熊白周又把他喊了回来 另外一件事没忘记吧 知道 陈庆云稳重地回答 小周嫂子 目前的生活状态 熊白周看到 陈庆云心里有数 也就不多废话 十二月份 我从燕京回来的时候 会经过海州 到时 要看到丞相 有人走 也有人来 归去来袭 世间常态 来的人是王哲超 这个先向故乡的新加坡籍硬件工程师 当某少华 因为吸毒和藏毒被限制出境的时候 王哲超 安然无恙地返回了美国硅谷 接着就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理由非常正当 因为王哲超和他老婆一直是两地分居状的 王哲超在美国 他老婆在新加坡 所以王哲超的辞职理由就是夫妻团圆 另外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下属金圆厂 正式向王哲超提供了offer 虽然高通的德雷克很舍不得 但王哲超去意已决 而且 半导体硬件工程师 在常春藤高校的博士站点 还是能找到相应的技术人才 由于王哲超回的是新加坡 这个国家的半导体生产技术 基本和高通持平 所以 保密协议没有太大的意义 反而会影响王哲超就业 所以 德雷克直接废除了 王哲超之前签订的保密协议 王哲超回新加坡以后 只是在金圆厂熟悉了一下环境 已经提前得到昭安的邱文革 顺利把王哲超送回大陆 熊白州就是来机场接他的 其实 本来不需要这么麻烦 但是熊白州和高通近期正在合作 尤其还打算一起开发推广 CDMA模式在国内的应用 这样兜了一圈 即使高通的员工看到王哲超 只要解释他是从新加坡精元厂离职就行 毕竟精元厂的offer 德雷克都亲眼看到 这位是 熊白州发现 王哲超身边多了一个黑头发 黄皮肤的中国女人 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 温婉 多有气质 他是我的爱人 唐松运 原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的 祖籍亦是闽南 这次回国校里 还是他的吉利倡导 王哲超介绍道 熊白州礼貌地和唐松运握手 嫌弃家旺 所以王博士毕竟是有福之人啊 唐松运比他老公会说话 笑着回道 哲超一直和我说 国内有个了不得的企业 老板呢 有英杰之气 谈吐 也有知识分子的儒雅 熊白州摇摇头 呀 王所长太抬举我了 知识分子不敢当 知识混子还差不多 王哲超和唐松运都笑了起来 熊白州原来给唐松运的印象 是高深莫测 因为他居然能和新加坡的 秋氏家族搭上关系 不过见面后 确实年轻温和 幽默睿智这些正面形象 不禁感叹 这个决定还是做对了 一路上交流的气氛很融洽 熊白州直接称呼 王哲超为王所长 这是承诺了爱生电子研究所的所长职务 而且还亲自来机场接人 甚至保证为唐松运在国内高校安排工作 这些细节都让王哲超很感动 汽车缓缓停在越城一座高档小区楼下 熊白州掏出两串钥匙递过去 那一串是你们房间的钥匙 家具家私已经购买完毕 你们可以直接入桌 另一串呢是车钥匙 车停在副一层 看到熊白州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 而且完善程度远远超出自己预料 王哲超一时间不知道表达 只能不住地道谢 熊老板 实在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其实这些东西 以王哲超的收入来说 都是小问题 但熊白州能提前帮忙备好 这就是心意的传递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熊白州摆摆手 不让王哲超感谢 开玩笑说道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了 因为从明天开始 你就要为我打工了 王哲超和唐宗运再次笑起来 居树感逐渐地消失了 熊白州这个人魅力实在太大了 短短的接触之间 却能把身份 情绪 谈话 都拿捏得非常恰当 让人感觉他豪爽中带着细致 稳重地涌着风趣 相处时如坐春风 却又不带烟火气 这种修炼非常能收买人心的 果然 王哲超情绪有点上头了 何须等到明日啊 我现在就可以去企业里发挥作用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八十章 中国速度 王哲超刚下飞机 月城的空气都没呼吸几口 熊白轴怎么可能让他现在就去干活 笑着劝道 呀 王所的心情可以理解 不过以后大把的事情要做呢 还希望唐老师 不要怪我压制得太狠就好 晚上的时候 熊白轴拉着周美的刘庆峰 连通的苏翰金 矮生的陶宇善一起参加接风宴 直到这时 王哲超才完全认识了 熊白轴的左膀右臂 对于王哲超来说 这三个人里面 陶宇善是最早打过交道 苏翰金 也在安装定位系统时见过赢 但名气最大的刘庆峰 却是第一次毁灭 现在刘庆峰 在新加坡都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在熊白轴的刻意推捧下 任何关于大陆第一高楼 和周美电器的情况介绍 全部都会提到 这个中科大毕业 拥有博士学历的董事长 相反 之前很活跃的四海 现在却无人出息 王哲超虽然不善于应酬 但刘庆峰等人的气质 和之前的白灯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王哲超有了这样一种感觉 自己已经被接受 某些掩盖在表层之下的真实情况 可以尝试了解 晚餐的节奏 被熊白轴掌控得很好 该透露的信息 全部透露出来 暂时不该透露的 也没有多说一点 不过 仅仅展现出来的那一部分 也足够王哲超夫妇 回去后合计很久 第二天上午 王哲超主动开车来到爱生电子厂 他有点奇怪 因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感 不仅仅是 厂里的影碟机组装流水线 效率提速的原因 也不是生产厂方增加的原因 整个攀鱼区 似乎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一条条并不平坦的水泥主干道上 都能看到 穿着横积功服 戴着安全帽的人群 举在一起 不时还在勘探 记录和探讨 没过多久 熊白周也到了 王哲超走过去说道 常说 识别三日 刮目相看 我以为这只是形容人 形容现在的攀鱼 也未尝不可 熊白周笑了笑 有个词语叫 中国速度 这是个视觉动词 王所会慢慢感受到的 王哲超把中国速度这个词记在心里 跟着熊白周在爱生电子厂里转了一圈 然后来到附近的一处空地上 那这就是昨天吃饭时提到的研究所新地址 熊白周伸出手指 虚空画个圈说道 王哲超顺着方向看了看 这里的工人数量更多 也更加喧闹 而且不断有大型机器设备运输进来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打地基和拉围墙了 想起一个月前 这里还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王哲超对中国速度这个词 有了一点感悟 熊老板好像有超能力啊 我都可以想象到这里以后的巨大变化 熊白周笑着摆摆手 我这超能力啊 是钞票的钞 不是钞人的钞 研究所要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说完 熊白周拍了拍王哲超的肩膀 另外啊 我只是把笔墨纸页摆好而已 你才是真正的作画人 一会儿啊 带着你和工地负责人见个面 以后你就可以发号施令了 王哲超点点头 这个研究所将是自己入职爱生电子的一份重要成绩单 哲超 熊白周突然说道 你是专家 所以具体过程我不会干涉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千万别替我省钱 看完了研究所的工地 王哲超继续留下熟悉情况 熊白周一个人踱步到新河湾的楼盘门口 看到横积地产的管理层 还有郭子敬居然都在这里 郭子贤在这里不意外 郭子敬看来是无聊才跟着过来的 熊白周正好也有事找他 呀 这么巧啊 郭董事长 熊白周笑呵呵地走上去打招呼 郭子贤只是抬头看了一句 一句话不答 继续和哥文雷讨论楼盘的室内设计 哥文雷有些尴尬 想回应又在犹豫 郭子敬看到熊白周说冷落 估摸着熊白周肯定又在哪里惹到郭子贤了 在一旁捂着嘴幸灾乐祸地偷向 我大小姐生气的原因很简单 她觉得自己始终摸不透 掌握不了熊白周 对于郭子贤来说 她很早就知道 思维是存在阶级壁垒的 当积累 毕炼 心胸不够的时候 思维的天花板上限很低 甚至可以说触手可及 所以思维才需要升级 同一件事 两个高低维度的人处理起来 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郭子贤之前觉得 熊白周的思维 大概就比自己高一点 可是 她在星河湾楼盘上展现出来的 四两拨千斤手腕 甚至还能将横积地产 当成棋子 也实现目的 可能不是高一点那么简单 郭子贤自然知道 横积最后一定有收获 不管是经济利益 还是知名度 可这个过程 总有一种 被熊白周驱使的感觉 这让早早被当作 接班人看待的郭子贤 自尊心有点受挫了 现在看到这个罪魁祸首 郭子贤肯定要出出闷气了 熊白周多少能猜处 郭子贤的小心思 想了想 笑嘻嘻地走到郭二小姐面前 刚要开口 没想到 郭子敬也是把头骄傲地 养了起来 呀 傲娇看来也是传染的 熊白周愣了一下 不过 郭子敬要比郭子贤容易对付 熊白周假装本着脸说道 呀 这两天你是不是变胖了 哪有 郭子敬果然受到刺激呀 转过头反驳 手还下意识地 隔着衣服摸上小腹 没有吗 熊白周凑过去 笑笑说道 那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怎么变重了呀 这句情话 二十年以后没什么创意 但现在杀伤力却很大 郭子敬马上就动摇了 不过 仍然撅着嘴巴抱怨的 我姐不理你了 你才会和我说点好听的 熊白周摇摇头 今天我也准备找你了 真的 郭子敬狐疑地说道 怎么有假呀 那你在这等着 我看完他们的室内设计图 咱们就离开 熊白周说完 就向郭子贤走过去 郭子贤依然不搭理他 不过 熊白周看到郭子贤手上 还拿着图纸 他也不客气地拿过来 来 我看看 郭子贤都不晓得 如何阻止这种 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厚脸皮做 眼睁睁看着熊白周 把设计图纸 从手里拿走 熊白周展开图纸 越看越皱眉 忍不住问道 这样的室内设计 谁做的呀 应该马上开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八十一章 熊白周的女儿 看到熊白周严肃的表情 郭子贤马上就放下了 赌气的心思 开口询问 为什么要开除设计师 郭子贤对熊白周 还是很了解的 知道他心胸比较宽广 一般情况下 都能容忍下属的小错误 但他这样的反应说明 已经不是单纯的错误 而是过失了 熊白周指着设计图说道 那 横记负责这个楼盘的 设计师团队 他们知道 以后入住用户的身份吗 知道 我和他们都说过 这个楼盘 是产业园为了吸引 华裔工程师专家 才建造的 郭子贤平静地回答 熊白周和郭子贤 交流过产业园 还有晶圆厂的计划 他也清楚 晶圆厂落户后 他会从新加坡 带来一大批的专业工程师 这个楼盘 既作为吸引秋贺年的筹码 也是将来提供给 那批工程师的住宿地方 郭子贤审核 郭子贤审核过这个设计图纸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郭董 哥总 我对房地产专业领域的东西 其实不懂 熊白周很谦虚地说道 其实 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积累 比这里任何人都要深刻 那不过啊 正是因为我看不懂专业的东西 所以思维才没有被禁锢住 能够完全站在用户的身份上 去体会的 郭子贤和横基的其他管理层 都静静地听着 这位在横基内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新股东 解释原因 盖一座楼 设计一套房子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让入住者感到舒适 你们说对不对啊 熊白周问道 耿文雷点点头 说道 所以 这个楼盘 我们准备把有线电视 网线 电话线等接口 全部布满 完全按照香港那些 跨国电子公司的宿舍为标准 就这个小区 建设成满足高技术人才需求的 现代化宿舍 问题就在这里 葛文雷刚说完 熊白周就指出了证件 我不是要以香港的 跨国电子企业宿舍为标准 而是要超过他们 小老师 受限于技术标准 与成本核算 在大陆 并不适合这样建设啊 横击的项目造假部经理 谢西云 在一旁说道 谢总啊 这个问题 不能仅仅局限在专业领域的认知上 超过他们 并不是在科技 和基础设施上 而是理解那些 远道而来的工程师 真正的需求啊 熊白周看着星河湾楼盘 也许很快就不叫这个名字了 沉稳而富有感情地说道 亚洲的华仪 他们大部分 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文化认同感 就拿房子来说 我们对房子的需求 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 更多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构成 里面有父母 老婆 孩子 这就是中国人特殊的家国情怀啊 这套设计图纸 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根据入住人的需求进行设计 图纸上的公寓宿舍 到底只是居住环境的一种 我希望能按照传统家庭的设计布局 建造楼房 这样才能让邱鹤年主席觉得 我们在用心硬件 网络的速度再快 能比得上三室一厅的饭后茶汤 有吸引力吗 熊拜舟皱着眉头 反问道 熊董事 如果按照您的要求 可能没办法像公寓宿舍那样 提供大量的住宿空间 恩文雷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 熊拜舟自然是知道的 原来三室一厅的宿舍 可以住三个工程室 改成一人一户的方式后 现在只能解决一个工程室的住宿问题 那怕什么呀 熊拜舟扫尸一圈 大声说道 不够那就继续扩建嘛 有坑的田上 有山的产调 这个小区要成为横基的代表座之一 我现在就把它改个名字 以后不许再叫星河湾 直接改成引喜幸福礼 横基管理层的众目睽睽之下 熊拜舟撕毁原来的设计图纸 阐述楼盘的建设意义 并且落定了项目名称 既有高度 也有激情 郭子贤没有反对 幸福礼即将上线 熊拜舟开着车 郭子静坐在副驾驶上 但是他老定睛地看着熊拜舟 我脸上有花儿 熊拜舟问道 不是 郭子静摇摇头 浅褐色的发丝被车窗外的风挑吹起来 熊拜舟都能闻到震着香味 我在想啊 为什么你总是能够说服别人 熊拜舟笑了笑 不是我说得好 而是他们能够理解 听众才是沟通的主体啊 熊拜舟总是习惯性地 把功劳推给别人 郭子静都知道熊拜舟这个习惯 我姐呢以前评价 看你做一件事 不能只看表面 是要想一想背后的深意 你把宿舍改成住宅 除了吸引邱鹤年的注意力 还有什么目的吗 郭子贤居然背后说我坏话 熊拜舟没有立刻回答 追究起郭子贤的评价 这哪里是坏话 再说 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郭子静跪坐在座椅上 身体对着熊拜舟 牛仔小马甲 将纤细玲珑的腰枝显露出来 柔软的 仿佛用两个手指 就可以整个孤起了 篱瓣状的胸部 将高档丝肢毛衣撑起来 长长睫毛下的淡粉色眼影 性感 幽默 那 最深层的目的 我希望那些结婚的工程师 能够把家里人接过来 在月城适应新环境 没结婚的 我可以帮他们介绍对象 吸引他们在月城安家落户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洗脑啊 熊拜舟一边解释 一边抽出诗巾递过去 那 把农庄擦掉一点 为什么 郭子静不解地问他 这只是他的日常打扮 熊拜舟平时从不会干预的 一会儿啊 要去看我女儿 那里都是初中生 影响不太好 郭子静刚听说 熊拜舟的女儿 非常的吃惊 可转念一想 初中生那年纪明显不对啊 熊拜舟不可能几岁就有孩子 难道 郭子静突然一把扯住 熊拜舟的耳朵 熊拜舟 你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我 那个姓王的妖精 还有我姐 三个女人 是不是都满足不了你啊 你居然 对初中生下手 熊拜舟啼笑皆非 认真地反问他 你和我认识那么久 我会做这种事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自动把周淑君 排除在外了 他现在已经是高中生 就算之前青梅竹马的感情 也不能一带而乱 郭子静想想也是 熊白舟这个人虽然混蛋 这种事绝对做不出来的 那你解释一下 他呀 本身也是个苦命人 之前我去贵西出差 认识一个人叫杨奇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风三鱼 第482章 自己的孩子 我了解 熊白舟口才本就不错 尤其杨奇善的经历 实在是重生以来 对他感触最深的一件事 熊白舟把前因后果 唯唯道出后 郭子静根本不需要 湿巾擦拭了 因为脸上的妆容 已经被枯花了 杨周文 被我们接来月城读书了 虽然我也当成女儿一般 但主要是 曙光的赵燕鸣 召开时间比较多 他觉得 拿了杨奇善的祖传药方 有责任把他女儿 养大成人的 做得不错啊 你们还算个人 郭子静抽抽涕涕地回道 熊白舟无语地 看了郭子静也 也不计较 继续说道 我本来 想把杨周文 安排进公立学校读书的 可赵哥却坚持 要进高档的私立学校 大概站在他的角度 把最好的条件提供出来 心里负罪感会小一点 那你把这些事情 告诉我做什么 郭子静哭着哭着 又生气地掐了一下 熊白舟 你转我一点眼泪 是不是觉得 人生圆满了呀 真能胡扯 熊白舟把车停在路边 拿出纸巾 温柔地帮郭子静擦眼泪 杨周文 在绘画上有天赋 我一直想请你 直到知道他 你虽然做事 没什么定性 不过在绘画 教课 还有爱情这三个方面 却难得地认真 本是实话 郭子静却觉得 这是贬义 他把熊白舟手指 含在嘴里 稍稍一用力 就留下两排浅浅的牙印 然后又呆呆地问他 你傻不傻呀 我咬的时候 怎么不抄出来呀 熊白舟笑了笑 收拾好情绪 准备去看我女儿了 杨周文在私立学校的 联系人是赵哥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 说杨周文在学校 和别人闹矛盾 打架了 老师让双方家长去一趟 按理说 你这小丫头的性格 不应该如此啊 阅城国际双语学校 初中部 这是杨周文 现在上学的地方 一年学费 一万二人民币 尽管是全托寄宿制 不过这个价格 在一九九五年 已经超出物价水平太多 有条件选择在这里读书的 除了生意人子女 还有就是 在大陆工作的外国人 以前杨周文来报到的时候 熊白周曾经跟着一起来办理手续 这座位于环市东路的学校 阵地颇大 绿树成荫 远离热闹的市区 环境非常幽静 能够在粤城开设私人学校 而且顺利申请用地权限的 背后多少都是有点关系的 有点香港学校的味道啊 郭子经瞅了两眼后 评价道 哪里的学校都不要紧 教书育人就是好学校 熊白周一边说着 一边打着方向盘 寻找车位 郭子经眼间 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诶 那边有个车位 熊白周正准备打方向盘过去 突然呼的一声 另一辆校车快速擦身而过 居然把那个车位给抢占了 郭子经有些不高兴了 那明明是我们的位置啊 公共提车位又不属于个人 熊白周倒是看得开 我们再找一个 那个疯女人 在学校附近开车还那么快 要是阿仁在 非教训她一下 阿仁即是郭子经的保镖 现在郭子贤和郭子经的保镖 都习惯当熊白周在场的时候 他们等于自动放假了 在岳城 谁够胆碰大老熊的人 你怎么知道车里是女人啊 熊白周有点奇怪 我看到了 郭子经得意地说道 熊白周在公共场合 总是很注意不给别人添麻烦 唯一的空位被抢占后 熊白周宁愿把车辆停得远一点 然后和郭子经慢慢地走过来 经过那台抢位置 在学校还敢踩油门加速的轿车时 熊白周眯着眼打亮一下 这是一辆韩国现代 保安严格核对姓名 还有班级后 一番折腾才确定熊白周的身份 虽然程序上比较繁琐 熊白周心里却挺高兴的 这说明学生的安全性得到保证了 我们先去老师办公室吗 郭子经挽着熊白周的胳膊 好像真的是一对夫妇来看孩子 不急 熊白周摇摇头 先去教室看看杨周文 现在正是上课时间 杨周文没办法出来 他也不知道熊白周今天过来 熊白周就站在教室外面 透过玻璃看了看 现在杨周文气色 比吴州的时候要好了一点 不过体重依然没胖起来 而且这段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压力比较大 坐在教室里身心有些勾勒 一只手撑在脸上 默然地盯着黑板上的老师板树 有点瘦啊 不像初一的学生 郭子经很心疼 自从听说杨其善的事后 他对这对妇女抱着极大的同情心 哎 心思也没在听课上 熊白周皱着眉头 他只是瞧了一眼就知道 杨周文现在没有学习的情绪 你不是说他学习成绩不错的吗 那是两个月前了 熊白周想了想 拉上郭子经走向行政楼 请和老师了解一下吧 行政楼与教学楼距离很近 两人来到杨周文年级班主任办公室的时候 有个女人也带着孩子坐在那里 这个女人35岁左右 穿着打扮比较高档 颧骨凸起 脸上涂着厚厚的化妆品 说话的声调有点大 脸上一副不依不饶的神情 年级主任脑门上都是一层细细的汗珠 韩国人 这个女人的汉语不太好 偶尔夹杂一点韩文腔调 熊麦周看了一眼郭子经 他点点头 然后凑紧说道 刚刚抢我们位置的 就是这个女人 熊麦周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韩国女人的儿子 根本不管办公室里的一切 握着游戏机专注地玩着 终于等韩国女人不再呱噪了 年级班主任赶紧问道 你们是谁啊 老师您好 我们是杨周文的家长 熊麦周态度很恭敬 这就是家长见到老师的态度 不管现实里有多少钱 有多大的权力 能够让他们低头的 除了理发师 只剩下孩子的老师了 杨周文在资料里填着父母双王 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啊 年级主任例行公事地问道 熊麦周没想到 杨周文这么应景 居然不想隐瞒这些事儿 文静的小身躯里有着属于自己的倔强 啊 我们是他的叔叔沈沈 熊麦周直接回答 年级主任虽然差异熊麦周 还有郭子敬的岁数 不过这是别人的家事 他也不想多管 居指那个韩国女人和他的胖儿子说道 周文在学校里和别人打架 抓伤了金灿义同学的手 今天请你们过来 就是想表明 经过学校协调 你们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结了 年级主任会说韩文 他把熊麦周身份 搬移给韩国女人后 他马上站起来 狠狠地盯着熊麦周 胖儿子只是抬起眼皮打亮一下 又继续把注意力买在游戏里 不过在气势这一块 大老熊还是死死把持着 任凭韩国女人眼光如何不善 熊麦周眉毛丝都没动一下 坦然自若 沉委严肃 自己家的孩子 我了解 周文不是主动惹事的性格 不如把他叫过来问问 再商谈道歉的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83章 登报道歉 粤城国际双语学校初一的年级主任叫李学企 本来是一所功利初中带编制的老师 拥有高级之称 行业内很有名气 这也是双语学校挖走他的理由 从铁饭碗来到私立机构 李学企有几点很深的感悟 首先是收入不同 公立学校每个月500元左右 逢年过节再发点过节费和绩效奖金 但是也不多 私立学校 李学企这个职务的基本工资就有2000元 奖金也更加丰厚 这是李学企 离开事业编制的重要原因 其次 思维方式不一样 在公立学校 仅仅关注升学率和上下级关系即可 只要校长支持 其他人的意见可以一概不提 私立学校里 升学率是一方面 同事关系 师生关系都非常重要 最后 服务的人群不一样 在公立学校 只要知道几个官员的儿女即可 其他的都可以随打随骂 私立学校不行 有能力缴一万多块钱进来读书的 家里非富极贵 所以 每个上学的孩子 家庭情况都要了解清楚 另外 当工作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 李学企还开动聪明的小脑袋 归纳了两条 自以为非常有用的结论 一 遇到事情 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畏原则 宁愿自己受点委屈 其事宁人 解决纠费 二 当矛盾化解不了时 绝对要保障外国学生的利益 中国学生可以受点委屈 这不是胡乱得出的论断 这是李学企 在很多次实际矛盾中 观察出来的经验 屡试不爽 全部隐 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 李学企其实也很好奇 外国孩子的屌上 是不是长了三个蛋 不然 为什么事情闹大后 行政部门过来协调处罚 无一不适 强按着中国学生道歉呢 既然迟早要道歉 还不如早早地识时务 先低个头 最后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像清风一样 飘散在空中 皆大欢喜 所以 当初一年级的杨周文 和韩国人金灿义 发生打架时 李学企处理起来 轻车熟路 首先 错误原因全部是杨周文的 然后 李学企自己 先和金灿义家里人 说点好话 当个铺垫 等杨周文家长来了 再让他们亲自 陪李道歉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简直完美 可是 李学企在解决 这次的纠纷时 遇到两个难题 金灿义的母亲很强势 不愿意接受 简单的道歉 需要杨周文家长 登报表示歉意 杨周文的年轻叔叔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是很有自己的主见 一定要先问问孩子 李学企以前 不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中国孩子的家长 觉得有钱 或者有势 凭什么一开始 就要给棒子 鬼子 毛子道歉 再说 未必就是自己孩子的错 可是到最后 还不是灰头土脸的赔礼了 挣扎下去 费钱 又费精力 李学企苦口婆心地劝着 小杨家长 看你的穿着打扮 应该不缺钱 在报纸的夹缝里 随便刊登一个声明 人不知鬼不觉的 这事情就这样过了 大家都安宁啊 李学企以为 熊白周也信杨 毕竟他自称是 杨周文的叔叔 所以叫他小杨家长 熊白周不想解释 这些小事 但是所谓的声明 不太理解 就问起了原因 金灿医的母亲说 只要你们在报纸上 发表一个通知 表示这件事 是杨周文的过错 你们道歉 并期望对方接受 他就不再追究了 李学企解释道 熊白周还没说话 郭子敬啪的一下站起来 学生之间打架 还需要登报声明 你以为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纠纷呢 香港大家族都没有这么大的架子 李学企有点为难 以前这种情况很少 毕竟大部分外国家长都通情达理的 一般当面道歉就可以了 哪知道这次要求这么多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他还是苦口婆心的对郭子敬说的 周文婶婶 你要少看那些TVB电视剧 真正香港豪族之间的纠纷 我们并不知道 电视上的内容 并不等于香港那些大家族的实际情况 我告诉你 电视上都是假的 香港都还没回归呢 李学企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水 润润嗓子 最后还总结道 不如看看渴望 刘慧芳在里面演得多真实啊 郭子敬听完这段真诚的劝诫 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一个含着金汤时出来的公主 从小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长大后的感情上 也能遇到让自己欣赏的男人 现在被人当面说 不了解香港豪族的内幕 关键 别人的态度还非常真诚 可越是这样 郭子敬越觉得心口闷得厉害 郭子敬掏手机 要打电话 熊白猪看他脸色不对 就问道 你要做什么 我要叫人 把这个学校砸了 郭子敬很认真地说道 卓文还在这里上学呢 你要砸 你等到我帮他转学以后再砸呀 这个理由 郭子敬还是听得进去的 不然他真的把保镖叫来 砸了这个学校 在香港回归的大前提下 屁事都不会有 听到别人要砸学校 李学起居然一点不担心 曾经也有家长说 要封的这个学校 还不是照样开到现在 先把我侄女叫过来问问 再谈灯报道歉的事 熊白猪平静地说道 脸上看不出多余的表情 李学起想了想 觉得熊白猪似乎能够沟通的样子 心想到底是个男人能够理解这里面的社会关系 于是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通知杨卓文下课后过来 等待的时候 办公室里寂静无声 除了那个韩国胖儿子打游戏的声音 熊白猪想了想 对李学起说道 我想看看受害者的伤势 小孩子下手没轻没中的 我们这些大人看了心里有数 李学起觉得有道理 这个家长的态度至少还是合作的 不像那个漂亮的女同志啊 韩国女人仍然在冷冷地瞪着熊白猪 听到李学起的转述后 转过头对他儿子说了两句 寒儿子正在打游戏 不情不愿地袖子伸了过来 然后对着熊白猪大声吼了几句 他说让你赶紧来看 不要影响打游戏 李学起翻译道 熊白猪走过去 胳膊上除了皮肤有点红意外 几乎没什么受伤的痕迹 就问道 伤口呢 李学起走过来看看 他一起头说道 你听说是被掐了一下 可能现在愈合了吧 哦 熊白猪脸色如常 应了一句 坐回沙发上 虽然伤口愈合了 但这个灯抱还是需要的 毕竟这是个形式啊 李学起不放心地叮嘱 他担心熊白猪变卦 啊 熊白猪点点头 李学起还想再说点 可是眼前这个男人 安静得有点可怕 我知道了 李学起心里 突然有一种抓不住现实的漂浮感 他其实宁愿面对郭子敬那样态度的家长 虽然激烈 但总是有办法应对的 不一会儿 杨卓文来了 手还像在教室里一样 捂在脸上 韩国女人立马就把注意力对准了杨卓文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听语气一定是在喝嘛 当着中国家长的面 呵斥子女 周文 熊白猪走过去 牵上他的手 来到沙发去 乱想了一会儿 脸上怎么了 把手拿掉 杨周文不吭声 小小的身子 像扶平一样轻薄 熊白猪轻轻地 把他捂在脸上的手拿下来 一只深深的巴掌印 漠然印在脸上 难怪啊 难怪他上课要捂着脸 郭子靖的第一反应 不是生气 不是理论 赶紧把刚才的电话拨出去 环士东的国际双语学校 这里要出事 然后他看向熊白猪 因为离得近 郭子靖可以清楚地听到 熊白猪呼吸在家中 好像一座火山 喷发前的积蓄 修炼如熊白猪 情绪都在失控的边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484章 欢迎来到中国 卓文 我是你子靖阿姨 脸上还疼不疼啊 郭子靖打完电话后 看着杨卓文脸上的巴掌印 眼泪滴滴答答地掉在衣服上 杨卓文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紧紧地牵住熊白猪 李学奇现在也不说话了 他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正是他第一时间买了 颠难白药和消肿药膏 给杨卓文涂上的 没想到 虽然肿痛消失了 但长印还在 叔叔 对不起你 不知道压抑了多久的熊白猪 不知道多少次 省呼吸调节的熊白猪 这才缓缓地开口说话 杨卓文乖巧地摇摇头 伸出手 擦了擦熊白猪眼角的湿润 白猪 郭子靖心里很担心 他和熊白猪 相识一年多的时间 还是第一次听到熊白猪 把对不起这三个字 表达出来 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来说 内心恐怕已经翻江倒海了吧 李学奇知道 学生家长需要一定的时间 接受事实 甚至还有情感发泄渠道 他都准备硬撑着挨上两巴掌 然后继续说服他们 登报道歉 学青总要解决的 不然这每个月两千元的高薪 哪里这么容易拿到 而且李学奇觉得 自己是在帮这些中国家长 因为继续处理下去 最后吃亏的还是中国人 杨卓文说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先谈谈 李学奇话刚说了一半 熊白猪突然站了起来 坚毅挺立 从喉咙里吐出一句沙哑的话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要先帮闺女出气 什么 李学奇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熊白猪 宽厚健壮的身影 正慢慢地走向韩国学生 没有理由的 李学奇突然有一种 跌入深渊的预感 想呼喊却张不开嘴 想迈动脚步去阻止 却没有力气 韩国女人看到熊白猪 向自己走过来 还以为中国家长要道歉 毕竟现在熊白猪的脸上 没有一点生气的表情 谁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韩国女人苛责的语气 更加严厉 手指差点戳到熊白猪面门上 熊白猪没有搭理 竟直来到胖儿子面前 跑啊 快跑啊 李学奇嘴里 在小声的嘟呢 含糊不清 眼角不知不觉 也有了一点泪 他也不知道原因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职业 即将终止 也许是因为 今天的情况 可能会和以往不一样 我也是中国人啊 一直偏向外国人 难道内心 就真的这样想吗 韩国胖儿子正在打游戏 突然觉得 眼前多了一堵高墙式的身影 他有些恼怒 这堵墙挡住了自己打游戏的事情 如他母亲一样大声对着熊白猪叫上 甚至还冲着熊白猪脆了口痛 不偏不倚 正好落到了干净的皮鞋面上 熊白猪平静地看了 韩国女人这事也意识到什么 因为熊白猪周围空气的凝结感已经有如实质 正要快步赶过来的时候 只见熊白猪突然伸手 拎起了这个韩国学生 在李学企无力的低语下 在韩国女人的大声惊呼下 在郭子静泪目盈盈地注视下 啪 一个沉闷却足利的耳朵 汉儿子一声都没吓 直接晕了过去 熊白猪面无表情地把他扔在地上 这时的李学企也不知道哪里再次涌出来的力气 摇摇晃晃跑过来看了下韩国学生 还有呼吸 但是耳朵在流血 鼻子在流血 嘴巴也在流血 这一巴掌 熊白猪居然没有留手 他为什么要留手 熊白猪做事从来都是有个底线 在底线之上 他可以赔礼 可以道歉 甚至可以伏地坐下 但是在底线之下 他可是会掀桌子杀人呢 所以这巴掌 他和对方的年龄没关系 和对方的性别也没关系 当然和外国人的身份就更没关系了 现在的熊白猪只是一个儿女受到欺辱的家长 嗷的一声 韩国女人终于有反应过来 突然像发疯一样扑向了熊白猪 嗯 又是一声响 熊白猪根本不留力气地又甩出一巴掌 直接把这个凶悍的韩国女人扇到了窗户边 砰的一声 玻璃碎了 韩国女人好不容易从耳聋耳鸣的情况下恢复过 一抹脸上全是愁呼呼的血 她终于哭了起来 也知道害怕了 一头散发 眼皮上都挂着血 韩国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悲劲低劣的国家人民居然有勇气 对自己挥手 她一边颤抖着掏出手机 一边爬去胖儿子身边 看看她的情况 现在正是下课时间 玻璃碎裂的声音 惊动了走廊上的学生 也惊动了隔壁的其他老师 他们纷纷围在李学企办公室外面 看着支离破碎的玻璃和狼藉的地面 全部都愣在那 也有反应快了 赶紧回办公室 呼叫学校保安 熊白州看了看 因为用力而发红的手掌 一步步走向韩国女人 这一次 韩国女人是真的慌张起来 眼神里的惊恐 毫不掩饰地显露 但她现在没有力气站起来 只能抱着胖儿子 胡扶着向门口爬去 终于 在熊白州来到她面前的时候 韩国女人爬出了门外 她先向周围的人哭着呼叫 但是没有人上前 他们都是中国人 听不懂韩语 熊白州也走了出来 韩国女人继续向后腿 不过熊白州这一次 却没有动手 只是走到她面前 一把抓住 已经晕过去的 韩国学生头发 把她胖脸 按在自己皮鞋上 仔仔细细 周周密密地 把那一口唾沫擦干净 走廊上的人群很安静 就连飞速跑来的学校保安 都站在了原地 中国人拽着韩国人的脸 给自己擦皮鞋 这一幕场景 牢牢刻在这些学生们的脑海里 伴随着的是 韩国女人的无助的哭喊 还有走廊上 平时很常见的欢迎宣传语 欢迎外国学生来到中国 鲜艳 刺艳 啄目 叮叮叮 熊白州擦好了皮鞋 突然手机来电了 居然是赵叶明了 什么事啊 你现在在哪儿 我刚去杨岐山家里转了一圈 我突然牺牲不宁啊 中文情况怎么样了 他被打了 我正在处理 可能要死人 赵叶明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屋 留给我动手 我很快就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85章 你要是能活着走出月城 李主任 现在谈谈这件事的始末吧 熊白舟再次走回办公室 坐在沙发上 说道 李学奇想从地上坐起来 可是撑了几下 都没有效果 顶尖一瞧 发现自己的胳膊 正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就连嘴里的唾液 也在止不住地分泌 这是人在极度紧张下的表现 熊白舟没有帮忙扶起的意思 但很有耐心地 等着李学奇回答 这期间 熊白舟看了看杨卓文的眼神 居然没有害怕的神色 到底是经历过苦日子的 家庭巨变 给了他心里太多的历历 郭子敬更不用说了 他是知道大老熊 这个地下世界绰号的 门被悄悄打开了 学校的保安队长 伸进了一个头 李主任 保安队长连忙扶起了李学奇 不过他脚上没力气 还是站不住 保安队长不得不找了把椅子 让李学奇倾斜在上面 外面韩国女人的哭声 仍然在继续 保安队长小心翼翼 打量一下熊白舟 年轻 灵力 鹦鹉 还有镇定 镇得太沉稳了 周目睽睽之下打了外国人 可神情举止 没有一点惊慌 对外面的哭喊 更是质入网闻 四平八稳地坐在沙发上 熊阔的肩膀快入山月 秉洁持重 泰然自若 熊白舟的静态 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肃穆 五大三粗的保安队长 居然不敢上前问话 只是守在李学奇身边 事情到了这种程度 也不是一个学校的保安队长 能够处理的 外赏后 李学奇终于有了力气 第一句话就是 赶紧打120 事情不能继续恶化 已经打了 保安队长连忙说道 李学奇稍微放下心来 只要韩国学生 性命没问题 那就还有协调的余地 需要报警吗 保安队长试探着问道 李学奇想了想 先通知校长回来 等着他做决定吧 保安队长离开办公室后 李学奇也不再认为 眼前的年轻人 是人畜无害的模样了 刚才两个耳光利落凶狠 一般人做不出来的 到底有多不一般 李学奇还没办法确定 但别的家长 都是先听过程 再动手 这个人确实 先动手以后 再回来听过程 动手前和动手后 脸上都没有太大的波动 仅凭这一点隐忍 李学奇知道 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我了解的过程 因为杨周文同学 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父母去世的事实 所以金灿衣羞辱他是野孩子 周文平时话就很少 更不要谈骂人了 于是他就动手推了金灿衣一下 但是正好他家的司机过来 扇了周文一巴掌 接着金灿衣家里人 就要求学校给出一个说法 这么说 周文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不仅被打 而且还要登报道歉 郭子静沉着脸问道 他现在气势 倒是和郭子贤有几分相像了 这是属于一指气势的 豪族二小姐的独有威势 李学奇叹一口气 迟到如今 再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 于是说道 你们知道 那个韩国人是什么家庭吗 没有兴趣 熊白周摇摇头 我只想知道 扇了周文一巴掌的司机 到底是韩国人 还是中国人 李学奇回忆一下 说道 应该是韩国人 他用韩文和金灿衣交流 熊白周点点头 再没有任何问题 所谓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李学奇大概知道 这件事自己要承担很大责任 所以直接把韩国女人的身份 透露出来 金灿衣父亲是韩国三星集团的驻华副专员 三星在韩国的地位 你也知道了 那是可以控制总统竞选的存在 李学奇本意是提醒熊白周 注意做好防范措 可熊白周只是看了一眼李学奇 淡淡地说道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中国 可是三星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啊 哪里的政府都会求着他们 李学奇解释道 李学奇 熊白周突然叫了他的名字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经济发展 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李学奇愣了一下 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么社会就是错的 你们帮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时候 自以为外国人不追究事情 就结束了 其实那只是被畸形的切割而已 真正的影响还在发酵 你们觉得无影无踪 挑散在空气里 其实在孩子们下意识 就觉得是自己敌人一等 门外警车声 还有救护车的声音 奔直答来 熊白周昂扬地站起来 对着李学奇说道 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 一个国家的墙上 是在教室的讲台上完成的 你不配当个老师 看来三星在华副专员的名头 果然好用 警车就来了三辆 还有三辆豪车 当金灿义被送上急救车以后 韩国女人就和其中一个四十多岁 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在哭诉 一边哭诉 一边指着熊白周的方向 看清醒 熊白周好像被包围了一样 熊白周当然不会躲在楼上了 他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任何事都有承担和直面的勇气 警车还有豪车的人都看向熊白周 随着韩国女人的哭诉声音 在不断增大 那群人逐渐躁动起 几辆豪车上的是韩国人 他们躁动是因为同胞 居然被中国人打了去医院 警察躁动是因为有人认出了熊白周 而且还有几个警察走了过 有个司机模样的韩国人实在忍不住 猛地打开车门 凶狠地一脚油门后 车辆快速向熊白周方向开了过来 这个变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全校师生都没想到 韩国人居然有胆子当着警察的面行凶 这是眼里就没有一点中国法律的存在吗 熊白周自然也没想到 但他反应很快 先一把推开郭子敬和杨卓文 然后剑眉下的双目一蹬 嘴角睁鸣着拔起学校里常见的彩奇 金属的头尖尖的 力力灌注之下 准备对着迎面过来的架势位捅过去 这才是勇者无惧的大老熊啊 这一幕也是让全场的人都看呆了 四季大胆 哪想到对面这个男人居然更嚣张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身影跑到了车辆面前 双手伸开 嘎吱 韩国现代杀了很长的黑线 才在警察面前停住 看来这一身警服还是有作用 至少这个韩国司机不敢撞开警察 可是他又把头伸出来 用别角的中文怒吼道 你他妈的 不散乎了 警察不搭理司机 转过身子对熊白州说的 熊老板 国庆电子工业部宋华部长来越城时 我在上下酒负责治安 熊白州看着这个名牌上叫高亮的警察 点点头 擦身而过 警知来到韩国司机面前 你应该也是打了杨中文的人吧 你要是能活着走出越城 大老熊这个名号我就不要了 韩国司机的中文不错 他听到熊白州的威胁 忍不住哈哈大笑 然后对走过来的高亮说的 警察 这个人居然威胁我 请你把他抓起来 是不是威胁 你看看后面 高亮擦了擦脸上的冷汗说道 韩国司机一转头 这间学校门口不知什么时候 停满了无数辆车 当先是一辆咆哮着的奔驰大街 学校有防盗门 但是这辆车根本不拒 拉远以后猛得快速行驶 咣的一声撞在门上 门没开 那就继续 车灯碎了 不管 车辆崴了 不管 车身蹭了 不管 不锈钢防盗门只撑了几下 就被硬声撞开 大鸡呼啸着开了进来 速度没停 还在加快 方向是韩国司机那辆车 这一次没人站出来阻拦了 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大鸡狠狠地撞在那辆 韩国现代的横旗面上 好在那个韩国司机法应官 直接汽车逃跑 现代车就没这么好命了 光的一声 直接被大鸡撞得翻了几个圈 紧接着 大鸡走下了一个 穿着短靠风衣的剑朔男人 一脸桀骜地 盯着那群韩国人 他在听命里 事情没有结束 校门外的车辆 全部撵过防盗门 涌了进来 瞬间把那群韩国人反包围了 就在这时 头顶突然 呼呼呼地传了巨大风声 一辆墨绿色军用的直升机 缓缓停在操场上 有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快步走到熊白州面前 交流几句后 来到趴在地上的 韩国司机面前 我叫赵业鸣 你要是能活着走出越城 我终生不再踏出阴京一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 1994 作者 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86章 扒了这层虚假的皮脑 三星的韩国司机朴南勇 根本想不到 居然有两个中国人 同时警告自己 没办法活着走出越城 姚南勇觉得既荒唐又可笑 她来到中国好几年了 亲眼目睹 颇有权势的中国地方官员 如何低三下四的敬酒 也享受过中国女大学上 知道自己是个韩国人以后 如何谄媚妖娆的样子 韩国的社会体制 等级严格 层次分明 姚南勇在韩国 只是一个普通的班车司机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社会资源 没有社会尊业 可自从被安排到中国服务以后 这一切就全变了 就连开车不规范 遇到交警 只要别人一听 她说的是韩语 可惜地叮嘱后 就予以放行了 长此以往 朴南勇在韩国社会下的人生自卑感 在中国得到了释放 她下意识就觉得 中国人远远比不上韩国人 而客观环境 又强化了朴南勇这种意识 恩格斯说过 一个人的本质 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姚南勇在韩国的社会关系 是低调和谦卑的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关系 却是高傲和跋扈的 所以 逐渐在这种社会关系影响下 姚南勇觉得 删了中国小女孩一巴掌 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她的认识领域里 韩国人教训中国人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 熊白舟和赵燕鸣的警告 朴南勇根本没有放在心声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然后一脸得意地走回韩国人群里 他自得的原因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己差点撞死那个 打了韩国同胞的凶手 如果不是那个村警察拦着 我一定撞死卑劣的中国凶手 姚南勇对金正熙恭敬地说道 金正熙就是韩国三星 驻华的副专员 也是朴南勇的服务领导 1992年 中韩建交后 三星对中国的投资正式开始 驻华专员 一般由直系的李建熙家族成员担当 副专员的职责 是选定投资方向和投资区域 由专员报送三星总部做出决定 金正熙对中国的了解 要远胜过朴南勇 当中国警察 不要命地挡在熊白舟身前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件事 不会像自己预料的那么简单 当赵燕鸣搭乘军方直升机赶过来的时候 金正熙意识到 事情已经超出了控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警车和宣传媒体的到来 而且由于当事人双方身份的特殊性 已经不适合在学校里调节了 负责外事工作的岳城常务副市长 吴立峰做出决定 将协商的地点定在越城公安分局里 姚南勇耀武扬威地走上警车 他以为最多十五分钟就能出来了 难怪说 欲要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事想 在越城 谁要是被熊白舟和赵燕鸣同时这样警告 大部分人估计直接认命了 偏偏一个棒子 以为在开玩笑 在公安局内等待的时候 两份报告很快送到了金正熙手里 第一份是他儿子金灿义的伤势鉴定结果 左耳耳膜洞穿 再实行失踪 调查报告上有着诗斑斑的泪迹 上面还写着一个韩文单词 报仇 眼泪和笔迹都是他老婆的 金正熙抚摸着报仇两个字 似乎能感受到这其中的恨意 第二份报告是熊白舟和赵燕鸣等人的身份 其中以熊白舟的身份报告最为详细 周美电器 联通快递 爱生电子 和他的关系都做了说明 这种报告 如果没有政府内部的人提供 普通人是根本拿不到的 看来三星的确对中国社会体制运作了解得很清楚 知道首先要交好和掌握哪一部分人群 可是知道了熊白舟的身份 金正熙就觉得更加棘手了 周美电器的名字 对于三星中国总部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394米的周美大厦超过韩国任何一栋高楼 当周美电器整体搬迁进入周美大厦后 因为周美电器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和市场上毫无偏差的操作能力 三星已经把这个企业当成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1996年年初 三星驻华专员李哲和将正式拜访周美电器 至于爱生电子的VCD品牌更加不用说了 三星因为在早期错误预估了VCD在中国市场的潜力 不仅没有耗费精力开发和宣传 而且还投进了DVD的研发工作者 1995年下半年 中国VCD市场开始爆发了 影碟机销售量以几何数量增长 三星才匆忙地调整方案 不过为时已晚 现在大陆的VCD市场上已呈现鱼龙混杂态势 几十个品牌在争抢这块蛋糕 为了应付市场而快速生产出来的三星VCD 并没有太多的技术优势 宣传也没有同步跟上 所以市场上连中下游都排不上 至于锁定这个行业内市场份额第一的 正是早早就布局的爱生VCD 联通快递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企业 但仅仅从周美电器和爱生电子的体量来看 左耳耳膜洞穿和暂时性失踪这个伤害 金正熙觉得应该是拿熊白轴没什么办法 赵燕鸣的简介非常简单 只有一句话 误忍素病 金正熙的瞳孔忍不住放大 这是有多深的背景 才能让提供消息的人不敢留下证据 不过想想他过来的方式 金正熙心想 大概也是相当于李健熙会长亲属在韩国的地位 从法律意义上说 这本是简单而典型的故意伤害事情 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金正熙还在审讯室里坐着 虽然也有热茶缝上 但一丝悄然不同的气息弥漫在环境里 姚南用嘴里骂骂咧咧的 一会儿觉得茶水太难喝了 只有中国人才能咽下肚子 一会儿觉得在这里太无聊了 几次把门口的警察喊进了询问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还有那个打人的中国凶手 到底怎么处置 警察一开始还是很有礼貌的回答 最后已经不怎么搭理了 审讯室门外的脚步声就没停过 金正熙看了看 有穿着军装的 有官员气质的 有商人外表的 还有一些穿着西装 但看上去比较凶狠的年轻人 这时 其中一个正好和金正熙对视野 小兮兮地伸个头进来 哎 棒子哥 姚南用哗啦一声站起来 卷起袖子就准备打人 蹦蹦活活 一枪汗涌的样子 门外的白灯薇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逐渐冷藏了起来 冷冷地点点头说道 熊哥说的没错 你们韩国从国品到人品 都是自卑和阴暗的 只是用假装的热血 和狂妄的外表演示而已 他老人家说 要亲自扒了你们这层外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红三鱼 第487章 不太愉快的第一次交往 白灯薇离开之前 看到面容阴沉的金正希 又换成油滑的笑容 金老板 你儿子在人民医院住院部 717病房是不是啊 你家在好景花园1201是不是啊 你有一辆现代和一辆宝马 是不是啊 白灯薇不知道 韩国企业里的专员一纸 索性直接叫老板了 听到这些话的金正希猛然抬起头 这些信息正是他的家庭情况 不知道这个大流氓怎么知道的 白灯薇嘿嘿一笑 金老板不是也在调查我们背景吗 要想人不值 除非吉莫为啊 你放心 我们只是了解情况而已 大老熊还不知道这个事 陆总管吩咐收集了 不过啊 要是再像今天这样 把车头对准我们大佬 过马路要小心啊 因为朴南勇之前的语气太嚣张 警察直接不在门外伺候 所以 白灯薇才能毫无阻拦地进出 看着白灯薇离开的背影 朴南勇正正发呆了半晌后 才对金正希说道 金正希 他脑袋混了 敢对我们这样说话 难道不怕中国政府 把他抓起来吗 金正希却缓缓地问道 中国人 为什么要抓中国人 因为他们要八戒三星啊 姚南勇认真地回答 金正希先生 你不是经常说 中国官员是可以用钱扎倒的 没必要太敬畏啊 金正希点点头 我是这样说过 但中国人和中国官员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员更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尽为三星 姚南勇觉得 今天金正希的话和以前似乎有点冲突 以他的积累和素质 难以理解这其中细微的差别 不过金正希没有解释 转而问道 男友三星给了你一切 你感激三星吗 当然 姚南勇马上说的 表情真诚 没有畏惧 三星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如果让你为三星牺牲 你会愿意吗 我当然会 姚南勇毫不犹豫 可是又觉得不对劲 马上低声问道 金正希 我到底需要牺牲什么 金正希平静地笑了笑 我儿子为三星牺牲了一只耳朵 唤取了不能随意欺辱中国学生这个教训 你觉得需要拿出什么来牺牲了 姚南勇更是吃惊了 为什么金灿意一只耳朵暂时失踪 要自己吞下这个苦果 不过 没等他发问 岳城公安局副局长邓荣天走了进来 今天这件事情 经过调查 属于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 我们一般都建议双方先行协调 在弄清事实 本清责任的基础上 经过充分协商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姚南勇虽然不熟悉中国法律 但凭感觉也知道 这分明就是故意伤害 为什么要双方协调 等等 姚南勇大声说道 我们的同胞被打了 你们去要我们协商 你不尊重我们大汉民国的尊严 我要抗议 姚南勇的唾沫 都喷到了邓荣天的脸上 如果平时很可能又是老一套 压着中国家长赔礼道歉 甚至行政拘留 不过那两个人来头实在太大 而且岳城市委市政府早就有了定论 所以邓荣天处理起来 心里很有底气 你要抗议 就自己去燕京韩国大使馆 我们不接受这种业务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 韩国在燕京设立大使馆 不过直到2000年 才在岳城设立领事馆 所以邓荣天才说 让朴南勇去燕京 另外 邓荣天盯着朴南勇 严肃地说道 如果不赞同双方协调 那我们就开始调查 不过要先从你恶意伤害中国人开始 邓荣天的意见传达到位 就回到了另外一个楼层的审讯室 虽然说是审讯室 但这里却没有一点审讯的样子 茶点 空调 甚至还有水果摆子桌上 熊白舟 赵业明 郭子敬 抱着杨周文 各坐一张椅子上 厂务副市长吴立峰 公安局长谢云明 还有外事办主任张扬 坐在另一边 房间里站着的人更多 暂性啊 不会因为这件事就离开中国 他们的投资计划都是早早规划好的 不要说金正熙儿子受到伤害 就算李健熙的亲生儿子吃亏 三星也不会放弃中国12亿人口市场的 其实说真的 我倒是期望三星能一怒之下离开中国 这样爱神的发展压力就要笑多了 熊白舟笑着说道 月城常务副市长吴立峰叹了一口气 熊白舟打伤了韩国三星的驻华副专员的儿子 这件事的确让自己很头疼 三星在月城还有投资证的谈判 熊白舟更不用说了 叛逾200多平方公里的产业园 就要依靠他的打开局面 鲁重秀耍华不愿打理这件事 全圈委托吴立峰负责 不过也给予了政策性意见 查明事实 找寻真相 不偏不邪的公正处理 吴立峰心里翻了不知道多少个白眼 说了这么多 大部分是废话 但好歹隐藏意思是偏向熊白舟 只不过面上得罪三星的恶人 却让吴立峰去走 不过接着传来消息 赵叶明也参与进来 这一下几乎没有商议的必要了 赵叶明是谁 大家心里都有说 薛汉军甚至专门打过招呼 熊白舟和小赵都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估计事情有什么其他误会 尽量让他们自己双方协调吧 我们少参与 薛汉军叮嘱道 这就是薛汉军的政治智慧了 这件事如果双方能自己解决 政府部门干脆就不要出现 这样两边都不得罪 原则问题定下来了 但是态度还需要吴立峰去把握 他心里正在为难采用什么方式 还是外事办主任张扬给了他一个提醒 吴市长 金正熙只是韩国的驻华副专员 三星可以随时调换的 熊白舟是能随便调换的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 所以当上级领导的态度确定以后 岳城公安局处理这件事的立场马上就明确了 邓荣天传达意见后甚至都不想多解释 啊那既然邓局把意思讲清楚了 我们也下去谈谈嘛 熊白舟拍了拍赵燕铭的肩膀说道 吴立峰还有其他官员也要跟着 熊白舟笑呵呵地拦住了他们 哎呀各位领导 请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 最多谈三分钟 三分钟后啊 不管有没有结果 我都立马离开审讯室 吴立峰和谢云明对视也 不放心地说道 你 你可不要打架啊 我是文明人 领导真会开玩笑 事到如今 朴南勇也意识到 情况超出了自己的控制 看来这次得罪的不是普通中国人 应该说 他们在越城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还要超过三星 姚南勇想把这些猜测 向金正熙求证 但金正熙却专心地发着讯息 正在这时 熊白舟进门了 后面跟着赵燕铭和郭子敬 亲眼目睹熊白舟豪放狂妄的姿态 其实并不多 熊白舟总是把这一面 藏在最深的地方 这是孤二小姐进来的原因 熊白舟随手就把门上锁了 朴南勇站起来 防备式地看着 金正熙则稳重地打量 熊白舟脱开一把椅子 静止坐下 扫视了两个韩国人十多秒钟 面对熊白舟深邃冷静的眼神 朴南勇心里开始慌了 再没有学校里嚣张的模样 其实 这也是韩国自古以来的习性 这个国家的历史不能说没有 但是没必要单独书记 在他们短暂的发展中 曾经无数次向不同的宗主国 俯首称臣 所以 韩国人的自信心 从来不是源于本身 宗主国强大 他们就感觉强大 宗主国不强大了 他们就换一个宗主国 这种一直生活在 地缘政治夹缝中的人民性格 势力又表里不一 他们在朴南勇身上 慢慢地体现出来 当他没有察觉到熊白舟 和赵燕鸣的身后背景时 朴南勇是强硬和威猛的 可是 当事实的转变 逐渐挣脱他狭隘控制权的时候 朴南勇外表的伪装 就开始一层层地剥落 甚至不需要熊白舟动手 尤其三星 不能保护朴南勇的时候 他才会想起眼前这个男人 面对开过来的汽车 熊白舟可是毫不犹豫 拔起尖枪准备迎战的 当的一声 朴南勇正在胡思乱想 突然被吓了一个激烈 原来是熊白舟把脚敲在桌子上 只见他协议着靠背 指着朴南勇说道 事情到这一步 大家彼此内心都有数 其他话也不需要多说了 这个人我要带走 熊白舟转过头 看着金正熙 给金专务三天时间考虑 要是不答应 我就组织人手 在三星门口游行静坐 另外 找报纸 把你们李建西会长 如何弄残两个哥哥上位的内容 写成一部自传 我胸脉中 在粤城手足无数 说话从来是一口唾沫 一颗钉子 金专务要是不答应 信不信 我今晚就做给你们看 不仅金正熙和朴南勇 一脸的难以置信 其实 就连赵燕鸣都在心里吃惊 卧槽 我还真以为要来谈一谈的 哪里知道是这样的方式啊 不过也对 和这群狗日的棒子 有什么好谈的 郭子敬眼神里面都是兴奋 就算对着外国人 大老熊还是大老熊啊 来做朴南勇 他有什么下场 很容易就能猜到 朴南勇这时放下所有尊严 忍不住向金正熙哀求 张武 我是为了金菜医 才删了别人一巴掌 你一定 不要把我舍弃啊 那你要撞死我 这件事就忘记了 熊白舟点上一根烟 淡淡地说道 我 我当时只是想出风头 姚南勇口不择言 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你就拿我的性命 当成你炫耀的资本了 熊白舟站起身 猛地把带着火星的烟头 向朴南勇扔过去 这是中国 你他妈在中国的土地上 用中国人的性命来吸血 老子能让你活着回去啊 直到这时 三星驻华副专员金正熙 才开口说道 熊先生 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余地了吗 有啊 什么 三星退出中国市场 你们有种做到 大老熊的称号 自此埋在土里 熊白舟等人离开后 审讯室里 只剩下金正熙和朴南勇 金正熙扔了一支烟给朴南勇 南勇 你还记得 说愿意为三星牺牲吗 姚南勇正在点眼 听到这句话 再看了看金正熙 平静的面容 烟直接掉到了地上 金正悟 你真的 要把我交出去啊 那你觉得 三星会放弃中国市场吗 姚南勇沉默着 突然掀翻了审讯室的桌子 发出碰碰的响声 外面的警员 要进去查看究竟 邓荣天却拦住了他们 没看到两个大领导 在楼上喝茶吗 他们都不管那事 你们出什么头 朴南勇发疯的时候 金正熙一动不动地 坐在椅子上 他显然是 很了解朴南勇这个人 眼前的生气 没有半点震慑力 我想和李正和专务通话 朴南勇还有一丝 最后的希望 不必了 金正熙把手机递给了朴南勇 刚刚我一直在和他发信息 他说 如果你愿意为三星牺牲 你的家里人 将被很好的对待 反之 这就是一种威胁 当天晚上 三星中国公司 粤城总部 发生一起自杀 这的确是一种自杀事件 因为熊白舟听说后 也是愣了半天 他先把鲁立存找过来问道 你们下了手啊 不是啊大佬 鲁立存赶紧否认 您没有发话 我们哪有胆子动手啊 熊白舟又把电话 打到了谢云明那里 这才确定 姚南勇是真的自杀 还留下一份遗书 你要不要听听 谢云明在电话里说道 说了什么 全篇都是在责骂 三星公司背信弃义 过河拆桥 但没有一点嫌疑的 谢云明在电话里 也很奇怪 所有证据 全部指向 这是一件单纯的自杀事件 我们初步判定啊 是心理崩溃后 得不到释放造成的 你说韩国的自杀率 为什么在世界上一直居高不下 三星放弃他以后 朴南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直接崩了 他们的社会国情就是这样的 熊白舟回了一句 心里想着 几年以后三星的公主不也一样自杀 不过第一次和三星交往就带着血腥味 可以遇见以后的相处不会太愉快啊 熊白舟看着窗外的太阳 笑眯眯的自言自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第四百八十八章 乐于搭台子的熊白舟 韩国的自杀率极高 按总人数概率而言 平均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自杀者 所以朴南勇的行为也能相应地注解 而且以三星在韩国的影响力 解决这件事的后续也不会太困难 不过 在三星的高层眼里 他们是看不到朴南勇动手和辱骂在先 也看不到朴南勇蓄意撞人在先 只记得一个空洞却有深刻的结论 熊白舟逼死了三星员工 直接把过错全部归咎于熊白舟 甚至把自杀看着他杀 而熊白舟就是杀人凶手 不过对于忙碌的熊白舟来说 归咎就归咎吧 其实他也不怎么在意 清晨 郊区的攀鱼 空气里都透着泥土的甜味和芬芳 路边的树枝草叶上 沾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 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干净 不久后 第一缕阳光带着绚丽穿过天空的云响 将山峰河流 田野鲜末全部笼罩在金色招灰里 紧接着 轰隆隆的机器声碾碎了青纱式的薄雾 把陈氏的美梦打醒 顿时整个攀鱼都沸腾起来 爱生电子厂的门口已经站满了一大群人 熊白舟站在最前面 早起天冷又凉雾 他穿着一件亮面深棕色的长款高档风衣 里面搭配一件深灰色的打底针之衫 本就匀称的身材 显得修身挺拔 脸上带着不焦不躁的微笑 温和地束手等待着 朝阳照射在爱生电子厂门口的金属艺术标志 A上面 折射出层层璀璨如镀银般的光滑 几辆小车缓缓地沿着马路开来 人群里有人低呼 来了 来了 车辆停稳后 熊白舟要走过去帮忙打开车门 那知道车里的人速度很快 抢先一步自己驾车了 陆重秀笑呵呵地和熊白舟握手 哎 大清早拜访人已经惹人厌了 你要再给我开车门 传出去该说粤城政府官员不懂做事了 熊白舟摇摇头满脸笑容地回答 哎 整个产业园都是陆市长的功劳 艾生电子能够有现在的成绩 全部倚仗陆市长的提携和帮助 我服务也是应该的呀 陆市长有没有吃早餐 要不要深入群众尝一尝我们的醋茶淡饭 熊白舟邀请他 哎 我特意空着肚子来的 陆重秀又指了指身后几个人 蹭吃蹭喝的不止我一个 这是粤城电缆厂的厂长马云水 是电子工业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李卫国 粤城258电子厂的厂长王先波 他们都是粤城市政府的下属企业 其他人则没有介绍 应该都是市府办的陪同服务人员 熊白舟并不熟悉马云水和李卫国 不过对粤城258电子厂的王先波有点好奇了 打量一下 然后转过头看了看陶宇山 陶宇山也并不知道会在这里遇到故人 脸色也是一愣 王先波很有国企工厂的领导风范 居然主动迈开脚步走上来打招呼 熊老板早上好啊 熊白舟轻轻地握了下手 王先波又和陶宇山握手 老陶 没想到你在熊老板手下 焕发第二春啊 陶宇山嘴角动了动 我在258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全凭熊老板给机会 让我有了施展的平台 陆重秀皱了皱眉头 他对爱生电子厂的 洛三胡子厂长很有印象 也听到熊白舟不止一次赞赏过他 没想到他居然和王先波认识 熊白舟在一旁解释道 陶厂长原来是258的副厂长 来到爱生电子其实去救了 陆重秀真是个人精啊 他一听就清楚怎么回事了 国旗里争权夺利很常见 陶宇山看来是被王先波踢出去的人 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面了 熊白舟是话里话外的帮助得力干将撑台面 他把爱生电子厂姿态摆得越低 越显出陶宇山的能力 以后的打脸也越狠 成绩和笑意给了熊白舟夸奖陶宇山的底级 王先波十分尴尬 他很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 不过王先波虽然业务能力一般 但场面功夫却很到位 面上是看不出太多难堪的痕迹的 这时陆重秀又试试地说道 白舟 我带着一大帮人来吃饭了 不知道爱生电子能不能容下 很明显 陆重秀这时借着吃早饭的油头暗示什么 熊白舟不接这个话茬 仿佛听不懂事地把皮球又踢了回去 领导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爱生电子的容量就有多大呀 陆重秀大笑一声 暂时不再提这个话题 爱生电子厂的食堂早餐很规范 卫生营养搭配合适 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工厂领导 依次陪着队 整个过程虽然吵闹 但却很有秩序 都说细节决定成办 看一家企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不要看行政楼 不要看产品展示 不要听老板吹嘘 只要看看他们的食堂怎么样就可以了 陆重秀忍不住感叹 这就是爱生电子 现在月营业额破亿的秘诀嘛 爱生电子十月份的VCD销量在三万台以上 营业额一举破亿 陆重秀看到税务报表后 坐在办公室里愣了很久 他大概也是不能明白 熊白州为什么做一行 那一行就火了 不过爱生电子效益越好 对产业园的发展也更有利 甚至现在就可以为月城的电子行业做贡献了 听到陆重秀表扬爱生电子的食堂 平时熊白州肯定会谦虚计计 现在他不客气地硬撑下来 我平时哪有空想这些事啊 全部都是老陶在管理 老陶做事让人放心啊 熊白州再一次把陶宇善推到了前面 所有人的目光耍耍地看向陶宇善 有复杂 有羡慕 有忌妒 那胡子倒是有点不知所措 心里满满地感动 古语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也行 熊白州给机会让他施展 又给平台让他表现 更在这种时刻让他独享风头 尤其还在曾经的仇人面前 这个大老板总是愿意搭好了台子 让下属去表现 陆重秀听了 好似不经意地说道 嗯 我们都要向爱生电子学习管理 留住人才 狠抓制度 促进企业的盈利啊 要说这些国企老板 心里素质都是不错的 这么窘迫的时候 还能吃溜吃溜地喝着豆浆 吃完早餐 一行人来到行政楼的会议室坐下 陆重秀开门见山了 白重秀 我们这种关系说话也不兜圈子了 今天过来有件大事和你商量 陆市长有什么指示请说 熊白周脸色平静 语言恭敬 但是也不给任何承诺 陆重秀毫不在意三个国企负责人的脸色 直接开口说道 第一件事啊 就是关于这三个企业 他们要不就是长期亏损 要不就是处在破产边缘 要不就是销售额断崖式的跌落 你是电子方面的专家 能不能帮我们找找解决办法 我还真不是 熊白周诚恳地说道 然后一指陶语阵 老陶才是生产管理的专家 而且还拥有爱生电子的股份 我觉得和三位老总交流完全够资格 拥有股份 这一下连陆重秀都痴心不已 想想爱生电子十月份的销售额 陶语善的地位是一路的水涨船高 陆重秀忍不住看了看王先波 心想 你他妈的到底是留不住人才 还是容不下人才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八十九章 傀儡 熊白舟把表现的机会让给陶宇善 自己只当个观众 陆重秀对熊白舟还是很信任 既然熊白舟信任陶宇善 那他也同样不说话了 我的主持权的陶宇善很稳重 谦虚地说道 马厂长和李经理都是行业里的前辈 我先抛砖引运 把爱生电子的一些不足之处说出来 请各位点评和查诺补圈 这个话还是比较重听的 马云水和李卫国都点头称事 唯独王先波脸上不太好看了 陶宇善只说其他两个是前辈 偏偏偏露了自己 不过 这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而且 王先波万万不敢在陆重秀面前耍脾气 258无线电电子场是世俗企业 常委会都不用上 陆重秀动动嘴巴就能换掉王先波 陶宇善虽然口称不足 但这只是交往时的客套说法 他看得出 陆重秀是怀着对企业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工人负责的心态来学习考察的 所以他讲的都是爱生电子 发展壮大的真实历程 有风险 也有机遇 有挑战 也有收益 小麦州台颜扫尸一圈 这些人里反而是陆重秀听得最认真 不时的一条一条记录着 可三个国企的负责人 不时打个哈气 柔柔发色的眼睛 陶宇善讲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记录的内容连一页纸都没填满 真的只是做做样子了 熊白州端起茶杯 轻轻吹了两口 看着漂浮在表面的茶叶上下翻轨 心里笑笑 不可声 陶宇善讲完后 陆重秀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转头对熊白州说道 什么时候让陶厂长给我们市政府的领导上一节课 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好时代 可他们的脑袋里还是计划经济 好啊 一切听陆市长的要求 熊白州也不推辞 直接应允下来 陶宇善的社会身份是爱生电子厂的厂长 如果为粤城市政府的官员们讲解经济厂实 虽然不期望他们能从中获得多少有用的信息 但对爱生电子正面形象的树立很有帮助 陆重秀做事很干脆 招招手把市政府秘书长江洪丽叫过来 让他着手安排这件事 刘庆峰是很难请到了 趁着现在把陶宇善拉过去讲讲课 也不错啊 陆重秀心里想着 看了一眼无精打采的国企负责人 忍不住叹一口气 哎 熊白州手底下都是那种能做事 会做事 肯做事的人 倒是让人羡慕 周美电器刚刚发迹的时候 陆重秀就想着 邀请刘庆峰去市政府 为保守官员畅谈市场运作规则 但时间上一直不凑巧 当周美大厂买下来以后 周美电器和刘庆峰 已经有了拒绝陆重秀的资格 好在能抓住熊白州 好在能抓住这个销售额 刚刚破译的爱生电子 陆重秀甚至啊 有点担心明年就邀请不到陶宇善了 不过还有一个连通快递 那个经理也不可能是庸采 庸采怎么可能跟得上熊白州的步伐呢 陆重秀又把思绪转回会议室里 点名让马云水 李卫国和王先波 谈一谈听完后的收获感想 在陆重秀的威压下 马云水不得不开口 呀 听了陶厂长的言论 我觉得越城的电子行业 还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要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要求 严格执行 不用说了 下一个 陆重秀突然打断 马云水愣愣地闭上嘴巴 李卫国轻了轻嗓子 装眼地说道 呃 在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下一个 陆重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李卫国都没讲两句话 王先波不由自主地开始紧张了 他深呼吸一口气 加强经济法治建设 建立和完善于新体制 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好了 陆重秀的声音和愤怒 需要你们为我普及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吗 需要你们帮我解释 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内涵吗 需要你们向我阐明 第九个五年计划吗 好 陆重秀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要听到的是 跃城电子行业的发展趋势 电子新技术的研发方向 还有你们 到底能不能把厂子救活 对得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吗 三个国企的负责人都低着头 默默承受着陆重秀的怒呼 熊卖州闲适地瞧着眼前的笔记本 其实对于王先波这种老油条而言 职责是没有丝毫的震慑力的 陆重秀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干脆把笔记本双手一合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现在我来到爱生店子这里寻求帮助 如果你们再不珍惜 不换私侠 那就换人 马云水等人唯唯诺诺 不过心里却在窃喜 这一次又安然无恙了 陆重秀那么忙 以后未必还能想得起这些小事 国企破产受苦的只会是那些工人 厂领导是不会被波及到的 他们说不定摇身一变又成了私企老板 凭借在任时转移出来的国家财产 直接拥有一大笔市场运作资本 熊老板 电缆厂和工业发展总公司已经濒临倒闭了 工人的薪水早就发不出了 258电子厂的销售额是断崖式下滑 而且在重要工程上频繁出现差错 上级部委已经不愿意把活交给他们做了 为了工人的饭碗 为了月城电子行业的巩固 我想把这三个企业安排进产业园复化 陆重秀对熊白舟说的 产业园的立项已经确定 只是红头文件和国家拨款还没有到位 但是提前进驻产业园 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好处 所以刚才还萎靡的三个国企领导 突然有了精神 互相对视 李卫国信誓旦旦地说 市长 我们公司愿意进园区孵化 刻苦学习 掌握新技术 争取实现涅槃后的重生 马云水和王先波反应也不慢 马上跟着表态 这些人非常熟悉体制内的规则 知道这种新元区开放后 必然有很多优惠措施和经费扶持 熊老板 你觉得怎么样 陆重秀看着熊白舟 熊白舟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只是笑盈盈的陈述事实 陆市长 怎么问起我的意见了 产业园是 岳城市政府管辖范围内的项目 我哪里有权利 对入住的企业说三道四啊 陆重秀点点头 可惜管委会 现在还没办法成立 不然就有一个独立的审计部门 领导 我有一个主意啊 王先波突然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产业园 入住审查资格委员会啊 现在就有电缆厂 工业发展公司 再加上无线电厂 正好三家 满足成立 被盈利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 哪一生电子厂呢 陆重秀很不高兴 你们仗着自己是国企身份 就把私营企业挡在外面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王先波赶紧否认 其实 他是真的想把艾生电子厂 排除在外的 加上艾生电子厂 成立审查委员会后 干脆就 王先波视线看了一圈 那就由王厂长 做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吧 我双手赞成 熊败周突然提议 不好吧 王先波自己都没想到 这个委员会的作用 不必多说了 可以说是产业园运行了一条重要拐杖 熊败周居然识相地把权力让了出来 既然是领导产业园发展的班长角色 那自然要国企担当了 熊败周笑着给出理由 王先波突然看熊败周顺延起来 这个人似乎挺低调的 所有出风头的事情 全部让陶宇善来 可能他性格如此吧 也不是故意想把陶宇善捧起来 针对我的 王先波甚至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现在就等陆重秀做决定了 大家都把眼神聚集在陆重秀脸上 只见他沉思许久 王厂长 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 就这样 当天下午委员会就成立了 在粤城民政部门的注册手续 办理相当顺利 王先波一边签字 一边很奇怪 什么时候效率这么快了 虽然整个事情都透着一股蹊跷 不过王先波却在飘飘然中 没有多想 那直到第二天 风云突变 粤城电缆厂和粤城电子工业发展总公司 因为资不抵债被强制破产 他们的主要负责人 悉数被纪委立安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的王先波 吓得是魂飞魄散 整件事情没有一点点欲照 不过 能有这么大能量 瞬间收拾这两个企业的 只有粤城的政府一把手 陆重秀 王先波是没胆子询问陆重秀的 甚至市政府秘书长江洪丽的电话 都不敢拨打 他颤抖着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哪位啊 熊白州的声音从话筒里清晰地传来 熊老板 我是王先波啊 哦 你好啊 王厂长 熊白州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早就猜到了王先波的企图 你是询问马厂长他们出事的原因吗 哎 其实昨天陆市长已经给了好几次机会了 你们自己没把握呀 从大局着想 他只能下狠心 关掉那两个厂了 损失了两个得力助手 陆市长现在也很心痛吧 熊白州不负责任的胡扯 王先波根本不关注这些 他只想知道 哪个技术委员会有什么目的 熊白州居然也很坦诚地解释 啊 现在 月城稍微有点信息渠道的 都知道产业员项目了 太多企业想入住了 所以啊 资格审查委员会是一定要成立的 那 那为什么要让我当秘书长 为什么要让258电子厂当理事长 因为你是国企单位啊 腰杆比较粗啊 熊白州平静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以后 审核的权力还在我这里啊 王先波愣了一下 没有 在我这儿 熊白州终于把事实说了出来 而且毫不留情 只有当某些企业不适合入园标准 我想拒绝又不想得罪人 那时啊 就是王厂长你的意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 柳暗花又名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九十章 复杂却了然于凶的局势 没想到 陆市长下手这么果断 挂了王先波的电话 熊白州转过头 对陶宇善说道 陶宇善也是刚知道 马云水和李卫国 居然直接被立案调查了 想想这两人 昨天还在 爱生电子的会议室里开会呢 岳城的电缆厂 和工业电子发展总公司 也算是从历史上出名了 陆重秀 都没给他们重组的机会 说明啊 他实在是忍够了 熊白州摇摇头说道 陶宇善心里有点沉闷 他毕业后 就来岳城工作 亲眼目睹 当年岳城电缆厂的繁华昌盛 甚至还和里面的 许多技术员工互相认识 现在却一眨一眨的功夫 整个工厂都坍塌了 沧海桑田 也不过如此吧 那那些工人怎么办 陆市长准备怎么安排啊 陶宇善问道 熊白州想了想 他也没太多办法 估计还是以买断为主吧 岳城的财政收入很丰厚 但是陆重秀一定不会拿出来 养着这些工人到老 最多给一笔工领买断费用 然后让他们自主责业 这对政府来说 是最省事的做法 也是当下时代最常见的做法 熊白州看着陶宇善 脸色有点悲弃 心想 陶宇善在岳城的电子行业里 浮沉多年 说不定还在这两个厂里做过实验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难免不舒服的 老陶啊 这是时代的大事 我们是阻挡不了的 计划经济和双轨之体制 被取消后 难免会有阵痛出现 熊白州拍了拍 陶宇善的肩膀 安慰他 其实这还只是初期 越东又是在市场最发达的地区 即使失业也不愁找工作 等到1998到2000年那段时间 国企大规模改制破产后 非沿海城市许多下岗职工上脚自杀啊 陶宇善以前当过国企副厂长 现在又是爱生电子 这种新兴电子工厂的管理负责人 见识和眼光自然都是不错的 心里清楚 长期负债的国企改革破产 是趋势所在 只不过这两家和自己渊源颇深吧 你之前不是说 爱生VCD生产线扩张后 工人已经不够了吗 熊白州突然说的 陶宇善反应很快 您是说 在电缆厂和电子发展总公司里 那些失业工人里照片 熊白州摁了一声 啊 技术工程师也可以接纳 但也只能在流水线上当个安装工人 电缆厂和电子发展总公司的 低标准科研环境 距离爱生研究所的尺度 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们适应不了研究所的需求 那 那准备招多少人 陶宇善心里很高兴 这样 至少能够给心里一种交代 熊白州却不回答 你是负责生产管理的厂长 自己拿主意吧 陶宇善还是知道分寸的 熊白州很信任地放权 并不以为自己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 我会根据厂里实际需求 挑选合适的工人补充 陶宇善稳重地回答 熊白州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再多谈下去 转而说道 其实我都没想到 陆市长会把258无线电厂 拉过来做挡箭牌 看到陶宇善不理解的眼神 熊白州解释道 产业园立项的消息 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但有些想入住的企业是空壳子 有关系 没技术 有人脉 没产品 他们只是为了低价拿地 或者补贴 从产业园的长远布局上考虑 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可是又不想平白得罪他们 说到这里 熊白州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入住工厂的规模 大小不是最重要 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 确实有一定要求 因为金元厂落户好 根本不愁企业入住 也不愁没机会发展 陶宇善点点头 这些事情太过庞大和空洞了 自己关注的终点 是爱生电子的经营管理 产品生产 销售宣传 这些实际问题 不过 对于大老板来说 企业文化 背景关系 实施政策 发展环境 也在他的格局之内 为了产业园的整体发展 也为了个人仕途上的亮点 陆重秀也认同产业园入住口子 不能放开 他决定 把一家有名气的国企 搬过来当个门神 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入住 不符合条件的企业 就把资格审查委员会 推出了拒绝 陶宇善想想 可不是吗 现在越称258无线电厂 虽然亏损 但却没有到破产的地步 甚至去年 还是盈利状态 只不过生产管理太混乱 销售命令财务 财务指挥行政 行政管理后勤 后勤批示技术 本来以技术管理立足的 无线电厂 王先波大全执掌后 却扔掉了这个优点 而且随着管理质量的下降 屡次在项目上犯错 前一阵子 差点被取消生产 军工产品的保密资质 熊白周继续说道 258无线电厂 是国内老资格通信制造企业 他们的对讲机 震荡器 中频滤波器等 在国内还是有品牌基础的 陆市长这样做 既是把258无线电厂 架在火上烤 予以鞭策 又能为产业员 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啊 也期望他们 在产业员里能够实现孵化 再次取得以前的辉煌 陶宇善这次恍然大悟 看来这个谋划 是陆重秀早就想好了 电缆厂和电子发展总公司 是必然会拿下的 只有258无线电厂 才是真正需要 靳元孵化的企业 那 那王先波呢 陶宇善忍不住问道 这个以前的敌人 处境应该并不好 果然 熊白周站起身 看了看时间 然后回答 他呀 只是个签字的冤大头 自认为聪明 想到了资格审查委员会 其实啊 我早早就和陆市长 提过这个说法 不过王先波签了字 所以委员会的负责人 就是他了 前期被拒绝那些企业 要发现怒火 总要找一个具体人物 对吧 不然 陆重秀早把哥仨一起送进去了 熊白周说完就离开了 只留下陶宇善在办公室里正正的发呆 热茶的雾气 鸟鸟生腾 又在空气中 轻飘飘的散去 不留下一丝痕迹 半晌后 陶宇善才忍不住摇了头 哎 我被提出二五八场 真是一点不远 这种平静 却夹杂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 可能 只有大老板才能了然于胸 并且 鲁鱼得水的应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轰三鱼 第四百九十一章 树葵妹妹上线了 熊白周将产业园的种种内幕 告诉陶宇善以后 也不管他内心的震惊 甩甩手就离开潘鱼 开车回市区了 今晚 王连桥让熊白周回去吃饭 说是一大家人 好久没拒绝 这里的一大家人 自然是王室一组 除了王大美人以外 还有王松柏一家四口 和王丰香 吃饭的地点 在粤城的橡树园 这是一片别墅区 熊白周最近 在这里买了一栋三层别墅 大概六百多平米 买在这里的原因 主要有三点 一是治安稳定 橡树园 是香港信和地产 开发建设的楼盘 就连物业管理 也是香港的团队 本来王连桥觉得 嘉义别墅也不错 可熊白周都没给他犹豫的机会 直接全款 买了橡树园这套别墅 郭子贤和郭子敬就住在嘉义别墅 熊白周有几个胆子 让他们住在一个小区里 再把陈秋荣喊来 正好凑一桌麻将了 二是 从生活便捷的角度考虑 比如说 这里的停车地方变多了 书房变大了 运动也有了适宜的空间 就连亲戚来了 也有足够的房间接待 熊白周这种身份 总不能因为家里空间不够 让亲戚住酒店吧 另外 橡树园是信河地产 以最高标准建设打造的 也是准备作为 进军内地的一张名片 所以把每一套别墅 全部精装修了 这也省了熊白周很多事情 王松柏抽空检查了几遍 他复合还是很仔细的 毕竟这是亲妹妹的别墅 熊白周把这套别墅 买在了王林乔名下 其实王大美人并不在意这些 更换了一些装饰 然后又添置了部分家私后 王林乔决定进宅 进宅即切入新宅 这是中国民间 新居落成典礼后的传统风俗 主人会邀请亲戚朋友 在新宅吃顿饭热闹一下 也是一种仪式感 熊白周没有邀请四海那批老兄弟 毕竟这栋别墅是买点王林乔的 他终于和家里人简单吃顿饭 熊白周也乐得清醒 下了车 熊白周一抬头 看见淡淡的月牙 挂在火烧云式的天空 夕阳和月亮同在一片视野里 还是比较少见了 王松白和他老婆严秀丽 果然在别墅里 还有两个小丫头 王从容和王杜若 他们大笑着 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地玩着 玩的是满头大汗 王松白差不多是熊白周的御用建筑师了 从旗舰店装修开始 先是二十亩的爱生电子厂建筑 后来又是二百亩 现在又有研究所和产业园的任务 现在他手底下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建筑队 以前还想过从横基地产独立出去 不过当时正是银信大厦攻其繁忙的时候 熊白周没有同意 王松白独立后 最大依靠就是熊白周的支持 没有熊白周这样源源不断地给他喂食 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 不过 自从横基地产在熊白周建议下 进行了内部改制 相应的权力义务也进行了调整 王松白这种包工头 拥有了更多的自主财政权 俗话说 背靠大树好成粮 既然横基现在 以单独项目来结算财物 王松白在独立性更高的情况下 又不想离开这个已经有知名度的品牌了 毕竟除了品牌以外 横基的制度标准一直先进又严格 王松白也担心自己出去后 得不到这种有效的监督 不管是否从横基出去 王松白对熊白周的了解一直在加深 从中美大厦到爱生店子 王松白已经估计不出熊白周的身价了 似乎被层层谜团遮住一样 不过 爱生电子厂16条VCD流水线 连天昼夜的组装生产 这些场景还是被王松白看在眼里的 每当早上的时候 总有几辆卡车准时来运活 看着整整齐齐摆在车里的爱生VCD 如果按照一台3500元价格计算 王松白觉得 这不像是影碟机 而是一打打人民币啊 王松白其实也有点奇怪 为什么熊白周和陶宇善一直在扩大规模 丝毫不考虑产能过剩的情况 难道VCD市场真的那么糊吗 白昭 王松白的态度是亲近又有点恭敬 王丰香也是差不多的样 熊白周笑着点点头 算是回应了王松白夫妇和王丰香 站起来打招呼的动作 这里不受影响的 就是王杜若和王丰蓉姐妹俩 当然啊 王丰乔更是不会在意的 熊白周 我发信息让你带一点酱油回来 酱油呢 王美人不客气地质问 哟 我这记性给忘记了 熊白周一边走向盥洗池 一边说道 那你还洗什么手啊 赶紧出去买来呀 王丰乔瞪着眼睛 插着细腰说道 王松白想帮熊白周分担 白周平时那么辛苦 我出去买一瓶就好了 不行 必须让他去 王丰乔恼熊白周不上心 坚持地说道 熊白周没办法 只能答应 行行行行 我洗把脸就去啊 看到熊白周这种态度 王松白和颜秀丽对视野 有点高兴 也有点紧张 高兴的是 熊白周对王丰乔 还是很疼爱的 而且没有把社会地位 带到平时相处之中 紧张的是 王丰乔这种态度 会不会让熊白周烦躁啊 熊白周现在一句话 想扑进他怀里的女人 可以从攀移的爱生电子厂 排到天河的中美大厦 年少多金 有地位 人又帅气 沉稳不轻浮 简直是完美的择偶对象啊 王松白可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尤其当横基地产 将大厦卖给熊白周 熊白周又将产业园基建 协调给了横基地产 这种关系 已经超越了普通合作伙伴了 两个企业之间 似乎有点不分彼此的意思 横基的董事长 可是郭子贤啊 这么一想 王松白心里的担忧 再次浮上来 甚至在脑海里 比较自己妹妹 和郭大小姐的优缺点 熊白周洗完了脸 正要拿毛巾擦水 尤其觉得 眼前迷迷糊糊 好像站了一个女人 而且体贴地 把毛巾递了过来 啊 谢谢啊 熊白周以为是王莲桥 也没当一回事 可是擦了一半 突然停了下来 王莲桥一般 都会亲自做饭给自己吃 王丰香和颜秀丽 也在帮忙 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正在熊白周疑惑的时候 突然一声清脆的叫一声 响了起来 哼 姐夫 好久不见啊 熊白周就吓了一跳 王属葵啊 你怎么跟个鬼一样 突然出现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名 演播 风三鱼 第492章 熊白周的失算 听到熊白周口气里的嫌弃 王属葵马上委屈地看向王临桥 姐 王临桥也没有站在他那边 挑了一下细眉 进厨房 做饭 王属葵吐吐舌头 低着头 快步走进厨房里 王大美人一转头 看到熊白周居然在笑 他抿着娇艳红润的嘴巴 也不说话 歪着头盯着熊白周 熊白周很识相 马上出门去买调料 这栋别墅里 上上下下都被王临桥安排了 熊白周跑腿 王松柏召开孩子 几个女人在厨房忙活 都有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其实 在这栋橡树园的别墅里 王临桥毫无争议的 就是女主人 吃饭的时候 因为是长条的饭桌 所以熊白周和王临桥 相对的坐在窄边 王松柏夫妇坐一侧长边 王丰香和王属葵 坐在另一侧长边 叽叽喳喳的 挺热闹 王松柏和王杜若 吃了一会儿 又跑去看电视 看着看着 还吵起来 严秀丽也不管他们 拉着王临桥聊天 王丰香在询问 王属葵 穿于老家的情况 他算是刺杀未遂 被王临桥 带来月城疗伤的 比较想知道 眉山那边 对自己的评价 熊白周偶尔和王松柏 聊两句生意上的事情 虽然他话不多 不过每当熊白周 开口的时候 板桌上都会 不约而同地静下来 大概下意识地 担心吵到熊白周 发现这种情况后 熊白周就更少说话了 尽量创造一个 家庭聚会 该有的喧嚣 王临桥却不会在意 是否打扰到熊白周 在气氛烧有些冷场的时候 他突然问道 熊白周 这美电器 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熊白周有点奇怪 王美人 一般不会主动 关心公司的发展状况 他甚至都不清楚 自己所占有的股份 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啊 还可以 在正常规划中运行 熊白周敷衍式地 回了一句 他对王临桥 肯定没什么保留 但这饭桌上 还有其他人 虽然也是亲属 但熊白周的防范意识 几乎是不受大脑控制地 自动弹了出来 王临桥对熊白周的 搪塞不太满意 一边灵活地拨着海峡 一边问道 是不是还有什么 没解决的问题啊 你觉得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熊白周笑着反问道 熊白周又打起了太极 心里却在揣夺 王临桥今晚 应该有什么目的 大概和这一桌上的 王氏家族有关系 王松白 王丰香 还是两个小女娃 熊白周下意识 就略过了王鼠魁 今年大三的鼠魁妹妹 应该好好读书才对 你之前不是说过 秘书人选还没确定 王临桥也知道 和熊白周兜圈子 只会被越扯越远 索性直接切入正题 熊白周一愣 心想 还不是顾及你的情绪 不然 我找两个秘书 还不简单吗 行政秘书已经在培训了 生活秘书还没具体人选 熊白周实话实说道 曾敏以后 不会有太多时间 兼任熊白周秘书 他只能从行政办公室的团队中 挑选一个 气质 能力 道德素质 都过关的已婚女士 进行培训 这个已婚的条件 还是熊白周特意叮嘱的 他大概也不想传出 太多狗血消息 影响周美电器的形象 也损害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不过 行政秘书好解决 生活秘书呢 熊白周其实已经放弃对生活秘书的需求 大不了以后自己辛苦一点 这么长时间没有秘书都习惯了 熊白周回答的时候 无意中瞥了一眼王丰香 转念想到 王林乔是不是为了监督自己 决定把王丰香派过来当间谍啊 这样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而且还可以帮他解决工作问题 不过 拒绝王丰香的理由还是很多的 学历就是最关键的一样 熊白周心里想着 只要王丰乔说出这个提议 就马上予以坚定拒绝 果然没出所料 王丰乔看了一眼王丰香那个方向 我发现一个很适合当你生活秘书的人选 那是谁啊 熊白周假装没有发现这个端倪 我对生活秘书要求很高的 学历形象能力缺一不可的 熊白周特意把学历两个字咬得很重 最低什么学历啊 王丰乔问道 呃 本科以上吧 熊白周知道王丰乔没赌过大学 仅这一条就能关上王美人 痴心妄想的大门了 那知道王丰乔学很兴奋 那正好啊 蜀亏就是大学生啊 王蜀亏也甜甜地说道 谢谢姐夫给我安排工作 啥 熊白周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 蜀亏不是还在读书吗 已经大三了 大四就可以实习 王蜀亏生怕熊白周后悔 我们老师要是知道 我能去周美电器实习 他肯定会批准的 姐夫你不知道 中美大厦在我们学校多出名 许多同学都想来这栋 全国第一高楼下面观赏 王蜀亏眉飞色舞地 说着周美电器的影响力 熊白周是一条没听进去啊 看了看王连乔脸上 妩媚的笑容 有一种落入圈套的无奈 心想 王美人这是一箭多雕啊 首先 王蜀亏当熊白周生活秘书 肯定不用担心关系问题 要知道 王蜀亏不仅是王连乔的妹妹 而且还和熊白周的系老 宋世豪有着一段感情 大老熊坦荡磊落 顶天立地 自然不可能有任何一点 龌龊的思想 其次 蜀亏妹妹还可以对熊白周 有着监督效果 最后 王蜀亏是个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动手能力 和思维能力都是值得培养 生活秘书 说不定还真能做好 怎么 你不想答应吗 王美人热辣的眼神 盯着熊白周 熊白周只能摇摇头 那就 先试试吧 谢谢姐夫 晚饭后 王松百一家人先回去了 王蜀亏和王丰香 自然是住在这里 而且可能要住很久 好在这种别墅的套件 而且也不会担心隔音效果 熊白周洗完澡后 擦着头发出来 看到王连桥 穿着淡青色的透明睡衣 测在床上看书 空调打到合适的温度 也不会觉得很冷 王美人侧身的曲线 玲珑有致 修丽的长发 晚成一个发际 露出的修长脖子 与圆润纤细的性感锁骨 光润如玉的长腿 交叉着叠在一起 纤细的脚踝 连着白嫩嫩的脚背 脚指甲 涂着胶硬的玫瑰红脂肩油 不时还调皮地 前缩又张开 看到熊白周洗完澡 王连桥眯着 妩媚的眼睛 假装要休息 只不过长长的睫毛 在微微颤抖 眼烧似乎都在笑 熊白周想起 晚上吃饭时的场景 一把扯掉自己的浴巾 在王连桥的娇声笑语中 压在她的身上 晚上 你是不是蓄眸已久了 熊白周鼻端萦绕着 淡淡的香味 本真脸问呢 是啊 王连桥一点也不怕 不慌不忙地回答 眨了眨眼睛 好像在挑逗一般 熊白周冷哼一声 一把扯开王连桥的睡衣 平时王美人 可能要推辞一份 可今晚 大概是对着熊白周的 一种补偿 居然轻轻地撬起屁股 方便熊白周 将睡衣全部脱下 这时的王连桥 好像一尊白玉雕像 纯洁大方 细腻饱满 好看吗 王美人主动 亲了一下熊白周 嗯 熊白周呼吸 都带着一阵阵的火气 那今晚过后 你不能怪我 王连桥伸出 洁白晶莹的双臂 搂住熊白周 娇柔地说道 熊白周不吭声 心想 不能太轻易 被美人记蛇服了 你答应我吗 王美人摇了摇 熊白周的身体 带起自己 一片汹涌的摇晃 熊白周还是没忍住 不轻不重地 打了一下王美人的翘腿 沉声说道 你转过身子 王美人脸色瞬间红韵 他是知道这个姿势的 被池咬住下唇 吐气如蓝 声音似乎都没了力气 白周 关灯好不好啊 不好 我要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轰三鱼 第493章 人生格言 熊白周是苦日子过来的 宫棚睡得着 小区睡得着 别墅也睡得着 从不存在任床的条件 生物中 也准时在七点左右 唤醒了它 睁开眼 就是王连桥 沉沉入睡的样子 整个人好像 婴儿似的 蜷缩在熊白周侧面 脸偶似的双臂 压在熊白周肚子上 柔顺凌乱的长发 盖住了半张 明艳妩媚的脸颊 妖艳的阴唇微张 上面还留有 昨夜的温柔 温热 熊白周没有吵醒王连桥 悄悄地爬起来洗个澡 来到一楼的时候 发现 餐桌上居然有早餐 厨房里 还有人在忙活 身头进去看了看 王蜀魁正在里面掌伤 呀 怎么不睡个早觉 熊白周有点奇怪 大学生 不是最喜欢赖床的吗 王蜀魁看到 熊白周起床了 一边加快翻炒青菜的速度 一边回答 姐夫 昨天不是说给你当秘书的吗 我当然要和你一起上班了 熊白周才想起来 还有这回事 嘴角动了动 最终还是不忍心 打消蜀魁妹妹的积极性 脸脸头说道 先吃早饭吧 王蜀魁的手艺还不错 在熊白周的印象里 传于女人和湘南女人 只有不想做饭的 没有不会做饭的 姐夫 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王蜀魁对第一天工作 抱有极大的热情 而且就职的 还是周美电器这种著名企业 眼里有着充裔的兴奋感 你和我的任务不同 你的任务啊 就是在办公室里 熟悉基本业务 我要四处逛逛 熊白周回答 哦 蜀魁妹妹点点头 闷了巴基 喝了两口米粥 忍不住又开口问道 哎 姐夫 你平时四处逛逛的时间 很多吗 挺多的 熊白周很耐心地 为好奇宝宝 王蜀魁解释 当企业的规模 达到一定标准时 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 一样重要 在日常管理 有制度 文化和职业经理人在看着 我的主要经历 就是放在企业发展框架的制定 企业服务文化的传递 还要不断延续加深企业的社会背景 因为关系脉络 也是竞争力的一种 王蜀魁听得有点发愣 突然从大学生活 迈向社会实践 而且又是跟在熊白周这种人身边 跟不上思维 实在太正常了 不过 王蜀魁跳跃性很快 既然理解不了 他又想起了其他事情 在公司的时候 我能叫你姐夫吗 熊白周倒是不介意 我的周美电器没有固定职务 你要叫我姐夫也是可以的 而且你的身份也瞒不住啊 不过啊 你在周美电器也只是实习 等业务能力有所提高 我准备就把你调离周美电器 熊白周把计划说出来 为什么呀 王蜀魁有点不乐意 他一天班都没上 但已经对周美电器 有一种深深的期待感 熊白周温和地笑了笑 你知道王蜀桥 为什么一直都没去周美电器就职吗 那样会影响其他人和他相处的节奏 你表姐在周美电器里有股份的 一旦下属在公室里掺杂了微妙的念头 长此以往会影响周美电器 较为单纯的企业氛围 熊白周说完 顺手把公文包递过去 王蜀魁正在消化熊白周的话 愣愣地把公文包接过来 给我做什么 拎包啊 你作为生活秘书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学会为领导拎包啊 刘大祥正依着车门 在道路上抽烟 月城十二月初的早上 已经有了凉意 可他只穿着一件短袖白色衬衫 和休闲小西服 西服还敞着怀 熊白周下来后 刘大祥连忙熄灭了烟头 可又看到王蜀魁 拎着公文包屁呆呆地 小跑跟在后面 刘大祥有黑的脸上全是讶异 怎么不认识蜀魁了 熊白周坐上后排 王蜀魁也要跟着坐上去 熊白周却拦住了他 指了指前面的副驾驶 那 那是你的位置 哦 王蜀魁撅着嘴 坐到副驾驶上 心里有些小委屈 你怎么来了 刘大祥大大咧咧咧地问着 为什么我不能来啊 王蜀魁不敢和熊白周置气 但是迁怒一下刘大祥 还是没什么障碍的 刘大祥也不生气 王蜀魁不仅是王连桥的妹妹 再说啊 还有宋世豪的存在 他只是笑嘻嘻地看看王蜀魁 并不发动车辆 开车啊 你是不是脑壞掉了 王蜀魁觉得 自己正在被刘大祥鄙蝕视 你以前没坐过轿车吗 副驾驶要挤安全带的 王蜀魁大巴车倒是坐过很多次 但那时不需要挤安全带 暂时没有养成这种意识 王蜀魁红着脸系上了安全带 转过身子看了一眼熊白周 蜀魁妹妹希望姐夫狠狠骂一下刘大祥 哪知道熊白周只是翻着双腿 闲适地翻越报纸 并没在意两人的口角 车辆开动以后 熊白周才在后面说道 蜀魁这一阵子啊 给我当生活秘书 有些常识你们交给他 傻 刘大祥难以置信 他是知道熊白周工作标准有多高的 以前周美电器行政办公室经理曾秘 兼职秘书的时候能力很强 把熊白周的工作安排得很仔细 没有一点错相露相 王蜀魁这姑娘傻傻的 有这个能力吗 王蜀魁注意到刘大祥 瞧自己的眼神又是带着鼻子 这次他没有生气 坐在福家驶上 双手用力地搅在一起 眼睛里也有一点泪水 要不怎么说啊 刘大祥活该母胎单身呢 莲香西域这个词 几乎和他不挂钩的 嘴里还自顾自说道 你不是来招小宋的吧 他现在被苏老总 撵得满世界跑 没多少时间在跃城啊 刘大祥叙道 王蜀魁委屈 熊白周平淡地看着报纸 一路来到周美广场 在周美大厦的顶层专属电梯里 熊白周再宽慰一下 我有时候啊 都不想和刘大祥争辩 他没坏心 就是眼皮不太灵活 不过既然你走上工作岗位 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都要学会适应啊 王蜀魁吸了吸鼻子 专属电梯的外层 是高纤维透明玻璃 缓缓上升时候 可以看到车辆和行人 在慢慢地缩小 逐渐呢 整个月程都被纳入了眼底 在这种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景色下 若女子也能生出几分豪迈 何况打算有一番作为的蜀魁妹妹 姐夫 松柏大哥他们都说 你为人做事很厉害 那你到底是怎么应付 这个社会的呀 我啊 熊白舟想了想 笑着说道 我的理念也未必正确 也未必适合你 但总结起来 不过四句话 锐气藏于胸 何气浮于面 财气渐于事 意气施于人 好好努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风三鱼 第494章 11月的周美奠记 何气浮于面的本质 就是心胸宽广 除了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日常自己能够把身份和心态 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这样和下属相处不会拘要 遇到社会地位比自己更高的人 也不会谄媚 所以 王鼠奎暂时担任生活秘书的事 熊白洲主动来到刘庆峰办公室 解释清楚 这似乎不能理解 因为刘庆峰 其实也只是为熊白洲打工的高级经理 不过这才是熊白洲个人魅力的体现 也是周美电器 能够拥有强大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王鼠奎啊 不会一直处在这个位置的 我计划以后 把他调任神秀控股 熊白洲最后说道 刘庆峰想了想 那老板准备拓展神秀的架构吗 有这个想法 熊白洲点点头 现在 周美电器和爱生电子 都已经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老苏那边 对联通快递也在后机勃发 神秀控股的核心资产 就是周美 联通和爱生 你们以后啊 要轮值担任神秀控股的主席 刘庆峰能够明白熊白洲的含义 神秀控股 是熊白洲为了隐藏真实财富 规避市场风险 潜伏资本世界设立的一个机构 他不会上市 但可能拥有很多上市企业的控股权 他可以融资 但主动权却在熊白洲手里 神秀现在的支撑点 就是周美 爱生和联通 当然 以后肯定会控制更多的企业 目前就拥有了 恒击地产5%的股权 不过 为了保证三个企业的绝对领导权 熊白洲打算 现在就实行轮值主席制度 神秀 与其说是公司 不如说是一个财富管理机构 他没有太多业务 王连桥和王鼠奎 不适合在周美电器里担任具体职务 这样多少会影响周美电器的经营和运转 不过 在神秀里任职 却不会有影响 熊白洲看来 思路很清晰 王美人昨天的美人计 可能付出东流 刘庆峰倒是比较看得开 生活秘书的职责权利 主要看大老板 对这个人的信任度 我觉得 以您的智慧 把这种关系区分看来 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 对王股东 也有一个交代 王股东就是王连桥 他并不清楚自己 在周美电器里的股权价值 但刘庆峰等人都是了解的 所以对王连桥都很尊重 另外 也不希望熊白洲 因为生活秘书这件小事 后院失火 熊白洲沉吟了一会儿 还是摇头的 哎 周美电器发展到现在规模不容易啊 以学虽小 可以溃低 保证企业在正确道路上发展 我要对周美电器 一千八百多名员工负责的 十月一日的假期中 在周美电器 声势浩荡的硬广告和软熏传后 当月就由门店管理部的副总 冯敬周带队 广告宣传部的副总裁 航驳委配合 市场采购部负责货品的保障 财务部和行政办公室 负责后勤需要 浩浩荡荡 向华南五省的县区急迈进来 成绩还是不错的 十一月份连续开设了四十家门店 现在总共拥有一百四十家零售门店 带动了一千八百多个就业机会 按照这样的速度 今年最后一个月 我们的门店总量应该在一百九十家左右 春节前我们可以正式破二百了 刘庆枫神情 有着淡淡的骄傲 刘庆枫拥有自豪的资本 周美电器 东山口第一家门店开业时 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成绩 熊卖周却砸锅卖铁 贷款负债 要开设旗舰店 在大多数人不理解的眼光下 旗舰店却一举成名 这才有了周美电器百成百电的华丽演出 直到后来 竟是骇俗的银杏大厦整体购入 周美电器发展的每一部关键点 都有熊白周坚持的身影 所以当框架定好以后 周美的上下员工 依然信任这个带来奇迹的幕后老板 这里都是凝聚着刘总的汗水和辛苦 熊白周鼓励地说道 其实一个月开设四十家门店的速度 相比较二十年后 某个家电连锁门店 一天之内同时开业五十三家门店的辉煌战果 周美电器还有很长的进步空间 尤其这是在县区级的门店 成本要大大降低很多 不过这种跨时空的纵向比较 没有多大意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 还是周美电器前后自己的对比 东山口门店是熊白周亲自策划的 而旗舰店开业的时候 就是整个团队共同参与 百整百电主要由刘庆峰领导 现在的门店开设已经由冯敬州来指挥了 这说明门店开设的难度正在下降 尤其门店管理部的负责人姚信群 现在挂总裁先后 拥有增添下属机构的权力 他打算在每个省设立一个骗区经理 负责考察该省的门店铺设情况 刘庆峰现在没有同意这条意见 因为这不仅是门店管理部的事情 后续的售后服务中心和市场采购部 都需要配合着更改机构设置 他仍然在考虑斟酌重 熊白周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虽然将考察权放出去 但是把开设门店的决定权收在总部 姚信群脑袋还是转得很快的 不过在刘庆峰形成决议之前 熊白周不会干涉 啊 最近还有风险投资公司联系你吗 熊白周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情 勾置大厦后 周美电器在国外都有了名声 亚洲几个著名的风投公司 例如ID级资本 汉通风投 华登国际等等 相继上门了解情况 美国的红杉资本也垫寻过 按照您的意思 既保持友好联系 但也不给出具体意见 刘庆峰说道 熊白周微微喊声 啊 对于这些风投公司啊 我们抱着三不原则 不拒绝 不主动 不迎合 不拒绝的意思 市场变换太快 谁也不清楚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 留有一丝余地 不主动的意思 周美电器现在虽然欠着外债 但资金链并不紧张 整个行业还有大量获利空间 没必要主动开口 不迎合的意思 为了保证企业的独立性和自身价值 不能主动迎合风投公司金钱诱惑 听说汉通风投后来去找了苏宁啊 刘庆峰有些忧虑地说道 十月下旬 苏宁发疯一样地开设门店 数量已经来到了二十家 销售额也节节攀升 不用急 熊白周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门店开得快 是因为有大量经验可以借借 苏宁一下子开那么多 除了赚钱就是花钱 没多少落在口袋里的 好像沙利上的建筑 不够结实 1996年春节后啊 我要兴起一阵妖风 熊白周开着玩笑 一口气吹塌了苏宁联合的江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四百九十五章 王鼠奎上班的第一天 一 一场秋雨一场寒 十二月初的这场雨下完 月城的街上 大概就看不到 穿着短袖的人了 气温终于有了点冬天的凉意 熊白周和刘庆峰谈完话 准备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王鼠奎 站在八十层高的走廊上 呆呆地看着 雨滴打在玻璃外壁上 清晨一道 偶尔模糊 偶尔清晰的雨幕 月城经过秋雨的润泽 这次发现 原来宿木的钢铁高楼 也会变得妩媚 深幽的珠江 恰似温柔扭带 雨中看云雾茫茫 变幻多端 远近街朦胧 宛如狮意中 中午不在这里吃饭 一会儿我去拍鱼 熊白周吩咐一声 自顾自地毁了办公室 哦 王鼠奎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四百米高楼上的雨景 还是第一次看的 刚才行政办公室总裁曾敏 上来后 交给王鼠奎一点文件 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熟悉 听口气 似乎曾总知道 我和林乔姐的关系 可是看架势 别人一点没有当回事 大学里的环境 是温情默默的 眉山的环境 是庸懒舒坏 可周美电器里 处处有一种 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力量 营造着催人向上的紧张氛围 鼠奎妹妹开始思考了 这种思考 其实是认识社会的第一笔 熊白周对这种眼神很熟悉 刘大祥有过 陈庆云有过 甚至现在的周美电器财务部负责人周薇也有过 一般来说 五行越强的人 冲破这种处理社会的撞墙期越快 也不知道小蒜现在怎么样了 王鼠奎有点低沉地自语道 熊白周没有过多关注王鼠奎的心理状态 大鸡在漫天大雨里 稳稳当当地行驶 刘大祥看到后座的熊白周 沉浸在思考里 嘴里也不敢蓄到了 挺直了身体 专注了开车 车厢里只有空调轻微换气的声音 王鼠奎也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没有人教给他什么 但适应环境的过程 就是一种体验 环境的标准越高 对自身成长的帮助越大 周美电器拥有国内最顶级的团队文化 王鼠奎如果能在这种工作环境立足 那说明已经找得证明自己社会价值的方法了 熊白周思考的依然是神秀控股 周美 爱生和联通 是组成神秀的主要资产 所以熊白周才会要求 刘庆峰 苏汉金和陶宇善 以后轮值控股公司的主席 这样在管理企业的同时 也能与其他公司增加交流机会 熊白周打算把这种交流 当成一种常规制度来完善 而且周美 爱生 或者联通在上市之前 熊白周还会把神秀的注册地址改到开曼群岛 开曼群岛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英国海外领土 1978年的一个皇家法令规定 永远豁免开曼群岛的缴税义务 比如说个税 资本利得税 不动产税 遗产税都是不用缴纳的 熊白周倒是没有避税的意思 不过神秀作为熊白周手下 管理众多企业股权的一个金融机构 为了以后的资本运作更加方便 为了把更多秘密隐藏在冰山之下 尤其以后可能涉及外汇管制等方面 熊白周也准备这样操作 当然 开曼群岛法律环境宽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作为一个常规的交流平台 虽然没有具体业务 但日常的打理还是需要人来维持的 王鼠盔不适合在周美电器里工作 但却比较合适在神秀控股 甚至王大美人也可以去帮忙 王鼠盔还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工作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他透过后视镜 看到熊白周的眉宇没有那么紧促 说明事情已经想完了 他还不放心 又看了一眼开车的刘大祥 他现在姿势变成放松的椅子靠背上 王鼠盔这才大胆地把一份文件递给熊白周 哦 市场采购部的管材让副总裁 让我把这两份文件递交您阅览 熊白周摁了一声 接了管 管材让的工作很严谨 他用阅览 没有用批示 说明这只是需要了解 但不需要形成意见的内容 第一份文件的内容 是关于苏宁联合电机 其实刘庆峰刚才也说过这件事了 苏宁联合正在华中地区 以建业为中心 快速向外扩展 虽然模式比较粗糙 但家电连锁门店的生意 却是实实在在地被老百姓接受了 熊白周暂时没什么压力 周美电器的领先优势太大 苏宁联合所作所为 依然是周美电器曾经的老路 这在市场上叫做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行业里 有一个领头羊占据了主要注意力 那么整个羊群 就会不断模仿这个领头羊的一举一动 领头羊到哪里去吃草 其他的羊也去哪里淘金 在羊群效应里 获利最多的永远是领头羊 跟风而来的很多都成了牺牲品 所以在苏宁联合没有停下粗织烂液扩张模式前 在没有创新思维跳出周美电器的阴影之前 熊白周都绝对有信心打赢这场战役 第二件事是关于胡志标的爱多电子 当整个VCD行业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 爱多VCD已经不愁找不到买家了 不过遗憾的是胡志标早和周美电器签订了合同 约束爱多VCD四年之内 只能在周美电器的货柜上出售 从能力上来说 胡志标这个人还是很有魄力的 他在十月份时 拿着周美电器给他的货款 除了留下部分钱购买原材料 剩下的钱全部投进了中央电视台 买下了体育频道的五秒广告 周美电器甚至开会讨论过这件事 曾建波评价这个人大手笔的营销策略 习惯站在公众视野中 现在的问题是 胡志标觉得周美电器 钳制了爱多VCD的发展 有消息传出 胡志标与其他卖场正在接触 呀 这才多久啊 就耐不住性子了 好歹要让甜蜜期再长久一点嘛 熊白周笑了笑 在文件上签字后 还给了王鼠奎 签字表明 熊白周已经阅读过了 占了便宜就想跑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周美电器又不是夜壶 需要的时候拿过来 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在一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时代》1994 作者柳暗花又鸣 演播 红三鱼 第496章 王鼠奎上班的第一天 鼠奎啊 回去后写个报告 向曾总申请一个手机 有些事情你需要学会转达 这也是秘书的职责之意 行驶的大机上 熊白周拿起手机 准备拨电话的时候 突然对王鼠奎说道 1995年 手机对大学生来说 是个高昂的奢侈品 动辄上万的价格 也不是普通工薪阶层 能够买得起的 不过来到月城后 王鼠奎发现 在眉山和大学校园里 几乎见不到手机 这里随时都能遇见 甚至刘大祥也有一个 而且看他的样子 也不是很珍惜 巴搭一声 随手扔在 党位边上的置物槽里 能够拥有一台手机 王鼠奎心里 还是很高兴的 他都想好 如何妥善地爱护和保存 但是一想到 还需要打报告申请 尤其要面对那个 严格的行政办公室总裁 王鼠奎心里 还是有点发怵 熊白周只是想起这个事 吩咐一声 然后拨通了管裁让的电话 裁让啊 你找个由头 问一问胡志彪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周美电器 都可以提供帮助 不管是技术 或者资金方面 别人有二心 未必就是他的错 也许是我们 哪里做得不到位啊 熊白周说道 冠材让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那需要旁敲侧击地提醒他 别做傻事嘛 胡志彪和周美电器 签订的协议合同中 他作为法人代表 要承担相当严厉的 法律责任 管裁让对这种二五载的行为 其实很恼火 如果不是知道熊白周 对胡志彪比较看重 管裁让早就一纸公文汉发过去了 啊 暂时不用 熊白周平和地笑了笑 胡志彪这个人啊 有野心 做事的路子也不怎么上道 这样的人难免自我自闭 心里对法律并没有足够的尊重 直接走法律途径 可能引起他的反感 我们虽然不怕 但做生意总是以和谐发财为主 再说了 合同本身就对周美电器有利 胡志彪有些逆反心理 很正常的 王鼠奎在前面听着 管裁让交给他这两份文件时 不仅没有对他保密 反而叮嘱要熟悉文件的内容 这也是作为生活秘书的分内职责 所以王鼠奎知道 爱多的胡志彪似乎有违背合同的打算 不过熊白周处理起来却很奇怪 不仅没有揭破这件事 而且还让市场部副总裁管裁让主动联系胡志彪 询问周美电器有什么没做到的地方 这种处理方式他还是第一次见的 有点像小说里的《以德报怨》 可又没有那么单纯 直到听了熊白周对胡志彪的心理分析 王鼠奎才若有所误 熊白周对胡志彪看得很痛 虽然觉得胡志彪把周美电器当成叶胡 有利用完就扔的嫌疑 但回应的做法却一点不激励 胡志彪是个聪明人 你只要一开口 他就能意识到自己做过戒了 他如果趁机提一些要求 你也可以酌情答应 算是互相再给一次机会 管裁让在电话里答应后 熊白周这才挂了电话 很快车辆就驶入了潘雨 最正远离喧嚣的市中心 王鼠奎发现 原来岳城也是有郊区的 也是有乡下地方的 这些地方就和眉山差不多了 说不同的是 在潘雨的路上 总能看到工人们 披着雨披 正在修路或者建楼 红隆隆的机器 在雨中被洗刷得正亮 他们是约好一起盖房子的吗 黄鼠奎小声问着刘大祥 这又不是私人呢 怎么可能同时也好 刘大祥神情有着淡淡的骄傲 这是熊哥 话没说完 熊白周突然在后排打起了电话 刘大祥赶紧闭嘴 闻雷啊 雨下这么大 下午干脆放工人们半天假吧 话筒里有人回答 我就怕 工期赶不上进度 啊 没事 熊白周爽朗地笑了 立项文件还没正式拿到手 我们已经算是提前开工了 熊白周看着窗外的雨 眼神里有一次回忆 以前啊 我在工地上的时候最期待遇到下雨天 因为一般都会放假的 心里总有一种偷来的快乐 熊白周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过往 既真实又诚恳 对面那人听了 很快地回应 那我就替工人们谢谢熊老板了 等熊白周挂了手机 刘大祥才悄悄地接了刚才的话 这些都是熊哥的工程 其实 这是横击地产的基建项目 但熊白周不仅是横击的股东 而且 这个项目 还是他帮忙运作回来的 刘大祥这样吹 倒也没错 而且 似乎验证刘大祥画里真伟一样 前面的工人 居然真的放假 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 在雨中大声的腰三褐色 王鼠奎透过车窗玻璃 好像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虽然只有半天 但这种偷来的时间 更加让人珍惜 工人其实都不晓得 开口让他们拥有这份愉悦的人 现在只耻呢 王鼠奎有点发愣地说道 刘大祥很奇怪 这些小事算个啥呀 熊哥不知道 默默做了多少好事 全部拿出来说 月城日报都登不下呀 中午 在爱生电子厂食堂里吃了午饭 熊白周对外介绍时 都说王鼠奎是自己的秘书 只有和一个落腮胡子的人交流时 熊白周在笑着说 是王连桥的妹妹 被硬塞进来 当自己生活秘书的 鼠奎妹妹有点不好意思 有种双方家长 在谈论自己的感觉 不过也判断出 落腮胡子的身份应该很重要 果然 后来知道 这个人是爱生电子厂的厂长 陶宇善对王鼠奎点点头 就算打了招呼 小姑娘话不多 看起来整体素质还可以 样子虽然也很清秀 但是和大老板身边那几位角色比起来 还是要差上不少 不过王鼠奎发现 熊白周并没有和陶厂长一直说话 反而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 很亲切地交流 听说他叫谋少华 美国的一个博士 熊白周身边的高学历人才 已经多得麻木了 王鼠奎也不会像之前那样 训要本科的学历 不过他对外国的博士 还是很好奇的 吃完饭 一行人要去会议室里喝点茶 大概还要聊些什么 我们要不要上去打伞啊 王鼠奎有点犹豫 刘大祥一口回去 不用 熊哥除非特意吩咐 不然他很少让别人做这些小事 本来说是简单做一下 但其实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都耗在了会议室里 另外 还有许多工程师都有参加 另头的是一个叫王哲超的博士 别人都叫他王所长 王鼠奎几次想拿起笔记录 却根本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 最后还是熊白舟意识到他的难处 主动摆手 示意不用记录 晚上的时候 王鼠奎又跟在熊白舟身边 进行了一次应酬 这次请客 似乎是针对毛少华的 安排的职务是 产业园的首席工程师 王鼠奎听得出来 这个叫毛少华的工程师 声音哽咽了好几次 直到城市完全笼罩在夜雨中 熊白舟和王鼠奎 才回到橡树园别墅 坐在沙发上 王鼠奎觉得脑袋好像抽空了一样 这一天的经历 比之前二十年的生活都要复杂 王林乔心疼地帮王鼠奎揉捏头上的穴位 姐啊 鼠奎妹妹仰着头 看着迷人的王林乔 我似乎明白 松柏大哥为什么对姐夫这么尊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一波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